就算他们早有准备 可是 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叶将军一把拉过身边的副将 在他的耳边大声说着什么 很快 副将就带领一对士兵匆匆而去 谁也不知道 他们想要去干什么 不一会儿 王副将和那对士兵回来了 他们每人手中拎着一大桶黑乎乎的 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 正呼吱呼吱地往叶将军的身边走来 将军 我们回来了 一切听将军指挥 王副将大声地说道 火油 这是火油 城墙上一个 原本已经心灰意冷的士兵 此时反应了过来 他原本绝望的脸上 立刻燃起了一丝生的希望 将军 我们所有的火油都在这里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火油 来阻挡叛军的脚步 王副将看着叶将军 一脸跃跃欲试地说道 嗯 我们就用火油来暂缓他们的工程 阻挡他们的脚步 叶将军点头说道 好嘞 末将这就去给他们送礼 看老子不烧死他们 王副将的眼中 闪烁着熊熊的火光 他一转身 看向几个比较壮实的士兵 大手一挥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几个跟我走 奶奶的 咱们烤肉去 王副将带着几个士兵 往火油走去 大皇子 你可要快一点啊 否则 末将实在是要扛不住了 看着那一个一个倒下去的身影 叶将军真的是恨不得 亲手杀了幽王爷 只是 幽王爷的身手了得 武功显然比叶将军好太多了 毕竟 幽王爷想造反 也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这么多年 他并没有像别的王爷那样贪图享受 他可是除了谋划造反之外 做得最勤快的事情 那就是拼命练武了 有道是下练三福 东练三九 那些在别人眼中 已经很了不得的事情 在幽王爷这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正所谓 皇天不负有心人 付出总是有收获的 所以 他的武功在灵兽国 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叶将军看了一眼 那正在指挥作战的幽王爷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自古皇家无亲情 手足相残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反倒是手足情深这样的事情 在皇家真的是犹如凤毛麟角一般 唉 本是同根生 相奸和太极呀 身为灵兽国的将士 叶将军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他们是武将 原本就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宁而生 征战沙场 马格果施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 他们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今天这么多的将士们 没有死在敌人的手中 反而是死在了灵兽国自己人的手中 难道 这真的是天要亡灵兽国吗 不是说灵兽国只要出公主 就一定能改变这该死的局面吗 又或者是说 这段时间 京城的那些流言蜚语是真的 常公主根本就不是皇上所处 这压根就是皇上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的一个阴谋 只可惜 自己阻止不了这场悲哀 他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将军 我们快要顶不住了 这幽王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浑身是血的将军 大声地说道 大家在家把劲坚持一下 我们已经开始上火油了 大皇子的援军马上就到了 我们一定要顶住啊 叶将军大声说道 他一边指挥大家把火油往下倒 一边从边上的士兵手中接过火箭 So 火箭从城墙上飞了下去 直接落在了地上的火油上面 啊 火油见火救着 而且还不容易灭 有的人原本身上并没有沾火油 只是因为不小心而烧着了 但是 大家习惯性地在地上一滚 这下好了 地上的火油直接沾了他一身 对连最不容易着火的盔甲 此时都毫无预兆地着火了 滚烫的盔甲 炙烤着那些将士们 甚至 那些来不及拖 就被烧得倒下去的士兵 身上都开始滋滋冒油了 还散发着一股烤肉的香味了 很快 城门口变成了一片火海 哭声 喊声 叫骂声 声声入耳 叛军此时再也顾不得攻城了 大家纷纷四下逃窜了起来 攻城锤也被人丢在了一边 孤零零地躺在了地上 因为沾上火油 攻城锤自然而然地烧了起来 古老的城门 因为是做了特殊处理的 可以说是水火不侵 在这样的情境中 也算得上是独善其身了 幽王爷在亲卫的保护下 也是远远地退了开来 毕竟 荣华富贵 全是皇位是好 但也要有命享受才行啊 所以 在生命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大家往后退一退 一部分人去把边上的沙土推来 我们用沙土覆盖火油 他们手中没有多少火油的 幽王爷大声说道 是 那些没有受伤的将士一听 立马就往边上的小土坡跑去 将领怕死 小兵亦是如此 俗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守城士兵们也得以短暂地休息 不过 他们知道下一波的战斗 只会更加的猛烈 更加的残酷 将军 大皇子他真的会来救我们吗 据说京城根本就没有兵了 大皇子拿什么救我们 一个浑身是伤的小兵 一脸哀伤地看着叶将军 他根本不敢相信 这话问出了大家心声 也问出了叶将军最不愿回答的话题 众所周知 零售国这几年 可是连年征战 四处赔偿 现在国库空虚 哪里会有多余的兵力来救助他们 会的 大皇子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你只要不放弃 我们就有生的希望 叶将军心中虽然焦急 但他还是做出一副坚信不移的样子 看着大家连忙安抚道 其实 他自己都不知道 大皇子到底会不会来救他们 又或者说他们敢不敢的急来救他们 只是 这样的话 他根本就不敢说 否则 一旦军心涣散 那就真的是必死无疑了 果然 在塔克尔将军的指挥下 幽王大军很快就推来了一车车的沙土 眼看着那些因火油而烧起的地方 现在也渐渐的熄灭了 叶将军非常着急 好在 大皇子没有让他失望 就在叛军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 奇迹的一幕发生了 咚咚咚 大地在暗夜中颤抖 那一声声地动山摇的声音 就像是打在众人心坎上的雷电 不仅让你心慌 还让你有一种死神降临前的绝望 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事情 原本架着云梯准备往上爬的叛军 此时他不爬了 原本抬着工程锤准备撞城门的士兵 此时也不撞了 他们就那么抬着工程锤 寻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纷纷看了过去 吼吼吼 这伴随脚步声的 还有那一声声震天响的寿吼声 这 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好像是寿巢啊 这是一个天圣国降临 那惊慌失措的声音 寿巢 什么寿巢 这里怎么会有寿巢啊 这是塔克尔将军的声音 幽王爷也是直接猛逼了 他连忙转头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个巨大的黑影 在暗夜中快速地移动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猛兽 好像就是 他曾经让人养在万寿山的那些兽兽 当初 胡太师不是说那些兽兽 已经在那次寿巢之后不见了踪影 而且 为了验证胡太师的话 他曾经先后派了好几批暗卫去查看 最后都不见了踪影 今天 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难道 当初他们并没有消失 是胡秋风骗了自己 那他们今天又是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难不成是来祝他夺位的 要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太好了 幽王爷想到这里 他的眼神明显地亮了起来 看得城楼上的叶峰华 心中猛的一颗灯 完了 看来今天自己是注定要马格果师了 原本以为是大皇子的援军到了 结果 看幽王爷的表情 这道的保不齐还是人家的援军 小婷 前面就是古封城了 你让大家伙准备一下 咱们准备战斗 薛老将军一身盔甲 真的是老当义壮 威风不减当年 他骑在虎威的背上 跑在队伍的前端 好的 爷爷 薛云婷虽然年纪不大 但他长得一表人才 一身白色的盔甲 衬托着一张英姿焕发的小脸 这小小少年 就足以迷倒万千女孩了 此时 他坐在另一只老虎的背上 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竹笛 悠扬的笛音 从他的嘴里散发出去 吼吼吼 冲啊 一只雄狮立即冲出队伍 直直地往大军中冲了过去 有了雄狮的带头 别的兽兽也不甘落后 这可是第一次为主子打仗 他们一定要好好表现 他们的虎王说了 等他们打赢了这场胜仗 主子就会回来给他们庆功 众兽兽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主人了 他们可是非常的想念主子 吼 狼王跳到了一处制高点 对着狼群一声长笑 狼群立马冲向了前面的大军 看着那凶狠的狼群 将士们惊呆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这么多猛兽 跟在狼群后面的是一些别的猛兽 他们一个个仿佛不要命一般地 冲向了叛军所在的方向 啊 啊 走开 不要咬我 不要咬我 大哥 救命啊 我不要死 我要回家 我不要在这零售国了 呜呜 一个天圣国的将军一个不注意 就被那头大雄狮给铺了一个正着 看着狮子的那个血盆大口 那个将领下的那叫一个哭爹喊娘 语无伦次的 可是 没一会儿 他就再也叫不出来了 他的身体已经被雄狮扯成好几块了 白花花地肠子流了一地 其实 也不是说那个将领没能力 而是 这忽然间出现了这上万头的猛兽 任谁也接受不了 这最后的上阵的是那成千上万的野猪群 这家伙 别看他是平时是吃草的 要知道野猪是杂食动物 这发怒的野猪堪比老虎 而且 人家是群居的动物 大家的配合非常好 而且 这里的野猪 可都是那好几百斤的大家伙 它的攻击力那是不得了 不用看别的 就它的那几个大獠牙 就让人心惊胆战 老虎和狮子等猛兽 还会讲求战术 野猪可是从来不和你讲战术 它们向来是横冲直撞的 那猪鼻子拱到谁 谁就自认倒霉吧 毕竟 被一个几百斤的大家伙拱到 你就算不死 也一定会脱层皮的 很快 天圣国的大军的惨叫 以及这边的动静 就引起了前面幽王爷 以及塔克尔将军的注意了 后面是怎么回事 塔克尔将军问道 一个副将脸色苍白 吓的话都说不流利了 混账 出了什么事情 快说 塔克尔将军本就是一个黑脸大汉 这不发火的时候就已经很可怕了 现在一发火 那个副将就更害怕了 将军 猛兽猛兽 他们冲着冲着冲着冲进大军里面了 咱们好多人被咬死了 小将军已经递惊 我弟弟已经怎么样了 你倒是快说啊 他是不是受伤了 塔克尔将军一把抓过那个副将 双眼通红的大吼道 不 不 不是的 小将军不是受伤了 他 没有受伤就好 要说这个世上 塔克尔将军最爱谁 那毫无疑问 就是他双胞胎的弟弟塔莫尔了 所以 这一听到小将军三个字 他就莫名地紧张 不过 还好 弟弟没有受伤 否则 他和零售国的仇就大了去了 可是 楚清里怕吗 楚乔东他怕吗 毫无疑问 他们当然不怕呀 不要说他们不怕 你要是真把他们兄妹俩惹毛了 他们的手段 绝对是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只是 现在的塔克尔将军 根本就不知道 在他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副将接下去的话 差点没把他给气的一口老血喷出来 将军 小将军他 他和他不是受伤了 而是他 他和他已经没了 副将不知道 自己是抱着怎样的心态 才把话说完的 反正 在他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额头上 已经满是汗水来了 正一滴滴快速地往下掉 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塔克尔将军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一把抓住副将的衣领 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副将 他多么希望 刚才是自己听错了 只是 这真的可能吗 将军 我 副将被塔克尔将军抓着 那张本就不是很白的脸上 此时已经憋成了猪肝子了 他翻着白眼 一脸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塔克尔将军 嘴里根本说不出话来 塔克尔将军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样都快把他掐死了 他如何说得出话来 一边的幽王爷冷冷地说道 哼 塔克尔将军终于松开了那位副将的脖子 那副将原本以为自己今天必死无疑了 这回 塔克尔将军的手一松开 副将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此时 正贪婪地 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即便是武将 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死亡离自己居然是这么地近 刚才 塔克尔将军要是再多抓一会儿 他估计就该去阳王爷那报道了 说 你刚才到底说了什么 塔克尔恶狠狠地说道 幽王爷也是一脸探究地看着副将 他也想知道 那些兽兽到底是不是来助他的 我 嗨嗨 可嗨嗨 副将一阵猛咳之后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默默地往幽王爷的身后退了退 感觉自己到了足够安全的地方之后 这才开口说道 幽王爷 将军 后面不知从哪里跑了很多猛兽出来 他们二话不说的就开始围攻我们 大家拼死抵抗 可是 小将军不幸被一头熊尸咬死了 同时咬死的还有很多别的将士们 副将的话一落 塔克尔将军就觉得眼前一黑 他唯一弟弟居然死了 还是被野兽给咬死的 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 不 我不信 塔木尔不会死 他不会死的 我不相信 塔克尔将军几乎快疯魔了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 自己那捧在手心里的弟弟 已经离开他的事实 幽王爷虽然不敢相信 但他和塔克尔将军不一样 他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那些兽兽明明是自己手下的人圈养的 为什么会攻击自己的大军呢 难道他们是搞错了 不会的 这绝对不会的 除非是自己亲眼所见 否则他绝不相信 幽王爷一把抓住那个副将 将那个猛逼的副将 直接给滴溜到了面前 幽 幽王爷 你想干什么 我是天圣国的副将 你可千万别乱来呀 可怜的副将原本以为 自己是天圣国的人 和幽王爷没有厉害关系 现在 只要和失控的塔克尔将军保持距离 自己就一定会安全的 没想到 这塔克尔将军没有找他麻烦 幽王爷去来滴溜他了 他怎么这么命苦啊 你告诉本王 那些猛兽 是不是有一个小小少年 用敌因控制的 幽王爷问道 这个副将想了一下 他点了点头 没错 他当时看到了 那些猛兽 确实是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少年 用敌因控制的 什么 你说什么 这些兽兽是人为圈养的 是谁 我要让他为我弟弟偿命 塔克尔将军瞬间就爆发了 那就是他们没错了 可是 为什么本王养的兽兽 会攻击本王的大军呢 幽王爷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 他完全忘了 塔克尔将军就在边上 驸马爷 本将军和弟弟奉我皇命令 来帮驸马爷夺天下 驸马爷为什么要暗中伤我弟弟性命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我塔克尔就算是拼了这一条命 也要为我弟弟讨要一个公道 塔克尔用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恶狠狠地看着幽王爷 笑话 塔克尔将军 你搞搞清楚 先不说本王是天圣的驸马 本王和天圣国可是盟军 咱们是一龙俱龙 一损俱损 本王为什么要杀你弟弟 这杀人总要有个立场吧 那请问塔克尔将军 本王杀人的立场何在 幽王爷气得要命 他是见过笨的 但是还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笨的人 怪不得 这么多年韩武国从灵朔国得了多少好处 可是 天圣国却一点好处没有捞着 果然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幽王爷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韩武国早就毁得肠子都轻了 在幽王爷的反责问下 塔克尔将军总算平静了下来 他答应幽王爷 他们一起去查看原因 反正 前面大家还在那里填沙土 再加上后面的猛兽事情不解决 他们这一世办会也无法攻城 毕竟 这万一是前后夹击 那滋味可并不好受 等他们赶到后方的时候 这天圣国的大军已经死伤一大片了 地上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真正的是血流成河了 此时 薛云廷坐在虎背上 悠扬的敌音在空中回荡着 边上有薛老将军和虎背在一边给他护发 薛丹阳则带领训兽场的人 骑在猛兽的身上 犹如割韭菜一般的收割人头 这么多年了 今天他们终于可以为自己报仇了 要知道 这训兽场里的人 基本上都是被胡秋风一派陷害的 胡秋风是幽王爷的人 那他们今天可不就是报仇吗 狼王 我们去那边 正所谓秦贼先秦王 我要把他们的将领杀光 等到那时 他们就是一些无头苍蝇了 薛丹阳指着一个将军模样的中年人说道 敖屋 没问题 少将军做好了 咱们立马就去把那颗大脑袋摘了 省得看着碍眼 狼王纵身一跃 几下就来到了那个天圣国将领的身边 一人一郎配合的 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不要 小心啊 塔克尔将军远远地看到了那一幕 吓得他大声喊道 只可惜 塔克尔人将军叫的 终究还是迟了 那个将领 原本还在极力控制 身下受精的战马 听到塔克尔将军的喊声 这还没有反应过来 薛丹阳的长剑就已经扎进了他的胸口 那个将领看着自己胸口的利剑 和那喷涌而出的鲜血 一脸的不可思议 砰 那个将领头一歪 整个人从马背上栽了下来 瞬间就没气了 塔克尔将军怒了 这个将军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可以说是他的心腹爱将 就这样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死了 这是在明晃晃地打他的嘴巴子 他又如何接受的了呢 就在塔克尔将军准备亲自上场的时候 幽王爷拦住了塔克尔将军 驸马爷 你到底想要干嘛 你可千万别忘了 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唇寒齿王 逃不了你 也逃不了我 不过 相比起驸马爷来说 末将的处境还算是好的 最起码 末将可以回天圣国 你们灵朔国就算再厉害 这一时半会 也不敢攻打我天圣国 塔克尔虽然非常生气 但是 他也没有和幽王爷直接翻脸 而是 故意用激将法说道 哼 本王的处境如何 不需要塔克尔将军提醒 幽王爷冷冷地说了一句 就不再理睬他了 而是转头看向了 那狼王背上的那一道身影 咬牙切齿地说道 好你个薛丹阳 命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居然连兽朝都没有弄死你 现在 还控制了本王的兽军 别以为这世上的好处 都让你站起了 幽王的眼睛 如毒蛇一般地看着薛丹阳 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幽王爷 你果然是狼子野心 居然不顾祖宗礼法 私自联合天圣国 企图做着伤天害理之事 你就不怕皇上知道灭你九族吗 薛丹阳虽然震惊 但是 他强压着心中的惊慌 义正言辞地说道 哼 通敌卖国的是你薛家 与本王何干 当初 你既然侥幸躲过一劫 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最好找个没人的鸡脚嘎啦 隐性埋名一辈子 没想到 你居然还贼心不死 在楚霸天宣告你死了之后 还要出来晃荡 既然 你这么不愿意消停 那本王倒也不介意亲自送你一程 省得你再次迷路 这样对杨王爷也有个交代 优王爷说完 拿出镇天弓 在薛丹阳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搭弓射箭 一气而成 杨儿 小心啊 薛老将军在听到优王爷的声音的时候 连忙一回头 结果 就看到了优王爷那 引以为傲的三支镇天剑 朝着薛丹阳射去 吓得薛老将军三魂 吓掉两魂半 完了 这下真的完完了 薛家一脉单传 薛丹阳是薛老将军唯一的儿子 现在可怎么办 谁不知道 优王爷的三支镇天剑 一支更比一支强 这世上能够躲得过这三支剑的人 那真的是屈之可数 不过 这里面可不包括薛丹阳啊 也就是说 这三支镇天剑一出 要是不出意外 薛丹阳必死无疑 薛老将军想也不想的 就要扑上去 他想用自己的身躯 去为薛丹阳挡剑 可是 薛老将军再快 那也快不过 那已经射出去的剑 更何况 他离薛丹阳可不近 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薛丹阳也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过 优王爷为了杀他 居然都用上了 这圣祖皇帝的镇天弓了 看样子 自己在优王爷的心中 还是挺有分量的 好在兰儿已经怀孕了 薛家的香火 应该不会断送在自己的手中 只是 他有点遗憾而已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薛丹阳必死 就连薛丹阳 自己也知道 根本躲不过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咻 咻 咻 一连三只剑射了出来 而且还是那种后发而先制的 这三只利剑 就那么直接对上了 优王爷的三只镇天剑 那力道一点不比镇天剑弱 甚至 比优王爷的镇天剑 还要墙上一丢丢 还硬生生地改变了镇天剑的诡计 看着三只镇天剑 擦着薛丹阳的脸颊而过 直接没入了一边的石壁中 优王爷再也沉不住气了 气得差点就暴跳了起来 是谁 刚才是谁拦了本王的镇天剑 有种就给我出来 躲在暗处当什么缩头乌龟 优王爷 你确定这当缩头乌龟的人是本公子 而不是优王爷你吗 一个银色面具人走了出来 眼神似笑非笑地看着优王爷 雨莫公子 怎么是你 优王爷瞪着优王爷 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说你一个烟雨阁的主子 不在烟雨阁享福 半夜第三更的 怎么跑这里来了 优王爷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银色面具人 眼中的震惊的无以复加了 这个烟雨阁是专门做情报的组织 他们的情报网非常的大 只要你出得起钱 就没有他弄不到的情报 更重要的是这个雨莫公子 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谜 他的烟雨阁也好像是凭空出现的 雨莫公子除了在烟雨阁成立的时候 和大家见过面 之后就再也不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了 完整内容 说起烟雨阁的成立 那也是当初的一大歧视 烟雨阁的总部在零售国的京城 可以说这是零售国最大的情报组织 而且还不仅仅是零售国 甚至是这片大陆稍微大一点的城池 也都有烟雨阁的分布 更奇怪的是 所有烟雨阁的分布连同总部 全都是在同一天成立 并对外营业的 当时雨莫公子 他就是戴着这样一张银色面具 在零售国京城的烟雨阁 和大家见面的 当时大家除了知道他的年纪不大 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烟雨阁一出现 就抢了很多同行的生意 得罪了不止一家的情报组织 因此引起很多同行的不满 当初就有那么几家的人 想要联合起来 把烟雨阁给逼出这个行业 就算那些没有联合的同行 也想看看 这个风靡一时的雨莫公子 他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结果 最后这些势力 连带他们的主子都一并消失了 人家烟雨阁却是该干嘛还干嘛 一点影响也没有 从那时开始 大家不得不承认 人家雨莫公子不仅年轻 手段还相当高明 是一个惹不起的硬查 雨莫公子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让烟雨阁不仅在江湖上 占了一席之地 还成了一个 让各国皇室又爱又恨 偏偏还不敢得罪的存在 关于这一点 幽王爷还不得不承认 要是你出了起价格 就算你想要知道 各国皇上的妃子 他们晚上穿的肚 都是什么样子的 烟雨阁也能够给你弄来 不过 除此之外 有小道消息透露 据说雨莫公子的剑术了得 绝对是那种顶尖的存在 只可惜 谁也没有真正见过 雨莫公子的剑法 毕竟雨莫公子他真的很低调 从不与人接触 就连烟雨阁所有事物 都是由他手下的四大公子 去解决的 这么多年 很少听说雨莫公子 亲手去做过什么 没想到 今天居然亲眼见到了 雨莫公子的剑法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薛老将军见自己儿子没事 瞬间松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 他薛家的独苗苗保住了 薛将军转头看向了 银色面具人 眼中的感激 真的是不可言喻 谢谢雨莫公子 就得全子一命 以后但凡老夫能够做到的事情 上刀山下火海 老夫绝无二话 薛老将军看着银色面具人 重重地承诺道 薛老将军太客气了 刚才在下出手就薛少将军 并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在下只是不齿一些人的所作所为 这与薛家无关 楚乔东知道 这薛家的家教森严 薛老将军更是一个言出必行之人 他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对人许过一句诺言 哪怕是君王隐一样 光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 他的这一个承诺有多重 这几乎是搭上了薛家的一切 这要是碰上君子也就罢了 如果是碰上一个小人 那结局真的就不好说了 好在自己并没有那种想法 他现在只想快点把这里的战事结束 自己好去找小皇妹 薛将军也不必太在意了 这灵兽国谁人不知 谁人不小 薛家乃一门中列 薛少将军更是薛家的希望 宇摩公子说完 瞄了一眼幽王爷 一脸讽刺地说道 不像有的人 身为灵兽国的王爷 在战场上居然为了一个别国将领 请出先皇所赐的镇天宫 用他来射杀灵兽国中粮 在下就是不知道 如果圣祖皇帝泉下有之 他会不会气得从皇陵爬出来 亲手掐死你这个不孝子孙啊 哈哈 说得好 宇摩公子不愧是一个青年才俊 老夫最欣赏的 就是宇摩公子这样的性格 要是老夫年轻几十岁 说不得就和宇摩公子拜靶子了 薛老将军的话 让剑鱼等人纷纷抽了抽嘴角 他们很想说一句 老爷子 这个可真的使不得呀 你要是和主子拜靶子了 那不是乱套了吗 楚乔东一听 连忙摆手拒绝 他才不要和薛老将军拜靶子呢 薛老将军是小皇妹的外祖 等同他的外祖 这可是长辈呀 幽王爷看着这个宇摩公子 和薛老头这一唱一和的 瞬间气得脸色铁青 刚才那么好的机会 居然被这个宇摩公子给破坏了 你什么你 难道在下说错了不成 宇摩公子冷冷地看着幽王爷 你一个江湖人 知道什么 薛家本就是戴罪至深 皇上顾念他们祖上的功德 才把他们流放万寿山 替朝廷训寿 结果 他们却不好好待在万寿山中 私自率领兽群 离开万寿山意图造反 本王得到消息 说他们今天晚上会途经古丰城 为了百姓古丰城百姓 为了我灵兽国的安危着想 本王这才匆匆率军赶来阻拦 结果 薛家和叶峰华串通一气 故意在这里设陷阱 前后夹击本王 雍王爷知道 今天晚上的事情有点麻烦了 他不得不到打一耙 先把这个罪名给按在薛家人的头上 后面的事情再想别的办法 还有这个羽莫公子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自己堂堂的王爷他不领情 偏偏去和一个啥也不是的薛家套近乎 真的不知道他的脑袋瓜 是不是进水了 哦 是吗 那是当然 难不成本王还冤枉了他不成 只是 不知道羽莫公子 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 雍王爷看着羽莫公子 眼中有着一丝威胁 仿佛在说时去的赶快离开 否则 小心我把你当薛家同伙对待 到时候 被所有的国家驱赶 饶是你燕羽楼再厉害 江湖人毕竟是江湖人 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 幽王爷压根忘了 燕羽楼是干什么吃的了 就皇后娘娘告狱状 常公主当朝收拾胡太师的事情 当时可是轰动一时的 身为燕羽楼主子的羽莫公子 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不过 羽莫公子没有点破 他嘴角微微上扬 幽王爷是不是忘了 咱们燕羽阁是做什么营生的了 今天晚上 幽王爷可以在这里带兵攻城 那本公子就不可以在这里 收集情报了吗 要知道 这可是第一手资料 改天本公子把它卖给霸天皇帝 相信皇上一定会给一个 合理的价格的 更何况 薛家是皇后的娘家 薛少将军 可是皇后娘娘唯一的兄长 本公子知道 皇上可是非常宠爱皇后娘娘的 你说本公子救了皇后娘娘的兄长 皇上会不会非常感激本公子 说不好 到时候 本公子还能向皇上讨个王爷封号 这岂不是美哉 薛老将军文言 盲抬头望去 忽然 他从宇墨公子的眼中 看到了一抹戏虐 也正是这抹戏血的表情 让他彻底地放心了 这个宇墨公子的眼神 给了自己一个熟悉的感觉 他真的好像一个人 只是 这是真的吗 他真的是那位吗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呀 宇墨公子看了一眼薛将军 他知道这位薛老将军 估计已经猜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毕竟 姜还是老的辣 这老古话是不会错的 虽然 他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证明自己就是他心中猜想的那个人 但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不过 对于这一点 楚乔东 他是一点也不担心 他相信薛老将军的人品 也相信他是真心地 对小黄妹好的人 包括薛丹阳 这样 就已经足够了 当初 自己成立烟雨楼 为的本来就是打听小师妹的下落 现在 他已经找到了小师妹 那烟雨楼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要不是小师妹阴差阳错地 成了灵兽国的长公主 他早就带着小师妹云游四海 归隐山林了 现在 烟雨楼的主要功能 就是为小黄妹赚零花钱 没办法 谁让他们那个皇帝爹穷呢 楚霸天 臭小子 你说谁穷呢 老子是皇帝 皇帝你知不知道 只可惜 羽莫公子根本就不理他 不过 要说真的比谁有钱 灵兽国的国库里面 还真的不一定有羽莫公子的烟雨阁有钱 甚至 楚霸天的国库 还不如楚清里的司库有钱 毕竟 无敌尊者的藏宝库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才是真正的宝藏啊 看着羽莫公子那一脸悠闲的样子 又王爷再一次地怒了 放肆 你一个小小的江湖人 居然还妄想当灵兽国的王爷 真的是不知道山高地后 你当灵兽国是你家 皇上是你爹吗 薛老将军 幽王爷 你也许是真相了 本将军和你想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去求证 剑宇 幽王爷 在下佩服你 你还真的敢猜啊 惊雷 主子 不好了 你好像暴露了 羽莫公子 恭喜你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品 我羽莫公子就是大皇子楚桥东 正如你所说的 灵兽国可不就是我家吗 楚霸天还真就是我亲爹 那个王爷的位子 不用我讨要 迟早都会有的 就连你心心念念的位子 那也是本公子不要的 你还得瑟个什么劲啊 话说回来 楚霸天确实不止一次地表示 想要把皇位传给楚桥东 只可惜 楚桥东根本就不稀罕 他治不在此 要的从来就不是那个位子 他本就是为了小师妹而来的 所以 楚清理在哪里 哪里就是他心知向往的地方 可是 幽王爷并不知道这些 楚桥东也不会有兴趣告诉他 此时 羽莫公子冷猛地看了一眼幽王爷 眼神怪异地问道 幽王爷 难不成王爷已经登基为帝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 那在下的燕宇阁 确实得考虑换地方了 毕竟 咱燕宇阁可是做正当营盛的 可不能对一些不正经的人 带坏了名声 幽王爷你说 本公子说的可有道理 完整内容 银色面具人 眼神灼灼地看着幽王爷 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 你 你太过分了 别以为自己在江湖上有点名声 就可以不管不顾了 要知道 燕宇阁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江湖组织 想收拾你 那不过是小菜一碟的事情 幽王爷也许今天是被气狠了 说话根本就不管不顾的 哦 是吗 那幽王爷大可去试试看 只不过 在下担心幽王爷没有那个本事 毕竟 你现在可是自身难保了 不是吗 羽默公子看了看幽王爷身后 那些躺在地上痛苦哀嚎的将士们 又看了看薛老将军身后 那些叙事待发的猛兽大军 还有那猛虎背上的小少年 你 你别欺人太甚 幽王爷看了一眼面前的羽默公子 小少年眼中的恨意简直都凝结成快了 小乞丐 本王命令你 立即率领猛兽 把这些人给我拿下 幽王爷虎目一转 看向了那虎背上的薛云廷 用一副命令的口吻说道 薛云廷看着幽王爷 心中恨意满满 就是面前的这个人 当初自己好心救了他 结果他不但不感恩 还让人把他抓了去 要不是他 那个好心的老乞丐也不会死 那是他既是以来 第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要不是那个老乞丐 自己早就死了 哪里能活到那时候 更别说还在机缘巧合之下救了他 薛云廷真的好后悔 自己为什么犯贱 为什么不让他被猛兽分食 小婷 你认识他 薛老将军一脸担忧地问道 爷爷 呜呜 薛云廷看看幽王爷 又看看薛老将军 最后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算是承认了 小乞丐 本王的话 你听到了没有 还不赶快动手 在磨蹭什么呢 幽王爷今天的耐心 已经被磨尽了 幽王爷看着薛云廷 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他抬起手来 轻轻地转动着手上的那枚大班子 楚乔东发现 薛云廷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的嘴唇死死地咬着 好像在极力地忍受着什么 渐渐地 薛云廷的额头 就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他的眼神变得有点呆板 那只拿着竹笛的手 缓缓地抬起手来 小婷 你真的要听幽王爷的话 要对薛爷爷动手吗 薛老将军心中虽然着急 但他还是尽量心态平和地问道 爷爷 我也不想 可是听了薛老将军的话 薛云廷的眼神有了一丝变化 还不动手 在磨蹭什么 幽王爷手中的班子 转得更快了 小婷 你不可以对付我们 你难道忘了 你的李儿妹妹了吗 李儿最爱的人除了他娘 就是他的外祖父了 你要是真的伤害了他外祖父 李儿一定会伤心的 你说过 要一辈子保护李儿的 你怎么对他失信 去做这种伤害李儿的事情呢 薛丹阳看着薛云廷 那有点呆滞的眼神 连忙大声说道 他生怕自己说慢了 薛云廷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 只是 不知道有没有用 对 我说过要保护李儿妹妹的 我不能做对不起李儿妹妹的事情 我不可以伤害薛爷爷 薛云廷一听到李儿这两个字 那呆滞的眼神 立马有了一丝清明 小乞丐 还不动手 你在干什么呢 幽王爷一见薛云廷 那略显清明的眼神 心中非常着急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命令 对于这小子意味着什么 他更没有想到 那个死丫头 在这小子的心中 居然占据着这么重要的位置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这么一想 幽王爷的手指转动得更快了 别人不知道他 为什么转动手上的大班子 但是 他的心中可是清楚得很 这个班子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班子 这里面可是暗藏玄机 当初 那人给他大班子的时候 让人曾经告诉过他 说如果没有意外 这小子将会是 他人生路上的一大助力 正因为这样 他才会亲自去找他 结果还遇上了一只猛兽 差点葬身受负 果然 随着幽王爷手速的加快 薛云廷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了 这时候 楚乔东的脸色 也越来越难看 毕竟 他们这边的主力 可是猛兽大军 楚清理不在 薛云廷就是他们的头领 楚乔东现在也不敢随意动手 他生怕薛云廷被幽王爷控制住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 他终于知道了 薛云廷的体内 一定有幽王爷种下的蛊虫 而母骨一定藏在 幽王爷的那只大班子中 现在 幽王爷表面上是转动大班子 其实 他是在向母骨发出命令 让母骨去叫醒薛云廷体内的自骨 除非 薛云廷可以挺住 否则 今天的这场仗 估计会异常地艰辛 现在 薛云廷的心中 犹如万只蚂蚁 在啃食他的心脏 痛 实在是痛 可是 每次自己快要扛不住的时候 薛云廷的脑海中 就出现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姑娘的声音 婷哥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婷哥哥 你可千万别吓唬我呀 婷哥哥 你要挺住 李儿就来救你 婷哥哥 啊 李儿妹妹 我一定不会伤害你的 我也一定会替你保护好薛爷的 薛云廷说完 猛地吐了一大口血 但他眼神坚定 拿起竹笛猛地吹奏了起来 只是 这次的敌音显得明显地急躁了 不像原先那样悠扬 吼吼吼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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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猛兽冲向了叛军的队伍中 仿佛要和他们拼命一般 旁军直接惊呆了 这这这怎么又来了 杀 楚乔东一见 一马当先地冲了进去 直接朝着幽王爷攻了过去 他知道 这臭小子 这是在用自己的命 来保护李儿在乎的人 他在向李儿兑现承诺 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 这一刻 楚乔东还是挺震惊的 就冲他这一刻的所作所为 楚乔东原谅他上辈子的过错了 楚乔东这一冲 鉴于等燕与阁的暗卫 也纷纷加入了砍杀人的行列中 他们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 对付这些小兵不要太容易了 只不过 叛军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好在有猛兽大军 大家配合得倒也不错 小乞丐 没想到你居然敢背叛本王 既然这样 那本王也不必对你手下留情了 就在幽王爷 准备让母谷杀了薛云廷的时候 楚乔东的攻击到了 幽王爷不得不先放弃薛云廷 毕竟 那宇墨公子的武功深不可测 自己不得不全力以赴地 对付宇墨公子 完整内容 虎威 上 薛老将军坐在虎威的背上 直接朝塔克尔将军冲了过去 哦 虎威一声唬响想车天地 把天圣国的战马 吓得马腿打颤 战马嘶吼着 就往两边逃去 那些马背上的将士们 纷纷被抛下马背 有的将士们因为躲避不及时 直接被猛兽踩破了肚子 白花花的肠子流离一地 现场人哭售吼 一片混乱 这时候 一直站在城楼上观战的叶将军 终于下令将士打开城门 亲自率着大军杀了出来 勇王大军因为一会被火烧 一会被受咬 早已经吓破了胆 这时候叶将军的三岸大军 收割起人头来 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叶将军带兵带了这么多年 战场也上了无数次 但是 他从来没有想到 这打仗居然还可以这样打的 真他妈的 实在是太爽了 他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一边在那里发挥他的长处 对着勇王爷骂骂咧咧 听得楚乔东和薛老将军的嘴角 猛地抽搐着 这叶将军还真的是一个人才 勇王爷今天本就气得不轻 再加上薛云廷的事情 他是更加的生气 现在 叶将军在这么一骂 气得他猛地吐了一口血 身子摇摇欲坠的 王爷 小心啊 一边的亲卫队长 见楚乔东一剑次来 吓得立马飞身 过去救援 楚乔东建议到黑影朝自己飞来 没办法 只得暂时收回长剑 对着那亲卫队长一掌劈了过去 那亲卫队长就像一块破妈布一般 直接飞了出去 砰 亲卫队长直接砸在了一棵大树上 大树应声而断 粗大的枝干 直接砸倒了好几个来不及躲避的士兵 啊 啊 啊 一声声惨叫声响了起来 战斗还在进行着 敌因也还在继续 薛云廷的嘴里 时不时会吐出一两口鲜血 最开始的时候 他吐的是纯鲜血 到后来他吐出来的血中 居然还带有一些细小的渣渣 只可惜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他 大家全都在奋力杀敌 要是楚清里在的话 他一定会发现 那些细小的渣渣 其实是一些人体的内脏 那都是被他体内的那只骨虫 一口一口咬下来的 要知道 那只骨虫 其实已经在薛云廷的体内 待了好多年了 它和薛云廷其实是同岁的 也就是说 薛云廷在母胎中 就有了这只骨虫 换种说法就是 这骨虫原本是在薛云廷娘亲的体内的 只是 以前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他一直在沉睡着 游王爷也从没有刻意去唤醒他 这次 他让母骨把那沉睡的子骨唤醒 原本是想要控制薛云廷 结果 这家伙的骨头够硬 意志力更是强的惊人 游王爷 一怒之下过了头 现在 薛云廷已经被那只骨虫伤的 只剩下不到半条命了 李儿妹妹 你在哪里 我好想你啊 薛云廷一边吐血 一边小声嘀咕道 他现在已经再也没有精力吹竹笛了 甚至 他的视线都已经开始模糊了 他知道自己将命不久矣 只是 他好想在死前再见一次李儿妹妹 只可惜 他的这个愿望是注定实现不了了 薛云廷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战场 薛爷爷还是那么的勇猛 楚大哥也是那么的厉害 以后 有楚大哥这么好的哥哥 陪在李儿妹妹的身边 他一定会开心的吧 想到这里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有太多的话 想和李儿妹妹说 有太多的秘密 还没来得及告诉李儿妹妹 只可惜 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好想亲口告诉李儿妹妹 遇上你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他也想告诉李儿妹妹 薛爷爷和大皇子 他们都没事 他总算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了李儿妹妹在乎的人了 在猛兽大军和古封城守军的合力围攻下 又有燕与阁安卫的奋力刺杀 除了优王爷和塔克尔两人 在轻微的拼死保护下趁乱逃走之外 其余的人死的死 伤的伤 剩下的也全部被俘虏了 薛云廷急促地喘息着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嘴里轻轻地说道 李儿妹妹 对不起 廷哥哥以后再也不能陪你了 你以后一定要开心哦 说完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楚桥东刚解决完一个天圣国的将军 就看到薛云廷那缓缓闭上了眼睛 不好 小婷出事了 楚桥东一个纵身来到了薛云廷的身边 他一把扶住那缓缓倒下的小人 小婷 小婷你醒醒啊 你不可以死 你要死了 李儿可怎么办 楚桥东的声音硬生生地让薛云廷 又再次睁开了眼睛 楚 大哥 我 我 我要先 先走了 楚 楚 楚大哥 帮我和 和 和李儿妹妹说声 对不起 我 薛云廷呼吸急促起来了 他口中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 在楚桥东的注视下 手重重地落了下去 不 薛云廷 你这个混蛋 你不能死 你还不可以死 你已经害了一二一辈子了 你不可以再害脸一辈子 否则的话 天涯海角 我绝不放过你 可是 无论楚桥东怎么呼喊 薛云廷依旧毫无反应了 啊 薛云廷 你这个王八蛋 你给我醒来 你快点给我醒来啊 你别以为自己死了 就万事大吉了 你要是敢死的话 我必定会把你挫骨扬灰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此时 薛老将军和薛丹阳都围了过来 当他看到楚桥东怀中的小人时 也都留下了那一串串满溪的热泪 他们知道 自己之所以能够活下来 那是全靠面前的这个小少年 只可惜 他还那么年轻 还十岁不到 要是无敌前辈 在就好了 他一定有办法就小婷的 剑雨想起自己这段时间 和薛云廷的相处 心中也是酸涩不已 是啊 无敌前辈是神医 还是长公主的师父 要是他在就好了 无敌前辈的丹药那么厉害 他一定有办法就小婷的 惊雷也是叹息道 他们没有注意到 在惊雷说到丹药的时候 楚桥东的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 没错 救命丹药 小黄妹的救命丹药 楚桥东立马把手放进自己怀中 剑雨 你快来扶住小婷 我应该有办法可以救治小婷了 楚桥东大声说道 此时 空间里的楚清理 终于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达到了空间的要求 恭喜主子 你终于学会了这一整本的上古阵法 并且 成功地封掉了那个入口 现在 主子的空间又多了一个特殊功能 那就是 能够按照主子的意愿定位 并且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到达那里 空灵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随便想去哪都可以吗 楚清理一听 心中乐开了话 就在这时候 楚清理的心脏忽然猛的一痛 就像是被人在心脏上扎了一刀一般 嗯 好痛 楚清理痛得忍不住呼出声来 他的眼前立马出现了一个人影 婷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楚清理瞬间愣住了 李儿妹妹 婷哥哥要走了 你以后一定要快乐呀 说完 薛云婷的身影就慢慢地淡去 直到消失不见了 婷哥哥 你说什么呀 什么叫你要走了 你还没有告诉李儿 你要去哪里呀 楚清理大叫道 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婷哥哥留下来 否则 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主子 你别急 主子只要集中意念 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去到主子想去的地方 空灵连忙说道 楚清理一听 立马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他一定要尽快地赶过去 婷哥哥一定是出事了 同一时刻 万寿山深处的一个洞府中 一个白胡子老头 也是猛地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外面 他掐指一算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随后 看着古封城的地方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叶将军 你就放心吧 薛小公子可是我们古封城的大恩人 小的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 同伯郑重地说道 好 那这里就有老同掌柜了 本将军有事就先走了 得到同掌柜的答复 叶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房间里 楚乔东静静地坐在那里 薛老将军已经被他给打发出去了 楚乔东让他们去想办法 接收那些幽王爷的残军 有的事情 薛老将军他们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就比如这小子的绅士之谜 楚乔东虽然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 但是 他可以确定 能够生出他的那对父母 也一定不是什么平凡的人 这就是他为什么宁可住客栈 也不愿进将军府的原因之一了 因为 他不敢赌 现在 他一脸纠结地看着床上的薛云婷 小黄妹给他的救命丹药 他已经给薛云婷一点不剩地喂下去了 能不能活他也不知道 毕竟 这小子伤得太严重了 好在那只蛊虫 貌似已经吃饱了 只是 到现在为止 薛云婷还没有一点动静 楚乔东说不着急那是假的 想当初 小师妹就是为了救这小子 最后弄得自己生死盗宵 还差点神魂俱灭 这一时 要是这小子还是这样 那他的小黄妹会不会再次受牵连 好在他们现在还小 小黄妹才五岁 压根还不懂情爱 还有 就是他或许现在还没有那一时的记忆 在他的心中 这小子就是一个玩伴 一个贴心的小哥哥 这是楚乔东 目前最能安慰自己的一件事情 臭小子 我不管你这次是不是真的会死 还是说侥幸能活下来 不过 你给我听着 你已经害了一样一辈子了 还有他这么多年的转世轮回之苦 都是曾经的你带给他的 你要是还有一点点的良心 就请你饶了脸这一时 在他还没有记起来之前 活着离他远远的 让他可以修得正果 早日脱离世俗的苦海 回到那个属于他的地方去 楚乔东悠悠地说道 不管以前的楚乔东是什么身份 现在的他可是一个平常人 一个带着前世纪出生的普通人 他不知道床上的那个人 现在正在半空中飘着 静静地听着自己说话 要是知道的话 楚乔东一定不会这么安静 他肯定会学一学叶将军 做一回泼妇 骂一回街 把薛云廷给骂得体无完肤 方能泄他的心头之恨 薛云廷也很无语 他伸出手来想拍一拍楚大哥 可是 自己根本就碰不到楚大哥 手直接穿过楚大哥的身体 然后 他又想开口为自己辩解一下 可是 最后他又悲催地发现 即便自己喊破喉咙 楚大哥依旧一点反应也没有 他根本就听不见自己说话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好在楚大哥给他的保命药 让他一时半会 不会离开这个身体一米 是的 那个对于别人可以救命的良药 但在薛云廷这里 也就是只能看看保住他的魂魄 不会离自己的身体太远而已 而且 这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一颗丹药 最多只能护住他三天 要是三天之后 还没有办法救火他 那么他的魂魄 就会消失在这天地间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薛云廷却一点变化没有 楚乔东也越来越焦急了 忽然 房间里面的气流一变 楚乔东的眼神一变 轰 楚乔东随手就是一掌 那张原本结结实实的红木桌子 瞬间就四分五裂了 木屑在空中乱飞 咳 嗨嗨 咳嗨嗨 一阵咳嗽声传来过来 楚乔东挥手就准备第二掌轰出去 没想到 无上尊者的大弟子果然厉害 这即便是转世投胎 失了法术 还有这等功力 老夫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一个轻飘飘的声音传了过来 成功地阻止了楚乔东接下去的动作 你是谁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楚乔东原本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后来是因为楚清理的关系 他改变了很多 现在 既然有人指出他的秘密 那他就不得不警醒 也不知道 这出现的人到底是敌室友 此时 他的眼神冷得可怕 眼中射出了寒光 绝对可以让你浑身颤抖 小子 你别急 老头子 我没有什么坏心思 今天来这里 主要是为了救人而来的 白胡子老头说完 就从阴影处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只瞄了一眼 床上的人 就转移了视线 然后 他的眼神紧紧地 看着一个空旷之处 仿佛那里有什么绝世宝贝一般 他在看什么 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楚乔东有点不解 他顺着老头的眼神看去 那里却空无一物 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半空中 薛云廷感受到 白胡子老头的目光 立马自我安慰道 别躲了 再躲就该出界限了 到时候被黑白无常感应道 你可千万别哭鼻子 说老头子我不提醒你啊 白胡子老头 看着那空荡荡的地方说道 你这老师看着那里是什么意思 难道那里还有人不成 楚乔东看着白胡子老头 一头雾水地问道 哦 那里没有吗 老头笑咪咪地反问道 你的意思是 楚乔东一愣 瞬间反应过来了 他一把摸上了薛云廷的手 三吨手指 准确地搭上了他的脉搏 楚乔东的脸色变了 这怎么可能 难道那救命的丹药 对这小子没用 心再慢慢地缩紧 再缩紧 怎么办 楚乔东的心中忽然一阵恐慌 前世的那一幕 再次浮现在了他的面前 看着自家小师妹那绝望的样子 那为了他明知是死 也毫不回头的背影 楚乔东的心一阵一阵地抽腾 难道 历史又将重演吗 不 不要 楚乔东猛地摇头 眼中惊恐无限 他不要再一次见到自家小黄妹 那不顾一切的样子 他也不想再一次接受这样的惨剧 楚乔东猛地站起身来 看向了那个白胡子老头 他记得那老头说过 他是来救人的 扑通 楚乔东对着那个白胡子老头 直接跪了下去 尊严和小师妹的命 孰轻孰重 楚乔东的心中门轻 小子 你这是干什么 赶快起来 白胡子老头吓一跳 这小子为了那丫头 还真的是情深一重 他不是不知道 这无上尊者的这个大徒弟 有多么的冷傲 当初在无上宫的时候 他的眼中 除了他师父和那丫头之外 很少有人可以入得了他的眼 今天 居然二话不说地 对着自己下跪 这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 请前辈原谅在下的无礼 您既然知道我们的师父 那您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 那是当然了 我可是最最可爱的白夜君啊 白发老头一脸的傲娇样 活脱脱的一个老丸童样子 要是楚清里在的话 他一定会说 哇 老头 你是周伯通的兄弟吧 可是 楚乔东不会 但楚乔东 他毕竟是在皇宫这种地方长大的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灵兽国朝堂上 那些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文武大臣 更是天天见面 那一套拍马屁的东西 他天天耳濡目染 早已经滚瓜烂熟了 只是平时不屑用而已 都说书道用十方恨少 可是他平时的积累已经足够了 这不好话张口就来 白夜君 原来你是魔教的光明护法 世人皆知 魔教的光明护法为人和善 形式光明磊落 是魔教的一大亿类 可是 在下知道 那是白护法 你心中有爱 是一个魔教的大善人 白护法 您大人有大量 一定不会和我一个小辈计较的是吧 白夜君一愣 瞬间说不出话来了 没想到 自己一把年纪了 居然被这小子给黑了 哼 你都这样说了 本护法还能说什么 你说吧 你到底想干嘛 白夜君搭拉着脸 狠狠地看了一眼楚乔东 哈哈 前辈你不但是高人 还是魔教的光明护法 你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对吧 楚乔东一脸欺望地 看着面前的这个白胡子老人 你这小子变了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是不是还想说 如果本护法就不了他 那本护法以后就不是高人了 白前辈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前辈你自己说的 虽然 楚乔东心中确实是这样想的 但是 这种事情 只要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楚乔东是怎么也不会承认的 你 你 你个臭小子 你居然敢说不敢认了 白夜君一脸哭笑不得的看着楚乔东 自己一大把年纪了 居然能被一个小家伙给忽悠瘸了 这要是被那些老家伙知道 那还不得笑到大牙呀 白夜君看了看他 现在恨不得把楚乔东给抓起来暴揍一顿 哼 居然敢套路他 真的是太过分了 不过 这小子现在来这城市间走一趟 可比当初在无上宫的时候可爱多了 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 有原则了 呵呵 这样的小伙子多好啊 有他当年的分隔 要不是怕以后无上尊者找他打架 说不得他都想把他收入麾下 其实 他真的不介意自己再多一个妥 楚乔东 白老头 你想什么呢 你不介意多一个徒弟 我还不愿意多一个师父呢 要不是为了小师妹 呃 是现在的小黄妹的安危 我才不会委屈自己呢 无上尊者 好你个白老头 美的你了 居然还遐想本尊的徒弟 你难道忘了吗 你可是魔教中人 是魔教的光明护法 自古什么两不利 要不是看在你是魔教的异类 你以为就凭你魔教的护法 就能进得了我徒儿身边半步吗 你还真当我无上尊者是死的呀 薛云婷 呜呜 师父你说话不算数 说好的 只说我一个徒弟 我不就是转个试 投个胎 你就又要说楚大哥为徒了 半空中的薛云婷 脑袋中忽然想起了一些过往 他隐隐约约 零零散散地记起来了一些东西 他知道面前的这个白发老者 是他的师父 上辈子唯一对他好的人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委屈啊 呜呜呜 李儿妹妹 你在哪 我好想你呀 楚大哥看不到我 也听不到我说话 师父他看得到我 但他貌似已经抛弃我了 一心只想说楚大哥为徒 我 我 我又一次成了气儿了 薛云婷在空中手舞足蹈 想叫却又叫不出声 反而 他觉得有一股力量 在渐渐地把自己的魂魄 往外面扯去 他的意思 好像也在慢慢地变淡 这一发现 让薛云婷急了 他开始剧烈地挣扎 不管他们能能听见 薛云婷朝着白夜君大声呼喊着 完了 不好 婷儿的气息被黑白无常察觉了 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白夜君一脸担心 他此时也顾不得起他 只见他双手快速结印 很快 半空中死命挣扎的魂魄 就被一个白色的透明泡泡包裹了起来 薛云婷看着自己师父 一脸的惊惧 婷儿 你听着 放弃反抗 回归你自己的身体 不管多难 师父也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否则 你会魂飞魄散 永生永世 再也见不到他了 师父 为什么 薛云婷问道 婷儿 你的魂魄本就不是特别完整 当初还被人吓了吃魂骨 原本 为师在你的身上 放了一只震魂笛 为的就是镇住你那不全的魂魄 还有那尚未苏醒的吃魂骨 现在 镇魂笛不见了 吃魂骨又被人唤醒了 这双重致命的东西 就你这魄身体 扛得住才怪了 白夜君深深地叹了 一口气说道 师父 你我身上带的 那只叫镇魂笛 还是师父当初放在婷儿身上的 没错 那是一只非常珍贵的上古灵器 是师父在一次无意中得到的 所以 当初师父拿到镇魂笛 第一个就想到了 在世俗轮回中的你 通过秘术为师 在乞丐堆中找到了你 没想到 你不但魂魄不全 为师在你的体内 居然还发现了吃魂骨的存在 要知道 这吃魂骨在尘世间 几乎已经绝技了 没想到 却偏偏让你给遇上了 白夜君也真的是无语了 这都叫什么事情吗 唉 有道是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白夜君一脸的无奈 比起那个丫头来说 她这徒弟 是不是也太倒霉了一点 师父 那你知不知道 这吃魂骨到底是谁下的 薛云廷可不相信 幽王也有这个能力 说实在话 为师还真的没有想过 这个吃魂骨到底是谁下的 不过 当时为师是真的震惊极了 可是 也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 这是你的劫难 是老天爷故意为之 为师是无法插手的 否则 触怒上天 你只会更加麻烦 因此 为师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你托付给一个心善的乞丐 希望他能够照料你一二 当然也只是适当的照料而已 你该受的苦难还是得受 当时 为了能让你稍微少受点折磨 也为了以防万一 为师只好冒着被天道发现的危险 把震魂敌通过特殊手段 留在了你的身上 除非是你心甘情愿的 否则 震魂敌绝不会离开你 白夜君一边回忆 一边说道 哦 原来如此 薛云廷的嘴角微微一笑 他不后悔把震魂敌送给了脸妹妹 因为 那是他身上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不要说只是一只震魂敌 只要李儿妹妹开心 就算是自己的命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 师父 我 薛云廷本来还想说什么 只见白夜君的眉头微微一皱 廷儿 来不及了 黑白无常已经马上到了 师父要把你的魂魄重新打入身体 否则 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师父 那我以后还能见李儿妹妹吗 薛云廷一脸的祈求地看着白夜君 这个 有缘总是会有机会的 要是不幸被他们带走 那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白夜君联系地看了一眼薛云廷 要知道 今天一走 估计今生再也见不到了 不过 他是真的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那样的话 他也许宁死也不会愿意跟他走的 好 师父 小婷相信你 薛云廷按照白夜君的要求 放弃了一切的抵抗 楚乔东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白夜君 半盏茶时间不到 楚乔东忽然觉得整个房间的气温骤然下降 仿佛有点冬天降临了一般 他原本想问一声白夜君 这是为什么 忽然 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居然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在白夜君给了楚乔东一个眼神 然后对着楚乔东轻轻一弹手指 楚乔东觉得自己那紧锁的嗓门立马一松 眼前也是一亮 他知道自己没事了 随即给了白夜君一个感激的眼神 楚乔东虽然是凡人 但他又不是一般的凡人 他是一个有着前世记忆的人 他看了看床上的薛云廷 又感受了一下那阵阵阴风 心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用说也是那两位黑白鬼来了 不行 他绝不可以让他们带走薛云廷的魂魄 薛云廷立马站到了床前 一脸防备地看着外面 对于楚乔东的表现 白夜君非常感激 他知道 自己虽然是魔教的光明护法 但是 黑白无常 不一定会给自己面子 可是 楚乔东不一样 他是无上尊者的大弟子 虽然 他现在是肉体繁胎 但是 黑白无常 也还是要给无上公三分面子 否则 就无上尊者那户独自的性格 不要说黑白无常了 就算是黑探头 他也不一定抗得那位的怒火 门口 黑白无常 原本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差事 结果 看着这房间里的两位大佬 他们真的傻眼了 这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老黑啊 今天这差事难办了 咱们怎么办 白无常问道 办 黑无常依旧吸字如金地回答道 呵呵 办 我倒是也想啊 你也不看看 那里面都有谁啊 你以为就凭我们俩个人 呃 是两个鬼 就能把那小子的魂魄给拘走吗 白无常看了一眼黑无常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白夜君 他怎么会在这里 黑无常说了鬼生以来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终于没有再一个字 俩个字的蹦了 老黑啊 那白夜君倒不是什么问题 虽然说他是魔教的光明护法 但我们真的要怎么样 他还不敢太过分 只是另外那个凡人 那才是一个真麻烦 白无常一副头疼地看着楚桥东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苍蝇 啥 黑无常没有想到 自己的搭档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连忙朝着白夜君边上的年轻人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他差点把自己手中的枯桑棒 都给吓得掉地上了 他 他 他怎么在这里 黑无常指着不远处的楚桥东 声音颤抖地说道 哈哈 老黑啊 你这个问题问得当真好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吗 白无常丢了黑无常一个白眼 要是这时候面前有一杯酒 白无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端起酒杯感叹一句 啊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让我们一起干了面前的这杯酒 努力拼搏 为自己加油 对酒当歌 人生几时有 辉煌时刻 千万不忘记老朋友 呵呵呵 楚桥东 好一个老朋友 想当初 你怎么就不觉得自己是老朋友了 当初 老子求你们放过小师妹一码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咱们是老朋友了 黑无常 不熟 看着这家伙冷冰冰地蹦出两个字的时候 白无常差点没有气晕 他好想把黑无常的嘴巴给封上 哎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搭档啊 等回去的时候 他能不能去向阎王爷申请 重组搭档啊 黑无常感受到了白无常的心声 他震惊了 自己刚才好像哪里做错了 所以 接下去黑无常直接不搭话了 静静地站在一边 看着白无常处理事情 说句实在话 他是真的不适合和人打交道 这些可是技术活 那是白无常擅长的 自己还是不给他拖后腿吧 对于黑无常的及时警醒 白无常还是很满意的 嗯 如此可教也 大家毕竟也是几十万年的搭档了 就从这一点 咱还是暂且原谅他吧 黑无常终于松了一口气了 只是 这次差事要真的完不成 阎王爷不知道 会不会把他们两个给下油锅啊 呜呜呜 黑无常真的是无声地哭泣着 他的耳边 仿佛听到了那热油沸腾的声音了 苍天啊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大公子 别来无恙 咱们又见面了 白无常只好显现出身影 舔着脸 一副讨好的样子 看着楚乔东说道 白无常 无恙不无恙 那就问你了 要不是你当年的绝情 本公子又怎么可能会来这里 对吗 楚乔东看着黑白无常 一脸鄙视地说道 哼哼 少君 看你说的 在下那不是职责所在吗 俗话说得好 阎王要你三更死 没人敢留你过五更 更何况 当初令师妹已经灵魂出窍了 那真的怪不得我们兄弟 没错 黑无常也连忙点头道 灵魂出窍又如何 就算他魂魄不全 那又如何 不管他如何的灵魂出窍 那也是在下的小师妹 是我师父的小弟子 是无上宫的人 楚乔东一想起当时的情景 心中立马火大 少君 不是我们兄弟不懂得通龙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地府的铁令 是亘古不变的规定 再说了 这人一旦灵魂出窍 即便是留在世上 那也是孤魂野鬼一只 凄凄惨惨的 还不如去地府的好 白无常拼命解释道 谁不知道这无上宫的人 从无上尊者开始 每一个人都是互犊子的很 哼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再争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过 不知道二位不好好的待在地府 青天白日地跑这个客栈 又是所谓何事啊 楚乔东冷冷地问道 一看到他们两个 楚乔东就火大 想要好脸色 那是不可能的 驱魂 黑无常不等白无常开口 就直接回答道 哦 那请问两位 今天这又是要来居谁的魂魄呀 楚乔东的脸上似笑非笑 他眼中的寒光 却让黑白无常这两只阴间的鬼魂 都觉得浑身发抖 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已经感觉到了 薛云婷的魂魄已经离体 我们要把他的魂魄带回地府 希望两位不要阻止我们 白无常说完 他微微环顾了一下四周 忽然 他的眼神微微一变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白无常看了看床上的薛云婷 这家伙明明已经魂魄离体了 为什么现在他的魂魄 又在他的身体里面 两位鬼叉 请睁大你们的鬼眼 别人搞错了事情 或许事后道歉就行了 但你们要是搞错了事情 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 我徒弟他只是受了重伤昏迷而已 你们怎么可以信口辞黄 说我徒弟的魂魄已经离体了 虽然 我们是魔教 身份或许不如你们地府的人尊贵 但是 你们这样当着我的面 红口白牙地诅咒我的徒儿 还试图要他的命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也太不把我这个魔教的光明护法 看在眼里了 来来来 本护法已经多少年没有动过手了 正好 今天有点手痒 本护法很想看看 手撕鬼魂是什么感觉 白夜君冷着脸 一副的跃跃欲试的样子 楚乔东看了一眼白夜君 又看了一眼黑白无常 只见黑无常的脸貌似更黑了 白无常的脸也更白了 两只鬼叉此时 睁大眼瞪小眼 一副鬼神无望看着白夜君 不打 黑无常看了看白夜君 果断地摇头 妈的 谁不知道这光明护法 是魔教第一人 武功好 人员好 据说这脾气也是非常的好 是魔教的异类 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鬼叉 这要是真的和他打斗 肯定看不过十招 就真的会给他给手撕了 到时候 自己哭都找不着地了 不干 他又不傻呀 这么做死的事情 还尚赶着去呀 黑无常这样想 白无常就更慌了 他可是一只聪明的鬼 否则 也不可能捞得到这么好的差事 谁不知道 这是一个有油水的差事 虽说 阎王要你三更死 无人留你到五更 不过 不是还有一句话 怎么说来着 哦 对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无钱便做推磨鬼 他们已经死了 不知道几百万年了 人世间早就没了亲人 逢年过节的时候 别的鬼都有亲人惦记 他们却没有任何人 会给他们祭品 想吃点好的东西 那可是千难万难的 但是 冥界也有富人 特别是那些新鬼 一个个富的流油 手中的好东西 那是一堆一堆的 所以 他们要想吃好的 只能在这上面做文章 比如 一个富翁在弥留之际 还没有把一言交代清楚 他们就会求他们哥俩 让他把那剩下的半句话说完 这样 既不耽误时间 又有了天大的人情 他们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一顿 这何乐而不为啊 可是 今天他们真的郁闷到了极点 原本他们在城外的战场拘魂 后来被他们感应到了 这个小屁孩的灵魂出窍了 兄弟俩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这只是一个小屁孩 好拿捏 而他又救了整个城池的人 到时候 他的祭品一定多的吃不完 兄弟两个连想也没想 把那些穷鬼士兵的魂魄 丢给了手下的鬼叉 就急急匆匆的就往这里冲 早知道 这里有这两尊在场 他们一定不会来的 当初 就因为这两尊 差点没把他们 冥界给拆了 就连阳王爷见到他们也是吓得慌 要知道 这家伙当初穿夺着无上尊者 把冥界可是搅了一个天翻地覆 冥界因此损失惨重 阳王爷一气之下 扣了他们一千万年的薪水 到现在他们也还是在做一工 天天饿得头昏脑胀的 要不然 他们哪会这么穷 满脑袋想得尽是那些祭品 唉 真的是时也 命也 光明护法 我们兄弟来的时候 他明明已经灵魂出窍了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否则 我们兄弟是绝不会出现的 白无常皱着眉头说道 没错 已经魂魄离体了 黑无常也连忙点头道 是吗 嗯 嗯嗯 黑白无常一起点头道 没有 怎么可能呢 他们说谎 小婷刚刚前面还在和我说话 现在 他只是累了而已 有道是鬼话连天 他们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鬼话谁不会 他 楚乔东要是说起来 绝不会比他们差 果然 他的话一落 不要说是黑白无常 就连白夜君都傻眼了 这家伙 真不愧是无上尊者的大徒弟 简直是让他佩服的五体头弟 楚乔东看着在场人的表情 忽然 他发现自己这轮回意识 居然还是学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比如这么睁眼说瞎话的本领 呵呵 这不错 他现在虽然打不过黑白无常 但是 这捣捣乱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知道 有白夜君在这里 自己根本就不用怕黑白无常会怎么样 再说了 就算没有白夜君 就他前世的身份放在那里 也足以震慑黑白无常了 要知道 无上公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欺负的存在 明界就更不敢得罪无上公了 准确地说是明界不敢得罪他师父 无上尊者在上界 是出了名的户独自 更何况 自己是他的大弟子 小师妹更是无上公所有人心中的小公主 当时 要不是小师妹魂飞魄散的话 师父是绝不会看着小师妹入轮回的 你 你 你胡说 那小子明明已经死了 听了楚乔东的话 俩鬼瞬间炸毛了 你 你 你们太过分了 欺负人 不 是欺负鬼 我 我 我不要活了 白无常想起这些年的委屈 他瞬间就崩溃了 不就是当初抓了这小屁孩的魂魄吗 可是 这能怪他吗 谁让他有事没事 灵魂出窍啊 楚乔东 你确定当初只抓了这小子的魂魄吗 黑无常 当然不止了 同时还有一个女娃娃的魂魄 后来他们知道 把娃娃是无上尊者的小弟子 可是 那是冥界的禁忌 他当然不敢说了 可是 那就更加不能怪他们了 那个女娃的魂魄 他不止离体 还已经差不多魂飞魄散了 这样即便留在世上 又能怎么样 这些道理 楚乔东都知道 否则的话 无上尊者也不会同意让小师妹去轮回的 可是 即便这样 楚乔东该找茬的时候 他当然不会手软的找茬 白无常也知道 楚乔东这是故意找茬 他只能把那惨细细的目光 看向了那位魔教的光明护法 希望他不要这么胡搅蛮缠 好让自己顺利地把任务完成 否则 自己这次估计是真的麻烦了 如果他在得罪他们老大 那他的鬼声就真的只能用七七惨惨来形容了 偏偏他们这些鬼叉 是无法转世轮回的 两位鬼叉大人 虽然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无视本护法 但本护法依旧还是那个宽和有理的人 你看这样可好 白夜君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了一下 怎样 黑无常等不及白无常磨磨唧唧的问话 忍不住自己开口了 这样吧 本护法也知道 这鬼叉轮魂子乃天经地义 任何人不得阻拦 嗯嗯嗯 谢谢光明护法 光明护法真的是太明理了 黑白无常拼命地点头道谢 白无常忽然发现 比起楚乔东 这魔教的光明护法 简直是不要太可爱了 自己真的是错怪他了 果然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就在黑白无常感动万分的时候 白夜君接下去的话让黑白无常差点没有气死 两位鬼叉大人 不过咱们交情归交情 凡事还都得按规矩来办 那是当然了 光明护法尽管放心吧 在下一定不会乱来的 白无常拼命保证道 嗯 那本护法就放心了 白夜君笑着说道 如果本护法没有记错 你们明界的规则是 但凡出窍的魂魄 都必须主动去明界报道 否则 一律由明界的鬼叉拘魂 是吧 嗯 没错 黑无常说道 楚乔东一听 嘴角微微上扬 这鬼就是鬼 简直就是笨死了 阎王爷真的是不行了 就这样的本鬼 要是他当明王 一定早就把他打发了 居然 还留着千万年不换 怪不得明界只能归缩在那阴暗的地底下 阎王爷 呜呜 他不就是让他们俩去拘魂吗 怎么还上升到这个境界了 这个是人身攻击 不行 等这俩货回来 他必须得好好惩罚他 再把他们后五千年的薪水一并扣光 再让他们去十八层地狱 好好尝尝那下游锅的滋味 真的是气死他了 黑白无常 呜呜 老大不要啊 在下冤枉啊 只可惜 他们怎么也阻止不了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哈哈 白夜君大笑道 那请问两位鬼差大人 我徒儿的魂魄现在哪里 这个 黑白无常一愣 硬是半天没有说出来 他可有灵魂出窍了 白夜君继续问道 黑白无常看了看床上的人 还真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灵魂有没有出窍 他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这薛云婷的状态 不用说他的魂魄 也是刚才被人用特殊手法 硬生生打进去的 可是 不管如何 人家的魂魄 确实是在他的身体里面 自己除非用离魂术 否则 这一时半会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二位鬼差 你们倒是回答呀 我徒儿的魂魄可在外面 如果他的和魂魄真的已经离体了 那你们不用客气 该带走就带走 要是他的魂魄并没有离体 那就烦请二位鬼差大人 从哪来回哪去 毕竟 这不是鬼魂呆的地方 这规矩不止冥界有 这凡间也一样有规则 大皇子老夫说的可对 白夜君朝着楚桥东 拼命地眨眼睛 看得出来 薛云婷的魂魄 他压不住多久了 要是等会一不留神 让他魂魄离体 那后果真的不可想象 这样的情况白夜君知道 黑白无常 又何尝不知道啊 他们知道自己 现在根本带不走薛云婷 毕竟 他们要带走的是魂魄 而不是一个带着魂魄的火死人 不过 他们在等机会 熬时间 这强制性打进去的魂魄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只要魂魄离体 他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可是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楚桥东不是傻子 他又怎么会让他在这里等待呢 两位鬼叉 请吧 楚桥东做了一个请人的首饰 你 你 难道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吗 白无常气得不轻 代客之道 那是对待客人的 你是吗 楚桥东问道 我们是吗 白无常看了一眼黑无常 嘴里不自觉地问道 不是 黑无常哭丧着脸 摇了摇头 他们当然不是客人 他们是这个世上 最不受人待见的鬼 毕竟 他们一出现 就意味着有人要丢命 既然这样的话 二位还不赶快走 难不成还要本皇子 亲自相送不成 楚桥东不知道 从哪里摸出一根打狗棒 眼神凌厉地看着他们 你 你们 哼 我们走 白无常甩了甩那鲜红的舌头 眼神不善地转头走了出去 楚桥东和白夜君没有注意到 白无常在临出门的时候 嘴角微微一笑 一丝肉眼看不到的青烟飘散而出 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随着黑白无常走出房间 那阵阵阴风也荡然无存了 楚桥东眉头微微一皱 他好像感觉有一股 极蛋极蛋的香味 等他在想确定的时候 又发现什么也没有了 楚桥东看了看白夜君 发现后者没有任何异样 也许 那是自己的错觉 否则 白护法怎么没有发现呢 这么一想 楚桥东也就放心了 白夜君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白前辈 他们走了吗 楚桥东问道 嗯 他们暂时走了 不过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定是等在某处 伺机而动 白夜君眉头紧皱 那怎么办 楚桥东问道 毕竟 他虽然有着前世的记忆 但说到底 也只是一个肉体反胎 我也不知道 刚才是我大意了 找了那俩鬼的道 白夜君一脸懊悔地说道 怎么回事 刚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楚桥东连忙问道 现在的他终究是凡人 黑白无常 要是真的不想让他看到 他是根本看不到他们的 除非是像前面那样 有白夜君帮忙 不过 那也是有时效的 时间一过就看不到了 哎 事情是这样的 原本我已经把小婷的魂魄 给逼进去了 到时候只要去找几位 蕴养魂魄的药 再把她吃魂骨解了 再魔教慢慢调养就可以了 只是 我真的没有想到 刚才他们出门的时候 却在暗中做了手脚 怪不得世人会说 阳王好贱 小鬼难缠 这话真的是一点都不错 白前辈 他们刚才做了什么了 楚桥东心里一个灯 看白夜君的样子 这事情估计麻烦大了 黎魂烟 刚才白无常走的时候 偷偷放了黎魂烟 怪不得 原来是黎魂烟 我就说 刚才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还以为是错觉呢 楚桥东心中懊悔不已 早知道自己多问一句了 可惜 有钱难买早知道 那黎魂烟 他吓得极轻 而且 对一般人没有任何伤害 只有那些魂魄离体过的人 只要一遇见黎魂烟 不出半个时辰 他一定会魂魄再次离体 而且是那种再也逼不进去的 除非 怎样 楚桥东问道 除非是用他生命中 另一半的心头血去 才能过稳得住 其实 白夜君的话没说完 要知道 即便这样 他也得立马回到魔渊的最深处 那里有一个魔教的圣地 是修养魂魄魄的圣地 那是专门给历代魔王使用的 别的人想要别想 不过 那一处是圣地 也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地方 可是 即便是这样 那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白夜君的声音 有着一股的悲哀 不说心头血了 就算是魔渊中的那个地方 也绝对不是那么好进的呀 你的意思是 要救这个魂小子 就必须要用到我妹妹的心头血 这根本不可能 我绝不同意 楚桥东立马就火了 少君 算老头子我求求你了 我知道 丫头是你们无上宫中的宝贝 是无上尊者的掌中宝 可是 要是亭儿他真的出事了 那丫头也一样会受影响 他 不好 亭儿的魂魄 很快就要离体了 我 我 我已经快压制不住 他的魂魄了 这可怎么办啊 丫头 丫头你在哪里啊 赶快来救命啊 白夜君焦急地喊叫道 他虽然知道 楚清理此事根本听不见 但是他 还是不自觉地喊叫道 仿佛这样 楚清理就会出现一般 哼 压不住那就让他去死好了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开玩笑 还心头血 你想得倒是美 楚桥东生气得不得了 想也没想 就说了出来 李儿妹妹是他的命啊 是他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心中宝 你倒好 一句话就要他的心头血 这不是 在逼着楚桥东杀人吗 要知道 这一世的楚桥东冷漠 可是 上一世的少君 则更是高不可攀 他是吴上公的大师兄 更是吴上公的少君啊 当初 鸭儿的死 已经让他丧失了理智 他用自己毕生修炼 保住了鸭儿的一魂一魂魄 又花了几百年的时间 只为了能在世俗间找到鸭儿 为他保家护航 少君 在下知道 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可是 这是他们在世俗界的最后一事 要是不这么做 那他们就无法圆满 只怕最后的结局 你我二人都承受不了 少君 在下求你了 能不能让丫头尽快赶来 我能够感觉到 黑白无常已经在附近了 白叶君一脸乞求地看着楚桥东 白前辈 不是我不答应 小黄妹远在临寒城 我压根联系不了他 楚桥东也是一脸着急 白叶君的话戳中楚桥东的痛处 作为无上公的少君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里面的利弊呢 可是 他真的毫不甘心啊 砰 一阵尘土飞扬 空间的地上 楚清理坐在地上 他搭拉着脑袋 一边摸着自己摔痛的小屁屁 一边皱着眉头 正一脸生无可念地 看着不远处的那只 因为羞愧不好意思 而变得灰不溜秋的小灵猫 他已经练习了无数次了 但是 他一直掌控不好方向 每次都定不好准确的方向 他已经失败过太多次了 自己都不知道 已经摔了多少次了 此时的他 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空灵 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啊 你再这么试下去 我的屁股都快摔两半了 主子 快了 刚才就差一点点了 空灵小灵猫 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立马蹦了起来 一副信誓旦旦地说道 又是一点点 空灵啊 这句话 你已经说了将近十遍了 给句实话 你到底行不行啊 楚清理摸着三丈疼痛的屁股 一脸无奈地说道 行 这次一定行 我是谁啊 我可是这天地间 唯一的一只灵猫 就没有我空灵做不成的事情 前面之所以失败 那是我没有掌控好而已 空灵就差拍胸脯保证了 好吧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楚清理决定 自己最后再试一次 要是再不成的话 那他今天就绝不会再试 这他妈真的是太痛苦了 唉 他可怜的小屁屁啊 好的 主子 你放心 咱们今天最后再试一次 要是再不行的话 那我就 就怎样 楚清理问道 哈哈 那我就再好好研究研究呗 其实还真的不能怎么样 空灵除了这句话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说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万里定位这么难 居然比他上古阵法难好多呗 哎呀 老天爷 你不可以这样玩我 古封城客栈的房间里面 不管白夜君如何努力 薛云婷的魂魄 最终还是渐渐地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这时候 黑白无常再次降临 他们拿着哭丧棒 一副公事公办 小人得志的样子 气得白夜君的拳头捏得搁置响 这两个无耻的鬼叉 居然敢对小婷使用离魂烟 他真的想和他拼命 可是 偏偏这个时候 自己确实有苦说不出 毕竟 这事情要是闹大了 对魔教也好 无上功也罢 都不是一个好事情 毕竟 此番他们全都不占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白无常才敢如此行事 否则 就算他有九条鬼命 那也不够白夜君砍的 白夜君 天意如此 你就别再试图挣扎了 这就是他的命 挣扎也没有用 到时候 可别把魔教和无上功给一起搭进去 那可就不值得了 说完 黑白无常的锁魂恋 就直接网朝着薛云婷的魂魄套去 不 不要 白夜君痛苦地叫道 转过头去闭上眼睛 不 小黄妹 师父救命啊 楚桥东也是绝望第三大教导 砰 一声硬雾落地的声音响了起来 啊 好痛 空灵你这臭灵猫 你又忽悠我 摔死本姑奶奶了 一个软糯清甜又熟悉的声音 在楚桥东的耳边响起 小黄妹 你怎么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楚桥东猛地看向了地上 那呲牙咧嘴的小姑娘 瞪大眼睛瞬间大叫了起来 主子 对不起 刚才降落的时候没有把控好 好在咱们这次的定位没错 空灵缩了缩脖子 一脸的尴尬 大黄兄 真的是你啊 楚清理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一脸开心地说道 小黄妹 是我 你不是在临寒城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桥东看见自家小黄妹 那又是开心 又是心疼地问道 我 我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所以就赶来看看 结果这货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这真的是摔死我了 楚清理站在那里 撅着小嘴 一副委屈到了极点的样子 看着楚桥东 嗯 我说小姑奶奶 小祖宗 麻烦你高抬跪脚 你踩着我了 脚下一个弱弱的声音传了过来 吓得楚清理双腿一哆嗦 直接一屁股坐了下去 啊 白无常再次传来一声惨叫 他的心中真的是热了鬼了 自己明明就是一个鬼魂 压根就没有实体 可是 在这小祖宗的脚下 自己却偏偏就像一只 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 怎么也逃不脱他的脚掌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楚清理一边说 一边看向了自己的脚下 咦 这明明没有人 难道是我刚才听错了 完了 一定是今天摔得太多次了 伤了耳膜 这都已经出现幻听了 楚清理一边说 一边在楚桥东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为了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出现幻听 楚清理抬起左脚 在原地又狠狠地踩了两脚 刚刚脱离魔脚的白无常 正想松口气 结果 他又悲催了 啊 不要 姑奶奶你就饶了我吧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白无常忍不住地尖叫了起来 听得楚桥东和白夜君嘴角猛地抽了抽 果然 他的小黄妹 无论在哪里 他都是最棒的 咦 大黄兄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好像是那厉鬼的尖叫声 老大声了 楚清理皱了皱眉头问道 丫头 哪有什么声音 就算是有那也是外面的孤魂野鬼吧 咱们不用管他了 白无常 咱是鬼叉 不是孤魂野鬼 可惜 无论他怎么说 这压根就没人搭理他 白夜君把手放在后面 对着黑白无常 截了一个手印 两只鬼瞬间动弹不了了 开玩笑 这个白无常这么卑鄙无耻 居然敢和他玩音的 那就别怪自己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了 或者说 这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惩罚 否则 他一个堂堂鬼叉 又怎么会被一个凡人丫头 给踩的鬼哭狼嚎的呢 黑无常一见 连忙想去帮忙 楚桥东又怎么会让他如意呢 他算是看明白了 自家小黄妹的命格 可以压制这两只鬼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不先收点利息呢 小黄妹 你累了吧 大黄兄给你帮把椅子 你先休息休息 楚桥东随手拉过一边的椅子 把他往两只鬼身上一放 扶着楚清理 就往椅子上做去 白夜君一见 也立马手一挥 两只鬼就再也出不了声了 只能瞪着两只同龄般大的眼睛 躺在地上呲牙咧嘴的 可是 任凭他们怎么挣扎 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大黄兄 这位老爷爷是谁 我怎么不认识啊 还有婷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睡着了吗 为什么我来了 他也不理我呀 楚清理不知道 自家大黄兄 为什么非要自己坐在这椅子上 不过 既然大黄兄让坐着 那他就坐好了 只是 这该问的问题 还得要问 丫头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白夜君一脸疑惑地问道 我应该要认识你吗 楚清理反问道 白夜君 他倒是忘了 这丫头是喝了孟婆汤的 他压根就没有记忆 又怎么会认识自己呢 白夜君看着那精灵古怪的小丫头 又看了一眼床上一动不动的薛云廷 心中振振苦涩 好在薛云廷在楚清理出现的那一刻起 他的魂魄就已经不再继续挣扎了 到现在为止 他的魂魄还是一半在外面 一半留在了体内 薛云廷就那么痴痴地看着楚清理 他那性感的小嘴微张着 前世的记忆一幕幕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没错 就是他 这是他一辈子最爱 可是最后自己却害得他魂飞魄散 差点永不超生 鸭儿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要不是为了我 你又怎么会坠入轮回 是我该死 我该死啊 薛云廷无声地哭泣着 白夜君看着自家突然的伤心的小样子 心中也是非常难过 可是 薛云廷毕竟中了离魂烟 即便没有黑白无常的勾魂 他的魂魄也会自动地出来 丫头 你救救廷儿吧 再不救他 他就真的要完了 白夜君说道 什么 婷哥哥怎么了 他受伤了吗 为什么会玩了 楚清理立马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一脚踩在了黑白无常的鬼脑袋上 踩得俩鬼直翻白眼 丫头 事情是这样的 白夜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当然 他没有提起前世 也没有说起魔冤 只说到时候 薛云廷要回他的家族休养 估计要好长一段时间 无法出来了 白爷爷 你的意思是说 要救薛哥哥 必须要用脸的心头洗 是吗 楚清理别的没有记住 偏偏就记住了 要用自己的心头洗 就薛云廷 按理说 楚清理是一个现代的魂魄 他应该不会相信这些 可是 他偏偏就信了 而且 还深信不疑 小黄妹 你要是害怕 咱们再另想办法 楚乔东一脸纠结地说道 丫头 老头子也知道 这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可是 这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吗 我 白爷爷 大皇兄 你们的心情里儿知道 薛哥哥是李儿的结义哥哥 无论有多难 李儿也一定会救他的 楚清理看了一眼 床上的薛云廷 一脸严肃地说道 薛云廷 不要啊 李儿妹妹 我宁可死也不要用你的心头洗 薛云廷大声喊叫着 可惜 楚清理根本就听不见 大皇兄 白爷爷 你们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等会就把心头洗拿来 小黄妹 临着楚乔东看着楚清理 眼中的伤痛和不舍 真的是显而易见 大皇兄 李儿知道大皇兄心疼李儿 可是 李儿真的不能见死不救 那样的话 李儿会一辈子活在痛苦之中的 大皇兄也不愿意 李儿一辈子痛苦吧 楚清理的话 让楚乔东瞬间无语了 他当然不愿意 自家小黄妹一辈子痛苦 可是 他也不舍得小黄妹受这苦楚啊 大皇兄 你放心吧 李儿会没事的 你知道我师父是神医 他一定会帮我的 楚清理笑了笑说道 小黄妹 放心吧 我还是很珍惜自己的命的 毕竟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也还有很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我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楚清理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里间 他把小灵猫放在了椅子上 让他帮自己看着门 并且告诉他 在自己主动出来之前 谁也不能进去 主子 你就放心吧 这点小事交给空灵 绝对没问题 空灵知道 自家主子 这是要回空间 找无敌尊者去了 小黄妹 你就放心吧 大皇兄帮你看着门 绝对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 楚桥东看了一眼白夜君说道 丫头 放心吧 老头子 我就算是拼了命 也会看好他们的 绝对不会让他们乱来的 白夜君也连忙表态道 呜呜 小祖宗 你快放我们兄弟俩 等会误了时辰 阳王爷一定会怪罪的 椅子下的黑白无常 无声地哭泣道 丫头 对了 白夜问 借你一样 你经常用的东西 白夜君说道 呼 一件披风从里间飞了出来 直接飞到了椅子上 空灵 这件披风给你 你好好的盖着 千万别把自己冻坏了 随着披风 楚清理的话也一并送道 好的 主子 空灵知道 空灵一定不会让自己冻着的 空灵缩缩猫脖子 还别说这里真的是阴冷阴冷的 好像自己到了阴槽地府一般 啊 呸呸呸 鬼才去阴槽地府 自己可是这天地灵气孕育的精灵 空灵用自己的小爪子 紧紧地拥着楚清理的披风 静静地窝在椅子上 眼神紧紧地看着那紧闭的房门 一顺也不敢顺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白夜君一说 要借用一件他经常用的东西 楚清理就想起 大皇兄让他坐在椅子上的事情 他有一种感觉 那椅子下面压着不得了的东西 也许 他们几个人之中 只有自己可以镇压的了那个东西 所以 他直接脱下自己身上的披风 把它交给了自己的灵宠 空间的无敌尊者洞府 无敌尊者听到自家宝贝徒弟的话语 无敌尊者瞬间怒了 什么 李儿 你刚刚说什么 师傅年纪大了 没有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无敌尊者不敢相信地 看着自家的宝贝徒弟 是哪个王八蛋 居然敢用他家宝贝徒弟的心头血 隐魂 真的是太过分了 真的是可忍 孰不可忍 不行 他要去找他算账 这是觉得 他家宝贝没人心疼了 是吗 师傅 你怎么了 你到底要不要帮我取心头血呀 楚清理一脸着急地问道 李儿 不是师傅不帮你 你还小 根本不知道 这取心头血意味着什么 你知不知道 这心头血可不是那么好取得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不小心 就会连命都没有的 无敌尊者苦口婆心地劝阻道 师傅 徒儿知道取心头血很危险 所以 这不是来找师傅帮忙了吗 楚清理笑着说道 你真的气死为师了 你也不想想 你今年才几岁 这么伤身体的事情 为师怎么可能会做 这不是在逼为师吗 无敌尊者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 师傅 我知道取心头血不容易 但是我绝不能见死不救 你要是不帮忙 那李儿就自己来取心头血 楚清理说完 直接从自己的八宝袋中 取出那把丑不拉几的匕首 想用残梦来取心头血 无敌尊者原本还挺担心的 只是他一见到残梦 瞬间就把心放了下去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急了 楚清理一见 自己的威胁 居然一点都没有用 心中更加的委屈了 楚清理看到无敌尊者的样子 急得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他看着手中的匕首 心中忽然很慌很痛 忽然 一滴热泪就那么毫无征兆地落了下去 刚好落在了残梦上面 被残梦迅速吸收了 瞬间 一阵光芒大作 楚清理手中的残梦发出一道白光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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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碎裂声传来 残梦的刀鞘开始碎裂开来 先是一点点的裂开 随着时间推移 裂痕越来越大 很快整把匕首都已经开始碎裂 一刻钟之后 一把寒光四射 小巧而精致的小匕首 正静静地躺在楚清理的手中 哇 好漂亮的小匕首啊 楚清理一见 立马大叫起来了 一阵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 仿佛是那种深入骨髓的一般 哇 原来这丑丑的外表里面 居然是这么的让人震惊 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无敌尊者 此时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他愣愣地看着楚清理手中的那把匕首 看得出来 这把匕首是真的很不一般 怪不得自家宝贝徒弟 那么多的宝贝不选 偏偏选择了这把丑丑的残月 死活都要这一把 哈哈 不愧是 是他无敌尊者的徒弟 这眼光真的是独具慧眼 不得了 实在是不得了啊 这时候 楚清理轻轻一拔 残月就应声而出 那冷力的寒光 让无敌尊者都吓了一大跳 师父 我再问一句 你到底要不要帮我 楚清理的声音轻轻的 但是 听在无敌尊者的耳中 却是那样的坚定 他知道自己要是再次拒绝 这小丫头 真的会自己动手的 哎 徒儿啊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 你这个样子 让为师怎么说你好啊 无敌尊者一脸的伤痛地说道 师父 我知道师父是心疼徒儿 可是 徒儿必须要就停哥哥 否则 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的 楚清理来到无敌尊者的身边 用自己的小手 轻轻地抚平了 无敌尊者那紧皱的眉头 并柔身安抚道 半个时辰之后 楚清理脸色惨白地走出了洞府 他对着无敌尊者嘴角微微上扬 谢谢师父 我先出去了 再不出去 停哥哥就要危险了 哎 你这丫头真是让人操心 每次都只想着别人 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 无敌尊者看着楚清理 一脸无奈地说道 师父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对自己好的 这种事情绝对下不为例 楚清理笑了笑说道 什么 你还想下次 我告诉你楚清理 你要是再有下次 为师一定会把你逐出师门的 你要是不信 大可试试看 无敌尊者瞬间就像火山爆发一般 瞪着两只眼睛 大声地怒吼道 哈哈 师父没有下次 绝对没有下次 刚才是徒儿口误 师父放心 李儿还是很爱惜自己的性命的 楚清理生怕自家师父生气 话一说完 一溜烟地就跑了 客栈 小灵猫捧着楚清理的衣服 一直安静地坐在那椅子上 他可不是一般的小猫咪 他是这天地灵气所孕育的生灵 对于鬼魂这种东西 可是天生就有克制的 更何况 他还有主子的披风 此时也明显地感觉到了 椅子底下的两只 已经很不安分了 哎 没办法 人家可是鬼差 那是有植物在身的 终归和别的鬼魂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他和主子联手 也不能长久压制 主子 你快点 空灵已经快压不住了 小灵猫在心中默默地叫着 好的 空灵我知道了 你再坚持一盏茶的时间 等我把这心头血 喂给停哥哥就好了 楚清理的声音 在空灵的耳边响起 空灵猛地一震 主子 你来了 空灵一看到楚清理 立马松了一大口气 果然 主子就是他的主心骨 即便他还是一个孩子 小黄妹 你没事吧 楚桥东看着楚清理 那苍白的小脸 还有那虚浮的脚步 心中一阵阵地自责 丫头 谢谢你 白夜君也是一脸感激地 看着楚清理 他知道这曲心头血有多难 这丫头 真的是他魔教的大恩人 是圣子的救命恩人 只可惜 他们今日一别 再见面也许就是遥遥无期了 住手 快点住手 你们这样做 是违反民间律法的 黑白无常 这会真的急了 他们剧烈地反抗了起来 就连空灵这只灵猫 也差点被掀翻在了地上 喵 气死本喵了 空灵大叫了起来 气得他胡子翘得老高 整个猫身一蹦三尺高 空灵生气 黑白无常也是非常生气 这魔教少主 明明就已经浑破离体了 他们不但硬生生地 把魂魄给再次打入他的体内 现在 居然还当着他们的面 用那丫头的心头血去引魂 这真当他们明界无人好欺负吗 来人 把那两鬼给我拦住 他们要是再敢乱来 就给本护法杀无赦 白夜君对着外面一声令下 几个黑袍蒙面人 在他们的光明护法的帮助下 瞬间就扣住了黑白无常 你们 你们 你们想干嘛 难不成是想要对我们明界开战不成 白无常一脸阴质地说道 开战 就凭你们两个鬼 恐怕还不够资格 不过 就凭你们两个鬼 一而再 再而三地阻止本护法就圣子 开战那是迟早的事情 还有 本护法倒想去问问那黑鬼 不知道你们地府 什么时候允许鬼叉 可以对凡人使用离魂烟了 白夜君的话 让黑白无常瞬间如坠冰枯 完了 被他们发现了 身为鬼叉 那是知法犯法 这回自己是真的完蛋了 白无常已经忘了挣扎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白夜君 把楚清里的心头血 送到了薛云廷的心口 果然 楚清里的心头血一入体 薛云廷的魂魄 立刻就往他自己的体内钻去 很快 就和他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而且是那种颜丝和缝的样子 再无一点的可能了 黑白无常整个鬼体摊在了地上 他们这回是真正的完蛋了 真的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白夜君看了看自家图 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朝着黑衣人 轻轻地挥了挥手 黑衣人瞬间不见了 没了居住的黑白无常 这回终于行动自如了 可是 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他们已经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黑白无常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中全都是绝望 这时候 他们都还没有发作 偏偏还有人看他们不顺眼 想要赶他们走 两位 你们现在是打算硬生生地包魂呢 还是选择滚回你们的老巢呢 白夜君冷冷地说道 世人都觉得他脾气好 但是 兔子急了还咬人 更何况 他还是魔教的护法 这黑白无常一而在 再而三地挑衅自己 他要是再没点表示的话 那真的就对不起 他这魔教护法的身份了 你们欺诡太甚了 我要去阎王那里告你去 白无常咬牙切齿地说道 嗯 慢走不送 你还可以告诉你家阎王 改天本少君会和家师一起 去他的府中拜访他老人家 让他千万别太在意 楚桥东的声音 悠悠地传了过来 没错 届时本护法也陪少君一道 去他那里讨一杯水酒 和阎王好好说道说道 讨教一下这离浑烟的用法 白夜君也适时开口说道 他们说话的声音没有掩盖 除了黑白无常的声音 楚桥东和白夜君的声音 楚清理都听得见 楚清理看着门口 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老一哨 不知道他们在和谁说话 大皇兄 白爷爷你们在和谁说话呢 你们要送谁 还有那个阎王是谁啊 他是不是掌管私盐的呀 他是咱们零售国的王爷吗 为什么我不认识 他的封地在哪里 难不成他成了幽王爷的走狗了 楚桥东 黑白无常 幽王爷 阎王爷 扑 哈哈哈哈 白夜君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阎王掌管私盐 这个说法太逗了 丫头就是丫头 哪怕他转世轮回了 还是这么的可爱 怪不得无上尊者会把他当宝贝 楚桥东 小皇妹 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还能说得再牛一点吗 幽王爷 我倒是想收阎王这个狗腿子 可是 我没有那个狗蛋 怎么办啊 黑白无常 完了 这回死定了 等回去的时候 阎王爷还不得把十八层地狱 挨个给他们上一回 呜呜呜 这无上宫的人怎么就这么坑啊 这千百年来就没有变过 上一次惹了他们 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一宫 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现在好了 他们又再次惹上他们这两个小祖宗 还连带他们的老大都被骂了 黑白无常心中那叫一个懊恼 他们很不得把立马自己给揍一顿 只要能消了那两个祖宗的气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揍 只可惜 哪怕他们自虐一顿 楚清理也不会答应的 毕竟 就算有空间水在 他的心口还是隐隐作痛 这个筹结大了 不过 楚清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此时 他的面前正哆哆嗦嗦地站着两个索命恶鬼 他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想要好好地看看 比较一下 这和现代神话故事里描述的是不是一样 楚桥东可不是到楚清理的想法 他眼神温柔地看了一下楚清理 小黄妹 大黄兄在和一个没脸见人的故人说话 至于那个阎王 你也不需要认识 他还不配做咱们零售国的王爷 哦 楚清理乖巧地印道 黑白无常 他们咋就成了没脸见人的故人了 楚桥东 怎么 你不服啊 不服 那你就去外面大街上 随便见一个人试试 你要是敢闹我就承认你们有脸见人 黑白无常 哼 他们是鬼差 哪里敢随便见人啊 那还不得天下大乱啊 阎王 臭小子 别以为你是无上宫的少君 本王就怕你了 你凭什么说 本王不配做零售国的王爷 楚桥东 哼 你要是有种的话 那你倒是去零售国做一个王爷试试 看本皇子虐不死你 阎王爷 啊 这好像还真的不行 自己可是这十殿阎君 又不是他无上宫 一个堂堂少君不务正业 这说投胎就投胎 他可是一个负责任的阎王爷 这阴间事务就足够他忙的了 哪里是说走就能走的 哎 算了 咱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楚桥东 哼 怪不得是一只见不得人的鬼 说不过人家就自找理由 果然 你们就是一窝的窝囊鬼 缩头乌龟 阎王爷 你不要欺人太甚 楚桥东 你错了 欺人太甚 那首先也得是人才行 我这充其量也就是欺鬼 阎王爷气得差点没吐血 可怜的黑白无常 最后只得哭嘻嘻地回到了阎罗殿 等待他们的僵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不过 这时候也没有人有心思去管他了 毕竟 这薛云婷的魂魄已归位 但是 他身上的伤实在是太重了 不止肉体受伤 他的灵魂也被吃魂骨给伤了 现在根本就无法清醒过来 婷哥哥 你醒醒啊 你睁开眼睛看看李儿 我们已经打了胜仗 你快起来 李儿带你回京城 父皇一定会加封你的 还有 你说过 你要一辈子保护李儿的 可是你都不醒过来 又如何能够保护得了李儿 楚清李心中伤痛无比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这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 认识的第一个小伙伴 小黄妹 你别这样 小婷他受伤了 需要回到他的尸门 那里才有救治他的良药 楚桥东看着楚清李的样子 心中瞬间酸楚一片 没想到 小黄妹即便没有那一世的记忆 但是 他对那小子的感情 还是那样的深 真的让人好生羡慕啊 白爷爷 大皇兄说的是真的吗 婷哥哥回去尸门 真的就可以没事了吗 楚清李擦了擦脸上的泪珠 一脸期待地看着白夜君 白夜君 怎么办 他能说实话吗 答案是 非也 最后 他还是违心地点了点头 没办法 他是真的害怕这小丫头的眼泪 希望自家徒儿能够扛得住 否则 他真的再也没脸见人了 那好 白爷爷 李儿不担的白爷爷回师门的时间了 但是 你一定要把婷哥哥救火 这个笛子是婷哥哥送给李儿的 现在 李儿把他重新还给婷哥哥 希望这个镇魂笛 可以保护婷哥一事安好 楚清李把镇魂笛 重新挂在了薛云婷的脖子上 他的动作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生怕弄疼他一样 丫头 你的话白爷爷记住了 等婷儿好了之后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来 零售国找你 那现在白爷爷就先带他走了 你们也一定要小心 我们后会有期 白夜君抱起薛云婷 一转身就不见了 婷哥哥 你一定要活下来 你不可以说话不算数 看着那空荡荡的房间 楚清李忽然鼻子一酸 泪如雨下 李儿 没事的 那小子的命硬得很 有白夜君在他的身边 他一定死不了的 你就放心吧 楚桥东轻轻地搂着 楚清李那小小的身子 轻声安慰道 嗯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想哭 哥非常非常的想哭 哥 楚清李也是无语了 他什么时候成了爱哭鬼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楚桥东知道 自家小黄妹 虽然暂时没有内意识的记忆 但是 她的灵魂深处的爱 却是真实存在的 小黄妹 那你想哭就哭吧 等你哭好了 咱们再去处理别的事情 楚桥东一把抱起楚清李 让他在自己的怀中哭个够 半个时辰之后 楚清李停止了哭泣 他已经累得 在楚桥东的怀中睡着了 睡梦中 楚清李看到 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枝巅上 有一座巍峨红伟的宫殿 那庄严而气派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大牌匾 无上宫 三个龙飞凤舞的字 就在那个牌匾之上 宫殿的外面 有一个看不清容貌的小姑娘 正跟在一个同样 看不清容貌的小少年身后 师兄 你就陪我去看看我的小伙伴好不好 我今天又得了一个小伙伴 他叫小青 是一条非常可爱的小青蛇 那个小姑娘的声音 轻轻脆脆的 让人一听 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鸭 大师兄今天有点忙 等大师兄忙过了这一阵 一定会陪鸭去看你的小伙伴 好不好 少年的声音虽然清冷 但是毫无疑问 她是非常的宠爱 这个小师妹的 哦 好吧 小姑娘对于少年的这个回答 明显的有点失望了 但是 她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顺从地应了一声 一个人往后山而去 小少年看着小姑娘的背影 眼中有点纠结 但是 最后她也没有追上去 而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因为 她今天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不能不去 小姑娘一个人在山中 那里有很多的小动物陪着她 渐渐的 小姑娘的忧伤不见了 她那清脆 如银铃一般的笑声 在山谷中回荡着 就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小少年依旧是那么的忙 小姑娘也依旧会每隔一段时间 就去求小少年一次 但是 小少年实在是太忙了 她很少有时间抽得出来陪小姑娘 但是 她依旧几年如一日地宠爱小姑娘 在她的心中 小师妹是那么的脆弱 那么的善良 那么的可爱 就像一个雌娃娃一般 她作为大师兄 自己有必要保护小师妹 一定要为小师妹打下一片天 让她可以在自己的保护下 无忧无虑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小师妹在山林中玩耍的时候 无意间就下了一个小男孩 因为头部受到撞击 小男孩暂时性地失忆了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为了方便 小女孩给她取名叫云婷 说她是在云雾迷蒙的山中救的她 也不知道时不时凑巧 其实这小男孩的名字 本来就叫云婷 从此以后 云婷就留在了烟的身边 成了她的小跟班 两人形影不离 同吃同玩 烟儿再也不来缠着小少年了 小少年忽然觉得自己 有点不对劲 好像心中空落落的 可是 她没有太过在意 随着时间推移 云婷有时候会离开一段时间 但是 她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会为烟儿带来她最喜欢的小动物 两人又一起为小动物取名 只要是烟儿喜欢的 云婷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为烟儿办到 就这样 烟儿渐渐地长大 出落成了一个挺挺玉立的少女 云婷也长成了一个身材挺拔的少年 只可惜 楚清里一直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只是觉得他们异常的亲切 直到有一天 云婷找到烟儿 她告诉烟儿 自己是魔教的少主 还问烟儿愿不愿意嫁给她 成为她唯一的妻子 这一下 烟儿也直接呆掉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心爱的人 居然是魔教的少主 也正是因为 她是魔教的少主 她身上有屏蔽气息的宝物 所以 一直以来没有人发现 这个落寞南海 居然是魔教的少主 这可怎么办啊 烟儿慌了 但是 她爱云婷 也爱自己的师门 她知道 自古什么两不利 师父一定不会同意的 烟儿不敢去找师父 只好去找她最信赖的大师兄 希望大师兄能够为自己 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可是 最后她失望了 那从不对她发火的大师兄 为此 第一次对着烟儿大发雷霆 并且 她让烟儿在师父出关之前 与云婷彻底断了这个想法 否则 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一下 烟儿真的傻眼了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正当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云婷的时候 云婷主动找到了她 烟儿 你就放心吧 我是男人 这件事情由我来解决 你就乖乖地在这里 等着我来娶你 我一定会搞定一切的 不会让你为难的 说完 云婷轻轻地抱了抱她 在她的嘴唇上落下一个吻 然后 在她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云婷就直接走了 烟儿心中甜甜的 她并不知道 云婷会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 她相信云婷 她说自己能解决 那她就一定会解决的 到时候 自己一定会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新娘子 想到这里 烟儿的嘴角 泛起了一抹幸福的微笑 她不知道 在这不远处的地方 大师兄目睹了这一切 此时 她的心症 一阵阵地抽痛 曾几何时 小师妹也这么对自己笑过 可惜 自己当时不知道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小师妹已经爱上了别人 他们终归是错过了 原本 她也想成全他们 只要小师妹开心就好 只是 这小子是魔教的少主 她真的能给烟儿幸福吗 大师兄非常怀疑 她真的好担心 自家小师妹 生怕她被现实伤到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烟儿在等待中 过了一天又一天 等了一月一月又一月 可是 云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烟儿急得不得了 好几次 想要一个人去魔教 结果 都被大师兄派人 给拦了下来 这段时间 为了防止烟儿出意外 大师兄甚至放下一切事物 亲自陪着她 安抚她 希望她能像小时候一样 开心快乐 可是 有的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有道是时间一去不复返 自从云婷走了之后 烟儿再也没有笑过 直到有一天 一个自称是魔教光明护法的老头子 找到烟儿 他和烟儿密谈了半个时辰 没有人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 光明护法走了之后 烟儿哭了 哭声震动了整个无上宫 他不顾众人的劝阻 不顾一切地冲出了无上宫 这一下 整个无上宫彻底震动了 就连闭关的师父也给惊动了 楚清里看到那个鹤发童颜的老人 急匆匆地从自己闭关的地方走了出来 师父 你怎么出关了 大师兄问道 少君 出了什么事情了 为师好像听到烟儿的哭声了 无上尊者一脸威严地问道 师父 都是弟子无能 没有在师父闭关的时候 管理好无上宫 还让小师妹出了事情 大师兄 只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少君 你说魔教的那小子说 一切交给他 还让烟儿在无上宫等着他 是的 师父 鹤儿是这么告诉徒儿的 可是 今天的光明护法 趁徒儿不在宫中的时候 他来无上宫找了鹤儿 貌似还聊了很久 但是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那光明护法走了之后 鹤儿就整个人崩溃了 大师兄说完 无上尊者就陷入了沉思 少君 你可知道 自古神魔不两立 除非他彻底脱离魔教 怎么可能 他是魔教的少主 想脱离魔教 谈何容易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大师兄震惊地大叫起来 完全忘却了自己平日的冷静了 是很难 可是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不过 这整个过程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否则 轻则重伤 重则神魂俱灭 无上尊者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师父 难道那小子 他真的 为师要猜得不错 那小子应该是准备去走那一步 只是 这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 这也是白夜君来找鹤儿的目的 他希望 鹤儿可以制止那小子 只是 他们不知道 这人一旦有了这个念头 就很难劝回的 无上尊者忽然有了一种无力感 不止为那小子 更为了自家铺儿 师父 那如果那小子出事 鹤儿会不会 不行 铺儿得拦着小师妹 我要去把鹤儿给劝回来 他不能出事 绝对不能啊 大师兄急了 少君 已经来不及了 你是追不上鹤儿的 师父 那怎么会呢 小师妹离开还没有多久 铺儿的法术 也比小师妹高 怎么会追不上 难道 小师妹她已经学成了 大师兄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半天都合不拢 没错 铺儿早就学成了顺一术 万里距离就在她的一念之间 你是追不上她的 一瞬间 无上尊者仿佛苍老了很多 楚清理站在边上 看得心中酸涩不已 这时候 大师兄转过脸来 和楚清理来了一个眼对眼 可是 大师兄仿佛根本看不到她一样 很快就转过头去了 这个这铺儿的大师兄 不就是自己的大皇兄吗 楚清理顿时惊呆了 自己从来没有听大皇兄说过 她有师父 不过 铺儿倒是在大皇兄的嘴里听过 就在那次朝堂之上 这时候 画面一转 楚清理就发现自己 站在一个巨大的深渊之中 此时 那个铺儿还没有到 云庭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 眼中闪烁着坚定目光 她看着这怪石临寻 到处都是毒雾 猛兽横行的深渊 还有那冒着泡泡的毒沼泽 和那生活在沼泽里面的毒兽 也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试图攻击闯入的外来者 可以说人 只要往这个深渊中一站 你每呼吸的一口空气 那都是剧毒的空气 这根本就是一个 实死无生的地方 亭儿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开宫没有回头见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咱们魔教有的是好姑娘 何苦要在那棵树上吊死呢 边上一个中年男人 一脸担忧地说道 父王 孩儿心意已决 这一辈子 孩儿非一二不娶 请父王成全孩儿的心意 云庭一脸坚决地说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今天的这一个决定 不但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还连泪鸭 差点魂飞魄散 要是知道的话 他一定不会这么坚定的 最后 魔王云摩天只得点头 勉强同意 他觉得 这一趟要是侥幸能通过 那自己也可以在 无上老头那里 好好地挺直腰杆了 要是走不出去 那对亭儿也没有什么伤害 毕竟 他已经做了两手准备 早就安排人 在那些危险的地方接应了 只是 在他看来 已经是万无一失的计划 最终还是出了 让他后悔一辈子的事 楚清理远远地看着 那个少年 头也不回 一步步地踏入那个深渊 楚清理拼命大喊 你这个傻瓜 俗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那里寻死啊 只可惜 无论楚清理怎么喊叫 人家都听不见 楚清理只能干着急 这时候 他只能寄希望鱼烟 希望他早点出现 可以阻止那个傻瓜 可是 楚清理失望了 无上宫离魔教 实在是太远了 即便鸭儿学会了瞬移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赶到的 二公子 你放心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少主这次绝对逃不出去了 一个黑衣人说道 哼 上次你也是这么告诉本公子 结果呢 那个杂种还不是一样 活得好好的 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黑衣人 正在那里 向另一个人会抱着什么 不好 那小子有危险 明明是一个陌生人 不知道为什么 楚清理的心中 却急得要死 他恨不得自己 立马飞过去拦住他 事实上他也真的是飞过去了 可是 他根本就拦不住他 自己连他的身体都碰不到 忽然 一阵急促的敌音响了起来 原本还算安全的深渊里面 瞬间狂风大作 毒虫猛兽 仿佛就像从天而降一般 就连沼泽地里 久不露面的毒兽 此时 也纷纷冒出水面 全都向那少年 攻去 怎么会这样 来人 去查一下 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魔王大精 立马命令道 是 属下遵命 魔王身边的两大护法 立马飞身往魔渊飞去 可是 接下去的一幕 差点没有让魔王大跌眼镜 砰 两个护法 直接撞上了一道屏障 瞬间弹了回来 啊 两护法摔在地上半天 没有回过神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对视一眼之后 再次起身 往魔渊飞去 可是 他们再一次被无情地弹回 这一下 魔王要是再不相信 也没有办法了 魔渊的古阵法 被有心之人启动了 里面所有魔兽都已出动 魔王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少年一个人 在里面苦苦挣扎 好在 少年的功夫 真的非常好 可是 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少年在那些 发狂的瘦瘦的进攻下 他很快就受伤 并且落了下风 快 赶快救人 魔王急得大叫道 父王 不行啊 而陈刚才试过了 这魔渊的阵法 好像突然乱了 外面的人根本就进不去 除非里面的战斗结束了 云丽看着魔王 一脸焦急地说道 不过 魔王并不知道 此时的云丽 她的心中早就乐坏了 哼 云丽 你这个咋种 这次我看你能逃上天 果然 尽管魔王用尽了一切办法 外面的人始终进不去 就在这时候 叶尔赶到了魔渊 看到了魔渊里面的云丽 正在苦苦支撑着 叶尔瞬间崩溃了 完全忘了 这里面不但是魔教的禁地 更是他们无上宫的人 不可触碰的地方 他大吼一声 亭哥哥 你再支撑一下 叶尔这就来救你 说完 叶尔不顾白夜君的阻拦 直接一个瞬移来到了魔渊的深处 叶尔 你快回去 这里是魔渊 是葬神窟 不是你来的地方 云丽一见叶尔出现在魔渊 瞬间吓了一大跳 亭哥哥 我不走 叶尔一边奋力厮杀 一边大声说道 可是 今天的兽兽 仿佛受了什么刺激 任谁也驾驭不了他们 滋滋滋 叶尔的护体神功 在魔渊特有毒树的侵蚀下 正在被一点一点的腐蚀 云亭看在眼中 急在心中 没办法 他只能用自己的魔宫去护着他 等到无上尊者他们赶到的时候 魔王也才刚刚控制住阵法 这时候 魔王和无上尊者联手 终于就出了云亭和鸭 只可惜 此时的云亭已经魔宫散尽 就连魂魄也被禁地的毒虫 啃食了大半 鸭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虽然被云亭保护着 但是 为了杀毒兽 他也是用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法术 再加上魔渊的禁忌 鸭也差点是神魂俱灭 在大师兄的权力救治下 再加上无上尊者的一半功力 鸭最后被保留了一魂一魄 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通过轮回 去找到那消散在天地间的剩余魂魄 大师兄抱着已经没有任何气息的鸭 整个人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般 嘴里一个劲地叫着鸭 看得楚清李 心中酸涩不已 总感觉自家大皇兄 被别人抢走了一般 这时候 一阵微风吹过 鸭的容貌 渐渐地出现在了楚清李的眼前 楚清李惊呆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原来 大师兄口中的鸭 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楚清李看着那几乎绝望的大皇兄 他的心真的好痛 原来 燕儿就是自己的前世 自己就是大皇兄口中的小师妹 楚清李的眼中 瞬间流下了一串泪水 大师兄 对不起 燕儿错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阵轻柔的呼唤声 在楚清李的耳边响起 小黄妹 小黄妹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大皇兄啊 楚桥东一边手忙脚乱地帮楚清李擦泪 一边急切地呼唤着楚清李 他真的怕了 他怕自家小黄妹再次和当初一样 从此一睡不醒 大师兄 燕儿没事 你别担心了 楚清李的声音在楚桥东的耳边响起 楚桥东瞬间愣住了 小 小 小黄妹 你刚刚叫我什么 你再叫一遍 楚桥东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清李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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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清李伸出双手 紧紧地抱着楚桥东 一个劲地叫唤着 你叫我大师兄 你确定没有叫错吗 楚桥东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师兄 你是烟的大师兄 难道我叫错了吗 还是说大师兄还在责怪烟 不想扔烟这个小师妹了 楚清李扬起小脑袋 一脸天真的问道 烟儿 你已经记起来了 你真的记起来了 是吗 楚桥东看着楚清李 脸上那丝哭还笑的样子 直接把楚清李给逗乐了 大师兄 我当然记起来了 所以 你也别想跑 你是烟儿的大师兄 也是我脸儿的大黄兄 你是逃不掉的 楚清李笑着说道 好好好 记起来好 大师兄不跑 大黄兄也不逃 大黄兄永远在脸妹妹的身边 楚桥东抱着楚清李 此时 他的心中暖暖的 甜甜的 虽然 这一辈子 自己只能当脸儿的大黄兄 但是 楚桥东很开心 因为 他的小师妹回来了 他的烟儿小师妹 终于回来了 小黄妹 大师兄问你 你可还记得当时 魔渊的情景 楚桥东回想当年的事情 按理说 魔渊是魔教的底盘 虽然里面凶险万分 但也不至于会那样 更何况 当时魔王也在 大师兄 我记得 当时的魔渊 是被人做了手脚 有人故意要停哥哥的命 当时的烟儿并不知道 可是 当初的烟儿不知道 现在的楚清李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啊 回忆起自己梦境中的对话 再联系那一事的记忆 楚清李稍微梳理一下 真相就出来了 小黄妹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楚桥东问道 我知道 那个人就是 东东东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断了兄妹俩的谈话 主子 叶将军来了 外面惊雷的声音传了过来 嗯 请他进来吧 楚桥东皱了皱眉头 一脸的不悦 可是 这个时候战场打扫 应该也差不多结束了 叶将军此时来见他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身为灵兽国的大皇子 还真的是不能不见了 大皇兄 你先忙着 梨儿先暂时避一下 楚桥东本不想让梨儿回避的 毕竟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了 小黄妹可不是一般的公主 她是灵兽国的护国长公主 是有权利参与政事的 虽然她的年纪还小 但是 那又怎样呢 只要父皇没有意见 别人也说不了什么 要知道 小黄妹的本领 可是连逍遥王 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要是没有小黄妹的出生 灵兽国估计等不到幽王造反 就早已经完完了 不过 她看着小黄妹那眼神 就知道 她是真的不愿意见叶将军 楚桥东略一沉吟 就知道了原委 按理说 这个时候 小黄妹应该在临寒城的战场 只是 她不知道小黄妹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秘密赶到了古丰城 不过 不管她用的是什么办法 这都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 就这样 楚清理转身回了内室 不过 她并没有在里面乖乖地待着 而是 一转身就进了万兽空间 在空灵的帮助下 楚清理很快就出现在了古丰城外 那安置兽兽的山中 那里到处都是猛兽的嘶吼声 山上原本的小动物 那是吓得有多远就跑多远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成了猛兽们的典型了 爹 幽王也跑了 小婷的孩子 伤得那么重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孩儿真的挺担心他的 薛丹阳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兽军 皱着眉头说道 是啊 爹也挺担心的 可是 大皇子让我们在这里等消息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探听消息 毕竟 他们现在的身份 也不大适合在外面露面 前面那是兵荒马乱的 注意他们的人也不算太多 现在 战斗已经结束了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爹 孩儿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不会给大皇子添麻烦的 薛丹阳保证道 他还想好好地活下去 今天之后 他只会更加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他的孩子还没有出世 他怎么也不能让他一出生就没爹 他还要陪自家夫人白头偕老 还要去见自家妹妹和小脸 还有父母需要他去孝顺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 好多好多的心愿未了 他的这条命 可是相当珍贵的 舅 一声刁鸣在头顶上空的不远处 响了起来 外祖父 舅舅 随后 一个软萌软萌的声音 在头顶上响了起来 惊得薛家父子猛地抬头望去 只见一只巨大的金雕 从不远的天空中飞了过来 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了几圈之后 就慢慢地往下降 李儿 是李儿 爹 真的是李儿来了 薛丹阳看着金雕背上 那个唇红齿白的小姑娘 兴奋地差点就蹦起来了 嗯 没错 爹也看到了 真的是我的李儿回来了 薛老将军 此时也是声音颤抖地说道 外祖父 舅舅 你们还好吗 李儿好想好想你们啊 金雕一落地 楚清里就像一只龟巢的小汝燕一般 猛地扑进了薛老将军的怀中 薛老将军抱着怀中的小可爱 心中那叫一个激动 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字 祖孙三代 就在这里找了一块大石头 坐在那里聊了好久 这期间 山谷中响起了薛老将军爽朗的笑声 好 太好了 这真的是让人太高兴了 我的李儿 真的不愧是咱灵朔国几百年不出的常公主啊 薛老将军大笑道 是啊 真没想到 这韩武国也有这一天 真的是太让人高兴了 这现在要是有酒 我非得好好干两杯 庆祝庆祝 薛丹阳也大声说道 呵呵 外祖父 舅舅你看 这是什么 楚清里随手一摸 就在自己的八宝袋中 拿出了一坛上好的果酒 这还是自己在外寿空间的时候 随手酿制的 用的可是他空间的灵泉水 因为自己还是一个宝宝 所以 他一直没有去动那坛酒 刚好 今天就给外祖父和舅舅用来庆功了 等会 他再去烤些肉 就当给外祖父他们下酒 有酒无菜 可是会少很多乐趣的 这一晚 楚清里直接待在山谷中 陪着外祖父 他并没有回客栈 不过 他生怕自己大皇兄担心 就让一只小麻雀 给楚桥东带了一张纸条 刚好这一晚 他也比较忙 毕竟 那么多的战俘他要处理 古封城可容不下那么多人 还有 幽王爷和塔克尔将军逃走 他也得安排人去处理 还有那些被扔在半路的圣山城守军 以及幽王爷的封地事宜 好在 楚清里在纸条上告诉楚桥东 要是有送往京城的信件 让他交给小麻雀 带回 到时候 他会亲自帮他想办法送去 绝对要比普通的信歌快很多 楚桥东一看 心中异常高兴 他是知道的 自家小皇妹的本事 可不是一点点的高 就说他的御寿能力 那就不是一般的高 无论什么样的飞禽猛兽 只要一见到小师妹 根本不用他去驯服 他们就乖得像猫咪一样 恨不得天天黏在他的身边 光就这一点 那是师父都不得不佩服的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血脉压制吧 其实 楚桥东想错了 楚清里这次没有打算派哪个兽兽去送信 而是 他打算自己亲自跑了一趟 毕竟 不管哪个兽兽 也没有自己的空间壁气快啊 通过那天的屁股摔巴扮的魔鬼训练 空灵现在已经熟练掌握了定位 真的是想去哪里就哪里 哪怕是万里之遥 对于楚清里来说 那也是一眨眼的功夫 不过 这个定位数是好 但是 这越是好的东西 他的操作要求也是飞得高 那就是他相当的费灵气 特别是楚清里这样接触灵气 还没有多久的人了 所以 他的灵气已经不是太多 支撑不了 他老是来回跑了 不过 好在这边的战事已经结束 楚清里把薛家后续安排的事情 全全交给了楚桥东之后 他当天晚上就启程回了京城 不过 在回京城之前的头天晚上 他还是一约把那些兽军 全都收进了空间的万寿山 第二天一早 楚清里就找到了薛老将军 外祖父 雕雕已经把兽兽们送去了别的地方了 送去别的地方 李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把他们送走 薛老将军和薛丹阳都惊呆了 他们想不通 楚清里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外祖父 李儿有事要先行一步 停哥哥受伤 已经去了别的地方养伤了 暂时是不会回来了 而外祖父和舅舅接下去 也要随大皇兄去京城 再说 这些兽兽大军 暂时也不适合 跟着外祖父长途跋涉 所以 李儿让虎威带着他们 重新归隐山林了 李儿 那外祖父 以后还能再看到他们吗 薛老将军一脸的不舍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薛老将军对那些兽兽 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了 这冷不丁的分开 他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心中立马觉得空落落的 楚清里也正式考虑到了这一点 才会提前把他们收进了空间 他不想外祖父看着他们不舍 毕竟自己现在无法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 也不是说楚清里不相信他们 只是 楚清里觉得既然不能往外说的事情 能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好 反正 等以后自己需要他们的时候 随时可以让他们再让出山 这样既方便又安全 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 听了楚清里的话 薛老将军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 楚清里的安排是最好的 也是最稳妥的 李儿 外祖父都听你的 你说怎样就怎样 没错 李儿 舅舅支持你的决定 薛丹阳也连忙表态道 好 既然这样 那里儿就把薛家的事情 全全交给大皇兄 到时候 你们接上外祖母和舅妈 还有万寿山的其他人 一起回京城去 大皇兄会安排好一切的 李儿还有别的事情 我会尽快办好事情 尽量赶在你们之前回到京城的 楚清里笑着说道 好 李儿 你也要小心了 不用记挂我们 外祖父会在京城等你回来的 薛老将军生怕楚清里着急 而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他还小 千万不能太劳累了 如果那样的话 他这个外祖父可是心疼的 不过 像这种事情 楚清里还真的是干得出来的 而且 他是真的经常干 好在现在他有空间 又有灵泉水 可以让他去补充身体 所以 那些在平常人看来的 了不得的小事情 在他那里 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嗯 外祖父放心 李儿知道的 说完 楚清里把自己准备好的一个包袱 交到了薛老将军的手中 那里面有楚清里准备的灵泉水 还有一些 是他在无敌尊者那里拿来的丹药 他把用法全都贴在了瓶子上面 以便不时之需 虽然 他知道 大皇兄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 但是 外祖父和外祖母 他们年纪大了 特别是外祖母 还有旧母 他现在可是一个孕妇 是薛家的重中之重 是万万不能出事情的 毕竟 这里离京城可不近 又是山高水远的 到时候 这又是老人 又是孕妇的 他还是给准备的充足一些好 俗话说得好 这穷家富路的 更何况他也不穷啊 准备妥当之后 楚清里当天晚上就离开山谷 不过 他在离开之前 又让小麻雀给楚乔东带了一封信 把自己要说的话 全部写在了信上 到了京城 楚清里把信绑在一只信鸽的脚上 让他带着信飞去了皇后的宫中 而他自己则找了一个幽静的山谷 打算进空间 把那些寿受安抚一下 再去找师父学艺 唉 他真的是太忙了 现在一个人巴不得掰成两个人用 可是 怎么办呢 万寿山上的这些寿受 那可是他收的第一批寿受 也是他最喜爱的一批寿受 楚清里原本想要把万寿山一起收回空间 可是 他考虑到万寿山已经脱离空间几百年了 要是这冷不丁的收回 会不会引起百姓的恐慌 思前想后的楚清里 最后决定自己先不收回万寿山 既然 当初他脱离空间 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 他只是收回了那些寿受 让他们在自己空间的万寿山安家落户 空间里面 主子 我们以后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了吗 虎威看了看四周 那炯炯有神的虎眼中 闪烁着一道异样的光芒 他用虎头轻轻地蹭了蹭楚清里 一脸的不可置信 嗯 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送你们回万寿山 楚清里看着他们 一本正经地说道 哦 主子不要啊 我们要跟着主子 我们要留在这里 我们都很喜欢这里 虎威急地大叫起来 他才不要离开这里 这里环境好 又可以经常看到主子 还可以和主子一起出征 和这里比起来 万寿山算的屁呀 谁爱走谁走 反正他是不会走的 就算是死皮赖脸 撒泼打滚他也要留下来 吼吼吼 主子 不走 我们不走 主子在哪 我们就在哪 主子你千万别赶 我们走了 你看我们盼主子盼得脖梗都长了 现在 好不容易才看到主子 我是怎么都不会走的 狮王故意伸出自己那不算太长的脖子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看着楚清里说道 吼吼 吼吼 主人 狮王说的没错 要走也是那些野蛮的猪群走 我们野狼一族 可是认定了主子 我们要一生一世地陪在主人的身边 跟着主人征战四方 主人你放心 我们以后一定会更牧力地学本领 绝对会做主人的先锋军的 狼王一说完 众狼纷纷仰头长毫了起来 纷纷向楚清里表示他们的忠心 吭吱 吭吱 你个死狼 你是不是想要打架 凭什么你们野狼一族可以留下来 而我们野猪一族就要离开 野猪的大家长 则是一头体型巨大的雄性野猪 楚清里寻声一看 好家伙 这只野猪目测最起码有四五百公斤 那长长的獠牙 看着就让人害怕 怪不得古人会说一株二熊三老虎 看那气势 真的一点不比那老虎差 哼 打打打 你成天就知道拿你的猪鼻子到处拱 说你野蛮 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假 狼王一脸鄙夷的 看着那只雄性大野猪 吭吱 吭吱 我拱我乐意 有本事你也拱一个我看看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拱一个四脚朝天 大野猪一副战意满满的看着野狼王 一副随时准备进攻的样子 你狼王气得浑身发抖 但是 这野猪皮糙若厚 战斗力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说句实话 就这蛮斗 自己还真的不一定斗得过他 他是一只聪明的狼王 他要想办法和他斗志 好了 你们要是喜欢留下 那就都留下好了 但是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要是敢私下内斗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我会把你们全部丢去万寿山 永远都不许你们再踏进这里一步 我说到做到 楚清理虽然年纪小 但他身上的那股王者之气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主子 你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不会的 刚才我们也只是在开玩笑的 猪兄 你说对不对啊 野狼王立马表态 他不但自己表态 还硬生生地拉着大公主表态 开玩笑 他们可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逃不了你 也逃不了我 除了和好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吭吃 吭吃 主子 狼王说的没错 我们刚才只是在闹着玩 我们大家都是主子的手下 又怎么会真的打架呢 大野猪看了一眼狼王 随即开口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楚清理嘴角微微一抽 壮似无意地问道 主子 在下叫壮壮 就是那个壮实的壮 壮壮不像虎王 希望他们那么有威望 也不像狼王那么聪明 壮壮只是一头笨猪 可是 即便是这样 壮壮也想做一头忠心的笨猪 一辈子听从主子的安排 希望主子不要敢壮壮 以及壮壮的族人走 我们一定会好好听主人的话的 壮壮说完 立即带领所有的野猪匍匐在地 一脸乞求地看着楚清理 大野猪的话一落 众兽兽都惊呆了 这 这 这还是那只 只知道到处乱拱的大野猪吗 这口才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狼王此时也尴尬极了 要不是一身漆黑的毛皮遮挡 楚清理一定会发现 他此时已经是满脸通红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大野猪壮壮的口才居然这么好 他一脸歉意地看着大野猪 壮壮 对不起 我不该嘲笑你的 你能够原谅我吗 狼王也算得上是一个 敢做给你当的瘦瘦了 狼王 这没什么 前面我的脾气也不好 不应该那么冲动的 我也要向你道歉 主子说得对 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 应该互助互爱 才能更好的保护主子 壮壮不好意思地说道 嗯 没错 我们大家是一个大集体 少不了你 也少不了我 我们一起努力 保护主子 守护疆土 狼王大声说道 没错 保护主子 守护疆土 整个空间里面热闹非凡 众兽兽大声地吼叫着 他们用他们各自的语言 表达着自己心中的喜悦 这一下 不要说别的兽兽了 就连楚清理都惊呆了 这大野猪 真的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要是可以的话 楚清理都想给他 单独颁发奖状了 不错 太不错了 是谁说笨猪的 这天底下 还有比这更聪明的猪猪吗 楚清理都在怀疑 这个状状 会不会是天鹏元帅的转世 这实在是太聪明了呀 很快 楚清理就把这些兽兽 交给空灵去安排了 他可是这个万兽空间的守护神 要说清楚空间里面的情况 谁最清楚 这一定就是空了 楚清理把兽兽交给空灵之后 自己就去了他的私人领地 在那里待了两天 好好恢复了一下自己的伤势 又成绩在那里吸收了一下灵气 然后 他才来到无敌尊者的洞府 在那里跟着无敌尊者 安心地学艺 他知道 朝廷的和平使者 一时半会还到不了临寒城 自己根本无需着急 楚清理猜得没错 这和平使者 确实没有那么快出发 因为 楚霸天一时半会 也订不下名单 此时 他正在御书房头疼呢 没想到 这打了败仗头疼 打了圣仗的他 也一样头疼 按他的意思 他真的很想亲自去临寒城谈判 李儿已经很久没有回宫了 他好想 自己亲自去把他接回来 这一个两个的 都不把他放在心上 真的是太过分了 前两天 三皇子还飞鸽传书给他 在他面前炫耀 自己在战场是如何如何地打仗 李儿又是如何如何地关心他 真真的是气死他了 羡慕 极度 恨 楚霸天心中的柠檬罐 在这一刻彻底地打翻了 这些小兔崽子 真真的是气死他了 这是鸡大皇子之后 又一个和他抢铃的小混蛋 哼 他必须要想一个法子 好好地制止他们 等他们班师回朝之后 自己必须要想个办法 把他们一个个都赶走 还要规定他们无照不得入宫 看他们还怎么和他抢铃 不行 这还远远不够 对了 他想到了一个最可靠的办法 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楚霸天在心中狠狠地骂着三皇子 顺带还把大皇子一并骂一顿 果然 这人一生气 智商就会直线下降 戴宗德真的很想问一句 皇上 如果大皇子和三皇子是小兔崽子 那生他们的皇上你是什么 楚清理 大兔崽子 或者是老兔崽子 楚霸天 要是大皇子他们是小混蛋 那生他们的皇上你又是什么 楚清理 大混蛋 老混蛋 楚霸天 这女儿不能要了 有这么戳心窝子的吗 说好的贴心小棉袄呢 去哪了 楚清理 父皇 你错了 是漏风的小棉袄 楚霸天 不管是贴心的还是漏风的 但总归是小棉袄啊 三皇子 父皇 韩武国这边天气寒冷 你拿漏风的小棉袄在这边待久了 已经成了漏风的小兵袄了 然快不 楚清理 他咋就成了小兵袄了呢 三皇兄 你说话之前和我商案过了吗 楚清理直翻白眼 楚乔东 就是 就是 他来古丰城晃荡了一圈之后 那冰袄好像还有点花洞了 估计现在都已经滴水了 父皇 凉爽不 楚清理 呜呜 他咋又成了滴水的小兵袄了 大皇兄 不带这么玩的 不过 他喜欢 楚霸天 凉 透心凉啊 好在 楚清理现在不在 否则 楚霸天一定会抑郁的 所以 上面的这一切是不存在的 嘿嘿嘿嘿 楚霸天一扫之前的不快 微眯着眼睛 手指一下一下有节奏的敲打着欲按 脸上神情也是怪怪的 嘴角一抽一抽的 别提有毒怪异 这副尊荣要是被朝臣看到了 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不知道的人一定会觉得 这皇上圣事被人换了信子了 唉 戴忠德担心的 那叫一个急呀 皇上 皇上你怎么了 皇上圣事哪里不舒服啊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奴才要不要宣太医呀 戴忠德看着楚霸天的样子 压根不知道 皇上这到底是怎么了 一脸担心又着急地叫道 他真的快哭了 长公主 老奴求求你了 你快回来呀 戴忠德在心中无声地呼唤着 他知道皇上之所以这个样子 他 他 他一定是想公主想得入魔了 只可惜 楚霸天还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 不可自拔 哪里顾得上他一个太监的心生啊 他根本就没有管戴忠德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是不是快要吓死了 等自己给他们一个个都赐了婚 等他们全都娶了皇子正妃之后 看他们还有没有精力 和他强脸了 嗯 不对 这一个个年轻力壮的 一个正妃根本不够 必须要再加两个侧妃 可以的话 连树妃也一并给他们来了 他还就不相信了 俗话说得好 将还是老的辣 就凭自己吃的 眼比他们吃的饭还多 还想和他斗 哼 没门 哈哈哈哈 想到这里 楚霸天忍不住地大笑出声 三皇子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小小的一封炫耀信 差一点就给自己换了四五个媳妇了 要知道会这样的话 也不知道这三皇子 下次还敢不敢再来找楚霸天嘚瑟了 更何况 要是被楚乔东知道 因为三皇子的嘚瑟 让皇上动了 给他找一推女人的事情 估计 他一定会直接杀到林寒成 把三皇子狠狠打一顿的 又或者 让飓风直接下手 帮他揍一顿 这一天天不干正事的 不过 这些戴忠德都不知道 他现在满心满脑的 都是在想长公主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否则 他真的会玩了 他一连唤了好几声 楚霸天的思绪被打断 心头火起 甚至 他在想 要不要把这个 没有眼力见的家伙给换了 一天到晚 杂杂呼呼地吵死人了 没看到他在忙着想办法吗 楚霸天冷冷地 瞪了戴忠德一眼 那眼神真的毫无温度 仿佛要吃人一般 吓得戴忠德的双腿一软 以屁股坐了下去 完了 自己貌似做了蠢事 惹皇上不高兴了 这可怎么办啊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侍卫的声音 戴忠德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的救星来了 要说皇上最在意的人 除了常公主 这宫中就属皇后娘娘了 这时候 侍卫的声音听在戴忠德的耳中 简直就是天类之音了 参见皇后娘娘 娘娘是来见皇上的吧 皇上在御书房 娘娘请 侍卫甲万分恭敬地说道 嗯 薛丹林微微点了点头 便抬脚继续往里走去 楚霸天有令 皇后娘娘来御书房 不需要通报 可直接入内 看着皇后娘娘进了御书房 侍卫甲心中暗暗高兴 皇后娘娘真的不愧为一国之母 她真的是人美心善 脾气又好 根本不像以前的那个皇贵妃 整个就是一鼻孔朝天 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从来不把他们这些侍卫当人看 哼 怪不得 这人见自有天收 别以为鼻孔里插根大蒜 自己就真的是一只大象了 哼 想得美 哎 呸呸呸 自己真的是糊涂了 皇后娘娘可是金尊玉贵的 又怎么会是那些宠妃能够比拟的 侍卫甲恨不能给自己一巴掌 不过这里是御书房 可不许她胡来 她的样子却让边上的侍卫仪很是不解 她死死地盯着这家伙 心中暗暗想到 这家伙难道是着魔了 怎么这副什么表情 这一惊一乍的 她可千万别惹什么事情 否则大家可都吃不了 兜着走 好在侍卫甲后面没再出什么破格的事情 侍卫仪也就放心了 皇上 皇后娘娘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长公主的消息了 戴忠德不愧是一只老狐狸 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快快 有请皇后娘娘 哎 还是朕自己去吧 一个个笨手笨脚的 楚霸天一脸嫌弃地说道 戴忠德 笨手笨脚的戴忠德 此时真的是一脸的颓废 感情自己这是被皇上嫌弃了 呜呜呜 皇上 你千万不要嫌弃老奴啊 可是 楚霸天才不管戴忠德呢 连眼角都没给一个 臣妾参见皇上 皇上吉祥 薛丹林才刚刚走到御书房门口 就见到匆匆走出来的楚霸天 皇后平身 凌儿怎么想起来见朕了 是不是有李儿的消息了 楚霸天眼中急切地看着薛丹林 皇上 难道没有李儿的消息 臣妾就不可以来御书房吗 薛丹林的语气一变 略带娇称地问道 怎么会呢 朕巴不得凌儿时时刻刻 陪在朕的身边才好呢 楚霸天一把揽过薛丹林 女儿固然重要 媳妇那也是不可忽视的 否则 就凌儿的高冷静 和李儿为父母的脾气 自己很可能会鸡飞蛋打 那才是真的会要命的 自己后半生的幸福 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了 她可是听说了 当初李儿可是夸下海口 要帮她娘找后爹的 这种事情 就连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她完全是有可能做得出来的 唉 说好的父子女孝 夫妻恩爱 也许自己稍微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啥也不是了 她 她果然是这世上最悲催的帝王 偏偏自己貌似还挺享受的 只是 自己后宫的那些妃子了 她们该怎么办 自己要不要仁慈一点 把她们都给放出宫去得了 只是 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 估计明天的朝堂上 又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 唉 真的是丑死她了 这臭小子 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啊 真真是急死人了 不过 好在薛丹林看着楚霸天的着急样子 也没有再逗她了 直接拿出了楚清理给她的信件 其中还有一封是楚乔东写给楚霸天的 楚霸天一看 脸色是一会开心 一会儿愤怒 最后化成了一声惋惜 唉 怎么就让她给跑了呢 楚乔东告诉她 幽王爷确实是勾结了天圣国 云婷受了重伤 已经被她师父接走了 还有 薛老将军一家没死 这次的事情幸亏有薛老将军帮忙 否则 一切将不可收拾 只可惜 天圣国的主将塔克尔将军 连带幽王爷逃走 他已经派人去他封地的王府抓人了 希望皇上可以暗中派些人去支持一下 毕竟 自己的人都是烟雨楼的江湖势力 到时候 他懒得解释 至于京城这边 趁消息还没有传到京城 皇上可以尽快收网了 把那些烂鱼臭虾一网打尽 薛丹林见皇上有正事要忙 他没待一会儿就告退了 虽然 皇上是宠爱他 但他也不能视宠而骄 该回避的时候还是回避的好 好在 皇上答应他 他会想办法让薛将军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朝臣的面前 薛丹林走了之后 就连戴忠德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也走出了御术房 偌大的一个御术房 只剩下楚霸天一个人 出来 楚霸天的话刚落 一个像幽灵一样的黑衣人 立马出现在了御术房 主子 属下在 幽民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楚霸天 你去安排一下 咱们可以收网了 楚霸天说道 是 主子 幽民一转身 就顿入了黑暗之中 速度快的吓人 当天下午 京城最大的一家茶社 那里可是各地商人 最喜欢去的地方 这里面的茶汤 那可是京城的一绝 不仅是茶汤好 这里的环境也是顶好的 还有各种的吹拉弹唱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只要你花一点小钱 点上一壶茶 再来两个小点心 你就可以像大爷一样 在那里想做多久 就做多久 不过 前提是你得 有那时间才行 不过 这回还真的有一胖一兽 两个中年汉子 就坐在那靠窗的 一个位子上喝着茶 聊着天 胖兄 你有没有听说 咱们零售国打胜仗了呀 一个瘦子问道 没有啊 家里有点事 这段时间 我都待在京城的商铺中 处理事情 也没怎么注意 胖子一脸无奈地说道 瘦子兄弟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你可千万要告诉哥哥我呀 胖子一脸讨好的说道 哎 胖兄 看你说的 咱们可是好兄弟 瘦子我瞒着谁 也不会瞒着你的 我告诉你哦 咱们零售国这次可出了大事了 瘦子一脸神秘地说道 什么大事 要紧步 会不会影响我做生意呀 胖子一听 立马紧张起来了 没办法 他是生意人 脑袋中装的最多的东西 就是自己该怎么赚钱 对于他来说 赚钱大于一切 胖兄啊 你还别说 这件事情 还真的会影响你的生意 所以 你真的要慎重考虑一下 到底该何去何从 瘦子说完之后 连忙前后左右看了看 发现没有人注意 给他们这一拙 才放低声音 在胖子的耳边轻声说道 胖兄 我刚刚得到消息 优王爷和天圣国联手 圣山城和那里的五万守军 都已经落入优王爷的手中 现在 优王爷带着他的五万将士 和圣山城的五万守军 还有天圣国的十万大军 一起攻打古丰城 我告诉你 那古山城也已经失手了 瘦子的声音 虽然在普通人看来 确实是很轻了 可是 凡是都有万一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偏偏就有一些不是普通人 他们只棱着耳朵将瘦子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的 胖子和瘦子说完之后 两人放下茶钱 匆匆起身离去 那急切的样子 就好像有厉鬼在屁股后面追一般 看到他们离开 边上的几人互看一眼 也纷纷结账离开 不过 他们是去了各自的主子那里 等他们走后 那原本离开的胖子和瘦子 这时候 却从一个不显眼的转角处 慢慢地走了出来 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人 胖爷 暗处 几个黑衣人走了出来 你们跟上去 暗中盯着他们的一切 有事情随时汇报 胖子一改前面的样子 一双小眼睛闪烁着金光 是 属下遵命 看着黑衣人纷纷离去 胖瘦二人对视一眼 几个纵月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这一夜 正当普通百姓 进入甜蜜梦乡的时候 京城不少的大臣家中 那书房的灯就没有黑过 不过 这一夜 有的人是担心得彻夜难眠 也有的人 则是因为兴奋的合不龙眼 就像现在的五阳侯府密室 那叫一个灯火通明的 密室的主座上 五阳侯罗一青满脸红光地坐在那里 下面分别是他的大儿子罗宇木 二儿子罗宇晨 和三儿子罗宇薇 还有几个五阳侯府的幕僚 爹 你说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大儿子罗宇木是一个急性子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弟弟 并没有先开口的样子 只好自己率先发问 嗯 是啊 侯爷 这会不会是皇上故意试探啊 一个投靠罗宇木的幕僚 也连忙问道 毕竟 逍遥王爷那里已经打了声仗 这一点所有的文武大臣 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 幽王爷他是不知道的 否则 以他的谨慎 估计不会贸然动手 没办法 他在临寒城的爪牙 都被楚清里给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以至于连一个传信的人都没有 五阳侯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儿子 眼中有点失望 这个大儿子是他唯一的嫡子 只可惜 他的行事作风实在是不尽如人意 遇事就爱动口 不像另外的两个儿子能沉得住气 尘儿 威儿 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五阳侯看着罗宇辰和罗宇薇 不打反问道 罗宇木 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自己在问话 他为什么绕过自己这个嫡子 而去问那两个数字呢 木聊 完了 自己是不是选错主子了 看样子 这位侯爷并不喜欢这嫡出的大公子 相反 他好像更喜欢那两位数出的公子 怎么办 自己现在重新选主子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啊 木聊一脸苦相地看着面前的他一切 他虽然是侯爷的木聊 但是他们也是需要选择接班人的 否则 哪天侯爷两腿一蹬 那他岂不是要完蛋啊 只可惜 此时根本没有人去在意他 罗宇辰和罗宇薇互看了一眼之后 还是罗宇辰先开的口 爹 孩儿觉得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但是 相比较这种可能 孩儿还是更愿意相信那人的话 罗宇辰一脸坚定地说道 哦 那威儿呢 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舞阳侯问道 爹 孩儿觉得二哥说的没错 罗宇薇也连忙开口说道 嗯 理由呢 舞阳侯问道 爹 你想一想 幽王爷自己本来就有五万精兵 再加上天圣国的十万大军 想要收服圣山城的五万守军 那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 至于古封城那就更加了 二十万大军对古封城的五万守军 就算他叶峰华有通天的本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又能怎么样呢 罗宇薇讲得头头是道 舞阳侯听的也是非常的满意 没错 他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现在他在考虑一个问题 他可不认为今天的事情能够保密 这种茶楼就没有任何的秘密 他可以打听得到的事情 别人也一样可以 估计 这件事情不出明天 宫中的那位就会知道 皮肤一怒 血溅三尺 天子一怒 那可是服侍百万啊 自己该怎么躲过这一劫呢 舞阳侯陷入了沉思 直到该上朝的那一刻 舞阳侯才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时候 大家各自回房 疲惫不堪的舞阳侯 这时候也回了房间 抱着他的美妾 好好地乐呵了一番 就当作是为自己提前庆贺了 听着房间里面传来的 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原本拿着朝服来的小丝 这时候真的不知道是进还是退了 唉 这就是单身狗的悲哀啊 四更天 皇宫门口就早已经是车水马龙了 众大臣纷纷来到宫门口 为了消耗时间 也为了自己在等待宫门打开的时候 别那么无聊 合得来的几个大臣 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专挑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闲聊 就等宫门开启的那一刻 毕竟 这种地方可不是谈事情的地方 不想惹麻烦的人 是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来说事情的 除非是十万火急的事情 咦 今天怎么没有见舞阳侯来上朝啊 一个平时关系还算可以的大臣 环顾一周之后 他惊叫出声 李大人 舞阳侯听说好像是病了 刚才老夫见过他的贴身侍卫 他的那个侍卫告诉老夫 说他的主子得怪病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忽然就起不来了 府衣也是束手无策 这不 想来皇宫求见皇上 看能不能派个太医 去给舞阳侯诊断一下 一个平时和舞阳侯关系非常好的朝臣 连忙开口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这一下 大家懂了 不过 等他们在宫门口再转了一圈之后 又仿佛觉得哪里不对劲了 可是 偏偏一时间又想不出是哪里不对劲了 就在这时 古老而庄严的宫门缓缓打开 众朝臣也来不及管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连忙余贯而入 毕竟 上朝才是大事情 可是 此时要是有人仔细瞧的话 就会发现 今天和往常好像有点不一样 这人数貌似少了很多 估计只有平时的八成 等大家全部进去之后 一座假山后面黑影一闪 一个黑衣人一眨眼就不见了 你确定 这些人他们全都是装病的 楚霸天看着手中的名单 心中真的是拔凉拔凉的 这些可都是他的朝臣 有几个甚至是他的长辈亲人 原来 自己一直都是在养虎为患 这一听到幽王爷造反 立马就露出可恶的嘴脸了 好 很好 既然你不仁 也休怪朕不义 把这些人全部给朕暗中看管起来 在大皇子回京之前 他们每做的一件事情 说的每一句话 朕都要知道得清清楚楚 楚霸天眼神冷得吓人 大踏步地往外走去 幽冥 皇上要知道每一件事情 还要知道他们的每一句话 那这就有点麻烦了 那些垂垂老矣的老家伙 倒还好说 监视起来也不那么麻烦 可是 还有一些将老不老 还花样百出的家伙 那该怎么办 皇上确定要知道他们说的 合作的每一件事情吗 他要是真的汇报 会不会有辱圣厅呢 要知道 今天早上递交并驾的这些朝臣 他们昨天晚上 确实是挺累的 一个个光商量事情 就商量了大半夜 估计是想到了 幽王爷答应他们的条件 一个个虽然很累了 偏偏还睡不着觉 这一个个大半夜的睡不着觉 就只能往自家小妾的房间跑了 没想到 这些平时人母狗样 满嘴人意道德的朝臣 在床地之间 居然会是那样的放得开 简直是让人们眼看 要知道 他们做暗卫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小伙子 这一夜盯下来 幽民都替他们觉得委屈 唉 算了 等会从自己的积蓄中 拨一点出来 让他们也找个地方 去释放一下 毕竟 他们可都是年轻小伙子 这万一憋坏了 可就得不偿失了 这培养一个暗卫 可要花不少的成本 自家皇上是真的穷啊 虽然 他从来不承认 众暗卫 还是头好 会体恤咱们兄弟们的苦楚 不像有的人 明明自己穷得叮当响 还偏偏打肿脸冲胖子 阿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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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三个大喷嚏 把正在怒气冲冲 往金鸾殿走的楚霸天 打得更加的火大了 也让跟在一边的戴忠德的心 揪得更紧了 完了 长公主啊 你在哪里 快点回宫吧 奴才实在耗不住了 戴忠德哭泣气地 望着这灰蒙蒙的上空 心中那个苦啊 可是 楚清丽才不会管他呢 他可是很忙的好吗 半个月后 在离京城不远的一座山中 那里就是楚清丽 暂时落脚的地方 不过 他可不会真的傻乎乎地 在山中露营 他此时正在空间 无敌尊者的洞服 那天空灵把那些瘦瘦 安顿好了之后 楚清丽就发现自己的体内 好像解锁了一个 什么功能一般 当时 他也没有太在意 直到自己跟着 师父学炼丹的时候 他才猛然间想起 这炼丹 貌似需要天地灵活才行 可是 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东西 唉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要不咱去捡点柴火来试试 只是 不知道 等会自己去捡点柴火来点着 用这柴火炼丹 到底能不能行啊 可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楚清丽是一个行动派 他这么想 也就这么去做了 这山中多的是柴火 不一会儿 楚清丽就抱着一大把柴火来了 乖妥儿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甚至肚子饿了 无敌尊者看着楚清丽 和那一堆柴火 第一个反应就是 自家妥儿饿了 他要烤肉吃 师父 李儿不饿 楚清丽笑着说道 他又不是饭桶 这才吃下去没多久 怎么可能饿呢 那你这是要干什么 无敌尊者看着地上的一堆柴火 一脸猛逼地看着楚清丽 炼丹啊 楚清丽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炼丹 用它 无敌尊者瞪大眼睛 看着楚清丽和他面前的那一堆柴火 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天了 他怎么把这么严重的问题给忽视了 楚清丽他没有灵火呀 那怎么办 炼丹必须要天地灵火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哪个炼丹师是用柴火来炼丹的 他真的无法想象 在不久的将来 在一个大大的炼丹房中 坐着一个天资国色的小姑娘 他满脸探灰 一边不停地灶底下不断地添着柴火 一边不停歇地炼着丹药 这 这也太生猛了吧 那还会是炼丹吗 无敌尊者忽然发现 自己浑身上下都起了一层大大的鸡皮嘎塔 他怎么感觉 那与其说是在炼丹 不如说更像是在炒豆子呢 不行 这绝对不行啊 不要说错了 无敌尊者光想想就受不了了 徒儿啊 要不咱们炼丹就别学了 以后你需要什么丹药 师父随时帮你炼 你看这样行不 无敌尊者试探地问道 不行 那怎么可以呢 徒儿要学会自己炼丹 俗话说得好 爹亲娘亲 不如自己十个手指头亲 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口袋中有 这靠山山会倒 靠水水会流 哪有自己都会方便啊 楚清理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乖徒儿 师父知道你说的都有道理 可是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 无敌尊者常常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乖徒儿啊 这炼丹和烤肉不同 烤肉不管用的是柴火还是炭火 只要火力够猛就行了 但是 炼丹需要的必须是灵火 天地灵火才行啊 完整内容 师父 那天地灵火要哪里去买 你告诉陀 陀一定会把它买回来 楚清理上一世 虽然是吴上公的弟子 吴上公也不是一个炼丹的地方 而他更是一个十足的宠儿 根本不需要自己炼丹 他也没有去管过这方面的事情 只是一心爱着他的小动物 对于炼丹这一块 他了解的是真的不多 无敌尊者也不愧是一个好师父 他耐心地把有关天地灵火的事情 全都说了一遍 目的希望楚清理知难而退 可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楚清理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兴趣更加的大了 当他知道 师父的天地灵火 是当初在一个古迹中得到的 就开始追着无敌尊者提各种各样的问题 又缠着无敌尊者炼了好几炉丹药 最后 他把无敌尊者骗出了炼丹房 并且迅速把门关上 自己一个人关在了炼丹房瞎捣吃 这可把无敌尊者急坏了 可是 任凭无敌尊者怎么说 楚清理就是不开门 还不许无敌尊者强行破门 理由是 他要在里面静静地思考问题 无敌尊者真的是郁闷了 他又不是三岁小孩 有谁见过思考问题 要把自己关炼丹房的人吗 除非 这个人要炼丹 可是 这可能吗 楚清理连天地灵火都没有 难道 他真的能凭一堆柴火 就能炼出丹药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让他们这些有天地灵火的人 情何以堪啊 就这样 一个在炼丹房里面 一个守在炼丹房外面 整整三天三夜过去了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 还有点声音 后来里面就是静悄悄的 就在无敌尊者以为 楚清理在里面睡着的时候 自己要不要破门进去看看的时候 炼丹房的门 毫无征兆地打开了 楚清理站在门边 笑意盈盈地看着一脸震惊的无敌尊者 师父 你看我炼的这丹药怎么样 楚清理拿着一颗火红色的丹药 像献宝一般地来到了无敌尊者的面前 这是他研究了一宿才炼制而成的洗水丹 就是不知道品质怎么样 洗洗洗水丹 这是洗水丹 乖图 这是你炼的洗水丹 无敌尊者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清理 这这这怎么可能呢 别人都没有天地灵火 他怎么就真的炼制成功了 虽然这颗洗水丹的品质算不得最好 但好歹也是一个中品丹药了 要知道 在他们那个地方 多少练了几十年的练丹师 都练不出一颗中品的洗水丹 他的宝贝徒弟 居然用一堆柴火就练制出了洗水丹 这到底是什么鬼才 真的是人比人会气死人的 这要是被那些老头子知道了 他们一定会亮瞎他们的眼睛 哈哈 无敌尊者好想大笑一场 可是他生怕下着自家的乖妥 只得硬生生地忍着 因为隐忍 所以他脸上的表情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师父 你怎么了 难道是图案练得不对 把师父给气坏了 那可如何是好啊 看着无敌尊者的样子 楚清理原本一副师父我是不是很厉害 你快夸夸我的样子 瞬间就拉胯了 哎 自己还是太自信了 看样子还得去好好研究一下 千万不能把师父给气出病来才好 还没等无敌尊者反应过来 楚清理转身就又进了炼丹房 照样把门给关上了 无敌尊者 咦 乖途儿这是几个意思啊 自己都还没点评 他怎么又进去了 楚清理 师父啊 你不用点评了 你的表情已经讲明一切了 不过 我是绝不会放弃的 楚清理这一进去 又是一天一夜 等他再次出来的时候 他把一个瓶子 交到了无敌尊者的手中 师父 你这次不能再打击我了 否则 我就真的生气了 楚清理生怕自家师父 又和上次那样 连忙事先声明道 无敌尊者看了一眼 自家的小徒弟 有点莫名其妙 自己什么时候打击脸了 这非要说打击 也只能说是自己被脸打击的 已经是体无完肤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发现自己这个徒儿 无论做什么事情 就没有不成功的 人家十年都学不好的招式 他只需要一个月 人家用天地灵火 都练不出的洗水单 他一把柴火就给解决了 和他一比 这世上的天才 都他妈的成蠢材了 不过 这其中的蠢材 还就包括无敌尊者他自己 这打击真不可谓不大 甚至 无敌尊者都已经麻木了 不知道这家伙 刚才给他的诱是什么 无敌尊者按戳戳地想着 楚清理也不管他师父 是什么表情 他都快饿死了 得赶快烤点东西吃 自己都已经好两天 没吃东西了 肚子都快饿扁了 自己还是小孩子 他可没有什么壁骨的习惯 再不吃东西 就该长不高了 无敌尊者刚拧开瓶带 一阵浓郁的药香味 就扑鼻而来 天啦 我看到什么了 这这这是极品丹药 还是非常珍贵的 酒转还魂丹 要知道 像这种品级的 酒转还魂丹 那是有事无价 根本就是一丹难求的呀 这这自己这上辈子 到底烧了什么高香 是拯救了全人类了 还是怎么着了 这辈子居然这么好运 让他遇到了 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还收了他为徒 无敌尊者激动地双手颤抖 他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把这宝贝酒转还魂丹给掉了 连忙把他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开玩笑 这可是酒转还魂丹 就算是丢了自己的命 那也不能丢了丹药啊 不要说是这小小的零售国 就连他们那里 这酒转还魂丹的丹方 也早已失传了 不知道自己这宝贝陀 他是怎么炼制出来的 无敌尊者放好丹药 走出洞府 就看到楚清里正在点火 咦 不对 他刚刚看到什么了 怎么会这样 他好像错过了什么 无敌尊者猛地转身冲进了炼丹房 当他看到炼丹房里的那一堆柴火之后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会这样 柴火纹丝未动 也就是说 自家宝贝徒弟 并不是用柴火去炼的丹药 可是 他明明没有天地灵火的 为什么他能够炼出丹药 哦 不对 四天前 他明明没有灵火 为什么现在 他却是一个拥有天地灵火的人 貌似那灵火的品级还不低 好像比自己的清廉地心火还要厉害 要知道 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这清廉地心火 那是功不可没呀 现在 丽儿居然有了这么好的灵火 真的是天助我也 他的这一身炼丹术 终于有了传承 以后就算自己化骨之后 也不怕自己失增怪罪了 就是不知道 丽儿的这火是从何处的来的 不过 这么宝贝的灵火 丽儿居然用它来点柴火 真正的是气死他了 他难道不知道 这灵火 也是用一点少一点的吗 楚清理 说句实话 他还真的是不知道 这火焰还是一好品 早知道这样 大不了以后自己 就不用它来烤肉了 只是 真的可惜了 这时候 楚清理觉得 那火焰仿佛在自己心中 跳动了一下 楚清理一愣 难道 自己刚才的话说错了 这火焰还生气了不成 乖托 维师有话问你 不等楚清理弄清楚 火焰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无敌尊者的话 就在楚清理的耳边响起 师父 有话能不能等托儿吃饱了再说 李儿真的很饿呀 楚清理皱着眉头问道 不行 维师实在是等不及了 就一句话 我问完就好 我无敌尊者边说 边往楚清理走去 好吧 那师父你就问吧 楚清理无奈地看着自家师父 不过 不用说他也知道自家师父想问的是什么 可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 乖托 维师问你 你刚才那天地灵火是从何处都来的 无敌尊者满脸震惊地问道 师父 咱能不能换个问题问啊 这个问题 维师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楚清理看着眼冒惺惺的自家师父 一脸为难地说道 他就知道 师父一定会问这个事情的 只是 他也不知道 这伙自己该怎么解释 又怎么能告诉师父呢 李儿你放心 维师只是有点奇怪而已 别无他想 无敌尊者 害怕楚清理误会 连忙开口解释道 师父 徒儿知道 可是 这伙徒儿是真的不知道哪来的 他好像是自己凭空出现的 什么 凭空出现 徒儿你在开玩笑吧 你知不知道 这天地灵活有多稀有 你 你 你真要气死为师啊 楚清理的话一落 无敌尊者立马跳了起来 对着楚清理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吼叫 完整内容 把楚清理吓一跳 差点把自己手中 好不容易才烤熟的野兔肉给掉了 师父 你淡定一点 别这么激动行吗 这肉是我好不容易才烤熟的 它真的好香啊 你们问看 要是掉了就没得吃了 我是真的快饿死了 楚清理一边说 一边拼命地往自己嘴里塞肉 生怕下一秒又被自家师父给吓没了 看着自家徒儿的样子 无敌尊者也不忍心再追问了 自己真的该死 他怎么给忘了 自家宝贝徒弟 把自己关在炼丹房四天四夜 即便他的百宝袋中有吃食 那也是冷冰冰的 就他这个虎吞食的样子 不用说 也是好几天没有好吃过东西了 乖徒儿 别急 你先喝口茶吧 润润喉再慢慢吃吧 千万别给噎着了 师父这就给你烤肉 无敌尊者一边给楚清理倒茶 一边开始给肉翻面 嗯 师父也吃 楚清理嘴巴里面含着肉 有点口齿不清地说道 好 师父也吃 无敌尊者看着楚清理的大块朵頤的样子 心中也是无语极了 是啊 自家徒弟说的没错 也许他就是凭空出现的 毕竟人家运气好啊 在他身上古怪的事情还真不少 就像那一滴南球灵泉水 只要他愿意 随手就能给你一大桶 那世间少有的火灵雀 人家自己家里就养着一只 他不但有火灵雀 他养的火灵雀 还是人家种族的王者 真逆天的运气 说出去谁敢相信 就算那些话 本子里也没有这样写的 他喝的是灵泉水 吃的是世间少有的美味烤肉 逮捕的不是虎王就是金雕 偏偏人家还都是灵手 就连别的王者 想要做他的逮捕 那都得提前半年去排队 这说好的 练武很辛苦 他在自家驼儿的身上 压根就没有见过 练功对于他来说 仿佛就像再玩一般 人家要练百遍千遍的招式 他一遍 就记得一个八九不离十了 要是在多练上几遍 他就可以举一反三的 衍生新的招式 还偏偏不比自己 教的招式逊色 说好的练单 是一件很不容易 很费时间的事情 他在楚清里的身上 也没有见过 除了最初的时候 机要才花了一点时间 其余的 好像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就连最不可能的事情 在他身上也变成了可能 人家拼命都不一定 能得到的灵活 他居然说 稀里糊涂就有了 这是什么锦里运气啊 要不是自己知道 他是灵兽国的长公主 自己都要觉得 他是这老天爷的亲闺女了 至于炸炉这种事情 对于楚清里来说 那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师徒二人吃饱喝足之后 楚清里告诉无敌尊者 自己的灵活怎么来的 他确实不知道 当时 他是真的想用柴火去炼丹 只是 在他拿柴火的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 仿佛有个声音告诉他 自己其实是有灵活的 只是 那灵活一直在沉睡而已 那个声音告诉他 自己只要按步骤激活即可 就这样 他一步一步地激活了灵活 通过那个声音得知 自己的这个灵活 叫涅槃之火 是他的本命之火 涅槃之火 怪不得这么厉害 无敌尊者点了点头 这一刻 他仿佛懂了 怪不得这丫头的 这么受小动物喜爱 原来如此啊 乖妥 你记住为师一句话 千万别在外人面前 施展你的火焰 知道吗 师父 徒儿知道 楚清理看得出来 自家师父是真的对自己好 他毕竟是带着 现在记忆降生的 也不是真的小屁孩一个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他如何不懂呢 就这样 楚清理在空间里面 待了整整三个月 把他原先想学的 都学了一遍 虽然 不说每一样 都学的有多厉害 最起码 他已经把该记的都记了 剩下的 就是融会贯通 熟能生巧了 师父 我等会儿就要离开了 你要不要跟我出去玩玩 楚清理看着无敌尊者问道 不聊 师父还有事情 就不跟你出去了 你自己 在外面要小心点 如果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就来这里找师父 知道吗 对了 那只光屁股鸟呢 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他了 是不是被山中的野兽给吃了 无敌尊者不放心地问道 师父 红红他出空间了 托让他去帮忙办点事情 楚清理说道 哦 那就好 无敌尊者点了点头 其实 他也想出去陪着自家徒儿 可是 通过这些天的相处 无敌尊者也是备受打击 他觉得自己要是再不拿点真材实学出来 都没有资格当他的师父了 所以 他的好好研究他的一读之术了 争取以后还可以帮得到他 因为时间流速的原因 空间的三个月 刚好是外面的一月时间 不过 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对于有的人来说 却已经是天翻地覆 勿使人非了 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地王爷 到现在的丧家之犬 这是处游业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可他就是偏偏发生了 古封城兵败之后 自己身受重伤 封地的五万精兵死的死 抓的抓 剩下不到一百 亲卫护着他突出重围 他原本想回到封地 带上他的小儿子 以及王妃一起逃去天圣国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半路却遇到了山匪抢劫 那剩下的亲兵又折损了一大半 就连自己也当了阶下囚 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 劫持他的那个山匪头子 正是他的大儿子楚慈墨 墨儿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幽王爷看着那个长相英俊 现在却对他不屑一顾的大儿子 心中怒火滔天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幽王爷吗 楚慈墨一走进牢房 就阴阳怪气地说道 放肆 墨儿 你这是想要干什么 还不赶快放了本王 幽王爷声音阴冷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幽暗阴冷 不带一点的温度 幽王爷 你可千万别发火 我胆子小害怕 不过既然幽王爷问话了 在下就算是在害怕 那也一定会回答王爷的 楚慈墨一脸讥讽地看着幽王爷 就是这个高高在上的男人 为了自己的野心 居然让自己的大儿子 炸死去当山匪头子 抢劫过往行人 让自己的小儿子常年装病 制造出好像要随时隔屁的样子 为的就是助他登上皇位 可是 即便这样 他还暗中派人去杀自己 自己要是再不报仇 那他就太窝囊了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下的一个手下 今天刚好从城里回来 据说城里正在到处悬赏抓人 他们就成人不备 接了一张画像回来 他们发现 那画上的人和幽王爷 还真的很像 说到这里 楚慈墨故意停顿一下 然后呢 你不会是想拿本王去换赏银吧 幽王爷有点不敢相信 哈哈 幽王爷 你猜对了 只可惜 咱们山寨太穷 并没有赏银给你 你这个孽子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幽王爷气坏了 他恨不得一把掐死楚慈墨 所以你们是真的打算 用本王的命 去领这个赏银了吗 那是当然了 据说你的命可值钱了 有钱不要是傻子 你知道我们这些做山匪的 那是鸡一顿 饱一顿的 特别是这种饥荒年 老百姓都是一根扁单 就能挑起一个家 哪里有那么多的银钱 拿来给我们抢劫呀 就是 大当家说的太对了 这些饥荒 本来就是你们这些上位者 整出来的 不拿你换钱 那我拿谁去换钱去呀 边上另一个山匪 也接腔道 你 幽王爷为之雨结了 他瞪着一双英智的眼神 狠狠地看着楚慈墨 墨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娘亲去世的早 这么多年 父王一直疼你爱你 把你当接班人培养 你真的是让为父太失望了 幽王爷见楚慈墨铁了心 要让下面的人 拿自己去换钱 不得已只好把那个 死去多年的女人 给搬了出来 打起了感情牌 希望楚慈墨 能够看在他那死去的娘的份上 能够放自己一马 等他回过头来 再来收拾他 果然 楚慈墨一听幽王爷提起自己的娘 她的眼神中有了一丝黯然 那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好在 自己已经替她报仇了 那个幽王妃 已经被她给丢到了 最下届的青楼 她不是觉得自己是天圣国的公主 一直高高在上 而自己的娘出身不高 她只是幽王爷的一个红颜之己 无论身份地位都不如她 虽然 她对她没有任何威胁 可是 幽王妃硬是没有放过她 最后还要了她的命 可是 要是没有幽王爷的首肯 幽王妃又怎么可能找到她娘 现在 她居然还好意思替她娘 一想到这里 楚慈墨心中的怒火瞬间翻涌 只可惜 那个楚慈眷却被她逃了 否则 她还真想把她们放在一起 自己为了她的野心 当了五年的山匪 日日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 为的就是替她们筹集迎钱 养兵造反 俗话说得好 兔死湖碑 鸟进工藏 可是 他们这还没有登上那个位子 就派人对她下手 真的是心思恶毒 其心可诛 自己要是再不做点什么 都对不起他们的一番心思 现在 他们已经造反失败了 除了这一身皮肉 也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就在幽王爷 以为自己的感情排起效果的时候 楚慈墨却转身走了 好好看着她 明天一早就送去换银子 她要是敢耍花招 就直接挑了她的手脚筋 楚慈墨的话悠悠传来 气得幽王爷脸色铁青 楚慈墨 你这个镊子 我是你父王 你这样对我 就不怕诗人戳你的脊梁骨吗 幽王爷的话 成功地止住了楚慈墨的脚步 他转过头来看着幽王爷 嘴角微微一扬 冰冷的声音随口而出 幽王爷 你放心 世人是不会戳我楚慈墨的脊梁骨的 你老人家不会是忘了吧 世人皆知你幽王府的大公子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不过幽王爷张了张嘴巴 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了 他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呢 哼 楚慈墨我告诉你 从我娘死的那一天 你就应该知道 自己会有这一天的 与其在这里和本公子打感情牌 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去和楚霸天打感情牌吧 楚慈墨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其余的人见自家主子都走了 也连忙跟了上去 很快 地牢里面就只剩下看守的人了 他们把牢房再次检查一遍之后 也走了出去 幽王爷气得骂都骂不出来了 只见他嘴一张 一口鲜血猛地吐了出来 两眼一番直接晕了过去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下场居然会是这样的凄惨 半夜 牢房外面 两个守卫正一副昏昏欲睡 生无可恋的样子站在那里 一道微风吹过 一个黑衣黑袍的蒙面人 悄然飘过 只见他手指微微一弹 一缕白烟从他的手中飞出 两个守卫两眼一番 缓缓地倒了下去 黑衣人一见 直接抬步走进了地牢 牢房中 楚优业已经苏醒 他们主子都那么说了 那些守门侍卫就更加了 他们知道幽王爷武艺高强 生怕他逃走 临走之前 还不忘狠狠地招呼他一顿 不但把他的手脚筋挑断 还用铁链 把他紧紧地锁了起来 就等明天早上拿去换银子了 这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了 龙游潜水遭虾戏 虎落平川被犬欺 不过 楚优业的手脚筋虽然被挑断了 但他的耳朵是好的 他的警惕性也还在 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 楚优业猛地睁开眼睛 他先是冷冷地看了一眼黑衣人 等他看清楚来人之后 楚优业的眼中 蹦射出一抹金光 尊者 真的是你呀 我没有做梦吧 楚优业瞪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看着那个黑衣人 为了让自己相信这不是梦 楚优业在自己的大腿上 狠狠地揪了一把 四 好疼 楚优业一边呼痛 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 真的是尊者来救自己了 要不是害怕被人发现 他真的好想大笑三声 可是 平时威风八面的优王爷 在黑衣人面前 就像一条哈巴狗 那时候要多听话 就有多听话 黑衣人一见 眼里流露出了一抹鄙视之光 只可惜 楚优业没有看到 废物 亏得本尊那么帮你 把那么稀有的蛊虫给了你 没想到你不但没有把人控制住 最后还把自己弄成这副德行 你真的太让本尊失望了 黑衣人一脸怒气地说道 要不是自己无法靠近那孩子 他也不会出此下策的 唉 真是可惜了 要是被魔主知道 自己一定讨不到好的 黑衣人暗戳戳地想到 尊者 本王一切都只是按照尊者的吩咐做的 原本是要成功的 可是 那燕雨阁的宇墨公子 却横插一杠 本王这也没有想到啊 在这实力悬殊的情况下 楚优业只能小声地说道 没办法 他怕激怒了他 万一他撒手不管 那自己就真的会成为 灵兽国的第一大笑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 本尊错了 是吗 黑衣人眼神犀利 语气明显地不对劲了 楚优业心中一咯噔 完了 尊者生气了 这可如何是好 这优王爷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他对着黑衣人 就是一通猛磕 不一会儿 额头就被他磕破了 鲜血狂流 可是他仿佛不知道疼一般 行了 黑衣人对着他一挥手 咔嚓 那金刚锁链应声而断 可是 楚优业的手脚筋全断 根本就无法行走 黑衣人又用相同的办法 弄断了两个轻卫的锁链 好在他们的手脚筋是好的 背上他 跟着本尊走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轻卫连忙照做 等楚慈默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消失在了地牢里了 这一下 整个山寨炸开了锅 楚慈默也知道 自己这一次算是把楚优业得罪狠了 还不知道是谁救了他 不过 他捡起地上的锁链 看着那平整的切口 楚慈默陷入了沉思 这个锁链 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砍断的 这可是金刚所致 除非你用的是削铁如泥的武器 否则 根本不可能 可是 这灵兽国又有几个人能够用的起纳武器 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人 还有就是一些隐士的高人 这么一想 楚慈默不淡定了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下 立马做了一个决定 收拾东西 咱们立马撤退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确实 就在他们离开不到半个时辰 就有一对官兵追了过来 头 这里已经人去楼空了 不过可以确定 幽王爷确实在这里落过脚 不过 他应该是被人结上山的 一个小头目 拿出刚才自己在草垛中 捡到的一个令牌 上面刻着一个U字 不用说 这是幽王府的标志 头 他们离开还没有多久 我刚才看过 那被窝都还是温的 头 我们发现 后面有一条通往山下的密道 一个小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追 领头一声令吓 大家呼啦啦地 全部往后山跑去 山寨瞬间就变得死寂死寂的 就在这时 一只红色的鸟脑袋 小心翼翼地 从一棵树上生了出来 哇 吓死鸟了 就这些笨蛋还想抓人 就他们那三脚猫功夫 等会追不到的还好 要是侥幸被他们追到了 那不用说也是天坑地的祸 哎 我说主子大皇兄啊 你就不能靠谱一点 整两个像样的人吗 红尾八鸟 一个人在那里碎碎念着 楚乔东 这可不怨我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本皇子的人 这是皇上派来的 你要怪就怪他去 叽叽叽 叉喳喳 我是聪明的红尾八 哼 你们这一群笨蛋 这种事情 还得你鸟爷出马 看我的 红尾八鸟拍拍翅膀 嗖的一声朝着另一个方向飞了过去 那速度可真不是盖的 要知道 空间灵气充足 不要说红尾八鸟 本就是一只已经开了灵制的火灵雀 他还是火灵雀一族的王者 在空间待了这么久了 他可不是白待的 他的速度和以前相比 那是快了一倍都不止了 很快 他就追上了黑衣人和幽王爷他们 毕竟 幽王爷现在是一个不利于行走的人 那两个亲卫本就是受伤未愈 现在还要背着幽王爷 就算他们是轮流的背 那速度也是快不起来的 就他们这速度 对于红尾八鸟来说 那简直就是闲庭漫步差不多 五天之后 他们来到了天圣国 北承国和灵兽国的三不管地界 出了灵兽国往北走就是北承国 那里是荒芜人烟的大漠 到处黄沙漫天 一颗绿植都看不见 这一下可把红尾八鸟给愁坏了 好在那个黑衣人仿佛有什么禁忌 他基本上都是白天休息不赶路 等晚上才开始疯狂前行 这样就刚好方便了红尾八鸟 白天他无处藏身 容易暴露 只有晚上他才没有这个担心 就这样 他们白天找地方休息 晚上就着月光赶路 只是重伤的处优业 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但是为了活命 他除了死死支撑 就别无他法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会是一个恶魔窟 要是知道的话 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安静了 红尾八鸟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 每到一个地方 他就按照自家主子的吩咐 他就会找一只飞禽 去给楚清理报信 再找一只在原地等候楚清理 顺便帮他带路 因为安排合理 他一点也不会担心 自己跑得太远 主子会找不到 确实 楚清理对于红尾八鸟的行动 简直就是一清二楚 此时 他正在万寿空间的私人领地里 忙得热火朝天 他前一段时间种了不少的药材 现在 那些药材都已经成熟了 楚清理打算把它全部练成单药 这样用起来也方便 完整内容 自从上次梦醒以后 楚清理就知道 自己并非一般的人 还有自己的大皇兄 他是因为不放心自己 才会特意放弃一切轮回转世的 现在 自己拥有空间这个大壁气 修炼起来应该会事半功倍 可是 大皇兄却是实实在在的凡人一个 最多就是带有记忆而已 在这个灵气匮乏的俗世 想要修炼 那是千难万难的 而且 自己的万寿空间 到目前为止 只有师父一个人可以进 但是 即便他可以进到万寿空间 那也只能是在万寿山上 是不可以下山的 楚清理想多练一些丹药 希望以后对大皇兄有一定的帮助 至于红伟八鸟那里 等他们到了目的地再说 他还是抓紧练丹药紧 到时候 自己过去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直到第五天的早上 他们终于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一个忧生而隐秘的山谷 外面黄沙漫天 可是当他们一踏进这个山谷 那里仿佛就是另一个世界一般 山谷里面有水有树 还有那连绵不断的山脉 尊者 请问尊者 咱们这是在哪里 楚优业看着这个奇怪的山谷 小心翼翼地问道 要是他没有猜错 这个山谷里面 绝对有一个大阵法 只是 这里给他的印象 却是一点也不好 明明此时已经是艳阳高照了 可是这里却总有一种 阴冷阴冷的感觉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连日来的赶路 让本就重伤的楚优业 更加地憔悴不堪了 看着他眼窝深陷 哪里还有一点 当初身为王爷时的冷峻潇洒 哦 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随心谷 我们的主子叫随心魔主 本尊是随心谷的护法长老谐音尊者 其余的 你就不必多问了 谐音尊者冷冷地说道 要不是为了以防暗一 他根本就不会告诉他们这些 因为 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随后 他一招手 原本空无一人的山谷中 立马出现了两个人 谐音尊者 谐音尊者 你总算回来了 两个男人 一个身材魁梧 一个妖娃妩媚 只见他们一脸欲求不满地 看着谐音尊者 嗯 本尊先去见魔主 你带他们下去好好休息 其余的等本尊回来再说 你们懂得 黑衣人眼神警告地 看L了他们一眼 是 谐音尊者 三位 我是姬瑶 他是牛墨 三位请跟我来吧 姬瑶看了看面前的三人 眼中闪烁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光芒 而牛墨看着楚优叶 眼中露出了一抹惊喜 这个男人他喜欢 嗯 走吧 牛墨点了点头说道 姬瑶看看亲位 又朝幽王爷抛了一个媚眼 把幽王爷气得半死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真他妈恶心 要不是自己断了脚筋和手筋 他一定会直接跳起来 给他来上一件的 自己怎么说 也是堂堂王爷 现在居然被一个 不男不女的妖人调戏 果然 古人成不欺我 有道士 龙幽浅水 照虾系 虎落平川 被犬欺 楚优叶这一刻 算是切身体会了 他的心中 忽然有了一丝后悔 为什么好好帝王爷不当 偏偏要执着于那个位子 要不是自己的执念 他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楚优叶忽然有了一种 非常不好的感觉 他觉得 好像边上有好多眼睛 在盯着他 自己就像是那 恶狼眼中的一块大肥肉 羔羊眼中的嫩草 乞丐手中的白面馒头 主子有没有感觉 我们好像被人盯上了 那眼神真的好可怕呀 一个亲位小声地说道 幽王爷一愣 果然 自己的感觉没错 自己确实是被人给盯上了 可是 自己现在这样 就算是想逃 那也逃不掉啊 怎么办 幽王爷心中后悔的不得了 早知道会这样 那他宁愿被他们拿去换银子 也不要到这里来了 不过 楚优叶怎么也想不到 这才哪到哪呀 好戏都还没有开始 魔主 属下说的就是他 魔主觉得还可以吗 暗处 谐阴尊主陪着一个面具男人 这就是随心魔主 据说他 可是一个男女通吃的魔头 嗯 谐阴尊主 你办得不错 他的那一身功力不错 本魔主看上了 这颗玻璃丹就赏你了 下次有这样的货色 记得给本魔主带来 本魔主一定亏带不了你的 是 谢谢魔主 属下一定会的 谐阴尊主双手捧着魔灵丹 脸上的笑 真的是绷都绷不住 魔灵丹 这可是千金难买的魔灵丹啊 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魔灵丹 是多少人想要 却又得不到的魔灵丹 虽然 这不是最好的结局 自己还费了一只 好不容易得来的蛊虫 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总的来说 自己那也是赚了 这不只是赚了 简直就是赚翻了 谐阴尊者那兴奋的表情 成功地取悦了随心魔主 此时 他正饶有兴致地 望着处优夜的方向 眼中的神情满意极了 谐阴尊主 立马吩咐下去 把他给本魔主安排上 让人好好伺候着 等下一个月圆之夜 就把他送到本魔主和夫人的密室去 随心魔主 再次看了一眼幽王爷 是 魔主 属下这就去安排 属下相信魔主这么鹦鹉强大 他也一定不会让魔主失望的 谐阴尊者看着魔主 一脸讨好的说道 哈哈哈哈 好 说得好 你小子不错 这次出去有长进啊 随心魔主一开心 这魔灵丹一颗就变成了两颗了 有道是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对于随心魔主这种 阴晴不定的人来说 一定要顺毛驴 那马屁绝对就是最好的礼物 不过 随心魔主好搞定 至于那个魔主夫人 谐阴尊者不自觉地裹紧衣裳 这女人 她实在是惹不起啊 谐阴尊主看着随心魔主离开 她又看了一眼 楚优业所在的方向 心中暗暗嘀咕道 雍王爷 不是本尊不给你机会 你要是争气点 当初夺了那灵兽国的皇位 那本尊就会是那灵兽国的皇上皇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根本就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那又何须把你弄到这里来 不过 想想自己现在有两颗魔灵丹 心中也还是挺高兴的 毕竟 魔灵丹可以快速地增长自己的内力 一个时辰之后 谐阴尊主来到了楚优业的住处 尊主 你说的是真的 魔主真的要给本王医治这手绞筋 楚优业正正地看着谐阴尊者 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嗯 当然是真的 本尊骗你有意思吗 谐阴尊者一脸的不悦 不是 尊者你别误会 本王从来没有见过魔主 没想到魔主居然愿意出手帮助本王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本王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楚优业一脸尴尬地说道 嗯 你说的没错 按理说魔主是不可能出手救你的 毕竟我们随心谷的药池 那是对有功之人开放的 而你也并非是我随心谷的弟子 所以 本尊为了救你 十八般武艺都设一遍 我嘴巴都快求干了 魔主这才看在本尊的面子上 勉强答应这个请求 给 这是续筋丹 你赶快把它吃了吧 吃好了 本尊就送你去药池 谐阴尊者把一颗血红 有着淡淡血腥味的丹药 送到了楚优业的嘴边 主子 不可 就在楚优业准备吞服的时候 一边的清兵开口阻止道 邪阴尊者冷冷地看了一眼 那个清兵 声音淡淡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本尊者要害幽王爷是吧 既然这样 那就别吃了 真的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邪阴尊者一把夺回续筋丹 放进了自己的怀中 哼 本尊者千里迢迢地赶去零售国 从山匪的手中 救下幽王爷 再偷偷将你们带到随心谷 本尊图你们什么 你们是有花不完的银子给我 还是有什么稀释宝贝给我 邪阴尊者越说越气 越说越恼火 说得最先开口的那个亲卫 此时是一声也不敢坑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躲起来 这时候 不要说刚才的那个亲卫了 就连原本还心存怀疑的幽王爷自己 这会儿他的戒心都轻了不少 他不得不承认 邪阴尊者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自己现在是除了这条半死不活的命 还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他也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 给别人去图谋的了 再说了 这里是别人的地盘 不是他幽王的封地 也不是零售国 自己现在说的好听一点 是寄人篱下 说的不好听一点 是一只丧家之犬 他再也不是那高高在上的幽王爷了 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要拿他换银子 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有道是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在这一刻 这话是那样的贴切 楚优业的心中 真的是五味杂陈 可是 路是自己选的 他没得后悔 此时 就算明知前面是个火坑 他也得硬着头皮跳下去 因为 他没得选择 只可惜 幽王爷不知道 自己今天决定 错得有多离谱 如果早知道的话 估计他会宁愿一头撞死 也不会想着苟活于世的 只可惜 千金难买早知道 自己犯的错 总要有人承担 自己中的苦果 最后也只能自己吞 毕竟 他眼中的那些珍贵奢侈的东西 再有的人眼中 还真的算不了什么 反而 他觉得人家不会要的东西 在人家那里才真的是无价之宝 就像现在这样 他们要的就是他的这具身体 和他的这一身功力 至于手脚筋是不是断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 毕竟 那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都是小意思 是不值一提的事情 尊者 属下该死 属下不该冒犯尊者 请尊者责罚 那个亲卫心中 那叫一个憋屈 他只是担心自家王爷 说了一个亲卫平时该说的话 他有什么错呀 可是 不管是不是该说的 自己还是先道歉再说吧 谁让自己是一个侍卫呢 关于这一点 幽王爷不是不知道 正因为他知道 所以 他没有怪罪那个亲卫 毕竟 这种时候 自己能用的人本就不多了 哪怕少一个 他都心疼啊 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今后座打算 处优业暗戳戳地想着 尊者 你可千万别这么和他一般见识 本王当然知道 要不是尊者相救 本王早就没命了 尊者的大恩大德 本王莫齿难忘 身边的亲卫一听 瞬间愣住了 三观碎了一地 这 这 这有没有搞错呀 还是他们那位高高在上的王爷吗 谐音尊者 放心 这就是你们的那位幽王爷没错的 楚优业 哼 要不是你们得罪他 你们以为我愿意吗 谐音尊者 没想到平时高高在上的幽王爷 这拍起马屁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不过 这话他爱听 谐音尊者心里呢 叫一个舒坦 看到谐音尊者脸上终于好转了 楚优业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幽王爷 那你这续筋丹还要不要吃 不吃的话 那本尊者就走了 你们也好好休息 等你们伤好之后 就让他们带你走吧 不过 这手脚肯定是废了 原本本尊者看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 还想保住你的手脚 只可惜 哎 算了 不说了 谐音尊者说完 仰了仰手中的续筋丹叹了一口气 抬脚就准备往外走去 等等 尊者 麻烦尊者把续筋丹留下 本王想尝试一下 楚优业最终还是开口了 他不想一辈子当一个残废 他要搏一把 毕竟 最坏的打算不就是死吗 与其一辈子当一个残废 还不如死了算了 可是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其实 死真的不可怕 那想死死不掉的时候 那才真的是可怕呢 看着楚优业吞下去续筋丹 谐音尊者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自己刚才就是做做样子的 他怎么可能真的无功而返呢 就这样 楚优业在谐音尊者的带领下 来到了随心谷的最深处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山洞 楚优业看到 那里散发着药箱 由大小不一的药池组成 药池的上方 都是朦朦胧胧的水汽 乍一看去 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有的药池里面是空的 有的药池里面 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 正光着身子泡在里面 他们泡的药池不同 脸上的表情也个不相同 有的好像非常痛苦 有的则是面色呆滞 还有的却是一脸的享受 楚优业震惊极了 自己虽然是一国王爷 但是 他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看到楚优业的样子 谐音尊者嘴角微微一笑说道 有王爷 这里就是我们随心谷的药池 那些是我们随心谷的核心弟子 他们现在泡的药语 都是根据他们各自 为随心谷做的贡献而得的 谐音尊者指着 离他们最近的一个药池说道 这是一个炼体池 这里面的药材 都是增强他们体魄的 要是能够在这里待上 七七四十九天而不出来 那以后 他的身体绝对会是刀枪不入的 只可惜 至今为止 那么长时间 就连本尊当年 也只是在里面待了四十天 但是 即便是这样 也足够本尊者一辈子享用了 为了增强可信度 谐音尊者还特意伸出 他那粗壮的手臂 楚优业在他的手臂上 居然看到了一层淡淡的荧光 本尊只待了六个周天 所以是犯的是荧光 要是可以待足七周天 那你看到的就是金光了 就像菩萨金身一般 这时候 那要池中的人睁开眼睛 对着谐音尊者 轻轻点了点头 尊者好 嗯 怎么样 还好吧 谐音尊者一脸关心地问道 弟子很好 谢谢尊者关心 弟子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不会辜负尊者的 那个年轻人 极力地忍受着身上的不适 语气坚定地说道 嗯 不错 本尊看好你 加油 谐音尊者说完又朝前走去 并且 一脸给他介绍了好几个药池 并和药池里的人打着招呼 说着鼓励的话 最后 他们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药池 里面的药汤 泛着血红色的光芒 要是仔细去闻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药香中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虽然 它真的很淡很淡 但倒让人很难发现 但是 它是真实存在的 可惜 幽王爷和抬着他的两个青类都没有发现 或许 他们发现了 但是却根本没有在意 幽王爷 这个药池里的药 全部都是强筋撞骨的 用它来配合续筋丹 但是效果翻倍 幽王爷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感觉到 续筋丹在起作用了吧 嗯 谐音尊者不说他倒没有在意 谐音尊者这一说 楚幽业立马觉得自己的手脚上 传来一阵异痒痒的 麻麻的 再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 正在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 这这这还真的 人家根本没有骗他 事实证明一切 这一下 楚幽业心中所有的担心和疑惑 全都不见了 就下去 那所有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楚幽业按照谐音尊者的吩咐 直接脱了衣服 下了药池 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 在楚幽业进入药池的那一刻 谐音尊者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阴谋得逞的笑 只不过 那笑容一闪而过 谁也没有看到 幽王爷 你是第一次下这个药池 这药池的药 在给你强筋撞骨的时候 你或许会有些不适 但是你千万不要试图反抗 你一定要顺其自然 让那药材好好的洗涤 拓宽你的经脉 否则 会适得其反 那样只会减少药材的吸收 从而达不到绝佳的效果 尊者 你放心吧 本王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楚优叶是一个习武之人 他能够感受得到 自己体内经脉的变化 那好 你就在这里好好吸收 我们就先出去了 还没等楚优叶开口答应 谐音尊者直接一挥一袖 那两个亲卫 就好像被一阵风拖着 来到外面 这 这怎么会这样 两个亲卫对视一眼之后 直接猛逼了 尊者 属下们还要去伺候王爷 不能离开 一个胆子大一点的亲卫 看着谐音尊者 鼓足勇气说道 从现在开始 他再也不用你们伺候了 你们有那个闲功夫 还是先想想自己吧 谐音尊者冷冷地看了一眼 两个还在愣神地亲卫 还有那牛沫和姬瑶两个 显然已经有点急不可耐的男人 嘴角猛地抽了抽 尊者 敢问尊者这话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亲卫 也猛猛地开口问道 哎 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就是我们的人了 以后也只需要伺候我们就行了 走吧 我们赶快进去 牛沫一把握过其中一个亲卫 拖着他就要往其中一个房间走去 没错 你以后就是我姬瑶的人了 就别再想着那个若姬男人了 再想那也不是你们的了 我们快走吧 这春宵一刻值千金 姬也已经等不及了 姬瑶说着 就往另一个亲卫的身上靠去 根本就不管人家亲卫 那敌死反抗的样子 看着姬瑶那急不可耐的样子 谐音尊者也是真的无语了 不过 他还是好心地提醒着 你们两个差不多就行了 别把人玩死了 知道 尊者你就放心吧 我们有分寸 这细皮白肉的 我们可舍不得一下子就弄死 两个明明还算强壮的亲卫 在牛沫和姬瑶的手中 简直就像一个孩童一般 根本就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 走吧 该干嘛干嘛去 谐音尊者看了一眼边上的人 挥了挥手说道 啊 啊 啊 不一会儿 牛沫和姬瑶的房间 就传来了一阵阵痛苦的声音声 还有牛沫和姬瑶 两人猥琐的笑声 两个亲卫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拼死护着幽王爷突围 又一路背着幽王爷来到这里 最后还会落到如此的下场 早知道这样的话 还不如在古山城被猛兽吃了 可是 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相比较两个亲卫 储幽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此时的他 浑身上下浸泡在那血红色的药液中 最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觉得自己全身的经脉都在扩张 药池里的药液也拼命地往他的身体里面钻去 这让他很是惊喜 以为自己真的是壮大运了 可是 慢慢地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感觉自己在经脉扩展的同时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却慢慢地麻木了 幽王爷的这一发现 让他心惊不已 他不得不谨慎起来 他想起谐音尊者的话 自己就开始有意识地拒绝吸收药物 可是 他这边的变化 根本就瞒不过那时时刻刻 关注他的随心模组 一看到储幽叶的抵抗 随心模组就怒了 开玩笑 这煮熟的鸭子 他怎么也不可能让它飞了 来人 魔主 一个黑衣人瞬间出现在了随心模组的面前 你去给他加点料 让他好好安静一下 千万不可坏事 否则 本模组为你是问 是 属下遵命 黑衣人转身就不见了 没一会儿 储幽叶就知道 自己当初错的有多离谱了 一开始 他还能咬牙坚持住 可是 当一个实力可以碾压你的人 诚心要你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的坚持在他的眼里 简直就是屁都不如 很快 储幽叶就痛得晕了过去 可是 即便是这样 他也没能从药池里面爬上来 梦中 储幽叶回到了零售国 他跪在储霸天的面前 那叫一个痛哭流泪 可是 任凭他怎么哀求 储霸天都没有原谅他 储霸天告诉他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储幽叶一听 心中瞬间火起 就在他准备和储霸天拼命的时候 节节节 这人类就是不一样 不仅人长得好 这手感摸起来则更好 虽然人是老了一点 年纪也大了一点 最重要的是 这还不是童子身了 不过 这股话说得好啊 姜还是老的辣 这年轻又有年轻的新鲜 但老也有老的滋味 要不 我还是不要把他练成傀儡了 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给夫人当玩偶吧 这玩起来一定更带劲 说不定夫人会喜欢 想到这里 这扮人扮妖的东西 忽然发出了一阵怪笑 节节节 也正是这声奇异的怪笑 硬是把昏迷的储幽叶 给惊得清醒了过来 啊 储幽叶猛一睁眼 看到身边的 正在肆意妄为的那双手 本能的 就是一掌拍了过去 砰 一道水柱冲天起 把一边的随心魔主 给吓了一大跳 好在随心魔主的武功 比储幽叶高不知多少 反应过来之后 他随手就化解了 储幽叶的掌风 你是谁 为什么偷窥本王 你不要命了吗 储幽叶眼神英智地 看着面前 这个半人半妖的家伙 节节节 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一个丧家之犬 也敢在本魔主的面前称王 这是谁给你的胆量 随心魔主 本就是一个随心而为的人 他可以一秒天堂 一秒地狱 原本还觉得 这小子的这身皮囊还不错 考虑着要不要留下他 给自己夫人当个玩偶 这一下 他立马改变了态度 玩偶可以下次再找 可是 敢伤他的人 自己必须要报仇 随心魔主看也不看 随手就把他丢进了 另一个药水翻滚的池里面 然后 转身就走 啊 啊 你这个魔鬼 有种你就杀了本吗 没一会儿 药池中的储幽叶 就传出了阵阵惨叫声 听得谐音尊者的额头直冒冷汗 他没有想到 这幽王爷还真的是一个极品 就这么一下下的时间 居然就惹怒了这个大魔主 看样子 自己这段时间 没事还是少出现为妙 最好的办法就是 去闭关一段时间 以免自己惹火伤身 半个时辰之后 山洞里面除了储幽叶内痛苦 而粗重的喘息声 再也没有别的一丁点的声音了 这时候 一个红色的小脑袋 从一块大石头后面探了出来 那是一个鸟脑袋 没错 那就是跟了他们一路的红尾八鸟 这家伙从到这里之后 就一直躲在那里 自家主子还没来 他可不想被那些不仁不魔的家伙 给抓起来泡药语 那可是会出大事的 自己在万寿山 无敌老童那里待了这么久 那可不是白待的 这要笑药理他也学了不少 这些要吃礼的药医文就知道 绝对不是简单的药汤 这可是会要鸟命的 这家伙的命不值钱 但他的命可老值钱了 可马虎不得 红尾八鸟四处看了看 确定四周没有人监视 他才小心翼翼地飞了出来 唧唧唧 喳喳喳 我是聪明的红尾八 嘖嘖嘖 有的人啊真是贱 这好好的王爷不当 非要来这魔窟当鬼 这真的是应了一句老古话 叫天作孽 有可树 自作孽 不可活 红尾八鸟围着药池一边转圈 一边小声地叫道 楚优叶到底不是一般人 要是换作一般的人 在这药池中 绝对挺不过这么久 结果 他到现在 居然还有一丝清明 只不过 他也确实是被药液泡得昏昏沉沉的 就在他觉得绝望 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他听到耳边仿佛有人在说话 而且 听那口气 还不是他们一伙人的时候 就死命地撑开眼皮 想要向来人求救 结果 他就看到了一只 火红色的长尾巴鸟 正一副老神在在地 对着自己平头论足 楚优叶震惊极了 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说话 因为实在太震惊了 楚优叶说话变得断断续续 结结巴巴的 叽叽叽 叉喳喳 我是聪明的红尾八 笑话 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都会说话 凭什么我红尾八就不能说话了 红尾八鸟一脸鄙视地 看着楚优叶说道 你 你认识本王 这时候 楚优叶也顾不得那只死鸟 口口声声地骂自己 他知道 自己想要逃离这里 说不定还真的要靠 这只会骂人的鸟 嗯 大丈夫能屈能伸 要是可以逃离这里 挨几句骂算什么 楚优叶暗戳地想着 红尾八鸟并不知道 他心中的想法 否则 他一定会回他一句 你真的想多了 就你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 红尾八鸟并没有说什么 他转了几圈之后就飞走了 没办法 他已经听到 外面已经有人进来了 好在这里是山洞 并不是什么密室之类的 楚优叶见那小鸟要飞走 心中一急 张嘴就要大叫 结果 就在这时 他猛地吐了一口血 华丽丽地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听到外面 有走路的声音传了过来 进来的是牛沫和鸡摇 这两家伙得了那两位亲兵的滋润 这会儿是那叫一个精神焕发 牛兄啊 你说魔主让我们俩给这药吃家药 难道 他就不怕把这家伙给弄死啊 七 鸡兄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魔主原本是看上了这家伙 想要把他留在身边伺候自己 谁知这家伙不知好歹 现在 魔主准备把他的价值最大化 牛沫一脸神秘地说道 牛兄 如何价值最大化 在下愿闻奇想 鸡摇一副好奇宝宝一般的看着牛沫 哎 价值最大化 就是尽量不浪费资源 魔主已经决定了 要在下一个月圆之夜 把他的功力吸走 然后 再把他的躯窍 练成毒人 以被子供魔主和夫人使唤 牛沫看了看楚优业 一脸惋惜地说道 哦 我懂了 不过 这真的有点可惜了 也不知道在练成毒人之前 能不能让咱们兄弟玩一下 你看这身材 不要说完了 光看着 就叫人热血沸腾的 鸡摇说完吞了吞口水 没办法 他就是耗这一口 鸡兄 这你就别想了 这家伙是魔主和夫人看上的 可不是你我能够玩的 不过 咱俩也不亏呀 邪音尊者 为了让我们帮他做事 好歹也给咱们两个送了礼物 虽然那两个亲兵不如这家伙 但是 他们也不差 比这谷中的其他人强多了 牛兄 你还别说 那两个家伙虽然武功不咋的 不过那身子还真不错 是我鸡摇喜欢的类型 等咱们这里忙完了 回头我再去好好乐一会 鸡摇笑咪咪地说道 嗯 等会一起去吧 咱们一起有伴 做启示来也带劲 好啊 那咱们动作快点吧 两人一边说 一边往那池子里 又加了一位猛药 他就不相信了 有这一位猛药加进去 魔主还不能心想事成 红尾八鸟把他们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看着他们手中的药 红尾八鸟的嘴角 不由得猛地抽了抽 这么大量 他们这也不至于吧 主子 你快点来吧 好戏就要开场了 此时 被红尾八鸟惦记的楚清理 正在离此不远的山谷外面 他没有雀切的地址 只能按照红尾八鸟 送去的方位过来的 好在离这里也不远了 更何况这一路走来 还有别的鸟巷岛 小沙呀 你确定 红红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楚清理看了一眼 头顶的沙喜鹊 从空间里面端出一杯灵泉水 放在他的面前 眨巴眨巴大眼睛问道 没错 主子要是不相信 小沙也可以给主子带路 保证可以找到那只火灵雀王 小沙是一只 常年生活在这沙漠中的鸟 它的方向感特别的强 它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灵泉水 一边把自己遇到那一伙人 以及后面和火灵雀王的一系列交流 全都说了一遍 更何况 那只火灵雀王走的时候 那叫一个千叮咛万嘱咐的 它就是想忘也忘不掉啊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你就帮我带路吧 楚清理看了一眼沙喜鹊 随口答道 嗯嗯 咱们这就走 沙喜鹊喝光杯子里的最后一滴灵泉水 拍了拍那沙褐色的翅膀 那叫一个满足啊 楚清理知道 不管飞禽也好 走兽也罢 它们对好东西的敏感程度 远远要比人类灵敏得多 而且 兽族也是有感恩之心的 甚至 它们的感恩之心远远地超过人类 要知道 这人的心思太复杂多变了 遇到好的东西 它们所先想到的 就是掠夺 这项比较起来 动物就比人要单纯得多 楚清理是宁可相信动物 它也不愿意随意地去相信人 就像现在它就相信 这沙喜鹊是绝不会骗它的 沙喜鹊因为天生翅膀短而圆 飞行能力非常弱 它不善于长途飞行 不过 人家的双脚长 而且强健 极其善于奔跑 什么大不流星 奔跑如飞 对于沙喜鹊来说 那都是小意思 不过 现在楚清理倒不需要 它那大不流星 直接把它往金雕身上一丢 就 金雕一声长鸣 瞬间就腾空而起 沙漠不像别的地方 广阔而少有人烟 金雕飞起来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在沙喜鹊的指引下 一人一雕一鹊 直接往那山谷的方向飞去 沙喜鹊是这里的原住民 对于这一片地方 它是非常熟悉的 就连那些黑衣人它也不陌生 毕竟 大家同处一片沙漠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 小沙呀 你知道那些黑衣人 是干什么的吗 楚清理一边抚摸着 沙喜鹊的小脑袋 一边问道 主子 那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 小沙是真不知道 但是 小沙知道它们所在的山谷叫随心谷 它们的主子叫随心魔主 主子 我告诉你 那随心魔主长得可丑了 据说它会吃人 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结合体 小沙说到这里 鸟身都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小沙 你见过那个什么魔主吗 楚清理好奇心使然 他忽然有点想见见那个什么魔主了 真不知道 楚优雁一个零售国的王爷 是怎么和那个什么魔主搞在一起的 哎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瓜 这红尾八鸟硬是没有说清楚 让他这个千里迢迢赶来 看戏的吃瓜群众 要如何是好啊 主子 小沙没有见过那个随心魔主 不过 小沙见过别的人 他们平时出门 都是浑身上下裹在黑袍中 只露出两只眼睛 沙喜鹊老实地回答道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半人半兽呢 你不会是忽悠我的吧 楚清理的声音 瞬间冷了下来 他最痛恨的 就是那些随意忽悠人的家伙 要是这沙喜鹊敢忽悠他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主子 小沙不敢忽悠主子 小沙确实没有见过魔主 那些话是小沙以前的一个朋友 告诉小沙的 他是一只秃鹊 那个山谷里经常有人死掉 他就经常去那里吃大餐 所以 他在那里见到过那个魔主 他说那个魔主可吓人了 不过 我那个朋友在半年前去那里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他是小沙第一个朋友 说到这里 沙喜鹊低下了头 他的声音有点低落 眼神中有着一丝悲哀 楚清理知道 小沙嘴里的 再也没有回来意味着什么 好了 小沙你别再说了 你别伤心了 说不定你那个朋友 是因为有事情去了别的地方了 只是因为时间紧迫 他没有来得及通知你而已 楚清理为心的安慰道 主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没有骗我吧 秃鹊哥哥 真的是因为别的事情 离开了这里 他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才不回来的 小沙立马抬起头 圆溜溜的小眼睛里面 满是喜悦 真的 相信我 你那秃鹊哥哥 此时一定在这世界的 某一个角落看着你 你可千万别让他失望啊 楚清理笑着说道 嗯 不会的 小沙一定会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主子 以后小沙可不可以跟着主子 小沙会很乖的 沙喜鹊一脸乞求地看着楚清理 小沙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你是这沙漠的原住民 沙漠是你的家呀 而我却不是 我也不瞒你 我来这里 只是暂时有一点事情 等事情忙完之后 我就会离开这里的 楚清理说道 主子 你放心 小沙是一种杂食性的鸟类 就算是离开沙漠 小沙也能找到食物 小沙在这里没有亲人 唯一的朋友 不过那里最近 他们好像弄了阵法 沙喜鹊看了看前方 忽然开口说道 哦 阵法吗 楚清理一愣 自从学了那上古阵法之后 自己好像还从来没有实践过 刚好 这是骡子是马 今天就拉出来溜溜 叽叽叽 叉喳喳 我是漂亮的红尾巴 呜呜 主子 你终于来了 你再不来红红就要变成小竹竿了 红尾巴鸟 一脸委屈地看着楚清理 那表情要多可怜 就有多可怜 红红 这才多久啊 楚清理笑着说道 主子 怎么就不至于了 你看我都瘦了 难道主子就不心疼吗 红尾巴鸟歪着脑袋看着楚清理 还有刚刚飞来 停在楚清理身边的杀喜鹊 哇哇哇 主子 你不地道 做人可不带这样的 你怎么可以喜心厌旧啊 不行 你不可以让这只傻 却来顶替红红在主子心中的地位 红尾巴鸟急得哇哇大叫 好在他还知道 自己不可以随便开口说人话 否则 楚清理都要怀疑 自己还有没有本事 活着走出这随心谷了 红红 你给我闭嘴巴你 你是嫌你 主子我现在太安全了 是打算把这里的守卫 全给招来不成 楚清理万分头疼地 看着红尾巴鸟 以前在冷宫的时候还好 并不觉得他怎么样 现在 他真的好想去找点胶水 把这只二货的嘴巴 给直接用胶水沾了 那样就一劳永逸了 红尾巴鸟被楚清理一吼 吓得立马用自己的翅膀 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巴 小眼睛一个劲得四处张望 心中暗暗焦急 完了 这下是真的完了 主子是真的生气了 这可怎么办啊 忽然 红尾巴鸟一拍脑袋 纯鸟 你在干嘛呢 本来就不聪明 再这么打下去 你也不怕再把自己打傻了 楚清理悠悠地说道 不是 主子你听我说 红红前几天无聊 就跟着那个什么魔主 四处转了转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主子要不要去看看 说不定还有意外惊喜哦 红尾巴鸟一脸坏笑地说道 哦 是吗 楚清理 看了一眼红尾巴鸟 看待货的得意尽 那地方应该不会让他失望的 那走吧 还等什么呢 再等他们也生不出孩子来 楚清理问道 杀喜鹊 红尾巴鸟 主人 你小小年纪就学坏了 皇上他知道吗 楚霸天 朕当然不知道啊 不过 朕倒是听说 那火灵鹊的肉味道好像不错 等你们回来朕 倒是可以和丽儿商量一下 弄点来尝尝先 杀喜鹊 皇上能得留个翅膀吗 据说吃啥补啥 那火灵鹊飞得老快了 小沙也想不补 以后给主子传信什么的 也能帮上忙 红尾巴鸟 呜呜 主子 他们都欺负你的小可爱 红红啊 你知道的 灵兽国连年征战 父皇的国库 更是穷得叮当响 你懂我意思吗 楚清理笑着说道 主子 红红懂了 咱们走 充盈国库 给皇上赚粮草去 红尾巴鸟 一拍翅膀飞走了 呵呵 如此可叫也 不错 楚清理一笑 连忙脚尖一点追了上去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个 不起眼的小山谷 那里没有守卫 但是有一道防御阵法保护着 楚清理一看 心中暗暗高兴 现在 阵法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阵法的里面 主子 这里就是他们的藏宝库 只是 我们没要是怎么进去呀 红尾巴鸟 看着那一面 大大的石壁说道 红红 你确定 这里是藏宝库 而不是一面 单纯的石壁 楚清理皱着眉头 看着那面石壁问道 没错 我确定 以及肯定 我亲眼见他进去的 里面有好多宝贝 红尾巴鸟说道 鸡鸡鸡 叉喳喳 主子 我 你个傻雀 我什么我呀 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 一边呆着去吧 红尾巴鸟感觉 自从自己 被狼群扒秃之后 他的地位就直线下降 甚至 都已经到了被别的兽兽代替的地步了 这种地位不保的日子 真的让他担惊受怕 杀喜鹊 被红尾巴鸟一吼 杀喜鹊立马委屈兮兮地看着楚清理 一声也不敢坑了 可是 红红的态度 让楚清理觉得有点不满了 他看着红尾巴鸟 微微地皱了皱眉毛 这呀的 是不是开始恃宠而骄 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红红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小沙 它是比你来得晚 也没你飞得快 但是 那又怎么样 你们各有各的长处 你要是再这样欺负他 那你就去陪师父 我这里不需要眼高于鼎的兽兽 楚清理用无比严肃的语气说道 杀喜鹊一听 立马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他觉得跟在主子 是他做的最对的事情 相比较红尾巴鸟 则是一脸的惊惧 主子不要他了 主子要赶他走 不行 这不可以 他从主子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没有想过 自己会离开主子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啊 红尾巴鸟用自己的翅膀 轻轻地碰了碰楚清理 主子 主子不要赶红红走 红红知道错了 红红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我改 我改还不行吗 楚清理为了给他一个教训 故意装作生气不看他 沙沙 沙沙你快帮我劝劝主子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我保证说到做到 红尾巴鸟急得直拍脑袋 主子 你就原谅红红哥哥一次吧 他不是故意欺负小沙的 沙喜鹊用脑袋轻轻地蹭了蹭楚清理 一脸撒娇地看着楚清理 小沙 红红这么欺负你 你为什么还要为他求情 楚清理一脸不解地问道 主子 红红哥哥 他也是为主子好 小沙出来乍道 什么都不懂 确实不应该乱说话 沙喜鹊低着头 小声地说道 红红 你怎么说 楚清理看着红尾巴鸟问道 主子 我错了 沙沙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红尾巴鸟 这一次是真心道歉 楚清理一看 嘴角微微上扬 趁着这个机会 楚清理又好好说教了一番 毕竟 自己以后肯定不止这些瘦瘦 要是每一只都像红尾巴鸟一样 那自己以后还不得累死啊 这时候的红尾巴鸟 也确实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他诚心向沙喜鹊道歉 沙喜鹊也原谅了红红 看到两只小鸟重归于好 楚清理也是倍感欣慰了 沙沙 你前面想说什么 能不能再说一遍 红尾巴鸟主动问起 前面被自己打断的话题 哦 主子是这样的 小沙前面是想说 这个钥匙 其实小沙也有一把 沙喜鹊看着楚清理 小心翼翼地说道 叽叽叽 叉喳喳 我是受惊的红尾巴 沙沙 沙沙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红尾巴鸟一边拍着翅膀 一边眼貌惊心地看着楚清理 沙沙 你快点告诉我 你一只沙喜鹊 为什么会有这宝库的钥匙 难道你和他们是亲戚 红尾巴鸟一脸求之欲地看着沙喜鹊 啊 沙喜鹊被红尾巴鸟问得整个呆住了 啊什么呀 你快点告诉我 到底是不是啊 不是 沙喜鹊茫然地摇了摇头 他怎么可能是那些人的亲戚呢 嗯 我觉得也不像 即便是亲戚 他也不可能把正重要的钥匙交给你 红尾巴鸟自言自语地说道 啊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那个什么魔主的私生子吧 红尾巴鸟想也没想就问出来 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合理呀 红哥哥 小沙不是私生子 小沙是沙喜鹊 沙喜鹊有的猛了 自己是鸟类 它们是人类 这鸭根就不是一个种族 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红哥哥这是怎么了 他不是没有睡醒啊 小沙能够拿出钥匙 虽然有点奇怪 但是红红地胡乱猜测 真的让楚清理直接无语了 这鸭的 是不是偷吃师父的丹药 灵药吃多了 这脑子有点泛迷糊了 这种不够脑子的话 他居然也说得出来 唉 楚清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小沙 你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楚清理问道 沙喜鹊也不说话 他拼命地在自己的脖子上 扒拉了起来 主人 就是这个 你看看对不对的 沙喜鹊 把一块凹槽形的墨色玉佩 交到了楚清理的手中 楚清理接过一看 想去石壁上核对 可是 那凹槽的位置在半山腰 目测高度最起码有十米左右 边上没有任何可借力的东西 这可不是他一个 五岁不到的小奶娃 可以办到的 怪不得这边这么安静 连守卫都没有一个 看来 这随心魔主 还是非常聪明的 毕竟 这个地方地处偏僻 又有阵法防御 再加上这石门的暗锁和高度 一般的人实在无法轻易完成这件事情 而且 楚清理相信 这个石门要是强攻的话 肯定还会有别的暗器之类的防御 楚清理想的没错 这个宝库可是随心魔主 这么多年的积累 他既然敢不要任何守卫 那就是 他有十足的把握 让你即便找到这里 也带不走一样东西 而且 还会留下自己的命 不过 别人玩不成的事情 不代表楚清理他玩不成啊 虽然 身高是他的死穴 但是 人家有空间 他不行金雕行啊 在金雕的帮助下 楚清理轻轻松松地 把这块墨玉 成功地嵌进了石壁上的凹槽中 咔嚓 墨玉和凹槽 整个一言丝合缝 楚清理心中大喜 这实在是太棒了 墨玉一放上 原本严丝合缝的石壁 缓缓向上开启 红尾八鸟一见 心头一喜 他立马飞身上前 准备第一个冲进去查看一番 红红 小心 可是 红尾八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楚清理 小兰也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冲了进去 主子 这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红哥哥这样冲进去 他会不会出事情啊 杀喜鹊看了看 红尾八鸟消失的身影 又看了看楚清理 那小兰没有拦住的样子 他一脸担心地问道 嗯 里面危险肯定是有的 否则 那随心模组凭什么这么放心 小沙 你好好闻闻这里面的味道 再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楚清理用手指了指那石壁边上 那些东西 他刚进阵法的时候就看到了 只是没说而已 什么 沙喜鹊顺着楚清理的手指看了过去 叽叽叽 妈爷 吓死鸟了 沙喜鹊吓得忘记自己正在基米高的半空 他用翅膀捂住自己的眼睛 身子直线下降 要不是关键时刻楚清理出手 那他绝对会和大帝来一个亲密接触的 到时候 他估计就真的会是这世上第一只被摔死的沙喜鹊了 主子 那 那 那是什么 怎么有那么多的脑袋呀 它不会是人的头盖骨吧 沙喜鹊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错 那就是头盖骨 楚清理点了点头说道 那不仅有人的头盖骨 还有很多是受累的 他们全被端端正正地马在了一起 像一座假山一般 矗立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四周散发着阵阵阴气 光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楚清理知道这是有人故意的 他的意思很简单 目的就是警告进来这里的人 这些都是你的前辈 你可要想清楚了 只可惜 他们前面没看到 石门一开 那只不靠谱的红尾巴 就直接钻进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啊 沙喜鹊伸长脖子 死死地盯着那石门之处 主子 红哥哥怎么还没有出来 他会不会出事情啊 沙喜鹊一脸担心地问道 放心吧 这里面虽然危险 但是 那危险还伤不了红红 最多就是让他常常记性 大不了狼狈一点 还不至于危及生命 哦 那就好 沙喜鹊点了点头 他自小生活在沙漠 危险时刻存在 在他看来 只要不危及生命的事情 那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果然 没一会儿 红尾巴鸟 就大叫地从里面冲了出来 他的样子狼狈至极 尾巴上还少了一根漂亮的羽毛 叽叽叽 叉叽叽 我是勇敢的红尾巴 主人救命啊 里面有吃鸟的大长虫 红尾巴鸟一出石门 就一头扎进了楚清理的怀抱 他浑身颤抖不止 他真的好后悔 早知道那里面有大长虫 他就不该一头扎进去 呜呜 吓死鸟了 主子好坏坏 红红差点就回不来了 红尾巴鸟一脸后怕地看着楚清理 嗯 是吗 楚清理笑着问道 是啊 主子 那长虫可粗了 它貌似成精了 咱们还是赶快跑吧 钱财虽好 但是命更重要 红尾巴鸟一脸严肃地说道 嗯 只会耍嘴皮子的懦夫 遇事只会逃跑 怪不得火灵雀一族会越来越弱 这样的兽宠主子要你何用 金雕的声音冷冷地传了过来 你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你要有本事你怎么不去呀 啊 不对 金雕是长冲的天敌 这事情本就该你去的 红尾巴鸟猛地反应了过来 哼 笨死了 金雕冷冷地说道 你 怎么 本雕说错了吗 金雕可是他们这些瘦瘦中的大哥大 红尾巴鸟就算是再不服气 他也不敢反驳 相反 这是他必得抱的粗大腿 谁让人家牛逼呢 雕大哥说的没错 今天确实是红红冲动了 没有搞清楚里面的情况 就乱闯密库 红红一定会吸取教训 下次绝不会乱来的 红尾巴鸟的认错态度 那是出奇的好 好的都让楚清理刮目相看了 好了 红红既然知道错了 那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 咱们赶快进去吧 雕雕 你去看看那长冲是怎么回事 不要随便伤他性命 我还有话要问他 是 主子 雕儿知道该怎么做 楚清理坐在金雕的背上 红尾巴鸟和杀喜鹊 一左一右地停在他的肩膀上 那叫一个熊啾啾气昂昂 就连红尾巴鸟 这时候都不再心疼 他那根失去的长尾巴毛 楚清理发现 这个大石洞真的非常的大 里面有六七个石室 分布在左右两排 每个石室门口 都有一个阵法保护着 楚清理一见 连忙下来查看 这里毕竟是山体中间 石室中的视线并不算太好 为了不妨碍楚清理破阵 金雕也尽量地缩小自己的身子 安静地站在楚清理的身后 大气也不出一声 就在这时候 一阵腥风伴随着一声大吼 一个影子飞快地 往他们所在的方向袭来 可恶的小偷 居然还敢进来 你真的是想找死 这次本大王看你 还能逃去哪里 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蛇脑袋 就出现在楚清理的视线中 哇 长春来了 快跑啊 红尾八鸟的身体 比他的脑子转得还要快 嘴里才叫起来 身子就已经往洞外飞出去了 楚清理也是无语了 这家伙也太怕死了吧 可是 飞到一半的红尾八鸟 发现只有自己一个 完了 主子没来 这可如何是好 红尾八鸟一拍脑袋 也顾不得害怕了 他又连忙掉头飞了回去 这人一着急会忘事 鸟也一样 他完全忘了 自家主子不但有空间 身边还有金雕守护 根本不可能出事情 呲呲呲 你这死鸟 去你妈的长冲 你瞎了 眼了还赶回来 本大王明明 就是一条红龙好吗 大红蟒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 估计 前面被红尾八鸟给气狠了 他想也不想 看也不看地 朝着红尾八鸟 就猛扑了过来 雕雕 楚清理一声大叫 啾 啾啾 金雕猛地一翅膀拍了过去 大红穴蟒 直接被拍晕了 砰 巨大的蛇身摔在了 坚硬的青石板上 把地上的青石板都给砸裂了 痛得他呲牙咧嘴 蛇眼直冒猩猩 好半天 他才反应过来 这里还有一只他的死对头 大鹏金雕 血蟒的气势立马消散 他把自己蜷缩成一团 浑身速速发抖 雕 雕 雕大哥 饶命啊 哼 金雕浑身微压尽放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血蟒 转身回到了楚清理的身边 再也不搭理血蟒了 血蟒毕竟是开了灵智了 他一看金雕的样子就知道 这个小姑娘不简单 居然能够让悟空一切的金雕 俯首称臣 咦 不对 血蟒瞪大眼睛看着楚清理 眼中露出了一抹不可置信的神情 自己在这个山谷中 好歹也活了几百年了 他当然看得出来 这小姑娘是真不简单 他虽然不曾开口 但他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古老的 咦 不对 这威丫怎么这么熟悉啊 仿佛是烙印在自己骨子里的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血蟒呆呆地看着楚清理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主子 你真的是碧血的主子没错了 大血蟒一拍脑袋 整个蛇身立了起来 可是 为什么主子会在这里 妈爷 他刚才居然差点袭击了主子 完了 大血蟒整个蛇身都不淡定了 主 主子 碧血该死 求主子原谅 血蟒把脑袋死死地扑扶在地上 两只灯笼一般的大眼睛 露出了一抹喜极而泣的表情 果然 黄天不负苦心人 他在此苦等了几百年 今天终于被他给等到了 大血蟒此时那叫一个开心啊 相比较大血蟒的开心 楚清理则是郁闷极了 血蟒是冷血动物 他还这么大 他才不愿意带着他呢 楚清理这么一想 他立即开口道 那个什么鼻血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并不是你主子 我只是来这里取宝贝的陌生人 楚清理看着大血蟒 一脸都无语 要是别的瘦瘦 他收了也就收了 可是他从小就害怕 这些软软的冷血动物 更别说这大血蟒的样子 看着都让人渗得慌 收他那是不可能的 主子 我叫避穴 是避玉的避 不是鼻血的鼻 血蟒也是无语了 为什么以前主子 就不愿意收他 被他缠得没办法的时候 就直接命令他 再次守护着这些宝贝 这都几百年了 主子为什么 还不愿意收他呀 大血蟒突然好想大哭一场 他真的好委屈啊 还有 原本他对自己的名字 还是挺满意的 觉得挺有诗情画意的 哈哈 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曲担心赵汉青 这担心可不就是 他避雪对主子的一片担心吗 不过 今天过后 他再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了 他必须得改名 楚清理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句话 让人家用了几百年的名字 就这么没了 他更不知道 血蟒心中所想 他看了看血蟒 那笨重的身体 忽然就真的有点头疼了 不行 这该劝的时候 他还是想努力一把 说不定下一刻人家 就真的不跟了呢 只不过 楚清理根本就没有想到 大血蟒的执着 他在此已经等了几百年了 又怎么会因为 楚清理的一两句话 就放弃呢 楚清理看了看大血蟒 好生好气地说道 那个鼻血啊 你看你是一条大血蟒 而我则是一个平常人 更何况还是一个孩子 你如果真的跟着我回去 你说我该如何 向我爹娘解释啊 这万一再把他们 下出点毛病来 那岂不是都尝尸吗 要不 你还是继续待在这里吧 我等会收宝贝的时候 会看着给你留一点吧 或许你也可以告诉我 你需要什么 但是你不可以太过分哦 看这样行不行啊 楚清理问道 主子 这些宝贝 碧血本来就是帮主子看守的 碧血不要宝贝 碧血就想跟着主子 主子放心 碧血会很乖的 一定不会让主子难做的 大血蟒的话 让楚清理一愣 这都什么和什么吗 什么叫这是帮他看守的 他什么时候有宝库的 他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主子 你真的忘记碧血了吗 大血蟒一脸受伤地 看着楚清理 主人真的太过分了 他不但把自己 放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他怎么可以把自己 给完全忘了呢 呜呜呜 他可怜的心啊 啪 变成两半了 唉 那个鼻血啊 你别哭 千万别哭啊 楚清理看着大血蟒 那要哭不哭的样子 别提有多别扭了 呜呜呜 避血好可怜啊 主子不要避血了 呜呜呜 看着那大血蟒 张大嘴巴干好着 楚清理真的是 一个头两个大 这家伙要脸部 自己还是一宝宝啊 他怎么可以这样 卖惨啊 偏偏自己还觉得 他很可怜 怎么办 楚清理急得 只抓头皮 正所谓集中生智 说的应该就是 楚清理现在 行啊 你也别光打雷不下雨的了 都毫了这么老半天了 你好得不累 本宝宝听得累 这样吧 你也别说 本宝宝不讲情面 你看他们三个 一个威武霸气 一个美丽动人 还有一个 也是娇小可爱 小鸟依人 你要是有本事 让自己变得 像他们一样可爱 那本宝宝 就让你跟在身边 楚清理得意地说道 主子 这碧血 一定要变成小鸟吗 变成别的可不可以 大血蟒一脸地纠结 它是蛇 虽然它已经几百岁了 但它真的变不了小鸟 这可如何是好啊 嗯 这倒没必要了 只要不这么 让人震惊就行了 至于你要变什么 那就随你的变 楚清理看着大血蟒 倒也没有太为难它 毕竟 人家只是单纯地 想认它为主 它当然不会太过分的 碧血一听 心中一喜 只是它是蛇 要怎样才能让主子喜欢它呢 嗯 对了 大血蟒 眼睛咕噜噜一转 呵呵 有了 只见地上红光一闪 大血蟒不见了 楚清理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 楚清理觉得自己的手腕上忽然一凉 他连忙抬起手来一看 好家伙 只见自己左手手腕处多了一物 那是一只火红色的蛇形手镯 样子非常的娇小可爱 手镯的接缝处 是一个小小的蛇形脑袋 要不是那两只小眼睛 瞪着楚清理一个劲的渣吧 还真的很难看出 这是一条活生生的小蟹蟒 楚清理看着这一只造型独特的蛇形手镯 乐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天啦 这手镯实在是太特别了 他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啊 主人 你看碧雪变成这样可以吗 碧雪看着楚清理那变换不定的眼神 一脸的担忧地说道 主子 你放心 没有主子的命令 碧雪一定不会乱来 也不会吓到任何人 碧雪会安安静静地待在主子的手腕处 做一只漂亮的蛇形手镯 当然主子有危险除外 雪莽的声音在楚清理的耳边响起 嗯 那行吧 不过那个鼻血啊 你老实告诉我 你这名字是哪个脑抽的家伙取得 这他妈的也太别扭了呀 楚清理问道 主子 我能不能不说啊 雪莽一脸为难地看着楚清理 呵呵呵 你说呢 楚清理似笑非笑地看着手腕上的 那只血色的镯子 一脸都坏笑 啊 好像不能 可是 那个给碧雪取名的人 他是 他是 雪莽看着楚清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 小的楚清理都已经听不清楚了 他皱着眉头看着血莽 这压的什么意思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 又不是自己给他取得 哼 自己才没有这么无聊呢 可是 楚清理这边还没有付肥好 那边血莽的话就说出来了 主子 碧雪的名字就是主子你给取得呀 难道主子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血莽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清理 那表情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 楚清理 什么 这么脑抽的名字居然是自己给取得 这怎么可能呢 这要不要这么劲爆啊 楚清理这会真的挺后悔的 自己没事 干嘛非要问个123啊 这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 主子 碧雪没有撒谎 这名字确实是主子给取得 大血莽生怕楚清理不相信 他一再强调 自己真的没有说谎 哎 那个鼻血啊 你说这个名字是我给取的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更何况 我现在才五岁不到 我的家也不在这里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那你倒是告诉我 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的 又是什么时候帮你取了这个名字 楚清理有一种打死也不想认账的感觉 楚清理虽然在梦境中知道 自己曾经的身份是无上尊者的小弟子姨 还知道了雨婷哥哥的一些事情 但是 他的记忆也仅此而已 并没有全部复原 更何况 他还转世轮回了很多次 除了有现代这一世的记忆 其余的几世到底干了什么 他是什么也不知道 主子 其实主子给避雪取这个名字 那是有原因的 大血盲仿佛猜到了楚清理的想法 连忙开口说道 哦 那你倒是说说 这里面还有什么原因 楚清理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 八卦之心 人皆有之 像这种探秘的事情 他还是非常乐意做的 那是因为避雪的种族特殊 避雪的本体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避忧严蛇虽然通体发红 但是避雪的血液却是避绿色的 避雪用自己的小脑袋轻轻地蹭了蹭楚清理 一副撒娇的样子 哦 原来如此 你是避忧严蛇 什么 你说 你是什么蛇 楚清理一下子大叫了起来 把红尾巴鸟给吓得 差点从楚清理的肩膀上掉了下去 鸡鸡鸡 叉喳喳 我是聪明的红尾巴 主人 这只长冲说了 它叫避忧严蛇 红红稳了稳身子 拍了拍翅膀 一脸讨好的看着楚清理说道 避忧严蛇 你居然是这世上罕见的避忧严蛇 怪不得本雕觉得眼熟呢 金雕深深地看了一眼楚清理 自家主子这是什么逆天运气 要知道 这避忧严蛇的全身都是宝啊 不要说在这俗事 就算是修真戒 哪怕只是他的一个灵片 那也是足以让人强迫脑袋的存在 自己主人倒好 人家赶着送上门来认主 他还嫌三嫌四地不愿意 果然 这人比人真的是会气死人的 主人 你就收下他吧 你不会亏的 金雕忍不住地开口道 咦 你也让我收下他 楚清理知道 金雕不像红尾巴鸟 他本就话不多 能让金雕开口的 那东西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 这样吧 我收下你可以 但是你这名字吧 咱们还得改改 毕竟 这以后的日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楚清理一想到大雪莽的名字 脑袋里就出现一幅 笔血长流的画面 这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主子 笔血的名字 本就是主子取得 现在 主子想要给碧血改名字 碧血当然乐意呀 对于大雪莽来说 这名字 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称呼而已 只要主子愿意自己跟着他 不要说只是改一个名字 就算以后 叫他阿猫阿狗 他也不会在乎的 嗯 那好吧 容我好好想想 楚清理决定 这次他一定要好好想想 千万不能再取什么 鼻血鼻炎之类的名字了 这样吧 你以后就叫毕忧吧 这个名字好听 又顺口 还和你的种族也很贴切 你看怎么样 楚清理问道 说实在的 这取名字 还真的不是他所擅长的 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到更好的 就这么凑合着用吧 只要不再翻二就行了 毕忧谢谢主子赐名 这个名字 毕忧喜欢 毕和声忧全 朝日宴且仙 秋花冒绿水 蜜叶罗青烟 在楚清理震惊的目光中 大血蟒张口 就能吐出一首诗 毕忧 你很不错呀 没想到咱们毕忧 居然还是一个大才子 真的是可喜可贺呀 哦 对了 毕忧你是男的 还是女的 楚清理的思维 非常的跳脱 这冷不丁的话语 让在场的瘦瘦意识 反应不过来 大家直愣愣地看着他 不知道怎么回答 哦 对了 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公蛇还是母蛇呀 楚清理不好意思地笑问道 自己怎么一时忘了 男女指的是人类 这瘦瘦不是用男女的来分别的 他们是用公母来定义的雌雄的 主人 毕忧和主人一样 是姑娘 大血蟒的声音立马变了 成了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 咦 毕忧你还会变身啊 这太好了 楚清理像发现新大陆一般的高兴 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蛇形手镯 摸得毕忧眯着眼睛 一副享受样 看得红尾巴鸟心中直冒酸水 呜呜呜 他红尾巴鸟貌似真的是宠了 他好伤心啊 红尾巴鸟为了刷一波自己的存在感 不至于让主人把他给忘了 他的小脑袋一晃 眼睛咕噜噜一转 嗯 有了 他还就不相信 凭他红尾巴的聪明劲 还争不过一只笨笨的长虫 虽然人家现在也很可爱 但他怎么说也是一条长虫 不是吗 他看了看毕忧的享受样 连忙把自己的鸟脑袋 也伸到楚清理的面前 呜呜 主子 这条长虫 他不仗义欺负红红 你看他把红红的漂亮尾巴都给拽了 红红好痛啊 红尾巴鸟把自己那少立根毛的屁股 在楚清理的面前晃啊晃的 他 金雕二话不说 一个翅膀扇了过来 直接把红尾巴鸟给扇得飞去老远 你为什么也欺负我 呜呜 主人不爱我了 雕大哥也欺负我 我不要活了 叽叽叽 叉喳喳 我是可怜的红尾巴 呜呜 红尾巴鸟躺在地上 一脸委屈地大叫道 碧哟 这家伙画风不对 会吃亏的 小沙 爱马 真的是没眼看了 这家伙这么蠢 他真的有点怀疑 他是怎么当上火灵鹊一族的王的 金雕则是更加直接 主子 借你的灵火一用 金雕一脸严肃地说道 啊 楚清理一愣 他不知道金雕要灵火干嘛 雕雕 你又不练丹 要灵火干嘛呀 楚清理一头雾水地问道 哦 没事 这蠢货太吵 我想把它直接烤了 给主子当灵嘴 金雕可不觉得 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这家伙蠢死了 大不了自己下一次抽时间 去一趟火灵鹊的足地 帮他们选出一只 更合适的王者 红红 嘎 红红立马停止嚎叫 他一副不可置信地看着金雕 这 这没一起的家伙 居然给他玩真的 他不叫了 还不行吗 呜呜 红红心中那个委屈啊 可是他还真的是怕金雕 主子有可能会宠他 舍不得怎么样 但是金雕向来眼里不容沙子 不说别的 当初大皇子府的金雷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要知道 后来金雕可是有事没事地 跑一趟大皇子府 美名其约 是去替主子去传话 其实 他就是为了去揍金雷一顿 谁让金雷那次害的主子 从他背上掉下来 那是他的耻辱 此仇不报 雕心不平啊 不过 话又说回来 金雷虽然被金雕虐得老惨了 可是他的武功 也是因此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 看得其余的几位 也是眼红不止 这就叫扶之祸兮所以 祸之福兮所福 这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啊 看着自己的兽兽们 那表情各异的样子 楚清理也是真的无语了 主子 红红错了 以后再也不争宠了 主子你就帮红红说句好话 让雕大哥原谅红红这次吧 我保证 以后一定乖乖地听话 红尾八鸟 立马站至身子 把自己一边翅膀伸得高高的 学人类发誓一般 行了 咱们赶快干活吧 等会那什么魔主来了 咱们的宝库就搬不成了 楚清理无奈地看着大家说道 好 都听主子的 咱们赶快干活 碧忧 你倒是赶快把库房的门打开呀 红尾八鸟连忙说道 主子 碧忧只是奉命守护这个库房 至于这里面的阵法碧忧还真的不会 也打不开 主子 还是有请主子破阵吧 大血盲一脸崇拜地看着楚清理 要知道 别看这个阵法不大 但它绝对是上古阵法 这个世上只有主子自己解得开此阵 楚清理没有开口 他认真的看了看这个防御阵法 他知道 必又没有说谎 这个阵法不简单 确实是一个上古阵法 一般的人别说破阵了 只怕还没有开始 就被阵法给灭了 楚清理先是在外面设了一个隔离阵法 才开始动手破阵的 这个繁琐的上古阵法 在楚清理的手下 还没有坚持一盏茶的时间就破了 当阵法解开的一瞬间 整个石洞里面真的是金光四射 要不是楚清理的隔离阵法 那指不定现在整个随心谷都震动了 红尾八鸟看着里面的东西 惊得差点把自己的舌头都给咬了 就算是镇定如金雕 此时也是惊得瞪大了眼睛 这 这 这也太奢华了呀 什么珍珠玛瑙 金银珠宝在这里都不值一提 哇 宝宝这是要发财的节奏了 楚清理原本以为自己师父的宝库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没想到和这里一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主子 这是传说中的娇宵吧 金雕指着一件薄如蝉衣的衣服 一脸震惊地问道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娇宵 南海出娇宵沙 入水不如 是世人难得一见的西式珍宝 娇宵之所以珍贵 据说它是以娇人的灵力为丝为缕 一般寻常娇人的灵力 就算穷其一辈子 也就只购置一匹娇宵 主子 那这些一颗颗似珍珠 又非珍珠的是什么东西 沙喜却指着那娇宵边上的 一个盘子问道 那是娇人泪 是娇人流下的眼泪 用它再配上一些珍贵的灵药 就可以炼制一些丹药 可以解百毒 楚清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脑袋瓜里好像有一面滚动瓶 这些东西脱口就出 仿佛是深入骨髓的东西 楚清理一边说 一边把这些东西都收进了空间 这么多好东西 楚清理暗暗高兴 不管这些东西以前到底是谁的 现在他们都已经属于自己的了 楚清理收完这个收下一个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珍稀药材 什么千年灵芝 万年的餐 在这里那是比比皆是 楚清理不管三七二十一 统统收了进去 后面几个时事则是普通一点 里面都是一些金银珍宝 古董字画 那些是血蟒无聊的时候 外出找来的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 居然已经有了好几个仓库了 现在全都给了楚清理 直到现在 楚清理总算是体会了一把 什么才叫收钱收到手软 整整一个时辰 楚清理终于把所有的宝贝 全部收进了空间 累得他感觉自己 好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一般 看着自己这满满的收获 楚清理感觉自己 这一趟真的没有白来 甚至 他都有点感激幽王爷 要不是因为他造反 自己又怎么会千里迢迢地 跑到这里来呢 更不会因此收获满满 不 你们这些畜生 是可杀不可辱 有种你就杀了本王 谐音尊主 我楚优业做鬼 都不会放过你的 就在楚清理满心感谢地 走出那藏宝洞的时候 他听见随心鼓的一个时事里面 忽然传出了一个 愤怒而绝望的声音 一个怪异又猥琐的声音 也适时地响了起来 声音回荡在这山谷中 令人毛骨悚然 结结结 结结结 杀你 不不不 本魔主可舍不得呀 放心 我是不会杀你 你可是我挑选了好久才选中的 你虽然是老了点 但你这功力不错 本魔主喜欢 本魔主要一点一点地吸收它 等我吸完之后 你这身子也不能浪费 到底是一国王爷这细皮嫩肉的 先别说我喜不喜欢 但我知道那女人一定会喜欢的 等到时候 我再好好调教一番 以后你就按我的意思 去她的身边伺候她吧 不过 我可告诉你 她的脾气可没有我好 甚至有点暴虐 你可别说我没有通知你 到时候 你得好好的去满足她哟 否则 她有的是让你生不如死的手段 随心魔主 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她也不管楚优叶此时 那杀人的目光 自顾自地说道 你这个畜生 魔鬼你休想 本王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你一定会下地狱的 楚优叶气得大骂 魔鬼 没错 我就是魔鬼 可是 你知不知道 想当初 我也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好青年 只可惜时运不济 哈哈 哈哈 我要让你们全都像我一样 凭什么你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而我却要顶着这样一张魔鬼一般的样子 狗活在这人世间 不 我要你们和我一样 我要让所有的人 全都成为魔鬼 为我陪葬 哈哈 哈哈 看着这疯磨了的随心魔主 楚优叶真的猛了 她的心中无比的恐惧 无比的绝望 她真的不知道 自己一个堂堂的王爷 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皇上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人心不足舌吞向 我不该去遐想那个本就不属于我的位子 这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此时 楚优叶的眼角终于留下了一串悔恨的泪珠 可是 她现在根本反抗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随心魔主 缓缓地向她走来 随心魔主才不管楚优叶后不后悔 她一把抓住楚优叶 那像阴爪一般的大手 直接抵上了她的后背 只见楚优叶的脸色瞬间一变 啊 一声灭绝人寰的惨叫声 从楚优叶的嘴里叫了出来 随即 她的脸是一阵一阵地变换着 惨叫声也是一声比医生急促 听得外面守门的人都逃得远远的 他们真的害怕 生怕这样的事情会延续到自己身上来 楚优叶在那双阴爪之下 一次次地昏死过去 又一次次地痛醒过来 最后 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 像一滩烂泥一般任由随心魔主折腾 直到最后彻底昏死过去 主子 那里是随心魔主的练功室 里面好像还有那幽王爷 主子要救他吗 红尾八鸟看了看时事 又看了看自家主子那阴沉的脸 一副不确定的问道 救他 凭什么 你家主子我生死脑子有坑啊 楚清理一脸不悦地看着那扇石门 主子 你是不是很生气 那毕游带主子报仇去 怎么样 大穴莽探出一个脑袋 语气悠悠地说道 嗯 说说看 怎么报仇去 楚清理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大穴莽 总觉得大穴莽 这是话中有话的样子 主子 毕游以前也去过人类生活的地方 听他们说过 对付生气最好的办法 要么就是大肆采购 还有就是 让那个惹你生气的人 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那现在那个随心魔主惹主子不高兴 咱们就去搬空他的库房 让他倾家荡产怎么样 不对 主子 咱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他的地盘直接抢过来 让其成为我们的地盘 这岂不是更好啊 这智障的宏伟八鸟 这回终于智商再现了一次 说出来的话 不再是弱智了 金雕和杀喜鹊 也是连连点头道 好 既然你们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那咱们就先去收了他们的库房 再去霸占他们的地盘 让他们倾家荡产 楚清理小手一挥 在庇佑的带领下 他们就像蝗虫过境一般的 把随心谷所有大大小小的库房 都光顾了一遍 除了那几山石门没有拆下来 其余真的是连毛爷 也没有给他们留一根 楚清理一边收着财物 一边放着毒药 心情那是好到爆 要不是因为时机不合适 楚清理真的还想高歌一曲 顺利地收了随心谷 大大小小所有的库房 这下楚清理空间的财物 那叫一个堆积如山了 哎 真的是累死了 要归纳到什么时候 主子差不多就行了 那随心谷本就是 咱们自家的财产 你还是给他们留点吧 空灵看着那么多的财物 也是真的无语了 人家几辈子也见不到的财物 自家主子一天时间 就全都拿到了 空灵在空间里面 一边快速地忙活着 一边叙叙叨叨地说道 嗯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却不能这么做 楚清理魔鬼一笑地说道 为什么 红尾八鸟 有点不明所以地问道 这事例迟早都是自己的 为什么不可以 难道 主子这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吗 楚清理看着红尾八鸟 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才好 这有一个笨手下 他的心真的是好累啊 如果小沙猜得不错 主子应该是觉得 这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沙喜鹊悠悠地说道 嗯 你不错 有前途 比某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好多了 金雕看了一眼沙喜鹊 又看了一眼红尾八鸟 那意思真的是不言而喻 气得红尾八鸟 一口气硬生生地卡在了喉咙里面 是上不得 也下不得 差点没有见佛祖去 主子 我 小沙说得没错 锦上添花又怎么比得上雪中送炭呢 特别是拿他的东西去收买他的人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爽的事情吗 楚清理的话 让众兽兽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们一个个就那么看着楚清理 谁也没有抢先说话 特别是这后来的沙喜鹊和大雪莽必忧 他们还没有见识过楚清理的空间 压根不知道这么多的宝物 自家主子到底要藏到哪里去 这不会是让他们背出去吧 大雪莽一直以为前面空灵的叫苦的声音 是主子自己的心声 毕竟 人家空灵的声音也是软糯清甜 犹如空谷幽兰一般 如果 这真的是主子的心声 那么前面石洞里的宝物 还有刚才那些库房里的宝物 一定是主子用隐匿法藏起来了 可是 这隐匿之法是有时间和数量限制的 这要是再加上这些 主子会不会又把自己丢在这里 让他继续守护宝物啊 呜呜呜 他不要啊 大雪莽那一张苦瓜脸没有瞒过楚清理 他心中所想的事情 楚清理也是猜的一个八九不离十 他微微一笑说道 毕忧 你就放心吧 你所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 那些宝贝 你家主子再也不会把他们留在这里了 我自有办法带走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不会再把你丢在这里的 楚清理的话一落 大雪莽立马满血复活了 只要主子不再抛下他 那一切事情都好说 哪怕让他拖着那些宝物一起离开 他也非常乐意 谢谢主子 主子的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好了 必忧真的是举双手赞同 大雪莽吐着蛇信子 第一个开口说道 哈哈 你就得了吧 还举双手赞同 你也得有双手啊 红尾八鸟本就有点不爽 刚好大雪莽的话 让他抓住了一点尾巴 他想也不想的就说了出来 压根望了 这位爷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只祖宗级别的 根本不是他红尾八鸟得罪得起的 你个死鸟 你想死是不是 别以为有主子在 我就不敢怎么你了 信不信我一口吞了你 让你明天去交地 大雪莽也是有脾气的 红尾八鸟一再挑衅 再好的脾气 也会被他给激怒 哼 有种你就来 难不成本大王还怕你不成 红尾八鸟看了看 站在那里楚清理 有点鸟杖人士 死鸭子嘴硬地说道 你确定这是真的 大雪莽瞪大眼睛 看着红尾八鸟说道 哼 确定以及肯定 谁不敢随时小狗 红尾八鸟耿着脖子说道 楚清理看着这个 吕教不改的家伙 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忽然有点想念的小麻雀了 不过 既然这样吕教不改 那就别怪他不讲情面了 楚清理心念一动 小野那高大威猛的身体 瞬间就出现在了 大家的面前了 小野 他奶奶的 刚才是谁在那里编排我 哼 看我悲口咬得他鬼哭狼嚎 胆子真大 居然还敢败坏你狗爷爷的名声 真的是事可忍 而熟不可忍 小野的突然出现 让外面的瘦瘦 吓了一大跳 果然 不可以在后面编排人家 不管你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总之 不行就对了 特别是红尾八鸟 要说前几次他都是有意的 但是 唯独这一次他是真的无意的 但是 却又偏偏被人家抓了一个现行了 不用说 这种情况 主子是不会帮他的 看着那呲牙咧嘴的小野 红尾八鸟是真的有点慌了 完整内容 这下自己该怎么办啊 要说以前红尾八鸟 他最怕的不是楚清理这个主人 而是金雕这个大哥大 现在他害怕的瘦瘦 又多了一条狗出来 没办法 论资历 小野比他早 人家是看着主子出生的 论关系 杨嬷嬷比他亲 主子是喝羊奶长大的 更何况 他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 竟干得罪人和兽的事情 看样子 自己是真的要回火灵谷去闭门思过了 否则 哪天金雕大哥会真的把自己烤了的 呜呜呜 呜呜呜 红尾八鸟 这会再也不敢随便开口了 他原本也就是仗着主子会护着他 结果 这下完大了 他把小野放出来之后 自己转身就进空间了 根本就不搭理他了 现在 看着众兽兽那不好惹的眼神 红尾八鸟就有点怂了 怎么办 在他还在苦思冥想对策的时候 小野和比喻一个眼神交汇 直接扑了过去 即 红尾八鸟一声惨叫 就被比喻扑了一个正着 红尾八鸟这下好了 人家是一地鸡毛 换到他这里 那就是一地鸟毛 一刻钟之后 楚清里从空间出来 就看到一只光秃秃 肉乎乎 泪眼朦胧的小鸟 正要死不活地站在那里 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 哟 这是谁家的瘦兽 怎么这副什么样子站在这里啊 这好像也太比哑观了吧 呜呜呜 主子 我是红红 我是你的红尾八鸟啊 什么 你是红尾八 这怎么可能呢 你拿什么证明你是红尾八鸟 看着面前的红尾八鸟 这次拔得可比上次彻底多了 楚清里真的是一脸哭笑不得 原来 这就是嘴贱的下场 有了这个教训之后 让他以后再也不敢瞎叫唤了 主子 我真的是红尾八呀 你看这根红毛 就是我最好的证据 说着 红尾八鸟就把自己嘴里的一根长羽毛 直接放到了楚清里的面前 这 这 这好像 还真的是红红的尾八毛 楚清里随手拿起那根羽毛看了一眼 忍着爆笑 壮丝无意地说道 主子 我真的是红红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红尾八鸟有点急了 他可是知道的 主子是严控 不美好的东西 他是宁缺勿滥 这万一主子嫌弃他了 那可如何是好啊 哦 是吗 楚清里看了一眼浑身上下光秃秃的小鸟 这实在是太赖眼睛了 红红啊 你说现在这沙漠里 天气虽然是热了点 但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 咱也不至于拖得这么光啊 好歹也要留点颜面 不是吗 俗话说得好 人要脸 树要皮 你就算是一只鸟 难道就不该留点毛吗 嗯 没错 难道你们火灵鹊一族 还有这个什么嗜好 大血盲也附和道 就是就是 这真的好可怕呀 小野还故意色缩一下 貌似很害怕的样子 气得红尾巴鸟 差点没有晕过去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雕大哥 你一定要给红红作证啊 否则 红红我不要活了 呜呜 没错 雕大哥 你可以一定要给小野作证啊 小野学着 红尾巴鸟的口气说道 嗯 就是就是 雕老大 你可一定要为 我们大家作证啊 碧优也不甘落后地说道 楚清理也适时地看着金雕 他倒想看看 金雕会怎么说 主子 这时间不早了 咱们赶快收拾一下 你不会真的 不管那个幽王爷了吧 金雕才不愿意管 那些没脑子的家伙 雕 你什么意思 他都联合别的国家 来攻打零售国 难道 我还要去救他吗 楚清理一脸的不悦地说道 主子 雕知道主子心中的纠结 他楚又业确实该死 只是 主子不觉得 他应该由皇上 按照零售国的律法 去惩治会更好吗 毕竟 在皇上没有下令 废除他的王爷之称 在没有剔除皇级之前 他所做的一切 代表的终究是 零售国皇室的颜面 主子难道真的 好了 雕你别说了 咱们走吧 楚清理没有让金雕再说下去 雕是他所有兽兽当中 最聪明的 和他最心意相通 他知道自己的心思 是瞒不过金雕的 确实 楚又业可以被随心魔主 吸去功力 他可以受一切刑罚 那是他最有应得 但他不可能让雕王爷 落在那个魔主夫人手中 那样就有损 零售国皇室的尊严 楚清理可以不管 楚又业的死活 但他不可以不顾 零售国的尊严 就这样 一人三兽来到了 前面的石室门口 至于那只光秃秃的小鸟 早就被楚清理 给丢进了空间 这时候 天即将破晓 石室里的楚又业 早已经脱离而昏迷了 随心魔主则是盘腿坐在那里 他还在楚又业那里吸功力 这已经是他今天晚上 第五次从楚又业的体内 吸取功力了 楚又业的功力深厚 他不敢一次吸取太多 只能慢慢地循序渐进 不过 他只要把这最后一次吸完 他的魔功就可以成功升级 那自己损毁的容貌 也可以复原 以后就再也不用受 那个女人摆布了 他将彻底摆脱他的束缚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 最大的心愿 不过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总是残酷的 想要脱离魔爪 又谈何容易 在另一间密室里面 一个长相妖艳的女人 正在房间里面忙活着 汗水从他飞红的脸庞流下 滴进了他那白皙的脖梗 一滴 两滴 他就是随心谷的魔夫人 也是随心魔主名义上的夫人 啪 一个包裹着石头的纸团飞了进来 直接打在了魔夫人的床头 把床上的人吓了一大跳 谁 魔夫人一把推开身上的人 赤脚跳下了地 可是 任他到处寻找 可惜 连人家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宝贝 你看这是什么 床上的男人 捡起一边的纸团 把他交到了魔夫人的面前 嗯 这是什么 魔夫人随手接了过来 打开一看 他的脸色立马拉了下来 就像六月飘雪一样 房间里面的温度 立马从夏天 变成了寒冷的冬天 要知道 魔夫人最恨的就是背叛 做了他魔夫人的男人 还想要脱离掌控 想要自由 这简直就是荒谬 是在做梦 他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动她 那是因为随心魔主她 除了最新武学 并没有那方面的嗜好 还有就是 她算准了随心魔主 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就像如来佛祖 算准孙悟空一样 不管她有多本事 终究是逃不出她的五指山的 不过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没想到这家伙本事还不小 居然真的能翻天了 魔夫人气得一用尽 就把手中的纸团捏得粉碎 宝夫夫夫人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 夫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一个衣衫凌乱的男人 连忙上前 意图安抚魔夫人 结果 被怒火中烧的魔夫人 直接一掌给劈晕了过去 哼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她可不是那些个傻女人 为了那些个没心没肺的男人 白白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她要活得潇潇洒洒 才不要被那些世俗所禁锢 让那些看不起她的人 全部成为她的裙下沉 哪怕她是各国皇子也一样 魔夫人随手一挥 一个男士立马上前 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衣服 并恭恭敬敬地 把她送出了房门 时事中的随心魔主 此时正在最关键的时刻 她不敢有一点的马虎 她知道自己 只要在坚持一刻中就成功了 随心魔主在心中暗暗祈祷 祈祷那个恶魔千万不要过来 要知道 自己盼这一刻 可是盼了好久 为了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 她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 受了多少的罪 她原本可以幸福地生活 就因为体质特殊 被自己的父母无情地抛弃 她自从懂事开始 自己就一直是在颠沛流离 最后 她遇见了魔夫人 被她抓到了这里 成了她众多男宠中的一个 因为她的反抗 结果 被她狠心地下了药 要不是自己体质特殊 坟头草都已经哭死好几回了 只是 毒素最终还是毁了她的容貌 让她成了一个半人半魔的鬼样子 即便魔夫人让她成了随心谷的魔主 但是 那又怎么样 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 她恨她的父母 生而不养 最后还抛弃了她 她恨这个毁她一生的人 让她这样人不仁 鬼不鬼 痛苦地活在这个世上 她恨那些过得比她好的人 她曾经发誓 她一定要毁了这一切 随心魔主感受着自己体内的进度 快了 自己马上就要成功了 就在随心魔主暗暗高兴的时候 时事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魔主 不好了 魔夫人带人往这边来了 一个黑衣魔卫 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 随心魔主一惊 这不应该呀 那女人今天晚上应该会很忙 她怎么会有时间来她这里的呢 难道 是谁去给她通风报信的 好在自己已经差不多了 就算是达不到圆满 那也差不了多少了 来人 把谐音尊者给我找来 随心魔主一边说话 一边加速自己的动作 她要快点 再快点 魔主 属下没有见到谐音尊者 她好像从昨天晚上之后就不见了 黑衣魔卫立马回答道 嗯 混账 无论如何拦住魔夫人 绝不可以让她进来 本魔主立马就 砰 啊 随心魔主的话还没有说完 时事的门 就被掌风给劈开了 黑衣魔卫一个不查 直接被掌风给劈的往随心魔主砸去 随心魔主一掌拍了过去 正中了黑衣魔卫的胸口 本就受伤的黑衣魔卫 这会更是伤上加伤 噗 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 黑衣魔卫直直地掉落了下来 瞬间就没了气息 魔夫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来打扰本魔主练功 你这是什么居心 随心魔主一边平复心情 一边质问魔夫人 妄想替自己争取 哪怕是一丝丝的机会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这不应该是本夫人来问你的吗 魔夫人冷笑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魔主当然是在练功啊 怎么 难道是他们没有伺候好魔夫人 让魔夫人感到委屈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在下立马让人重新给魔夫人安排 随心魔主一脸讽刺地说道 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的耻辱 今天她再也不要继续了 呵呵 别以为自己翅膀硬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想要从本夫人手中翻出浪来 你还早了点 说完 魔夫人直接一掌劈了过去 随心魔主一箭 立马往边上一闪 随手就是一拳挥了出去 楚优业本就已经是奄奄一息 这回失去了支撑 立马倒了下去 可是 对于一个只剩下半条命的人 谁也没有再去管他 这边的打斗 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人前来观看 可是 这会除了不要命的 否则 谁也不敢插手 两人越打越心惊 魔夫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真的是养虎为患了 原本 他以为这只是 一只翻不出大浪的虾米 没想到 他却是一只隐形的鲨鱼 不过 既然如此 那今天就拿他来给自己立立威 看看那人群中 还有多少相同心思的人 让他们彻底死了心 随心魔主也是一样 没想到 这天天只知道 风花雪月的魔夫人 这武功还真的不是盖的 要不是自己今天 做了两手准备 这还真的有点说不准呢 不过 现在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随心魔主嘴角微微一扬 一只短笛出现在了手中 悠扬的声音传了过来 魔夫人忽然脸色一变 随即 额头上的汗珠滚滚而下 他知道自己完了 这真的是终日打焰 最终却被燕卓瞎了眼睛 他真的好好悔啊 不过 破船还有三斤钉 更何况 他还是随心骨的魔夫人 就算他再不济 但是想拖着他同归于尽 还是没有问题的 哈哈 没想到我云莫愁高傲 自负了一辈子 最后居然还是栽在了 你们父子手中 北辰星要你这个王八蛋 我云莫愁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你一辈子不得安生 我要整个北辰国为我陪葬 魔夫人想也不想的 从怀中摸出一个圆球 准备抱着随心魔主同归于尽 必忧 快把随心魔主给我救下来 不要让他死了 我还有话要问他 楚清里一把抓起地上的楚优叶 飞快地向外面掠去 一边大声地说道 是 必忧遵命 大血蟒一听 虽然不是很愿意 但他还是乖乖地用自己的尾巴 试图去卷那个让他讨厌的人 不过还没有等他卷到 地上的人忽然就不见了 咦 人呢 必忧一脸猛逼地看了看那里 在确定随心魔主确实不在这里的时候 必忧一下子就冲了出去 轰隆隆 轰隆隆 在楚清里带着必忧他们离开的一瞬间 随心鼓里响起了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整个山鼓里生起了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 飞禽走兽四散而去 来不及跑的人和兽 此时也已经是尸骨无存了 当然 这里面就包括了那个被随心魔主算计的魔夫人 哎 可惜了 原本还想着自己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建一个自己的势力 早知道这个大混蛋这么狠 我就该早点下手 楚清里看着那散发着滚滚浓烟的随心鼓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主子 这没什么可惜的 主子要是想要建势力 咱们才不要人的势力 人类的世界太复杂了 整天勾心斗角的太累 哪像我们兽类单纯好管理 一旦认定了主子 那就是一辈子 甚至永生永世的 闭血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兽类就是这么的单纯 他压根忘了 现在的楚清里不再是他记忆中的主子 他现在也是一个人类 好在楚清里没有在意 他知道碧忧是为他着想 嗯 主子 碧忧说的没错 人类的世界太复杂 还是我们兽类好 改天雕去帮主子 组建一只猛禽护卫对吧 金雕也开口说道 毕竟 主子现在就他一只猛禽 万一自己不在的时候 就这些若鸡一般的家伙 他是真的不放心 把主子交给他们 若鸡泻蟒 若鸡杀喜鹊 空间里面一群若鸡 不过 想想金雕的战斗力 再想想金雕的飞行能力 大家集体沉默了 至于那只光秃秃的小鸟 这回早就不知道躲哪去了 主子 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咱们现在是直接回零售国 还是去寒武城 这算算时间 那边的谈判应该要开始了 咱们这么久没有回去 不知道逍遥王和三皇子 有没有着急呀 金雕的话 让楚清理心里一咯噔 他猛的一拍脑门道 完了 我当时以为一两天就会回去 走的时候也就没给他们留话了 结果这一忙 就直接把这茶给彻底忘了 楚清理看着金雕 要不是他刚才提起 自己都还没有记起来 再说 现在还带着楚优业 要是直接这样去寒武城 楚清理觉得实在不怎么好 更何况 外祖父他们要将功折罪 要不 把这家伙给外祖父送去 给他们再加一点踩头 这是不是更好一点 楚霸天 哎 有好事从来不考虑自己 这还真的是一件漏风的小棉袄啊 众兽兽 这也行吗 楚清理 行 这怎么就不行了 他必须得行 不行也得行 楚清理既然这样想 那他就一定会这样做的 他才不管扎爹知道了真相 他心里会怎么想 没办法 谁让他楚清理是在冷宫出生的 谁让扎爹在他的生命中 缺失那么多年 忽略他是必须的 要不是他黑白不分 是非不明 哪里需要自己这么操心啊 要知道 自己才多大呀 哎 这都叫什么事情啊 楚霸天 京城 皇宫 楚霸天坐在御书房 手中拿着皇后送来的书信 看着线上自家闺女 对皇后娘娘的声声问好 心中那叫一个酸啊 他知道自家闺女对于自己把皇后关在冷宫这些年不闻不问 他嘴上不说什么 但是 心中终归是介意的 可是 他也不想啊 其实 就当时的那种状况之下 皇后搬入冷宫又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只是当初皇后的决绝是真的伤了他 他好歹也是一个帝王 也是有自尊的吗 哎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这该死的帝王尊严 楚霸天悔啊 他悔的肠子都轻了 闺女啊 冷宫这个砍咱能不能翻篇啊 楚霸天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要说把皇后打入冷宫 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那把薛家流放就是那个错的源头 楚霸天可是恨透了优王爷 要不是他从中捣乱 自己也不至于错得这么离谱 在明知道薛家是冤枉的情况下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又迫于满朝文武的压力 不得不违心地下令把薛家流放万寿山 无论如何 自己终究还是亏待薛家 辜负了皇后 也让楚清理和自己身份了一些 原本他以为自己会遗憾一辈子 好在上天眼 让他还有了弥补的机会 这一次 他一定要好好地补偿薛家 给他们该有的荣誉与地位 只可惜 让那个罪魁祸首给跑了 等他接到信 再派人赶往封地 却发现他们晚了一步 整个幽王府 那叫一个血流成河 身为天圣国公主的幽王妃 那时候早已经身手一处了 那幽王府的二公子 也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好在暗卫们 还是尽量地调着他的命 把他活着带到了京城 皇上 五阳侯和李御史他们 又在外面求见 这次大友见不到皇上 就不罢休的味道了 戴忠德小心翼翼地说道 呵呵呵 是吗 楚霸天眼神一冷 自从丽儿的身份曝光之后 已经好久没有大臣 敢这么逼迫他了 他们难道忘了 这个灵朔国谁才是皇上 来人啊 皇上 属下在 暗影立马现身 她毕恭毕敬地 站在楚霸天的面前 自从长公主离京之后 暗影一直是过着 胆战心惊的日子 长公主 你快点回来吧 回来把属下给带走 否则 属下一定会被皇上 给整出心脏病的 暗影默默流泪道 韩武国和天圣国的入侵 京城里面一直流传说 长公主根本就不是皇家公主 是皇上为了皇位安稳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女娃 意图混淆百姓视听 更有一些过分的言辞 说长公主其实就是皇后娘娘 在冷宫生的野种 这两国同时入侵 就是上天对灵朔国的惩罚 反正是众说纷纭 为此皇上大发雷霆 曾经让大理寺抓了好些人 可是 谣言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为此 皇上也是毫无办法 很多文武大臣也一直上奏 要求皇上能够将长公主交出来 好用长公主去平息百姓的怒火 可是 长公主出宫都已经几个月了 不要说皇上不同意 就算是同意 他们也交不出长公主啊 更何况 现在韩武国已经投降了 负责谈判的使臣 这回都应该已经到韩武城了吧 至于那个天圣国的战役 也早就结束了 不过 现在所有的消息全部封锁 除了皇上 还有他们这些心腹 就只有皇后娘娘一个人知道消息 这些跪在外面的大臣 当然是不知道的 否则 就算借他一百个胆 他们也不敢跑到御书房来 暗影 戴忠德 属下在 奴才在 两人立马上前一步跪了下去 看得出来皇上现在非常生气 估计有人要倒霉了 走 陪朕出去看看 朕想看看他们 怎样的一个不罢休 是 楚霸天抬脚就走了出去 戴忠德和暗影 一左一右地跟在身后 远远的 楚霸天看到一大牌的文武大臣 在五阳侯罗一清 御史大夫李浩然的带领下 正端端正正地跪在那里 楚霸天手中有名单 他知道这些人有一大半是幽王党 还有几个老糊涂 也不知道是怎么被他们给忽悠来的 此时也端端正正地跪在那里 皇上驾到 戴忠德看了看那几个老糊涂蛋 扯着嗓子大声叫道 完了还冲他们猛地眨眨眼睛 哎 他一个当公公的 他容易吗 真希望那几个糊涂蛋 能够看得懂他的眼神 早早醒悟过来 否则 等会惹怒圣上 滋味可真的不好啊 看着戴忠德的样子 中糊涂蛋 那叫一个云里雾里的 他们看着戴忠德一脸的猛逼 楚霸天看着戴忠德的那番骚操作 也真的是无语了 这些老东西 真当他楚霸天是瞎子吗 这么明显的暗示 难道自己看不到吗 可嗨嗨 戴忠德你的眼睛怎么了 要不要正帮你宣御医啊 楚霸天一脸讽刺地问道 是啊 戴公公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要不要紧啊 还是尽快找御医看看吧 大学士蒋静宇 也是一脸担心地开口道 戴忠德 蒋大学士和耿大学士一样 为人相当地忠厚 那可是三朝元老级别的 不过 相对于蒋静宇的耿直 耿大学士为人则要圆活一些 这也就是 他们能请动蒋大学士 却请不动耿大学士的原因 人家都说人老成精 为什么这家伙不一样啊 他好像是只长年纪 不长智力的笨家伙 看着这样的大笨蛋 戴忠德都快哭了 没想到自己的暗示 他们没看懂 到时让皇上看了一个清清楚楚 这都叫什么事情啊 回皇上 奴才的眼睛没事 刚才只不过看到 一只不怕死的小飞虫 他不但没有立场 还随风飘荡 毫不长眼 没办法 奴才怕他冲撞了圣上 这才迫不得已 可是 古话说得好 这上天有好生之德 奴才又不忍心夹死他 就想眨把眨把眼睛 让他拾去一点 滚边一点 别傻傻的 在那里碍眼又碍事 可是 他偏偏不懂奴才的好心 真的是怪讨厌的 戴忠德狠狠地 瞪了蒋静宇等人一眼 心中早就骂了 他千遍万遍了 蒋虫子一脸猛逼地 看着戴忠德 感情自己就是 戴公公嘴里的那只虫子 可是 这 嗯 照你这样说来 那小飞虫 确实是挺讨厌的 不过 你也说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 你虽然身为太监 但好歹也曾是男人 戴忠德 皇上 扎心了 什么叫曾经是男人 咱现在也没变女人啊 戴忠德哭泣泣地看着楚霸天 可是 却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来 毕竟 自己现在确实不能算男人 唉 楚霸天看了看戴忠德 嘴角微微上扬 他这是故意的 这家伙身为御前太监总管 居然私下交接大臣 这不敲打敲打以后 说不定就会出事情 不过 今天也就敲打一番即可 宗德呀 君子有成人之美 他执意撞墙 那不是你的错 毕竟 这你也拦不住 还是由他去吧 说不定他壮壮更开心 包包装聪明 楚霸天看了看地上的一众大臣 一有所指的说道 是 奴才卸圣上点拨 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无聊的事情了 蒋大学士 武阳侯 李玉石 他们怎么觉得 刚才皇上的话 好像大有深意呀 什么叫壮壮更开心 包包装聪明 蒋静宇是一个大学士 要论打仗 那他是真的一窍不通 不过 这听话听音 可是他的专场 毕竟人家是文官 更何况是三朝元老 他立马反映了过来 自己今天 这是做了一件大蠢事了 说不定 这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被人拉来做踢死鬼的 蒋静宇这么一想 立马就不淡定了 不过 这好歹是三朝元老 怎么说 也是一只老狐狸了 皇上 老陈今天来这里 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向皇上汇报的 蒋大学士 眼睛滴溜溜一转 立马记上心头 哦 是吗 楚霸天看到蒋静宇 眼神的转变 就知道这老家伙的心思了 蒋爱卿 今天你不是和五阳侯 一并来的吗 楚霸天眼神伶俐地问道 回禀皇上 是也不是 嗯 怎么说 楚霸天愣了愣 然后一脸不解地问道 皇上 老陈几个 今天确实是和五阳侯 一起来的 但是 我们和五阳侯所求 确实不同 蒋大学士 立马用眼神看了看 几位平时交好的大臣 示意他们配合自己 没错 皇上 微臣几个和蒋大学士 今天确实是有别的事情 这才进宫的 刚好在宫门口碰上五阳侯他们 所以就一起来了 大理四清 韩大人连忙上前一步 顺着蒋大学士的话 往下说道 他虽然不知道 蒋大学士要干什么 但是 凭着他们这么多年的关系 与信任 韩大人还是非常相信 蒋大学士的为人的 韩大人 蒋大人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明明不是的这样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楚霸天松了一口气 他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 蒋大学士和韩大人的话是假的 不过 那又如何 谁说做皇帝的人 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听真话 实话 其实 有时候偶尔听一下假话 那也是有必要的 特别是像这种特殊时期 这即便是假话 楚霸天也是非常乐意的 他立马换了一张笑脸问道 蒋爱卿和韩爱卿 你们几个快点平身吧 你们今天这结伴找正 所为何事啊 楚霸天指了指蒋大学士身边的那几个大臣 笑容中带着一丝警告的说道 蒋大学士知道 皇上今天对他们几个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自己要是再不时去 那下场一定会很惨 可是 自己刚才有事情是随口说的 他哪有事情啊 明明就是被五阳侯忽悠来的 怎么办啊 蒋大学士把求救的目光 转向了皇上身后的戴公公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提示 戴忠德也是无语了 这家伙怎么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求救自己 难道他没有看到 自己刚刚才和皇上做了保证吗 怎么办 管 不管 戴忠德郁闷了 他偷偷地瞄了一眼皇上 发现皇上他正一脸完胃地看着自己 并没有一点发怒的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觉得皇上居然有点看戏的味道 楚霸天看着戴忠德那蒙圈的样子 立即觉得这家伙是不是年纪大了 脑袋瓜不中用了 说好的君臣同心 他这是在干嘛 要不要考虑一下 把他换了德了 看着戴忠德的反应 暗影都有点替他着急 他默默地往边上移了一下 尽量离戴忠德远点 不过 暗影这回还算是靠谱的 他一边移动自己的脚步 一边朝着蒋大学士 做着一个手势 刚开始 蒋大学士还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这些个文官 一个个笨兮兮的 暗影也实在是无语了 就这样子还当官 连他一个暗卫都不如 到底是谁说这些文官聪明的 站出来他保证不打死他 最后 暗影觉得自己这半辈子所学 今天这短短的一会儿 都给用尽了 除了直接开口说话 其余的动作他 全都没有放过 只不过 人家通通看不懂 怎么办 老天爷 你来一道雷劈死我得了 不止暗影绝望 就连楚霸天都绝望了 原来他灵兽国的大臣 是这么笨的 他们真的能帮他 一起打天下吗 自己要不要考虑 立马开设恩科 替国家重新选拔人才啊 就在楚霸天 准备纠结的时候 身为皇上的暗卫统领 暗影觉得自己 发光发热的时候到了 他微微一沉吟 眼神忽然一亮 咦 有了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要是这还不行的话 那自己就真的没办法了 暗影对着蒋大学士 摸了摸自己的下颌 又指了指对方的胡子 顺便还做事捋一把胡子 又做事把胡子折断 胡子 折断 这是什么意思 忽然 蒋大学士灵光一闪 他突然间好像明白了 回禀皇上 微臣该死 微臣年纪大了 这记性就是不如以前好了 刚才一着急 就把事情给忘了 现在微臣想起来了 自己进宫的目的了 蒋大学士的话一落 跪在地上的五阳侯等人 就不淡定了 完了 蒋老头 这是要坏事了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会是想要耍什么手段吧 不行 我必须地制止他 否则 今天的事情就无法收场了 五阳侯想到这里 他身子一动 本能地就想抬头 皇上 微臣 大胆五阳侯 你还懂不懂规矩了 刚才皇上让你说话了吗 我五阳侯被戴忠德一吼 脸色瞬间惨白一片 放肆 圣家面前如何敢直撑你我 五阳侯这不是不懂规矩 一奴才看这是准备造反吧 戴忠德二话不说 直接一顶大帽子扣了上去 压得五阳侯瞬间就粘了 皇上冤枉啊 微臣万万不敢这么想 五阳侯吓得差点摊在地上 一个劲的叫冤枉 别的大臣此时也是吓得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荣华富贵谁不喜欢 他们虽然也得想要从龙之功 但他们能够跪在这里 那都不是傻子 哪个敢这么明目张胆承认啊 要知道 你就算拿到了这个从龙之功 那也得有命去享受啊 戴忠德碍于前面的话 虽然不敢给他们暗示 但是 不敢暗示 不代表他就什么都不做了 他可是紧紧地盯着五阳侯他们 一刻不敢松懈 这一看到不对 他立马开口呵斥道 哼 不敢 正看你胆子大得很 哪有你五阳侯不敢的事情 楚霸天一开口 跪着的人不要说抬头 这回巴不得把脑袋都扎进土里了 看他们这样 楚霸天也不理会 他直接看着讲大学士 自己还等着他下文呢 皇上 微臣是想 咱们灵兽和韩武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皇上洪复齐天 长公主负责万民 才让咱们灵兽国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 现在 这长公主的寿臣也快到了 皇上圣事该给咱们的长公主 好好地操办一下 也好借此机会告诉天下百姓 咱们灵兽国的长公主 是一个人心人德的好公主 是咱们灵兽国的复兴 讲大学士的话一落 五阳侯惊呆了 这老头果然不是好货 五阳侯惊了 可楚霸天却着实乐了 嗯 没错 讲爱卿此言有理 朕正有此意 代忠德 奴才在 代忠德一听 立马上前 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 宣礼不上书 是 奴才这就去办 代忠德一听 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 长公主应该快回来了 这真的是大喜事啊 代忠德这么一想 那叫一个脚底生风啊 等等 就在代忠德快步而去的时候 楚霸天忽然改变了主意 皇上 代忠德一脸猛逼地看着楚霸天 不知道皇上为什么会叫住自己 不止代忠德蒙圈 包括暗影在内的所有人 全都一脸猛逼地看着楚霸天 当然 那些跪在地上的大臣 他们是不敢抬头的 算了 不用特意传李布侍郎了 这件事情原本就是有蒋爱卿提议的 那就直接交给爱卿负责了 韩大人和其余的几位大人 可以从旁协助办理 务必把这件事情办好 皇上 这个不合组织 这样好像有点不大合适吧 蒋静宇是一个老古董 时时刻刻把组织看得恨死 要知道 自己是一个大学士 韩大人也不负责这些 而李布才是专管这些事情的 这长公主的寿臣 这可是个大事情啊 皇上怎么就交给自己了呢 蒋大学士还想再说点什么 楚霸天却根本没让他开口 规矩是人定的 组织偶尔也可以变动 这事情朕说合适 他就合适 难不成蒋大人不愿意 楚霸天的声音明显的不悦了 微臣不敢 完整内容 蒋静宇下了一阁灯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嗯 这还差不多 好了 既然蒋大人愿意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蒋爱卿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哦 楚霸天一锤定音的说道 蒋静宇 什么叫他愿意 这明明就是皇上定的 他根本就无法推迟的好吧 是 微臣领旨 那微臣就先行告退了 蒋静宇看了韩大人 以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一眼 趁武阳侯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纷纷行李告退了 戴忠德 咱们走 这么大的喜事 咱们好歹得去告知一下皇后娘娘 让皇后娘娘也开心开心 说完 还不等戴忠德反应 楚霸天就直接走了 暗影连忙跟了上去 戴忠德看了一眼武阳侯为首的那些幽王党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他们一脸不可置信地跪在那里 戴忠德怎么觉得 皇上这一招真的是太棒了 这怎么就那么的解气啊 戴忠德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点了一排的辣 你说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不好吗 为什么要这么无聊 现在好了 这从龙之宫你们是别想了 皇上之所以还没有动手 他只不过是想好好地玩玩 这猫抓老鼠也不会一口咬死啊 你们今天就好好地跪着 毕竟你们也没有说为什么要跪在这里 皇上是一国之君 那可是老忙了 戴公公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武阳侯原本一直低着头 这回看到皇上都已经走了 他瞬间就急了 自己这是啥话都还没有说 皇上怎么可以这样 那自己这是跪呢 还是跪呢 众大臣哭泣气地想着 他们把怨恨的目光投向了武阳侯 都是他窜多的好事 否则 他们现在又怎么会跪在这里 这坐在家里陪小妾 他不香吗 呜呜呜 失策 大大的失策呀 武阳侯也是后悔不已 早知这样 何必当初啊 可是这世上哪里有后悔药啊 埋怨没有用 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才是正道理 他只能把希望放在这位皇上跟前的大红人身上了 希望他能帮忙 哎 侯爷 咱们皇上实在是太忙了 这原本就是急着去办事 结果还在这里耽搁了这么久 再说了 侯爷也没有告诉皇上 你们是来干嘛的 我武阳侯看着戴忠德 一脸的无奈 皇上压根就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啊 不要说说话了 就连抬头的机会都没有给 侯爷呀 这皇上已经走了 走之前也没有说让众位大人起身 咱俩也不敢随便揣摩圣意呀 戴忠德一脸为难地说道 那可如何是好啊 另外的那些大臣也急了 他们不是傻子 又怎么不晓得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皇上 各位大人 那这样行不行 大家就先跪着吧 等咱家寻得机会 就帮各位大人探一探 各位大人觉得如何 戴忠德一脸诚恳地说道 那就有劳戴公公了 咱们就在这里等公公的消息 戴公公辛苦了 武阳侯此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其实很想问一句 戴公公 我们除了等 还有别的选择吗 答案是 当然没有了 你以为你们是谁 你难道不知道天子一怒 服侍千里的道理吗 能让你们再平平安安地跪在这里 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至于去皇上那里探口风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就祈祷皇上可以早点想起你们吧 不过 现在天气不冷 今天晚上这里职业的侍卫 应该不会寂寞了 哈哈 戴忠德转身就朝着皇上离开的方向 追了过去 居然 还想让他帮忙 不知道这些老东西的脑子 是不是有坑 或许是被门家了 很明显 这是皇上故意的 他一个太监总管 是标命了吗 帮他们求情 探口风 这脸得有多大呀 真亏他们敢想 不过 对于这些家伙的迥样 戴忠德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 戴忠德走到一个侍卫身边 佛臣一甩 开口说道 李侍卫 皇上这段时间是多辛苦 咱俩得去好好伺候着 大人们这里你就多费点心照看点 你可记住了 咱们做人千万不可忘本 替皇上分担烦恼 是所有人的本分 戴忠德的声音不大 但也绝对不小 足够那些跪在地上的大臣听清楚了 是 戴公公请放心 属下不傻 这么浅显的道理 不要说是人了 就连老百姓家中养的狗都知道 是为大声打道 哦 是吗 这话怎么说 戴忠德看了某些人一眼 脸带微笑地问道 戴公公 你是不知道 现在的狗可聪明了 他们从进家门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自己 必须要认清主人是谁 还要把他们的气味 牢牢地记在脑海中 一辈子都不敢忘记 除非 你是那些养不熟的白眼狼 公公啊 在下一定会牢记公公的话 时刻不忘自己的本分 也会严格按照皇上的要求行事的 侍卫看了一眼不远处跪着的那些大臣 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回就差指天发誓了 嗯 不错 如此可教也 有机会 咱家一定会在皇上的面前 替你美言几句的 戴忠德对侍卫的回答 那是非常的满意 想也不想地说道 众大臣 他们怎么觉得自己的脸突然好疼啊 戴公公和李侍卫的对话 他们听起来怎么这样刺耳呢 此时 他们一个个虽然想要反驳 可是 想了半天 却不知道自己该从哪里驳起 最后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戴忠德 消失他们的面前 再看看自己 一个个顶着一张比哭还难看的脸 怨恨地看着伍羊侯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样看着本侯 伍羊侯本就觉得不爽 再加上大家的眼神 这一下他更加地不乐意了 口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伍羊侯 今天进宫的事情本就是你发起的 现在弄成这样 你说该怎么办吧 一个暴脾气的武将说道 王将军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伍羊侯见王大山把矛头指向自己 立马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要不是自己有点理智 还记得这里是御书房外面 指不定就跳了起来了 伍羊侯 本将军难道说错了 明明是你说的 你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说这事情是万无一失的 现在你倒是告诉我们 这叫万无一失吗 你的安排又在哪里 你 你 伍羊侯被王大山的咄咄逼人给气坏了 他还想仰天长笑一声 谁来告诉他 为什么这莽夫会突然变聪明了 没错 伍羊侯是不是还给我们大家一个解释 玉石李浩然也皱着眉头说道 这伍羊侯办事真的太不靠谱了 前面明明告诉自己 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说不管成与不成 最起码皇上不会迁怒于他们的 可是 他们还一句话没说 怎么就得罪那位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伍羊侯 你总得给我们大家一个解释吧 你安排的枪手在哪里 你安排的剃死鬼 他现在又在哪里 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我王云泽和你没玩 户部左侍郎一脸 你今天不说清楚 我就要和你打一架的样子 成功地激怒了那个 本就觉得委屈的舞羊侯 王云泽 腿长在你身上 你要是不愿意来 那你就别来了 我罗一青可没有让人压着你来 我怎么知道这个平时固执的 像头驴一样的讲敬语 这次突然开窍了 居然会临时反水 原本我早就算好了 这是成了固然好 要是不成的话 有他这三朝元老顶在前面 我们大不了被训斥一顿 皇上会看在他是圣祖皇帝的心腹 怎么着也不会太重的 这舞羊侯也是被这些人逼急了 否则这样的话 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好在这里除了那个御书房的守卫 和他们这些人 其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人 要是这话传出去 就绝对够舞羊侯喝一壶的了 不过他早就想好了 要是传出去 他也完全可以否认的 在场的这些人 和他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逃不掉你也跑不掉我 这些人是绝不敢出卖他的 可是凡事都有意外 这次也一样 就像现在一样 那些原本已经早就该出宫的人 这会居然都在不远处的 一个假山后头 舞羊侯和护布侍郎他们的话 清晰地传进了那些 原定替死鬼的耳中 气得他们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 混账 这个舞羊侯居然敢这样设计老夫 老夫必须要和他说道说道 真的是欺人太甚了 他 他 蒋静宇年纪本就不小了 这一声气一口气上不来 差点没有直接晕过去 吓得韩清博和其余的人连声安慰 韩清博则是连忙用手帮他顺气 蒋大人 你快别生气了 不要说算计我们了 罗伊卿他们连圣上都一并算计了 还有他们不敢算计的人吗 韩清博的话一出 蒋老爷子的气果然顺畅多了 没错 自己虽然是三朝元老 可是和皇上一比较 这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皇上都不生气 他还气个毛啊 蒋静宇这三朝元老还真不是白当的 很快他就想通了 这是好事 最起码让他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脸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打死他也不干了 果然 自己和那梗狐狸相比 差的真的不是一点两点 蒋静宇立马决定 自己以后一定要向梗狐狸学习 有道是活到老 学到老 知无牙 生有牙 年轻时 学是为了理想 为了安定 中年时 学是为了补充空洞的心灵 老年时 学则是一种意境 慢慢品味 自乐其中 人就是这样 想不通的时候会进入死胡同 这事情一旦想通了 他就像完全进入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就像现在的蒋静宇一样 他已经完泄复活 生龙活虎了 感觉不用韩清博顺气 他也能够再活五百年了 走吧 咱们赶快出宫 离长公主的生辰已经不远了 咱们得家把劲了 蒋静宇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傻子才会留在这里 这般家伙今天吃苦头是一定的 自己还是早早离开 省得这些家伙等会随意攀咬 到时候狐狸没打到 反惹一身骚 那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可是他这里不生气了 离假山不远处的楚霸天 却更气了 自己特意派人 去把这些老家伙给截了回来 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自己是有多蠢 这被人卖了 还屁颠屁颠地在帮人数钱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些家伙的自我安慰能力 居然这么好 这才多久啊 他居然就想通了 楚霸天离得稍微远了一点 在他的位子 是只能看到这边的情形 却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不过 想要知道他们说什么 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等会自然有人 把话原封不动地给他送过去 这就是帝王的特权 哪怕你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但要能细之天下事 只是一个早晚而已 戴宗德和暗影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心中早就替五阳侯他们 点了一排蜡烛了 呵呵 趁大皇子还没有进京 趁皇上还没有动手 你们现在就可见地吵吧 要不了多久 你们就吵不动了 皇上其实不是现在无法动他们 也不是不敢动他们 而是他要留着这些家伙 放长线 钓大鱼 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 在大皇子他们回京之前 这些人闹得越大 暴露的也就越多 毕竟 这将会是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清洗 哎 这次得死多少人啊 戴宗德暗暗叹息道 可是 戴宗德担心的事情毕竟还是秘密 这也是五阳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毕竟 皇帝说不可以泄露的事情 身为心腹的他们 这嘴巴可是紧着呢 五阳侯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皇帝盯上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们又能收到什么样的真实消息呢 不过 有今天这一出 皇帝心中也知道 明天早上的早朝 估计是不会安生的 所以 这该做的准备 他必须得做好了 大鱼应该也差不多要出来了 暗影 楚霸天一声清喝 属下在 暗影立马上前行礼 他知道皇上这时候叫他 一定是有要事吩咐 大皇子他们到哪里了 怎么这两天 也没一个消息传来 楚霸天皱着眉头问道 回禀皇上 大皇子他们 在回京途中 又折回去了万寿山 据说是去接薛老夫人 和薛少夫人 暗影只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想想细细地说了一遍 嗯 没想到他们居然真的还在万寿山 这胡秋风要是全下有知 不知道他会不会气得 从地下爬起来啊 楚霸天看了一眼那边跪着的人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 戴宗德 暗影 两人互看一眼 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这话没法接呀 他暗影他 怎么也没有想到 皇上听自己的汇报之后 第一句话居然会是这样说的 这实在是让他太震惊了 他真的很想说一句 皇上 你掉档了 咱说好的高冷傲呢 怎么从长公主的身份曝光之后 你怎么可以全丢了呀 你可是咱灵兽国的皇上 灵兽国的天啊 这种看笑话的事情 他实在是不是和您这样的身份啊 要不 你还是赶快回七凤宫去吧 这么明惶惶的讽刺 是真不怕含了大臣的心啊 楚霸天也不管有没有人回答他 其实 他也根本不需要人来回答他 说完 他抬脚就往皇后娘娘的七凤宫而去 至于这些家伙 他们不是想要来御书房见皇帝的吗 那就好好等着吧 哼 朕可是堂藏帝王 可不是街边的阿猫阿狗 你想见朕 朕就必须得理你啊 你们算什么东西 楚霸天心中狠狠地想着 脸上却不露一丝一毫的表情 这就是帝王之心 就算再精明的人 只要皇帝不乐意 你也猜不到皇帝的心思 这是身为帝王的必修客 不过 在离此不到一百里的官道上 三辆看似平常的马车 正不紧不慢地朝着京城的方向走来 那就是凯旋回归的大皇子 还有薛老将军一行人 在大将军的安排下 他们万寿山上的那些老弱妇孺 暂时被安排在了附近的山上 有燕与阁的人看护着 毕竟 在万寿山的全都是被流放的罪人 以及他们的家眷 甚至不到他们是无法进京的 当然 薛家是一个特例 忽然 前方传了一阵战马的嘶叫声 领头的马车猛地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楚桥东掀开车帘沉声问道 回禀大皇子 前方长公主的金雕来了 他 他 他还带来了一个人 还没等他说完 眼前就一阵风掠过 马车里早就人去车空了 那个前去查看的暗卫 原本平静如水的脸上 此时露出了一抹的震惊 哇 主子武功又精进不少了 真的好厉害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主子这样来无影 去无踪啊 暗卫一脸羡慕地说道 这主子太强大了 他们这些做手下的 真的是压力善大呀 山子 真的是长公主殿下来了 金雷一脸猛逼地问道 他可是记得 长公主殿下在韩武城 现在怎么来他们这里了 难道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楚清理上次来得匆忙 而且 他是直接动用空间来的 除了楚桥东和薛家人 别的人都没有告知 所以 就连金雷他们都不知道 楚清理来过这边 雷公子 不是长公主来了 暗卫摇头否认道 那你刚刚不是说 金雕带了一个人来 金雷一脸不解地 看着那个暗卫 在他的印象中 金雕是何等的高傲 他好像见过金雕 除了长公主殿下之外 也就在过云公子一个人 就连自家主子都没有做过 自己更是吃过金雕不少的苦头 回想起那些被金雕揍的日子 金雷真的是欲哭无泪呀 他原本以为主子的训练 堪称魔鬼级的 现在实在是看来 主子的训练 实在是太仁慈了 金雕 哼 要不是看在主子的份上 就你这若鸡样 想要本雕来训练你 简直就是做梦 金雷 确实 经过金雕的魔鬼训练 金雷现在的武功完全像变了样 这可把大家羡慕坏了 为此 他还收了好大一波谜地 就像眼前的这个暗卫 就是最好的谜地 不过 这一次他的痴迷 可不是对金雷的 他一脸痴迷地看着前方 嘴里喃喃自语道 金雕大人 他这次带来的 可是那个逃走的幽王爷 他真的好威武啊 就这么爪子一抓的来了 他 咦 人呢 暗卫觉得眼前黑影一闪 金雷就不见了 这一个两个的都在他的面前显摆 这是诚心要刺激他是吧 暗卫心中暗暗发誓 等回了京城 等下次见到长公主 自己一定要去求金雕 不 是去求长公主 让金雕大哥好好的教自己武功 否则 再这样下去 自己一定会被主子嫌弃的 要知道 他们烟雨格是做情报生意的 主子身边也是绝不会流废物 这边的暗卫 还在暗戳戳地想着 那边 楚乔东已经来到了金雕的身边 看着地上那狼狈至极的人 楚乔东的嘴角不由得颤了颤 不用说 这家伙一定是被金雕从上空丢下来的 看看这摔得灰头土脸 鼻血长流的 咦 不对 他这身上怎么连衣服也没有 只有一条薄薄的泻裤 身上这青一块子一块的 又是为哪般 嗯 这后背貌似还有手印 看着印子的样子 好像还是一个大男人的手掌印 楚乔东检查了一下发现 幽王爷此时武功内力尽失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楚乔东真的很难想象 以前有多强势 现在就有多落魄 就在楚乔东还在感叹人生的时候 地上的幽王爷却已经有了一些反应 他的意识渐渐回笼 只是 他不愿意面对随心魔主 却又感受到自己身边有人 好像还在查看他的身子 他想起了随心魔主的话 那个魔头说过 要把自己送给魔夫人 让他去服侍那个什么魔夫人 不行 自己可是堂堂灵兽国的王爷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这头可断 血可流 但是清白明洁不能丢 否则 到时候九泉之下 还不得被圣主皇帝 他的亲爹活泼了 这么一想 楚乔东也不淡定了 他疯狂地大叫了起来 魔鬼 你这个魔鬼 不要用你的脏手来碰我 你收起你肮脏的心思 你休想让我来伺候你 呜呜呜 你杀了我 杀了我吧 皇上 救命啊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就不该有这心思 不该去瞎想 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呜呜呜 楚乔业闭着眼睛 哭得那叫一个四心裂肺 断断续续 磕磕巴巴的 把该说不该说的全说了一遍 听得大皇子也是心惊不已 天啊 他说怎么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怎么都找不到 原来是被人带到了三国的边境 那个三不管的沙漠禁地 还被人吸了内功 差点被人练成毒人 送给那什么魔夫人当玩宠 哈哈哈哈 原来这幽王爷还有这种魅力 居然男女通吃 楚乔东想想都劲爆 楚乔业的这一趟沙漠行 貌似挺不错的 收获也挺丰盛的 有趣 只是那个什么随心魔主什么的 楚乔东还挺想见见的 这人一定有意思 他怎么也想不到 再不久的将来 他们还真的见上了 不过 那可是在战场上啊 大皇子一笑 楚乔业立马停止了吼叫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面前这个人 大皇子 怎么是你 这 这 这是哪里 楚乔业看了看自己身上 又看了看自己那条泄裤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这是让那个魔妇人吃了吗 否则 自己怎么会这样一不必体 就连唯一的泄裤 也是被撕成一条条了 为了验证自己不是在做梦 他在自己本就是 轻轻子子的大腿上 狠狠地揪了一把 四 好痛 楚乔业痛得呲牙咧嘴的 看样子 这不是做梦 可是 既然不是做梦 那他怎么看到了楚乔东了 难道 自己这是出现幻觉了 五 皇上救命啊 五 皇兄饶命啊 呜呜 父皇你别打了 而成错了 楚乔业一边哭 一边狠狠地搓着自己身上的皮肤 用手抓着地上的沙土 狠命地往自己身上搓着 很快 皮肤就搓破了 鲜血混合着沙土流了下来 一滴 两滴 三滴 很快 鲜血染红了地面 可他仿佛不知道痛一般的 楚乔业彻底失控了 他好像疯了一般 也许 他是知道痛的 他不过是想用着身体上的痛 去掩盖他自己心灵上的伤口 可是 不管怎么样 他的结局早已注定 他无论怎样都将是徒劳无功的 楚乔东不会可怜他 楚霸天也不会饶过他的 灵兽国的百姓更不会原谅他 要不是他的野心 灵兽国那么多的好儿郎 就不会无故丧命 百姓也不用为了逃避战乱 背井离乡 脱家带口的四处流浪 要是不严惩 就算楚霸天同意 老百姓都不会愿意的 不用说 等着他的将是律法的严惩 正所谓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甚至是罪家一等 楚乔东真的很想说一句 优王爷 你好好的王爷不当 非要把自己整个人不人 鬼不鬼的 这又是何苦啊 主子 他这是 惊雷刚走过来 就看你到了 这恐怖的一幕 他一脸猛逼地 看着楚乔东问道 也正因为他太震惊的原因 忘了边上还有一只金雕 正歪着脑袋 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来人 把球车赶过来 把他给本皇子 滴溜着关进去 楚乔东一声大呼 立刻有暗卫上前 几下就制服了 那个正在发疯的幽王爷 球车是事先准备好的 毕竟 他们烟雨楼的人和皇上的人 都在寻找这个逃跑的幽王爷 这准备工作可得做好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了 有句话说得好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主子 没想到咱们背下的球车 这回真的能用上 这下好了 再也不用担心了 太棒了 这真的是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惊雷想也不想的张口就说道 他 啊 惊雷的话才刚刚说完 楚乔东还来不及阻止 就被惊雕一翅膀扇出去老远 结结实实地摔了一个屁股蹲 痛得他自压咧嘴的 整个人都猛掉了 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这好好的 怎么又得罪这个大祖宗了 他想开口询问一声 可是 惊雕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第二翅膀又已经到了 啊 惊雷再次被一阵飓扇了出去 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猛了 此时的惊雷真的很想哭 有谁可以告诉他 自己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让他得罪了这个活祖宗 这辈子要这样惩罚他 他好歹也是燕羽阁的四公子之一 这让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呜呜呜 呜呜呜 他不要活了 他也没脸活了 惊雷一边躲 一边向楚乔东求救 希望自家主子能救他出火海 可是 他失望了 这一次 楚乔东连一点求情的表示都没有 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甚至 还有点幸灾乐祸的 呜呜 主子救命啊 惊雷刚刚闲闲地躲过了惊雕的一翅膀 朝着楚乔东一脸祈求地喊道 惊雷 没想到还有时间求救 看样子 雕凶还是太仁慈了 楚乔东看了一眼惊雷 发现他虽然是被惊雕山的险象还生 但是 他应该还有余力 对于舞者来说 每破一次极限 都是有好处的 就像当初的惊雷 在惊雕的翅膀底下 只有挨打的份 经过前段时间 惊雕的魔鬼训练 现在居然有了躲避的能力 虽然 大多数时间还是挨揍 楚乔东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这时候 那些暗处的暗卫 也纷纷现身 他们就站在那里 正正地看着这一人 一雕在那里比武 不对 确切地说是一个拼命的山 一个在地上满地打滚 样子真的是凄惨不已 不过 惊雕的每一翅膀 都是算计好的 他只是想让这个家伙 吃吃苦头 倒也不至于 让他真的致命 这家伙真的是太口无遮拦了 居然敢拿他主子 和那家伙去比较 哼 自己不收拾他 那收拾谁呀 看到惊雷的惨样 那些前一刻 还在羡慕惊雷的暗卫 全体沉默了 原来 这世上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 惊雷的提升 还真的不是一个意外 这得是多大的折磨呀 要是换作自己 估计接不住 刁大人的一个翅膀 一个暗卫看了看自己手脚 一脸的后怕 是啊 这要是换作我 估计这回都要翘辫子 咱们果然不适合这速成班 现在想想 咱们的那些训练 果然还是咱们主子仁慈 这真的是太直接残暴了 另一个暗卫 也是有感而发 没错 我以后训练的时候 再也不敢叫苦叫累了 毕竟 和这个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就是 就是 不要说暗卫有所触动 就连剑鱼也不得不承认 这惊雕的训练方式 有点特别 他到底是四公子之一 想法和那些暗卫也不一样 要不是今天时间不对 场合不对 他倒是很想试试 惊雕的这个训练方式 毕竟 这是一个武力为尊的世界 更何况 他们是舞者 过的本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今天你不想吃苦 有的是愿意吃苦的人 不进则退 你不想高人一等 那就等着被人踩进尘埃吧 这个道理他早就懂了 其实 暗卫在看 剑鱼在看 楚乔东和薛老将军 他们也在看 只是每个人的心得体会不同而已 楚乔东确实是在看 但是 他是一个上位者 他的立场和想法 都与其余的人不一样的 他的想法更简单 也更实际 有道是 不管你是黑猫 白猫 只要抓得住老鼠的 那就是好猫 金雕的训练方式特别 但是非常有效 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 他以后也要借鉴一下 要是可以的话 他会向小黄妹借一下 让金雕定期 去帮他训练一批人 以便以后的不时之需 暗卫们可不知道 自家主子的打算 他们更不知道 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的幸运就会被取消了 随之而来的魔鬼训练 将会一直陪伴着他们 直到某一天 楚乔东离开灵兽国 不过 现在来说 这还是挺遥远的事情 毕竟 他可是发了事 自己必须要护小黄妹一声 小黄妹在哪 他就在哪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马车里忽然传来了一阵痛呼声 夫人 你怎么了 要不要紧啊 看着洪氏那满头大汗的样子 薛丹阳立马慌了 这可是好不容易才怀上孩子 是他薛家的命根子啊 千万出不得一点差错 原本他想等孩子出生再回来 可是 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任性的 没办法 洪氏只能带着七个多月的运渡上路 好在有里儿的丹药 还有大黄子也非常照顾他们 一路上都是慢慢悠悠地行走 硬是把这一个月的路程 走出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当然 这当中安置大家 也是花了一些时间的 这眼看就要到了 刚才估计是前方的动静太大 洪氏也掀起车帘看了一会 估计是被吓到而动了胎气 现在 这上不到村 下不到店的地方 这可如何是好啊 杨儿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我怎么听到你媳妇的痛呼声了 老太太的声音里 透着一抹担心 这可是他们薛家第一个孙辈 是他心心念念 判了好多年的 这可是李儿的功劳 千万马虎不得呀 老太太这么一想 他实在是坐不住了 就算是浑身酸痛也顾不得了 立马下马车走了过来 有储清理的丹药和林泉水的酝氧 老夫人虽然年纪大了 还是长途跋涉 但是 她的精气神那还是相当的好 腿脚倒也还便利 娘 然而她好像动了胎气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薛丹阳一听到自己老娘的声音 立马开口说道 动了胎气 怎么会动了胎气的 你是怎么照顾你媳妇的 老太太这下急了 她脚步匆匆地 往他们的马车赶去 娘 对不起是媳妇的错 你就别怪相公了 红氏一听到 婆婆在责怪自家相公 忍着痛 开口辩解道 你不用替她说话 她没有照顾好你 那就是她的失职 没得解释的 老太太看了一眼自家媳妇 虽然红尚书不是人 帮着外人设计自家女儿 害得自家差点就着了她的道 其实 他们已经着了他们的道了 幸亏被脸识破 不过 红氏是一个不错的女人 她对杨儿的那份真心 她身为婆婆还是知道的 也非常的满意 这桥归桥 路归路 她是绝对不会混为一坛的 再说了 这出嫁从福 既然嫁到薛家 那就是他们薛家的人 她是绝对不会亏待她的 看着红氏那满头大汗 又满脸担心的样子 薛老太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柔身安抚道 红氏 你就放心吧 孩子不会有事的 娘也不允许她有事 听我的尽量放轻松 老太太的话 真的让红氏 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女人果然是最了解女人的 羊儿 你腿脚快 赶快去娘车上 把里儿给的丹药拿来看看 里面有没有合适 你媳妇吃的丹药 老太太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 立马开口吩咐道 薛老太太虽然焦急 但是 她毕竟是见过这种场面的老人 她知道 这时候 自己绝不能慌乱 她一边安抚红氏 一边指挥薛丹阳 娘 孩儿这就去拿 薛丹阳说完 就跳下马车飞奔而去 很快 她就把楚清理准备的 那个救急包给拿来了 老太太记得楚清理说过 她在每个瓶子上 都写有用法与用量 皇天不负苦心仁 老太太果然在里面 找到了几瓶丹药 那些都是楚清理 为红氏准备的 甚至 连路上可能发生的事情 楚清理都给考虑进去了 当然 他们不知道 楚清理的身体 虽然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奶娃 但是 她是带着前世纪出生的 她的心智 早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考虑的事情 当然不会一样 老太太一边给红氏喂丹药 一边观察红氏的反应 看样子 他们是熬不到进京了 孩子估计要提前出生了 这边的动静也传到了前面 薛老爷子也已经赶过来了 他一脸焦急地等在马车外面 还有随后赶来的楚桥东 就连金雕此时 都不再理会惊雷了 他低着大大的鸟脑袋 一脸愧疚地看着地上 他知道自己错了 要是这红氏 有个三长两短 主子一定不会饶过自己的 早知道会这样 他就不会在这里 教训那个蠢货了 可惜 千金难买早知道 他现在后悔也晚了 金雕想向薛老将军道歉 但是主子说过 他们不可以随便开口 会把人吓坏的 他只好慢慢地走到了 薛老将军的身边 用他那颗巨大的鸟脑袋 轻轻地蹭了蹭薛老爷子 没事的 你放心吧 这也不是你的错 薛老将军看了看金雕 伸出他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 轻轻地摸了摸金雕的大脑袋 这是一只非常有灵性的大雕 就是他把脸带到万寿山 也是他陪着脸救了他们所有的人 这可是他们薛家的恩人 老爷子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责怪呢 暗卫也自主地各司其职 把那辆马车护得牢牢的 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再也不能出一点差错 否则 长公主殿下和皇后娘娘怪罪下来 就算是主子也会担不起 啊 忍了许久的红侍 这回又痛得哀嚎出声 娘 男儿怎么样了 会不会出事啊 薛丹阳说道 阳儿啊 娘也不瞒你 你媳妇这是要生了 薛老太太开口说道 啊 这可怎么办啊 这荒郊野岭的 上哪去找稳婆呀 薛丹阳一脸焦急地说道 要知道 这女人生产可不是小事情 多少人在家里生产都会出意外 更何况 这还是在外面没有稳婆的情况下 这 这 这简直就是九死一生的好吗 夫君 你记住要是我有个什么意外 你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孩子 否则 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原谅你的 一波阵痛过后 红侍得以短暂地休息 他拉着薛丹阳的手 小声地说道 兰儿 不行 你答应过我 会陪我一辈子的 孩子咱们以后还会有的 可是媳妇只有一个 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薛丹阳一口回绝道 老太太张了张口 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外面 金雕用脑袋蹭了蹭楚桥东 雕嘴轻轻地张了张 赶快上来 去一个地方 啊 去什么地方 楚桥东一时半会 还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又不淡定了 雕兄 你 你刚才说什么 楚桥东看了一眼金雕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好像听到有人说话了 楚桥东抬头四处张望 边上一个人也没有 楚桥东知道 暗卫们不可能说话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刚才说话的那个人 哦 不能说是那个人 应该说 刚才说话的那只鸟 就是金雕 这一发现 让楚桥东震惊了 他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里可是世俗界啊 能够说话的鸟 最起码也是零售 楚桥东暗暗叹息道 这珍珠到底是珍珠 就算他身在世俗间 但他一样不俗 怪不得老古话会说 是珍珠总会发光 小师妹就是那颗天地间 最大的珍珠 和他在一起 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当初 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 楚桥东真想给自己 两大耳瓜子 要不是自己的疏忽 小师妹不会认识那小子 更不会有后面的事情 那样的话 他们现在一定在无上功 或者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如果想等着 给那个女人收尸 那你就继续担个下去 或者准备打破杀锅 问到底 本雕无所谓 反正我是兽 你是人 有你在主子 是不会怪罪我的 看到楚桥东 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中 金雕冷不防地再度开口 他的声音低沉有力 还略带雌性 听起来非常舒服 楚桥东这回是真的听清楚了 原来 自己刚才真的没有听错 他虽然震惊 不过楚桥东 到底不是普通人 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 这是自家小黄妹 在他身上看到一些 不平常的事情 那真的是太正常不过了 他一伸手 招来了一个暗卫 对他稍微吩咐了一下 暗卫转身就走 看着那个暗卫 朝薛老将军跑去 楚桥东对着薛老将军 挥了挥手 飞身上了金雕的背上 其余的暗卫 刚想要起身追随 就见金雕在着楚桥东 巨大的身子腾空而起 那速度真的是快得惊人 追吗 暗卫甲一脸猛逼地问道 嗯 你追吧 暗卫轨抬头看了看 那远去的小黑点 又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暗卫轨随口回答道 这 这速度推快了 我好像追不上 暗卫甲抓耳挠腮 一脸尴尬地说道 嗯 你不是轻功最棒吗 这连你都追不上 那我又如何追得上呢 暗卫轨感叹道 那现在 咱们怎么办 暗卫甲看着那空空的天际 心中无语极了 还能怎么办 凉拌 要不你也去整一只金雕来 让它带你飞去呗 暗卫以此时心中也不好受 这主子们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了 自己以后该何去何从啊 哼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你去给我抓只看看 你以为这是一只小麻雀 或者是山鸡呀 是咱们想抓就抓的吗 暗卫以一脸不满的吼道 鸡鸡鸡 叉叉叉 兄弟们这两个人类的家伙 居然看不起咱们麻雀一族 说咱们是弱鸡 咱们该怎么办 几只灰鹊从两个暗卫的头顶飞过 刚好听到了两个暗卫的谈话 没错 我也听到了 可是咱们鹊鹊一族也没有那么弱吧 好歹咱们有翅膀能飞 而它们却没有 只能凭两条腿走路 飞就更不用想了 就凭这一点 它们人类就不如自己 咱们可是伟大的鹊族 这弱小的人类居然还敢笑话我们 真的是太过分了 一只麻灰色的小鹊鹊 愤愤不平地说道 要是它们知道即将到来的事情 估计它们一定会让这些小麻雀 全都死翘翘的 只可惜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它们也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两个暗卫默默地看着主子 离去的那片天空 那里早就连黑点都不见了 更不用说自家主子了 走吧 我们也回去吧 暗卫甲正准备提气往回走去 就在两个暗卫看不到的地方 一群黑压压的小麻雀 在一只灰雀的带领下 正往两个暗卫所在的地方飞来 鸡鸡鸡 叉叉叉 出击 一声令下 小麻雀们纷纷朝着两个暗卫飞去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麻雀 暗卫甲发现不远处的麻雀大军 一脸猛逼地问道 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啪哒 暗卫乙抬起头 眼睛顺着暗卫甲所指的方向看去 这话还没有说完 一个黏糊糊 还冒着热气的东西 直接掉到了暗卫乙的脸上 暗卫甲一愣 伸手往脸上一摸 啊 妈的 哪只缺德的死鸟 居然把大便拉搂在脸上 暗卫乙看着自己手中的 那坨恶心的鸟屎 死的心都有了 叽叽叽 喳喳喳 就是他骂的我们 邋遢 在灰雀的带领下 一群黑压压的小麻雀 不顾一切地 往暗卫乙的头顶上空飞去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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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暗卫甲震惊的目光中 暗卫乙已经是狼狈不堪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居然会被一群麻雀攻击的 这不但是被攻击 还是以这样的方式 妈的 是可杀不可辱 老子和你们拼了 暗卫已顶着一身鸟屎 对着天空中的小麻雀 一掌打去 哄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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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只小麻雀中了掌风 来不及出声 就直接一命呜呼地掉了下来 鸡鸡鸡 叉喳喳喳 人类杀鸟了 一批已经拉过鸟屎的小麻雀 此时正没命地往山林中飞去 可是 随之而来的 则是更多的鸟类 它们和人类一样 瘦瘦之间 也有着一种同仇敌忾的味道 暗卫甲健壮 也连忙上前帮忙 结果就是和暗卫乙一样 不一会儿 就顶着一身的鸟屎 哭笑不得 这边的动作 也引起了那边薛老将军的注意 可是 身为公公兼祖父的他 这时候他不能走开 这毕竟是在野外 他必须要保证儿媳妇 和他肚子里孩子的安全 大皇子已经去找稳婆了 希望能够来得及 赵副将 你带几个人去看看 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薛老将军指着暗卫们的方向说道 是 末将领命 赵副将早就把薛老将军 看作成自己的长辈了 大皇子不在 那薛老将军 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头 对他的话 赵副将是言听计从的 早就忘了他们之间 原本的身份地位了 不知道 楚霸天要是知道 他会不会因此气得吐血 不过 他会不会生气 现在还真的不在 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 啊 啊 好痛啊 马车里 红是一脸惨白 额头上的汗水 早已被汗水打湿了 薛老太太正在那里安慰他 兰儿 你怎么样了 薛丹阳几次 想要进马车 都被他爹给拦下了 兰儿 你媳妇在生孩子 你一个大男人 爱手爱脚地进去做什么 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外面 薛老将军 一副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 可是 他也知道 自家儿子担心喜父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要是在家里也就罢了 最起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 这荒教野岭的 他也是真的担心 好在 这时候老太太发话了 兰儿 你快去烧点水 再准备一下 等会要用的东西 趁着红氏停歇的空档 薛老夫人连忙安排一些事情 省得等会手忙脚乱 这该准备的东西 也都准备好了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好在有了里儿的丹药 红氏的情况还算可以 不过 和他们相比 大皇子他们就不一样了 这里离京城不算太近不远 但是对于有急事的他们来说 那也绝对算不得近了 金雕再怎么聪明 他也只是一只金雕 找稳婆的事情 当然是由楚乔东 这个大皇子负责了 而他只负责飞行 楚乔东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堂堂大皇子 现在居然要去找稳婆 对方还是一个 和自己扒杆子打不着的女人 唉 想想自家小皇妹 他也就默默地忍了 既然如此 他当即决定 穿过眼前的小树林 那里就是云城镇 是一个还算可以的大镇 那里应该会有稳婆 雕兄 咱们往左边飞 穿过树林去云城镇 揪 没问题 你坐稳了 金雕大声说道 现在他们在半空中 楚乔东已经知道自己会说话 那他就不必藏着掖着了 直接口头交流 倒也便利 反正也不会影响别的人 不过 金雕不能进城 他的体型太大 一旦出现 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骚动 楚乔东告诉金雕 让他把自己 送到离城门不远的 一个偏僻的山谷 楚乔东在用轻宫赶路 好在这里离城门不远 楚乔东用了一刻钟 就到了云城镇 楚乔东不知道 这稳婆该上哪儿去找 大娘 请问一下 这云城镇上哪有稳婆 楚乔东一把拉过 一个赶路的大娘问道 啊 小伙子你要找稳婆干嘛呀 大娘被拉得一愣 想也不想地开口问道 随即反应过来了 这个大娘可是一个 相当精明的人 她对着楚乔东 上下打量了一下 嘴角微微一笑 小伙子 你真有眼光 要是问别的事情 张婆我或许不知道 但是 你要找稳婆那 真的是问对了人 我可是这十里巴乡人员 最好的 也最热心的人 经我介绍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介绍一个最好的稳婆 保准你等会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 说不定你下次还会 住嘴 你要是再废话一句 我就让你去给阎罗王介绍稳婆 楚乔东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大吼一声 把这张老婆子 下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正正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小伙子 浑身上下 抖得像筛子一般 公 公子 饶 饶命啊 老婆子我有眼无珠 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 求 求公子饶了老婆子这条狗命吧 张老婆子吓得面无人色 后悔得想就地去世 他没有坏心 只是想拿一点好处费 他是一个靠嘴吃饭的人 原本以为 这次可以小小地赚一笔 呜呜呜 他错了 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赚的 他以后再也不赚着 昧着良心的钱了 公子 你饶了老婆子吧 你不是要找稳婆吗 老婆子这就带你去 保证是整个云城镇 最好的稳婆 张婆子的话一落 楚乔东的脸色一变 这个老太婆虽然可恶 但是他不过就是用了一点小心思 想要捞点好处而已 还醉不至死 其实 这老太婆这么做 是真的不必要 楚乔东原本就打算付他辛苦费的 不管是身为大皇子 还是身为燕雨阁的宇墨公子 他都是一个不差钱的主子 要说金钱的话 楚霸天就算有国库 那也比不过他 楚霸天 儿子啊 朕的国库是空的 张婆子见楚乔东的脸色微变 心中更加慌了 他知道自己的今天是真的错了 他不该在别人急得火烧眉毛的时候 还在想着自己的那点银头小利 他发誓 只要能过平安活过今天 只要还能过见到明天的太阳 他一定洗心革面 好好做人 争取做到日行一扇 楚乔东不知道张婆子的想法 他只知道这个老婆子虽然可恶 贪心 但是他还这个需要找吻婆 与其再去找人询问 不如就他了 亮他也不敢再扯皮了 还不快起来 难不成还要等本公子来扶你吗 楚乔东的声音 冷得像寒冬的冰雪 张老婆子听着 却像冬日里的暖阳 他呲溜一声地爬了起来 不用 不用 老婆子腿脚还行 公子 咱们快去城东吧 那里的张吻婆 是整个云城镇口碑最好的 这女人生产可是一个大事 那可是脚踩两片天 张婆子好像忘了刚才的事情一般 又开启她的多话模式 不过 这次楚乔东倒没有发火 他对这个老婆子的话 倒是挺感兴趣的 哦 脚踩两片天 这话怎么说 楚乔东问道 公子 这女人生孩子 其实就像在鬼门关走一回 那是相当危险的 说她一直脚在棺材里面 一直脚在棺材外面 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不过 这个张吻婆 她的口碑和技术都不错 一定会让令夫人和小公子 平平安安的 楚乔东皱着眉头 看着张老婆子 这走一句夫人 又一句小公子 让楚乔东非常的不爽 她不知道 这世上除了烟 还有谁有资格 做她楚乔东的夫人 不过 刚才张婆子的话 她还是听进去了 女人生产这种事情 以前她从不在意 可是 现在不一样了 楚乔东抬头看了看 林寒城的方向 小黄妹现在虽然还小 可是 她也是一个女人 以后也会结婚生子 要是遇到危险 那可怎么办才好 楚乔东纠结了 自己现在是凡人之身 遇到这样的问题 她还真的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 看样子 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幼稚了 身为凡人 是保护不了小黄妹的 哪怕她真的当了帝王也不能 楚乔东忽然就 非常的想念她的师父 阿剔 阿剔 臭小子 你这个不孝的徒弟 是不是又在背后 偷偷骂为师了 无上宫中的一个院落中 一个白衣白袍 虚发揭白的老人 正盘膝坐在那里 他的对面则坐着一个 黑衣黑脸的魁梧大汉 他们的面前摆着一张棋盘 两人正在那棋盘上 谁也不让谁的厮杀着 无上尊者皱着眉头 用手揉了揉那发酸的鼻子 一脸无奈地说道 尊者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说你这仙体 也风寒感冒了吗 要不在下帮尊者 找个体贴的弟子 也好在身边照顾尊者 你看这无上宫的人虽然多 但是 现在少君不在 你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 这怎么行啊 黑脸大汉 看着无上尊者 一脸坏笑地说道 嗯 你个死黑鬼 你以为每个人 都像你那破地方一样 阴冷阴冷的 不是冻死鬼 就是病死鬼 八一中文网 本尊的无上宫 可是四季如春 风寒感冒 则更是无稽之谈 你以为我无上宫 是你的阎罗殿 本尊也不像你这只老鬼 几千万年 孤苦伶仃地 窝在那个阴深深的破地方 死不掉也活不了 你看我这无上宫 要多热闹 就有多热闹 无上尊者一指外面 气得阎罗王 差点原地升天 你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君真的是好心 却被阁下 当成了驴肝肺 哼 阎罗王本就是一个 黑脸大汉 这会一生气 那就是更加的黑了 要不是无上宫足够亮堂 大家真的会撞鬼 也不一定 哦 是吗 阎君确定 今天来我无上宫 真的是来关心我的 而不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无上尊者看了对方一眼 毫不留情地拆穿道 我 看着这样的无上尊者 阎罗王忽然就没底了 他特意来关心他 当然不是啊 要知道自己可是十殿阎君 名界恶鬼又多 他哪有这个闲功夫啊 原本今天是来探探口风的 毕竟 上次黑白无常 可是在他的两个徒弟手中 那是吃足了苦头 不仅如此 他们还硬生生地办砸了事情 到现在还在十八层地狱受苦呢 可是 现在他忽然不敢说了 这家伙是有名的互犊子 他怕等会自己双拳难敌四手 真的被打成了死鬼 可怎么是好 他不怕死 也不会死 但是他要面子啊 怎么办啊 阎罗王急得额头冒汗 虽说这事情都过去几百年了 可是 无上尊者依旧看阎王爷不顺眼 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揍一顿 他也知道 其实这真的不怪阎罗王带走他的小徒弟 毕竟 当初一二是魂飞魄散的 作为十殿阎君的阎王爷 这本就是他的职责 可是 这并不妨碍自己看他不顺眼 更不用说这次的事情了 要是可以的话 他还想去砸他的阎罗殿 要不是这小子 他的小脸 就不会被逼无奈地去取心头血 他还这么小 才五岁不到啊 这让他这个做师傅的 如何不心疼啊 这些家伙真的太过分了 居然敢这么欺负他的宝贝徒弟 别以为他们在俗事 自己就不知道了 自己这还没来得及去冥界找他算账 他倒好 居然还敢找上门来 这不是皮痒 他简直就是犯贱 无上尊者这会起也不下了 他直接站了起来 眼神不善地看着阎王爷说道 那样子 让阎王爷心中咯噔一下 按到这下完了 自己貌似碰触了 这具老头的高压线了 他真怕无上尊者一不开心 就对他直接来上一拳 要是那样的话 自己连深渊的地方都找不到 你 你 无上尊者你想干什么 本君不就是好心问问你一句吗 你有必要这样生死仇敌一样的 看着本君吗 咱们好歹也有千万年情义在呀 不至于吧 阎罗王一脸惊慌又无奈地说道 他是真的服了 这无上尊者师徒的魄力了 为了让小徒弟平安归来 还真的舍得让自家大徒弟 舍去一身的法力 投胎轮回地 追着那个小徒弟去世俗间 光这份情义 真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情义 黑鬼你是不是对情义两个字有误解呀 你难道忘了吗 咱们之间可没有情义 有的只是满心的仇恨 无上尊者的话是一针见血 简直不要太狠了 把阎网爷气得胡子翘得老高 要不是实在是怕打不过 他一定会和无上尊者拼命的 可惜 他真的不敢啊 这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的道理 其实也一样 适用于别的种族 就比如现在的阎网爷 他真的是郁闷死了 没办法 他只好实话实说了 无上尊者 本君今天来你这无上宫 确实是有要事相伤 哼 你这黑心鬼 总算是说实话了 无上尊者开口说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没素质 哼 本君大人有大量 看在咱们多年的情义上 不合你一般见识 阎网爷也不知道 这是在安慰自己 还是在故意说 给无上尊者听的 反正 他就是这么说了 也不管人家那鄙夷的目光 尊者 本君今天是为那 灵兽国的长公主和大皇子来的 想必尊者一定知道他们吧 阎网爷看了一眼 无上尊者 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回答他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无上尊者也不打断 他就那么静静地听着 脸上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忧虑 当他听到楚清理拿出心头血的时候 无上尊者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怒火 那是一种极度心疼后的恼羞成怒 他狠狠地瞪了阎网爷 恨不得把他直接给狠揍一顿 一些心头自怒火 可惜 阎网爷没有看到 你说完了吗 无上尊者问道 还没有 尊者 令徒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他怎么可以联合魔教 把一个明明已经离体的魂魄 硬生生地打进体内 还让他得以生还 这明明是在和我们冥界作对 要知道 这人的生死 他在出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定好的 他们怎么可以随意出手破坏呢 阎网爷非常不满 笑话 既然人家的生命是老天爷早已定好了 那他们不过是一凡人小孩子 又能怎么可能逆天呢 更别说从黑白无常的手中抢人 你觉得 这话说出去 有人会信吗 难不成说 你们明界已经没落到了这种地步 自己没本事 还要找人告状 你也真的是一个万年的老不休 你不嫌丢人 我还没脸听 无上尊者的话 真的像一金奔锤 打在了阎网爷的胸口 谁说他不觉得丢人啊 他这是连鬼也一同给丢了 可是 这怎么办啊 那是自己的手下 这办事不利 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是上面怪罪下来 他一样吃不了兜着走 再说了 那两个真的是普通的凡人小孩吗 难道 他们的身上就没有无上宫的宝贝 无上尊者 他们的身上当然没有无上宫的宝贝 因为 他们两个本就是无上宫的无价之宝 怎么 阳王爷不相信 那你可以去查 人是你送去的 我无上宫有没有人去过零售国 这一查便知 无上尊者的话一落 阳王爷的眼睛滴溜溜一转 嘴角微微一扬 他以为自己够黑 没有人看得到他的表情 谁知他的一举一动 都没有逃过无上尊者的眼神 哼 这个黑鬼想暗中下手 真的是胆肥了 阳王爷 不好意思 本尊刚才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 烦请阳王爷把话听完之后 再做决定 也不迟 完整内容 无上尊者冷笑一声 哦 尊者还有话说 阳王连忙收起脸上的那抹笑意 一脸恭敬地说道 没办法 人家道横高 本领强 自己惹不起怎么办 哼 本尊者把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谁敢私下去找两个孩子的麻烦 那我无上公将会与他死磕到底 实不罢休 别以为我无上尊者是开乱笑的 不信的话 你大可以试试 看看你的阎罗殿 扛不扛得住本尊者的怒火 没错 要是谁敢动我们的大师兄和小师妹 我们师兄弟将与他们死磕到底 虽远必诛 就算是你的十八层地狱 我们师兄弟也不介意闯一闯 早就听闻那里面关着不少阴魂 到时候 要是一不小心跑出个三五万个 不知道你们冥界有没有责任啊 话音刚落 几个身穿无上公弟子服的年轻人 就出现在了门口 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他该怎么办才好啊 邵炎 邵泽 邵凡 你们怎么出关了 无上尊者看着自己的三个徒弟 心中非常的欣慰 无上尊者有五个徒弟 邵君也就是现在的楚桥东 那是他的大弟子 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有他在无上公中大大小小的事物 根本就不用无上尊者操心 而鸭儿则是他最小的弟子 也是他这些徒弟宠爱的小妹妹 他的这些弟子感情都非常的好 这一点无上尊者非常放心 要是这黑鬼真的想偷偷地干点什么 不用他说什么 就他的这些弟子 也一定会把明界闹一个天翻地覆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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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朝着无上尊者 连忙行礼道 嗯 不错 这次闭关一个个都小有成就 只可吸出来的早了点 否则就更好了 你们后续好好巩固一下 无上尊者点了点头说道 是 师父 三个人乖巧的不行 师父 自从小师妹和大师兄走了之后 咱们无上宫 这是第一次来客人了 这么大的喜事 咱们当然要来拜见一下 混得脸熟不是吗 四弟子邵凡 一脸笑意地说道 哼 喜什么喜呀 这黑心鬼可没安好心 他这是准备回去偷偷算计咱们大师兄和小师妹 不过 我少延把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谁敢动我大师兄和小师妹 我少延第一个不同意 他要敢真的去做的话 那我少延必将与他们死磕到底 少延的话一落 少泽也立马接枪道 嗯 二师兄说的没错 就算是十八层地狱 我们师兄弟也不介意闯一闯 少泽看着阎王爷 阴策策地说道 是啊 早就听闻那十八层地狱里面 关着不少阴魂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见识一下也是好的 少延看着阎王爷 好像下一秒就准备启程一班 阎王爷看着这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说句实话 他是真的头疼 哎呀 二师兄你可千万别偷偷去了 那明界的十八层地狱就有火山地狱 万一你一时兴起晚起火来 把整个明界烧了 可如何是好啊 少凡略带焦急地说道 这是哪里来的魔头 怎么动不动就要烧人地盘 这无上宫也太不把他们明界放在眼里了 真的是岂有此理 可是 他的心思根本就没有人在意 只见少泽手拿玉鼓扇 手腕轻轻地晃动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二师兄 四师弟说的没错 你那玩火的本领实在是太霸道了 就像四师弟说的 到时候 万一不小心把整个明界给点着了 那可是就真的是考鬼了 咱们是文明人 可千万别太过分了 为了稳妥起见 这样的是事情 二师兄还是别去了看了 说话的是无上尊者的三徒弟少艺 杨王爷一听 心中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这无上宫中 总算还有一个知道分寸的文明人 可是 杨王爷说到底还是太单纯了 估计是自己常年住在地底下 不和人沟通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人类的想法 也对 他是鬼 还是一个鬼头 常年也不会见一个人 毕竟 凡人根本受不住他的阴寒之气 所以 他的这个想法 很快就被自己给否决了 没错 就是他自己否决的 要说无上尊者的这些徒弟 还真的是各有个姓 老大少君冷漠寡言 是无上宫中的少公主 他的性子 是这些徒弟当中最沉稳的一个了 二徒弟少艳脾气火爆 一言不合 就直接操控火焰 烧得你哭爹喊娘的 三徒弟少泽 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他的性子殷勤不定 喜好无常 四徒弟少凡 则是一个笑面虎 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你下手 有到是他笑得越甜的时候 危险系数也就越高 不过 他不笑的时候 也一样的不安全 小徒弟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女弟子 他单纯可爱 是一个无庸无虑的小姑娘 每天就爱和瘦瘦在一起 他的御寿天赋非常的好 二师兄 四师弟 你们可别忘了 师父经常教育 我们要乐于助人 以德抱怨 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师父的尊尊教会 给我们无上宫抹黑 邵泽一脸真诚地说道 那三师弟准备怎么做才好 少言开口问道 二师兄 大师兄曾经说过 明界的望川河 好像千万年来都没有人去排鱼了 万一哪天淤泥堵了出水口 那明界岂不是要水灾泛滥了吗 师父教过我们不仅要乐于助人 还要学以致用 我打算去明界帮他们 把望川河轻轻淤泥 再把望川河水给重新引导一下 或者做一次南水北钓也不错 把望川河里的水重新换一下 我记得那北城国不是很缺水吗 我把望川河里的水 给排去北城养沙漠 再把墨井国的海水 给望川河引过去 这样望川河里还能养点海龟海鱼的 严君想要吃点乌龟 邵泽一口气说完一脸自己的伟大计划 听得邵岩和邵凡心服口服 那崇拜之心真的有如那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好好 三师兄的计划实在是太好了 这么好的事情师弟我也要一起干 邵凡拍着胸脯说道 没错 算我一个 到时候严君要是想要吃烤乌龟 我倒是可以代劳 众人为乐又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师父你说对吗 二师兄邵岩看着无上尊者 笑咪咪地说道 嗯 不错 你们都是师父的好徒弟 没有忘记为师的教会 咱们修行之人就该日行一善 这就是天意 那你们就从明界开始吧 阎王爷 停停停 阎王爷气得胡子翘得老高 他这阎君还在这里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真当他死得不成 好吧 他好像还真的不是一个火人 可是 即便是这样 那也不行啊 这都是什么河什么吗 谁告诉他们 望穿河需要清淤的 你们师徒四人 怎么可以这么随意决定我明界的事情呢 海南水北调养沙漠 这望穿河的水是可以随意冻的吗 什么海水引进望穿河养乌龟 这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没有黄泉水的望穿河 他还叫望穿河吗 没有黄泉水的明界 那还能叫明界吗 要是真的那样的话 他这个十殿阎君 还不得被御地给直接油炸了 嘎崩脆啊 阎王爷郁闷得不行 这无上宫中从无上尊者开始 这姥姥小小的真他妈是一群疯子 以后打死他也不来了 阎王爷想到这里 他立马开口说道 无上尊者 各位贤侄也忙 这明界的事情就不劳诸位费心了 阎王爷说完就要往外走去 哎 阎君大人 你等等我们师兄弟 我们和你一起走 少凡看了一眼阎王爷 又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师兄 示意他们千万别拖后退 他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眼神是真成极了 看得阎王爷一愣一愣的 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不过 人家才不管呢 他继续说着让鬼崩溃的话 哦 你看咱们一起去 这做事情就是这样 人多力量大 人多干活也热闹一点 那干起活来也就更加的有劲了 少凡笑咪咪的说道 嗯 就是 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喊个口号什么的 我曾经看到俗世间那些人在干活的时候 他们就是喊着口号干的 少泽也点头说道 不过 到时候这安全就麻烦严君多费心了 毕竟 这事情你们再行了 否则 要是一不小心 跑出来个三五万个阴魂 恶魂的 那就不大好了 想什么呢 还三五万个 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阎王爷的嘴角猛的抽了抽 严君 这种事情你们民间应该是熟门熟路了 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办法的吧 到时候 可别说我没有早通知哦 少凡笑咪咪的问道 阎王爷 无上尊者 世人都说他们鬼可怕 阎王爷怎么觉得和这些家伙相比 他们阴间的鬼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无上宫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他们不仅可怕 还腹黑不要脸 就像现在的无上尊者一般 一直笑咪咪的看着他的爱徒 你们可不能胡来呀 阎王爷的脸色猛的变了 他可是清楚的知道 这十八层地狱可是关着十万恶魂 不要说跑出了三五万个 就算不小心跑出三五个恶魂 他这阎王爷都将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 咱们望川河也不需要清淤 本君对那什么乌龟 海龟的也不感兴趣 这民间还有事情 本君这就告辞了 阎王爷走出两不一 又回头看了看那些一步一趋的家伙 各位留步 不要再送了 咱们后会有期 不 咱们后会无期 记住望川河不需要清淤 日行一善也别来冥界 再见 再也不见了 阎王爷逃也似的跑了 好像后面有鬼 在追一般 阎君 阎叔叔 您老走慢点 先回去安排一下 咱们师兄弟把境界吻一下 过几天再来看您老人家 少凡看着阎王爷的残影 大声呼喊道 啊 阎王心中一咯噔 脚下一亮枪 一个跟头从云层中栽了下去 一声惨叫声传了过来 扑呲 无上尊者忍不住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 无上宫中传出了一阵 响彻云霄的大笑声 师父 那黑鬼会不会在我们这里栽了跟头 回过头来去对付大师兄和小师妹 特别是小师妹 少延开口问道 是啊 师父 要不图儿去俗室保护小师妹 省得他没有靠山被人欺负 少泽也一脸跃跃欲试地说道 哼 这个你们就别想了 你以为你们小师妹是指胡的 他在俗室不欺负人就不错了 无上尊者想起自己看到的那一幕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他是不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是没有看到 黑白无常回音间时的那个惨样 要是看到了就一定知道 他们心中那个指胡的小师妹 是一个连鬼也没有放过的人 林寒成和韩武国交界的一处幽深的山谷中 楚清理两眼泪汪汪地跟着毕忧 他今天在这山谷中已经转用了两个多时辰了 他不知道毕忧拖着自己 他到底要干嘛 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瘦瘦 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拉着他 在这里瞎转用 只是他真的走不动了 两只小短腿每迈出一步 都要好大的勇气呀 他不知道自己要转到何时才是个头啊 看着这清清脆脆 郁郁葱葱的山谷 楚清理真的是欲哭无泪呀 毕忧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干嘛 大眩盲看了他一眼 硬是没有说话 毕忧 那能不能让我招一只瘦瘦来代步啊 你知道的呀 你主子我才五岁不到 还是一个小宝宝好不好 楚清理揉了揉自己的小短腿 他一脸委屈地说道 毕忧从他的手腕上伸出头来 小小的蛇脑袋 摇得和波浪鼓一般 他的眼中有着兴奋 还有一丝的祈求 他用自己的蛇尾巴 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以此来告诉他 此时他们不能说话 好吧 不说就不说 那我累了 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会 你总不至于拦着我吧 楚清理用眼神询问道 毕忧看了看天空 又看了看楚清理那略显惨白的脸 最后 他无奈地点了点头 楚清理找了一块大石头 直接把自己往大石板上一躺 哇 好舒服啊 楚清理躺在青石板上 望着天空中的云转云输 他常常地舒了一口气 原来 幸福是这么简单的 就在楚清理舒服得快要睡着的时候 毕忧猛地睁开蛇眼 楚清理也吓一跳 只见离此不远的天空中 那黑云翻滚 闪电一道一道地往下劈 这是怎么回事 毕忧 那边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为什么电闪雷鸣的 难道 那里出妖怪了不成 咱们要不要快点跑啊 万一那妖怪等会被雷劈地发火了 拿我们出气 把我们一口吞了 那可怎么办 楚清理看了看自己的细胳膊细腿 眉头皱得紧紧的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里 一眨也不敢眨的 他可不想一年早逝 就连逃跑的姿势 此时都已经摆好了 只要一发现不对 他就立马跑路 开玩笑 就自己这小身板 还不够妖怪塞牙缝的 不跑还能咋的样 主子 你放心 那里可不是什么妖怪 那里是有兽兽在肚结 毕忧一脸羡慕地看着那个地方 心中暗暗揣摩着 这样的雷电 自己又能扛住多少 估计 他是连一道也扛不住 灰飞烟灭在所难免 不过 即便是这样 毕忧还是一脸的兴奋 他相信自己 在不久的将来 也一定会成功肚结的 为了能够近距离地观察 别的兽兽肚结 好让自己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这些年他只做两件事 除了待在那个石库中修炼 就是在各个山脉中 穿梭找寻别的修行兽 皇天不负有心兽 辛苦付出 终究是有回报的 他终于在这一处山脉中 找到了一颗巨蛋 通过无数次的观察 试探 以及自己对那家伙的了解 算准了他今天会肚结 这不 就拉着主子跑了大半座山谷 特意来这里近距离取经的 当然 他要是渡不过去 那自己就是来捡便宜的 看着那电闪雷鸣的 楚清理一脸好奇地问道 杜结 必有你说的杜结 和我理解的杜结有区别吗 主子 这应该没有区别 就是修行中的兽兽 想要在上一层楼 他就必须要经过天雷的洗礼 要不 咱们两个现在偷偷溜过去看看 说不定还能捡点便宜 不是吗 必有看着楚清理 算计的小眼睛 一个劲地眨巴着 那可是一个和主子一样的大家伙 他可不是一般的高傲 这要是放在平时 以主子现在的能力 想要说服他 那几乎就是一响天开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今天不一样 他在渡劫 如果渡不过去 那自然是灰飞烟灭 要是侥幸能够渡过去 那也是遍体鳞伤 这个时候主子出手 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楚清理一听 眼睛中光芒一闪 他立马从石头上蹦了起来 朝着那边冲了过去 此时 他脚也不痛了 腿也不觉得短了 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 肚结 那可是肚结呀 是平常人一辈子 也难得遇到一次的肚结呀 楚清理的心中 那叫一个高兴 主子 慢点 你慢点啊 看着楚清理的动作 手腕上的必忧 那叫一单心 他忍不住地出声提醒道 主子 咱们现在不能靠得太近了 否则 就会被那个没心没肺的天道发现 那样 他会连我们一起给劈的 要知道 那可是天雷 一道天雷下来 主子你就再也看不到可爱的必忧了 而我就真的灰飞烟灭了 必忧一边说 一边偷偷地看着楚清理的脸色 其实 不要说是他 就是现在的主子也一样 这肉体繁胎的 根本就受不住天雷的怒火 只是必忧他不敢说而已 嗯 知道了 你放心吧 你主子我有分寸的 我还没有活够呢 楚清理虽然年纪小 但他也不是不懂事的人 不要说这是杜杰的天雷 就是前世 那普通天雷 一般人也承受不住啊 那就好 那就好 必忧松了一口气 他们找了一个视线好 又不在天雷攻击范围之内的地方 悄悄地躲了起来 静静地看着那滚滚天雷下的 那一道金色的影子 必忧 你看那个杜杰的是个什么东西 它怎么看起来好像一颗鸡蛋啊 楚清理用手指着不远处 那个一会在地上滚动 一会又被天雷轰到半空中的 椭圆形东西说道 鸡 鸡 鸡蛋 主子 不是吧 你管它叫鸡蛋 必忧一脸猛逼地 看着楚清理问道 苍天啊 不知道有哪只鸡 能够生出那样的蛋啊 他也好想去抓两只过来养着 必忧一边感叹 一边也替那个牛逼哄哄的 大家伙觉得惋惜 自己在主子心中 好歹也是一条小蛇 可是 人家可是堂堂老大 虽然还没有出生 结果到了主子的口中 就成了一个鸡蛋 鸡蛋 哈哈 必忧张开大嘴 笑得蛇身乱颤 笑得楚清理莫名其妙 他不知道 这条封披的蛇 是不是杨颠峰发作了 有必要这样吗 楚清理可不觉得 自己说那颗鸡蛋 有什么不对 只不过 这鸡蛋 好像个头确实大了一点 不过 人家都是一颗肚结的蛋 大一点也没什么不对 更何况 这天打雷劈的 说不定是给劈肿了 也不一定啊 对 就是被劈肿了 唉 可怜的娃 果然 没妈的孩子像磕草 真的是一点也不错 楚清理自顾自的嘀咕着 也不再管那条封披蛇了 就算此时他张大嘴巴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 咔嚓 咔嚓 雷杰还在继续 那颗蛋从最开始的灵活躲避 到后来的迟缓滚动 无一不是在述说他此时的艰难 大血盲也停止了大笑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罕见的严肃 这家伙这么强悍 居然都被劈成这样 自己以后真的能扛得过吗 楚清理才不管以后 他正正地看着那一动不动的金蛋 还有一层环绕着金蛋的蛋蛋金光 又看了看天空中那极具的黑云 碧哟 这雷杰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我怕那颗蛋蛋要是再劈下去 就该熟了 你看都开始冒气了 要不咱们等会把它分了吃了 这煮鸡蛋 炒鸡蛋 煎鸡蛋我都吃过 唯独没有吃过天雷劈熟的鸡蛋 也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 楚清理说到这里吸溜一下口水 他仿佛已经闻到了鸡蛋的香味了 啪哒 楚清理觉得手腕上一清 低头一看 就发现碧哟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正一脸惊惧地看着楚清理 咦 碧哟 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掉下去 楚清理一脸担心地问道 这家伙不是连睡着也不会掉下去的吗 为什么现在会摔下去 主人 你好恐怖啊 碧哟一脸忧伤地看着楚清理 原本他还想着 自己要是哪天渡劫失败 可以求主子 给他找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安葬 现在 估计是不可能了 到时候主子会不会也像现在这样 吸溜着口水说道 烤蛇肉一定也很好吃 说不定他也烧烤料都准备好了呀 楚清理不知道碧哟的想法 要是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告诉他 烧烤料早就在空间里放着呢 这时候 地上的金蛋总算是有了一丝生气 可是 天空中的云层也终于集结完毕 主子 这是最后一道天雷了 是生是死 就看着最后一击了 炕得过他就出生 以后那是金光大道 炕不过那主子 说不定就真的可以吃烤蛋了 碧哟看着那黑沉沉的天空 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极度 担忧 或许都有一点吧 就在这时 楚清理看到地上的金蛋动了 他飞掠而起 朝着半空中飞快地逃去 也就在这时 那水桶粗的闪电 朝着金蛋劈了下来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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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九道天雷 都不带停歇的 劈的那金蛋 朝着楚清理的方向直掉了下来 把那坚硬的地面 砸出了老大的一个坑 瞬间 山谷中尘土飞扬 楚清理下的后退了几百米 求求你 救我 在那金蛋即将接触地面里一瞬间 一道微弱的声音 在楚清理的脑海中响起 你是谁 楚清理问道 可是 回复他的 除了那漫天的尘土 就是必忧的满怨声 蛋蛋 是你吗 楚清理再问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 等尘土稍稍好了一点 楚清理试探着走了过去 这时候 天空中的节云已经退去 太阳重新露出了笑脸 蛋蛋 蛋蛋你还好吗 蛋蛋 你要是还活着你就给我一点提示 否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救你啊 不知道为什么 楚清理就是觉得 刚才的声音 一定是金蛋发出来的 而且 听到这个声音 楚清理的心中 还有一丝的心疼 咔嚓 楚清理的话刚落 金蛋就裂开了一条细小的裂缝 楚清理一见 心中立马一洗 他知道这是蛋蛋 在回应他 也许 他太虚弱了 只能以此来回应自己 主子 这只蛋他受了重伤 已经筋疲力尽了 估计是活不成了 必忧的声音 在楚清理的耳边响起 要是别的瘦瘦恢复起来还好一点 可是 这还是一只没有破壳的蛋 要是没有外力的帮助 它很难破壳出生 外力帮助 可是 自己要怎么帮助它呢 难不成是帮它把蛋壳剥开不成 既然如此 那就包吧 不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鸡蛋壳吗 可是 楚清理想错了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壳 这壳可是这个世上最坚硬的东西 哪里是它可以包得开的 楚清理看着这个鸡蛋壳 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这壳怎么办啊 必忧 你倒是帮你主子 我想想办法呀 我要怎样 才可以帮他把这鸡蛋壳剥开 楚清理看着那悠闲悠闲的大血蟒 一脸无语地问道 主子 不是必忧不帮主子想办法 而是 必忧是真的没有办法 可想 这壳除了他们自己能破 必忧是真的想不出来 还有什么人可以破开它 更何况这时间紧破 就算找人也来不及了 只有他自己能破 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这么多的天雷 都没有把他的壳打裂 可见他的壳有多硬了 只是 自己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苏醒过来呢 楚清理蹲在那里 轻轻地抚摸着蛋壳两酒 忽然 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好像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不过 这不试试 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楚清理心念一动 一杯淋泉水 就出现在了手中 他对着金蛋小声地说道 淡淡 咱们相识一场 原本 你有难 我应该想出手相救 可是 你的蛋壳实在是太硬了 我没有办法 也实在是包不开 毕游说 这蛋壳 只有你自己弄得开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杯子里是灵泉水 这可是救命的好东西 但我不知道 它对你有没有用 我暂且一试 要是连这个也没有用 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说完 也不打算听人家回答 楚清理把灵泉水 顺着那裂开的缝隙 倒了下去 一滴 两滴 半刻中过去了 楚清理已经把一整杯的灵泉水 都倒了下去 说来也是奇怪了 那一大杯子的灵泉水 居然没有一滴流走 而是统统进了那道裂缝 果然 那裂缝大了好多 只不过离出生还远得很 不过 楚清理好像看到了希望 灵泉水虽然珍贵 但是 它却有很多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 就这样 楚清理的灵泉水 仿佛不要钱一样 左一杯又一杯地 往那金蛋的缝里灌去 可是 那个金蛋里的东西 始终没有出来 楚清理算是知道了 那里面的东西不是自己出过来 而是 他耍赖皮 不愿意出来罢了 哼哼 对付这样的东西 楚清理有的是办法 他倒是想看看 到底是这家伙厉害 还是自己更牛了 必忧 你家主子我好像饿了 咱们要不要去弄点东西吃吃 楚清理看着那颗蛋蛋 嘴角微微一扬 他知道那小东西 此时一定竖着耳朵听着 他就想看看 他还能不能窝在里面 主子 你饿了呀 可是 这山中的小动物 都被天雷给吓跑了 现在还真的找不到吃的东西 要不咱们把这蛋蛋给煮了 反正他也就不活了 等再过两天 他就该臭了 楚清理暗暗给了 必忧一个大拇指 真不愧是自己的瘦瘦 果然是心意相通的 等会一定要好好地 奖励他一番 灵泉水是必不可少的 必忧的话一落 楚清理看到那颈身 微微一抖 似乎还传出了一声 嘀嘀的嘲笑声 不过 也仅此而已 楚清理嘴角微微一抽 这是还玩上了 好吧 你既然爱玩 那我就陪你玩会儿 前提是你要玩得起 就这样 楚清理手掌一番 一蹴幽蓝色的灵火 就凭空出现在了 他的手掌中 涅槃之火 你是凤凰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你明明是一个人类呀 但壳中小家伙 这下直接愣住了 完全忘了 外面的楚清理 已经把火移 到了他的蛋壳外面 涅槃之火 可不是开玩笑的 小家伙还没想明白 就被烧得哇大叫起来 他感觉蛋壳里面的温度 都快要把自己烤熟了 这可不行 没死在天雷之下 反而死在了一个 凡人的火焰下 那他以后 还有什么脸走出去 小家伙猛的一用劲 那坚硬的蛋壳 立刻四分五裂了 楚清理也没有 真的想要怎么 否则他也不会出手 就他了 哇哇哇 好烫啊 一道金色的残影 飞了出来 那速度真的是 要多快就有多快 他猛的冲向了天空 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主子 那家伙跑了 真的是可惜了 必忧看了看 那一望无际的天空 万分惋惜地说道 放心吧 他不会跑 不但现在不会跑 以后他还会死皮赖脸地 跟着我们 就算你拿棍子 也赶不走他 楚清理看着 那个大蛋壳说道 现在 他的注意力 都在这个蛋壳上 这水火不容 金刚不坏的蛋壳 说不定还是 炼气的好材料 自己是不是 把他们说空间里呢 可是 这东西好像是 刚才那个小家伙的 这没有经过主人同意 是不是不好啊 主子 你快看啊 那只小东西 真的回来了 可是 还没等他抬头 楚清理就觉得 一阵风吹过 自己的手腕上一凉 他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左手手腕处 多了一个金色的手环 楚清理一愣 随即了然了 这家伙是准备和必忧一样 在自己的手腕上了安家了 喂 那个鸡蛋 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啊 大血蟒一急 话就脱口而出了 小家伙一听 立马不高兴了 他那小小的眼睛 忽然射出了一道 红色的光芒 楚清理只觉得 忽然有一阵 铺天盖地的威压 不过是朝着大血蟒而去的 撕 撕撕 别看大血蟒的体型大 可是 种族的差异 那真的是致命的 在小家伙的威压下 他巨大的身体 直接匍匐了下去 很快就缩成了一团瑟瑟发抖 不过 对于小家伙的威压 楚清理倒是不觉得怎么样 此时 他正一脸惊喜地 看着这个小不丢丢的家伙 他怎么也想不到 就这么一条小蛇 居然能让必忧 这么大一条血蟒 吓成这样 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品种 喂 蛋蛋啊 你差不多就行了 碧忧怎么着 也是我的受宠 你怎么可以当着我这个 主人的面欺负他 你也太不把我放眼睛里了 你这样子 让人很不讨喜 知道吗 楚清理的话 让大血蟒感动得稀里哗啦 要不是蛇没有泪线 他一定会泪流满面的 还是主人最好 他以后要加倍地爱主人 碧忧抬头 用他那感动的眼神 深深地看了一眼 楚清理一眼 主人 谢谢你 楚清理的话 让小家伙瞬间委屈上了 他用一双泛着金光的眼眸看着楚清理 眼神中有着迷茫与不甘 我不叫蛋蛋 也不叫鸡蛋 我是金龙 小家伙开口说道 哦 金龙是什么品种的蛇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不过 金龙鱼我知道 以前还经常买的 楚清理小声嘀咕道 喂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都说了我是金龙 金龙你知不知道 是龙不是蛇 还有 那金龙鱼又是个什么鬼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家伙顿时急了 他冲着楚清理脸红脖子粗地叫唤道 喂 不是就不是呗 有什么好叫唤的 是是是 你是金龙 是龙这种话行了吧 楚清理也不甘示弱 不过 下一秒他就猛了 等等 你刚才说 你是什么 楚清理看着手腕上的那条小东西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刚才好像听到这小东西说自己是龙不是蛇 哼 我是龙 金龙 金龙你知不知道 小家伙抬起头 一脸高傲地说道 你这么小真的会是那种可以上天入地 呼风唤雨的龙 这不会是我理解错了吧 楚清理的声音软糯清甜 动作则是小心翼翼的 他抬起手腕 认真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可是他皱着眉头越看越觉得不像 越看越觉得自己被那条小蛇给忽悠了 以前 在现代的时候 他也没少看电视 里面的龙明明都是微风凛凛 可以呼风唤雨的 为什么到他这里 就是这么小不丢丢的一点 真的是好小好迷你呀 那清明的神情 萌萌的样子 真的是怪可爱的 让他好想录两把 楚清理暗暗想着 喂 小屁孩你在想什么呢 我这么小 那是因为我才刚刚出生 假以时日等我长大了一些 像这种呼风唤雨的小事 那还不是我一个喷嚏的事情 小金龙一脸高傲地说道 小屁孩叫谁呢 楚清理问道 小屁孩当然是叫你呀 小金龙立马接枪 不过他立马反应过来了 两只金色的眼眸 委屈地看着楚清理 楚清理忽然就觉得 自己怎么有点心虚了 可是他是不会认的 你也别看了 我今年快五岁了 你才刚刚出生 你说咱们到底谁小啊 楚清理看着这个臭屁的家伙 忽然就有那么一点欲哭无泪了 这他妈的都是什么事啊 他感觉自己真的是没事找事 以后对于夏宇他 估计都会有心理阴影了吧 不过 看在这家伙这么萌萌的份上 他就大人有大量 暂时不和他计较了 不过 不计较并不代表他就这么算了 这家伙装死忽悠他 还喝了他那么多的灵泉水 楚清理怎么也不可能让他白喝的 不过 这小家伙接下去的话 让楚清理还真的是愣住了 我是今天才破壳 可是 从我有意识开始 我就在这个地方 那条臭蛇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一次 每次都那么讨厌 最开始的时候我懒得理他 可是 他来的实在是太勤了 已经完全打扰了 我修炼 所以 后面他每来一次 我就虐他一次 每虐一次 他最起码要在洞穴中躺上三五年 这伤才能完全好 所以 后来他才改成 每十年来一次 现在算算 我最起码已经虐了他十几次了 你说是你大还是我大呀 小金龙用尾巴 指了指那缩在角落里的大血蟒 大血蟒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不知道 自己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 这明明就是找不痛快吗 这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他也是要面子的好不好 楚清理看了一眼 依旧缩在角落里 没脸见人的大血蟒 真的有点哭笑不得了 看样子 这个平时牛逼哄哄的家伙 这是遇到克星了 也许他们还不是克星那么简单 说不定 这还是一对欢喜冤家呢 大血蟒 呜呜 我错了 我今天就不该来 我就应该让这家伙 死在那个蛋壳里算了 看到大血蟒的可怜样 小金龙总算收起了威压 大血蟒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立马来到楚清理的身边 想趁金龙不在主人手腕上 自己赶快把失去的地盘抢占回来 有主人在 小金龙也不敢太嚣张的 可是他又错了 滚 这是老子的地盘 你要是敢抢的话 老子就让你尝尝血脉压制的痛苦 小金龙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也太过分了 这是我主子的手腕 你又不是主子的兽宠 怎么可以抢夺呢 为了自己以后的福利 这一次必又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果断地选择了反抗 哦 真是这样的吗 一定要成为你的兽宠 才可以跟在你的身边 住在你的手腕上 对吗 小金龙不管活了多少个年头 他以前毕竟只是一个蛋 又一直在这深山修行 根本就没有和人类相处的经验 此时 他一脸猛逼地看着楚清理问道 嗯 理论上讲是这样没错了 他们都是我的兽宠 我不可能为你破坏规矩 楚清理笑着说道 为什么不可以破坏规矩 小金龙开启了十万个为什么模式 因为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要为你破例呢 楚清理翻了一个大白眼 嗯 这么说好像也没错了 那你告诉我 怎样才可以成为你的兽宠 是不是要和你契约呀 小金龙问道 契约 楚清理一愣 这个他还真的不知道 以前的那些兽宠 他们的等级都不高 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契约 惊叼他们 这是从楚清理一出生就陪在他身边的 也无需契约 这小金龙的话 可真的是把他给问住了 小金龙等了好久 也没有见楚清理回答 他生怕楚清理不答应 趁着楚清理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用自己的鳞片划破楚清理的手 瞬间 一片契约光环把一人一龙给笼罩了进去 一刻钟之后 契约光环退去 楚清理看着紧紧缠在自己手腕上的小金龙 也是真的无语了 这小家伙 就这样自己把自己给卖了 这还都不带商量的 楚清理知道 这小家伙最主要的 还是看上了他的灵泉水 所以才这样强买强卖的 把自己给强制签约了 不过 这样也好 灵泉水在别人那里 那可是老金贵了 可是楚清理却有的是灵泉水 不要说喝了 就算是泡澡也不在话下 不过 这回必忧不敢再争了 好在主子的左手手腕 被小金龙给抢占了 他只能拖而求其次地 缠在了楚清理的右手手腕 喂 蛋蛋 你能告诉我 你都有什么本领吧 楚清理问道 主子 我早就说过 我不叫蛋蛋 小金龙一脸严肃地说道 哦 你不喜欢蛋蛋这个名字啊 其实 我倒是觉得 蛋蛋这个名字挺好的 为什么你就是不喜欢呢 楚清理挠着脑袋 一脸无奈地说道 去他的蛋蛋 主子我其实是有名字的 我的名字叫 小青 你以后就叫小青了 你看我在这 清清脆脆的大山中遇到的你 楚清理一脸兴奋地说道 小金龙原本想要脱口而出的话 此时也不知道 要不要再说出来了 他真的能够感觉得到 楚清理是绝不会接受反驳的 要是把他惹毛了 他一定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的 这个小屁孩年纪不大 但他是真的不好惹 比起蛋蛋这个名字 他还是更容易接受小青这个名字 就这样 在小金龙的委屈求全的情况下 这件事情就这样愉快地定下了 小金龙不但叫小青 他还会以小青蛇的样子 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所以 人家是左青龙 右白虎 到了楚清理这里 那就是左金龙 又红莽的 这要是出去门 想不拉风都不行啊 为此 楚清理对于今天这绕着山头跑的事情 他还是很满意的 他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兽宠 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们 小青啊 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 要是没有 咱们现在就起程回去了 这里的话 估计很长时间都不会回来了 楚清理问道 主子 你要是能够得话 就把那些蛋壳收起来 那可是炼气最好的材料 要是炼气的时候 加点这个蛋壳 那兵器就会上升好几个档次 就这些蛋壳 足够你打出上万件兵器了 小金龙看了看那些四分五裂的蛋壳 一脸的自豪 真的 那太好了 楚清理立马一挥手 在小金龙的震惊的目光中 所有的蛋壳被收得干干净净 一丁点碎片都没有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可不能便宜别人 嗯 好了 咱们走吧 楚清理拍了拍手掌 一脸的微笑地说道 等等 主子 小金龙忽然叫道 小青 怎么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 楚清理一脸迷茫地问道 主子 你还有地方放东西吗 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白宝袋还有空余的地方吗 小金龙看了看楚清理腰间的那个白宝袋 一脸不确定地问道 哈哈 有啊 小青你是不是还有东西需要带呀 需要带多少东西 你不会是想带一座山头 或者是带一片海域吧 楚清理问道 小金龙 主子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有点听不懂啊 哎 算了 你指路 咱们一起去看看 哦 好的 小金龙指了指对面那个山头的半山腰说道 主子 东西在那里 什么 小青你不会真的想把那座山搬走吧 我告诉你 这真的没有必要 你主子我不缺山 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东西在那个半山腰的山洞里 小金龙看着楚清理 一脸的无语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咱们走吧 楚清理说完 他看了看自己的小短腿 随即小手一挥 一只大白虎瞬间出现在了楚清理的面前 哦 主子你总算想起我了 虎威一脸兴奋地说道 嗯 咱们走吧 去那个半山腰搬东西 楚清理说道 哦 好咧 主子咱们去搬什么东西啊 虎威问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小青 咱们是去拿什么东西啊 楚清理一脸的探究欲爆棚 他也很想知道 这个蛋蛋平时都有一些什么嗜好 呃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一些平时捡得没什么用的小玩意 主子要是不嫌弃 有看得上眼的东西 那就一起带着玩 要是没有的话 那扔就扔了吧 看着一脸不好意思的小金龙 楚清理的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他现在是真的非常期待 虎威的速度本来就不慢 再加上这段时间在空间里 他的速度那就更加的快了 原本很远的路程 可是虎威花了一柱香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了半山腰 主子 那个山洞就在前方 小金龙开口说道 还真别说 蛋蛋 哦 是小金龙选的地方是真不赖 这里四周树木郁郁郁郁 虽然和他的空间没得比 但是 这里的空气中 居然有淡淡的灵气 比起别的地方 这里真的是好得太多了 主子 你别误会 这里的灵气是七彩晶石做成的 我们龙族和别的种族不一样 龙蛋难以孵化 必须要用七彩灵石才可以 金龙的孵化就更加的难了 只不过那些七彩晶石 已经全部没有了 全都耗费光了 小金龙悠悠地说道 哦 原来如此啊 楚清理遗憾地答道 他还以为 可以弄一块玩玩呢 哎 可惜了 那你的东西在哪里 我们赶快去拿吧 楚清理悠悠地说道 就在那里 你自己进去挑吧 喜欢什么拿什么 我去这周边转转 很快就回来 小金龙说完 也不等楚清理回答 自己一转身就不见了 他还要去边上的几个山头转转 那些地方还有一些珍贵的药草 也许快要成熟了 他得去把他们踩了 聊胜于无吗 反正那里面的东西 他又不喜欢 都是一些人类的用品 是别的瘦瘦捡来孝敬他的 鉴于礼貌 他就全部都收了下来 这一年年的积少成多 堆得已经和小山一般高了 现在 他要走了 自己也没什么用 不如做个顺手人情 送给主子 好歹他是人类 或许用得到也不一定 主子 虎威力气大 虎威陪主子一起去 大白虎自告奋勇地说道 嗯 走吧 一人一虎 静止往山洞中走去 小金龙住的山洞很大 大概这半座山都被掏空了 楚清理看了看 感觉这里以前 估计是哪个大能的洞府也不一定 楚清理来到了山洞的最深处 那里果然堆着很多 晶晶的金银珠宝 古董玉器 还有一些兵器等东西 楚清理看了看那些东西 他因为好东西建的太多了 对于这些东西 他是真的没有多少吸引力 也许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那里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了 不过 当做材料加工还是可以的 再说了 里面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只是楚清理懒得去整理而已 当然 他更懒得去分辨好坏了 只见他小手一挥 把那堆的和山一样的东西 全都是收进了万寿空间 等到时候回京的时候 把它丢给自家扎爹 他应该愿意让人去搭理它的 这一堆虽然是楚清理 不愿搭理的东西 但是 用他们养个十几万士兵 最起码几年不用筹军费了 虎威原本以为要出力的 没想到自家主子 根本都不带搭理自己的 一个人就将那山一样的东西搞定了 这一来 他这大块头反而没有用武之地了 没办法 他只能在里面四处闲逛 这个石洞实在是太大了 虎威只能这里看看 那里拍拍 心中无聊得很 忽然 在一块石壁的一个 没人经过的死角 一个微突起的按钮 引起了虎威的注意 他四处张望 很想问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 他失望了 小金龙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碧雪此时也在四处溜达 这个地方 他已经来了无数次了 可是 每一次还没等他靠近 就被那个蛋打得半死 不过 他也算是越挫越勇 今天他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这个家伙的老巢 到底长什么样 这家伙一户就是这么多年 嘶嘶嘶 喂 大老虎你蹲在那里干嘛呢 这地上他也没有长花 又没有是长草啊 这有什么好看的 大穴莽游了过来 一脸迷茫地看着虎威 哎 你快过来看看 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虎威朝着大穴莽大声说道 什么不一样 他怎么就不一样了呀 B.O.游了过去 他瞪着两只同龄般的眼睛 看着那个微突的按钮 一脸都不认可 真的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突起来一块 这会不会是一个密道的按钮啊 虎威问道 这个容易 你让开 看我的 B.O.抡起尾巴 一下拍了下去 不要 刚刚收好东西的楚清理 才刚走进来 就看到B.O.的动作 吓得他立马大叫出声 可惜 他还是叫晚了 轰隆隆 轰隆隆 随着大穴莽粗鲁的动作 楚清理和两只瘦瘦的脚下 立马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 一人两瘦只觉得脚下一空 身子就直直地坠了下去 啊 楚清理吓得一声大叫 他的尖叫声 把刚刚在外面溜带一圈回来的小金龙 顿时给惊呆了 完了 出事了 小金龙立马往回赶 可是 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他也是惊呆了 奶奶的熊 主子这能耐也太大了点吧 这个山洞他都住了这几百年了 也没有出什么事情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 他们就将这个石洞给拆了 可是 心经归心经 该做的事情可耽搁不得呀 So 第一声 小金龙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石洞门口 在出现时 他已经在那个天坑里了 他的身形猛然间变大 让楚青里稳稳地坐在了他的背上 楚青里发现自己的身下终于不在凌空 连忙往下一看 咦 小青你回来了 楚青里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喜悦 他看着自己身下那金光闪闪的大金龙 真的和电视里演的一样 好威猛 好拉风啊 要不是他们的契约关系在 楚青里简直都不敢相信 这就是那条小不咎咎的小家伙 主子 是我 小青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这才出去一会儿 再回来就变成了这样了 这个石洞为什么会塌陷啊 还有 你的那只大白虎和那条臭蛇呢 他们不会是葬身这底下了吧 小金龙的灵魂三问 让楚青里非常尴尬 的确 就这么一下子 自己带着这两破兽 把人家住了几百年的家就给毁了 还真的有点过意不去 怪难为情的 哈哈 他们两个没有葬身底下 我在掉下来的时候 把他们给收进空间里去了 楚青里干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把你的家拆了 你放心 我下次一定给你造一个 比这个石洞更好的家 楚青里的年纪虽然小 但绝对是一个有担当的主子 必优是他的瘦瘦 瘦瘦有错 主人当然有监管不力的责任 不过 他已经想好了 以后这家伙 要么待在他的手腕上 要么让他待在空间 里面有空灵守护 那家伙翻不出大浪 惹不出大祸的 否则 这时不时地给他来这么一出 那也绝对是一个头疼的事情 必优 主子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求主子不要给我禁足了 呜呜呜 楚青里 这事情暂时就这么定了 以后看你的表现 随着小金龙的速度的减缓 一人一龙在一刻钟之后 终于落地了 让楚青里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很是安静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刀山血海 或者是刀林剑雨的 反而 就像人家的后花园一样 他们沿着小路 慢慢地往里面走去 所到之处 真的是鸟语花香 绿草如荫 这里到处都是珍稀的药草 几百年 上千年的 也不再少数 楚青里真的惊呆了 小青 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的主人又是谁吗 楚青里想着 自己是无意中掉入这里的 不过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 这该打的招呼 自己还是要打的 否则 那就是擅自闯入了 就算自己是灵兽国的长公主 那也是不行的 主子 这个事情 小青真的不知道 小青有意识的时候 就在那个山谷的石洞中 外面还有守护阵法 一般的人与瘦瘦 根本就进不来 小青也只能待在那个石洞中 一边修炼 一边等着自己出生 就那样 自己一待就是一百多年 直到有一天 一条臭蛇 从天而降的闯入石洞中 打断了我的修炼 为此我折损了 差不多十年的修为 我一怒之下 就把他打得只剩下一口气 要不是害怕会因此产生业障 增加我肚结石的难度 我当时就真的恨不得 直接把他给废了 小金龙想起当时的那一幕 心中还是恨得牙痒痒 十年的修为啊 就那么折损在了他的手中 大雪莽在空间里听的 那是浑身鳞片倒数 心中暗叹 真的是石毫显啊 可是 他也郁闷不已 自己好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掉了下去 偏偏还掉进了 那颗鸡蛋的阵法里面 原本以为自己能过逃脱 考的是自己的本事 现在看来 那是因为人家害怕沾染业障 而故意放水的 否则 他真的是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小金龙也不管大雪莽是怎么想的 更不知道 他现在就在空间里面听着 不过 现在想想 也许这就是天意 要不是因为他的闯入 自己应该会提前十年经历雷姐 说不定就会直接死在蛋壳中 要不是他今天拉着主子过来 他这次也一样扛不过雷姐 原本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向主子求救那也是本能 要不是主人有灵泉水 他那么重的伤 一般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样的话 自己这回早就凉透了 哪里还能在这里蹦跋 救命真 当永泉相报 这回 他对楚清理那是言听计从 就像现在这样 对于楚清理的问题 那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 楚清理听了小金龙的话 立马开口说道 小青啊 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顺便给这原子的主人 请安问好一声 嗯 主子决定就好了 小金龙笑着说道 园子的尽头有一个茅草搭建的房子 楚清理站在茅草房外面 整了整身上戴的衣冠 然后又清了清嗓门说道 前辈 晚辈楚清理拜见前辈 晚辈因误出机关掉入这里 打扰前辈清修 还望前辈海涵 为了诚意起见 楚清理说完 还行了一个大大的礼 可是 好半天也不见有人回答他 楚清理很是奇怪 他以为人家是因为生气 故意不搭理他 只得再次说了一遍 可是一刻钟之后 还是没有人搭理 楚清理觉得奇怪 自己虽然是不请自来 可是 这也非他所愿啊 楚清理直接伸手 推开了那扇茅草房的木门 里面的东西 瞬间呈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主子 这房间里没人 而且 我也感受不到 人类任何生活过的气息 最起码 这就近几百年 是绝不可能有人在这里出现过 换句话说 这里应该是一个无主之物 反倒是那边 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好像在召唤着我前去 小金龙深深地嗅了一口气 一种淡淡地熟悉到骨子里的气息 隐隐约约地在空气中飘荡着 哦 是吗 楚清理问道 嗯 没错 我感受得到 小金龙一脸陶醉地说得到 在哪里 我们过去看看 那是什么东西 听了小金龙的话 楚清理的心瞬间沸腾了 小青是什么 那可是金龙 据说龙族是最富有的 他对宝物也是最敏感的 既然小青说这个地方是无主的 那他就一定是无主的 楚清理心中乐得都要开花了 无主之物向来是有缘者得知 在小金龙的带领下 楚清理很快来到了一间石室门口 那里一样有镇法保护着 不过 那镇法倒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上古镇法 而是那种比普通镇法 稍微深奥一点的镇法 对于楚清理这种 早就已经把上古镇法倒背如流 熟记于新的人来说 这真的不叫什么事情 没有耗费多少时间 楚清理就将那石门前的镇法给破了 镇法一破 一阵七彩的炫光立刻映入了眼帘 一人一龙顿时愣住了 七七七彩炫石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七彩炫石 小金龙瞪大龙眼 有点不敢相信 在他的记忆中 七彩炫石这种东西 可是相当的稀有 龙族之所以稀少 这和七彩炫石的稀少 有着莫大的关系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住的石洞下方 居然藏着这样一个大宝藏 要不是这次阴差阳错地 跟着主子下来 他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么多的七彩炫石 世人皆知龙族 喜欢收集亮晶晶的东西 这和他的出生 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他们本就是 在这七彩炫石上面孵化 他们的骨子里知道 这种东西 与他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他们喜欢宝石 喜欢把自己的龙洞 布置得奢华无比 但他们更喜欢七彩炫石 就像现在的小金龙 熬的一声就扑了进去 直接躺在那七彩炫石的堆上打滚 这一边滚还一边大叫 楚清理站在门口 真的是没眼看了 主子 这些七彩炫石 能不能都给小青 小青我什么也不要了 就要这些 以后 小青哪也不去了 就跟着主子混了 主子说东 小青绝不说西 主子要抓鸡 小青绝不碾压 你看这样行不行 楚清理看着小金龙 果断地摇头 虽然说他很想把这些七彩炫石给小青 可是 最后他拒绝了 他的兽兽 他宠的是没错 但是 恶习不可开 兽宠怎么可以一张口就要全部 这以后要是所有的兽兽都这样 那就不大好处理了 更何况 小金龙还小 好习惯是要从小养成的 无功兽禄可不好 都是他的兽兽 对于楚清理来说 有奖有罚 恩怨分明才是上上策 主子 我 小青 不是主子我小气 也不是主子我不舍得给你 只是 主子我不止有你一只兽兽 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以后这种话不要说了 怎么安排主子 我心中有数 不等小金龙说完 楚清理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 这样吧 你在这里选十块七彩炫石 其余的我都会收走 不过 你以后要是表现好的话 这七彩炫石主子 我也是可以把它当奖品的哦 楚清理知道 自己的决定 小金龙会有些失望 但是 他必须要这样做 这是他做人的原则 果然 小金龙一听到这么多的七彩炫石 自己只能拿走十块 心中顿时委屈极了 不过 楚清理后面的话一出 他的龙眼一亮 仿佛又满血复活了 主子 你说话算数 不许骗龙哦 放心 你主子 我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是 说出的话 绝对是一言九鼎的 只要你够努力 这该有的奖励 主子我一定不会不给的 你可想清楚了 主子我不只有七彩炫石 还有灵泉水哦 楚清理那双卡哇伊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别提有多嘚瑟了 是哦 主子还有那至尊宝一般的灵泉水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小金龙用自己的龙尾巴 扶了扶额头 他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主子 我能不能用七彩炫石和主子 兑换灵泉水啊 小金龙知道 七彩炫石固然好 可是和灵泉水一比 他还是更想要灵泉水 那可是能直接救命的东西 嗯 你确定要换灵泉水吗 楚清理问道 小青确定要换灵泉水 小金龙看看七彩炫石 又回忆了一下那灵泉水的滋味 虽然不是很舍的 但他最后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可以 不过你可以先换一半 这样吧 你挑五块七彩炫石 我再给你五瓶灵泉水 你看这样行不行 楚清理一脸严余地问道 对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样我既有灵泉水 又有七彩炫石 真的是太好了 小金龙高兴地蹦了起来 看着小金龙 那像娃娃一样开心的样子 楚清理也非常高兴 小青啊 那这些东西你要放哪里啊 我总不至于 把它们挂你脖子上吧 楚清理这时候有点头疼了 他在想着 自己要不要去哪里 买点白宝带来 以后自己的瘦瘦 都给配备一个 哎 要是我会练气那就好了 楚清理想起自家师傅 要不下次去求求他 看有没有办法办到 楚清理一边想事情 一边收着这些七彩炫石 收完之后 楚清理又来到了草房子门前 不管怎么样 自己收了人家这么多的好东西 给人磕一个头 行一个礼 这总不过分吧 前辈 晚辈谢前辈的馈赠 前辈的大恩大德晚辈 一辈子莫尺难忘 请前辈接受晚辈的一拜 楚清理说完 直接跪了下去 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就在这时候 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异响 那破旧的草房子 忽然间猛地摇晃了起来 楚清理吓了一大跳 想要躲避 可是他的身子根本动弹不得 主子 小心啊 小金龙顾不得多想 自己的变身 对身体有多大伤害 他那庞大的身躯 奋不顾身地 挡在了楚清理的面前 只是 他不再是金光闪闪了 身上的鳞片 也由金黄变成了暗黄色 哈哈 好一个主仆情深啊 没想到我祖龙的后代 居然甘愿任一个 凡人小姑娘为主 还为他一再地魄力 小金龙 你太让我失望了 楚清理一听 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云层中 出现了一个金色的龙手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祖龙吗 就在楚清理正愣的一瞬间 小金龙连忙收起龙身 朝着那龙头匍匐了下去 不孝龙孙拜见先祖 请先祖饶了主子 小青愿意接受先祖的一切惩罚 小金龙缓缓地说道 不行 我不同意 就算你是他的先祖 也不可以这样无缘无故地惩罚他 他和错之友啊 楚清理不干了 这边祖龙还没有开口 那边楚清理的话 就直接说了出来 主子 你 你给我闭嘴吧 姑奶奶就没见过这么蠢的龙 还尚感着要处罚的 楚清理一副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小金龙 恨不得自己立马上手 把他狠揍一顿 小姑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祖龙 而他是我龙族的后人 我身为龙族的先祖 为什么就不能惩罚他 祖龙其实原本就没打算惩罚小金龙 现在 这楚清理一掺和 他反而乐了 一双大大的龙眼 饶有兴趣地看着楚清理 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我楚清理的受宠 而我这是他的主人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可以伤害我的受宠 就算是先祖那也不行 否则 就别怪姑奶奶 我不客气了 楚清理真的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对着这样一只可以撕裂虚空的龙 他说也是豪气十足 哦 小姑娘勇气可嘉 只是不知道你打算怎样对我不客气啊 祖龙的好奇心被楚清理引了出来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哼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难道不知道 出气不易才是最好的手段吗 楚清理头一抬 小脸上一副你别问我 问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样子 成功地把祖龙逗得哈哈大笑 不过 祖龙是什么 哪里是楚清理不说他就不知道的 他的神识往楚清理的身上一瞧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人类小姑娘这么狂妄啊 祖龙还真的没有想到 这小姑娘的前世居然是一只火缝 怪不得自家这个龙孙会栽在他的手中 这还真的不冤 楚清理可不知道祖龙的想法 他只知道这小金龙是自己的受宠 自己有义务保护他 不受欺负 就算是仙祖那也不行 哼你是仙祖那我还是县主呢 都说县官不如县官 他可比他大得多好吧 主子的好意小青知道 可是祖龙是小青的仙祖 小青做错事情理应接受惩罚 请主子不要阻拦了 小金龙生怕自家主子惹怒祖龙 到时候会一番二不可收拾 你给我闭嘴 楚清理怒了 这家伙年纪不大 可这脾气可不小啊 哼你这么不自爱还这么的疲养 那我还真的是后悔就你了 早知道是这样的你 那我就该让你被天雷劈死 当一颗臭蛋算了 嗯 不对 我应该直接把你烤熟了 当零食啃了 楚清理越说越气愤 越说越激动 说得小金龙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说得祖龙目瞪口呆的 不知道如何自处 甚至 他觉得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 自己这个仙祖 好像确实是太不称职了 他也有一种 想自己把自己揍一顿的冲动 说到最后 楚清理觉得口干舌燥的 随手从自己的百宝袋中 拿出一大瓶的灵泉水 咕咚咕咚的一口 喝了一个底朝天的 然后就着百宝袋 把瓶子丢进了空间 咦 小姑娘你刚刚喝的是什么 能够给我看看吗 祖龙忽然一阵激动 哦 我喝的是山泉水呀 前面在那山间街的 你也要吗 楚清理心中暗叹不妙 自己大意了 不过 他才不怕呢 对于这件事情 他以前就有想过 也做了相应的对策 小姑娘 我也刚好一点渴了 要是可以的话 我还真的想喝一口 祖龙毕竟是老祖级别的 这说起谎来 那叫一个张嘴就来 哼 好啊 没问题 楚清理在自己的百宝袋中 掏啊掏的 好半天才掏出一个 和刚才一模一样的瓶子 其实 他刚才只是借助 拿东西的机会 把百宝袋中的灵泉水 都送进了空间 看得出来 祖龙也没有确定 他只要让祖龙觉得 刚才是看错了就行 至于小金龙那里 他是一点都不担心 他们是主仆契约 小金龙的心思 当然他有的是办法 让小金龙守口如瓶 不过 他也想趁此机会 试试小金龙 他到底值不值得 自己全身心的对待 楚清理在想 小金龙也在想 他和楚清理想的不一样 他想的是 万一自己先祖要为难主人 自己该怎么求情 毕竟 先祖不是凡人 他又怎么会接受 主子的指责 还有 他知道刚才主子 喝的是灵泉水 这灵泉水有多珍贵 他不是不知道 这万一先祖要对付主子 那自己该怎么办呢 唉 真的是愁死龙了 祖龙看着自己手中的瓶子 心中已然有数了 这就是一瓶普通的山泉水 难道 刚才真的是自己错觉 这小姑娘 喝的就是这瓶子 中的山泉水 祖龙看看瓶子 又看看楚清理 后者哪有一点心虚 他就是一脸的纯真 前辈 你不是说你嘴巴干了 怎么不喝呀 是不是觉得这水不好喝 我告诉你 这可是 这一代最好的 也最干净的山泉水了 我装了好几瓶 打算留着回去的路上喝的 你要是不喜欢 就把它还给我 千万别浪费了 楚清理脸上天真无邪 任谁也不会相信 他其实心中早已经在打鼓了 哈哈 小姑娘 既然这水这么好 那我就将它还给你吧 不过 你得告诉我 你是怎样救你的 小青的 这个我真的很好奇 祖龙随手一丢 小瓶子就稳稳地 落在了楚清理的手中了 这 这 这不大好吧 楚清理略带为难地说道 自己是用瓶泉水 救的这条小金龙的 如果告诉他 那自己刚才做的 岂不都是白费的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你来说说吧 人家是怎么救得你 咱们龙族可是知恩必报的 你告诉老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祖龙看着小金龙 一脸严肃地说道 老祖 我不知道 主子是怎么救得我 我只是当时被雷劈得 晕晕沉沉的 感觉自己好像 立马要挂了一般 这时候主子刚好路过 我就向他求救 然后就 我就晕过去了 在醒来的时候 雷姐已经结束了 小金龙略带歉意地 看了一下楚清理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哦 是这样啊 祖龙略带疑惑地说道 嗯 确实是这样的祖龙前辈 晚辈刚好在那山中寻找草药 听到那边电闪雷鸣的 出于好奇 就偷偷过去看一眼 没想到 当时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金蛋 被雷劈地裂开了一个大口 还顺着泼滚到我脚边 并且还开口求助 我当时就吓一跳 随手就把我刚刚炼制的 一瓶假死药水 给他倒了进去 你不知道 那瓶药水我可是炼了好久才炼成的 花了我好多的药草 老贵了 楚清理一脸的心疼 你是炼丹时 祖龙问道 哈哈 算是吧 就是炼不太好 十次有九次是失败的 就那一颗假死丹 自己还是炼制很久了 楚清理说完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哈哈哈哈 小姑娘 真有你的 你居然用这么损的办法去欺骗天道 就不怕以后你自己度劫的时候 那家伙报复吗 祖龙的这一笑 楚清理知道自己的这一关算是过了 他终于可以大大的松一口气了 至于祖龙口中的度劫 他才不管呢 那和他压根就不搭边的事情 管他干嘛 吃饱了撑了吗 自己一个零售国的公主 人生本就短短几十年 还度什么劫呀 他才不怕他的吓唬 姑奶奶不是吓唬着长大的 楚清理直接忽略了祖龙的话 他用手挠了脑脑袋 一脸尴尬地说道 前辈不怪罪在下 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其实后来想想自己也是蛮后悔的 为什么后悔 祖龙问道 还能为什么 在下炼的丹药是给人吃的 但是那是一个会说话的蛋啊 他要是真的死了 那我的罪孽可就大了 楚清理一脸后怕地看着祖龙说道 放心吧 咱们龙族不会这么弱的 还有你炼丹的药草我加倍给你 你看这个秘境中的药草 只要是你看得上的 你都可以拿走 就当做你救他的答谢礼 至于他任你做主子的事情 我也可以不追究 不过 本老祖还是希望你能够遵守本心 用心栽培他 他可是我金龙一族的希望 祖龙说完 眼中一道金光朝着小金龙社去 瞬间 小金龙就被一道金光笼罩起来 小姑娘 以后你会有大造化的 好好待我的后代 要是碰上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可以求助这枚玉牌 好了 我要走了 祖龙前辈 那小青他 放心吧 三个时辰之后他就会醒来 届时他的身子会恢复如初的 小姑娘 咱们后会有期 祖龙说完就不见了 那面天空也已经恢复如初了 要不是有那被金光包裹着的小金龙 楚青里觉得 仿佛一切从没有发生过一般 楚青里私下检查了一番 发现祖龙确实已经走了 他把空间里面能够干活的家伙 全部叫了出来 俗话说得好 人多力量大 在某些时候 瘦多了力量也一样大的 当然 这么多的药草药啊 无敌尊者这尊大佛 肯定是被楚青里第一个叫出来 乖徒 为师正在研究丹药呢 你这么急急火火的让为师出来 是出了什么事吗 无敌尊者一出来就大声嚷嚷道 没错 师父 徒儿找你是让师父你帮着挖草药的 这里的草药可是非常的珍惜 楚青里笑着说道 是吗 乖徒儿需要什么 你告诉为师一声 哪里需要你亲自去挖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珍稀药草的 天哪 这不是龙象角吗 哇 还是千年的 发财了 无敌尊者指着一片绿油油的植物 眼睛都快要蹦出来了 这么多的千年龙象角 他可是第一次见到 哈哈 发财了 真的发财了 无敌尊者还来不及开挖 就被边上的一株紫色的东西吸引了 这 这 这不会是传说中的紫金身吧 天哪 我这是走了狗屎运了吧 还有那黄金身 天哪 这可都是传说中的神药啊 啊 这是银龙莲 哇 这是雪魂草 无敌尊者的惊喜声 真的是一声连着一声 听得楚青里也是无语极了 师父 你别叫了 看上什么就赶快动手 否则 等会天就要黑了 你要是采不光 那就只能舍弃不要了 到时候你就不心疼吗 这可都是上千年的 甚至有很多是上万年的 这些药草的珍惜程度 是可以想象的 很多东西 就算是师父你的库房都没有啊 无敌尊者一听那可不行 这么多的宝贝 要是看到没采去 那不是要他的命吗 不行 绝对不行 一个字 干 不仅要干 而且是拼命地干 死命地干 就算是完命也要干 看着自家师父 那完命的埋头苦干的时候 楚青里总算是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人的潜力无限 只要你能够有本事 去激发他的潜力 那一颗颗珍稀药 在是无敌尊者的手中 快速地往他的百宝袋中装去 主子 红红也来帮忙采果子吧 红尾八鸟飞了过来 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红尾八鸟老实多了 他不再那么目中无人了 为此 楚青里非常高兴 嗯 好啊 楚青里一边说 一边看着 那被金光包围的小金龙 为了不影响小金龙 楚青里除了吩咐他们做什么 其余的时间 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守在边上 给小金龙护法 不但如此 他还在小金龙的四周 设立一个隔音阵法 为的就是 这外面的一切 打扰不了小金龙 毕竟 自己的瘦瘦自己宠 这修炼疗伤都是需要极度的安静的 这时候 无敌尊者的声音传了过来 乖童 你怎么不动手挖呀 这么多药草 为时一个人挖不过来呀 无敌尊者一脸无奈地说道 虽然 他前面说不需要楚青里动手 可是 他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珍稀药草 而且这时间紧迫 没办法 和这药草一比 他的脸根本就不算什么 打就打吧 看着自家师傅那别扭的样子 楚青里微微一笑 没事 师傅你先挖着 我这边还有点事 等会儿再来挖 虎微不会挖草药 他也不会摘果子 他怕自己不小心 把主子的草药给浪费了 所以就四处去溜达 这个秘境中 有的可不止这些草药 还有很多珍稀的小动物 主子 你就不能像收我们这样 把这个山谷都给收了吗 是啊 主子 你把那祖龙的道场 直接收了算了 他不是说了吗 这里你看得上眼 又能带走的东西 让你都可以带走 大穴盲也开口说道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祖龙前辈说的 明明是草药 他可没有说中草药的山谷啊 楚清里对着这两货 翻了一个大白眼 有些无语地看着他们俩 主子 祖龙前辈说的 虽然是草药不错 可是 这草药 他也得种在土里不是吗 祖龙前辈 把这么珍贵的草药 都给主子你了 他又怎么会在乎这点泥土呢 主子你说 在下说的有没有道理 大穴盲一本正经地说道 嗯嗯 大长冲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么的理 虎微频频点头道 你才长冲呢 我有名字 以后请教我毕忧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大穴盲最讨厌人家叫他长冲了 这一下 虎微是正中下怀了 好好好 以后我不叫你大长冲了 我叫你毕忧这种长了吧 虎微也不生气 不就是一个名字吗 有什么好拽的 好像谁没有一样 楚清里看着两兽的样子 他微微一笑 毕忧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原本他打算等他们采一会之后 再把草药收进去 现在看来 他应该在万寿空间腾出个地方 把这个山谷 连同这个小秘境一并收进去 以后直接给小金龙住就好了 这样好像也不算自己过分吧 就当是祖龙把他的其中一个居所 传给他的龙孙 嗯 就是这样的 楚清里是一个说做就做的行动派 好在他们那边的药草 踩的也差不多了 此时 饶氏无敌尊者也累得趴下了 他看看他漫山遍野的珍稀药材 又看看自己 因为挖药材挖得颤抖的双手 心中真的纠结不已 乖徒儿 你来了呀 是不是累了呀 来 快坐师父这里来 无敌尊者看着楚清理 一脸的姨母笑 他一脸讨好的说道 师父 今天的战绩如何 你有没有挖好 要是挖好的话 那我就直接送你回空间去 楚清理看着自家师父 那又是开心 又是心疼的样子 也真的是无语了 乖徒儿啊 咱们商量一下呗 无敌尊者小心翼翼地说道 师父 你要说什么 楚清理问道 乖徒儿 你看这漫山遍野的宝贝 咱们这人手还是太少了 这一世办会 也挖不了多少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要是忙的话 就直接把师父放在这里 你自个忙去 真的不用管我的 让师父一个人 在这里慢慢地挖 好不好 不行 这怎么可以呢 楚清理想也不想地 立马拒绝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把师父他老人家 一个人放这里 这万一走龙前辈 什么时候又回来看看 要是发现师父在这里 那他还不得 把师父大谢八块啊 这么危险的事情 他楚清理怎么可能答应呢 乖徒儿 你放心 我 师父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和这个山谷的主人 有一个约定 那就是今天能过挖多少 那都是我的事情 过了今天 我就不可以带人采摘了 师父 李儿不能做一个 言而无信的人 还请师父原谅 楚清理不等无敌尊者说完 立马打断了 师父接下去的话 他不用说 楚清理也是知道的 乖徒儿 那样啊 无敌尊者 看着这满山谷的宝贝 感觉他的心好疼啊 乖徒儿 你看现在天色上早 为师我再去挖点 大不了让那几只瘦瘦 去捡点柴火 咱们再点几堆火照明 还是可以再挖一点的 无敌尊者 一脸疲惫地说道 他总算知道 这挖宝挖到手抽筋的滋味 是怎么样的了 师父 真的不用了 你挖了这么久的草药 难道不累吗 楚清理一把拉筑 正准备再次去挖草药的师父 笑眯眯地问道 累 咋就不累了 为师长正大 从来就没有这么累过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真的是喜悠参半 累病快乐着 无敌尊者 那满是皱褶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乍一看去 貌似年轻了好几岁 果然 人的心情真的可以改变容貌 喜悦使人年轻 开心使人幸福 笑一笑 十年少 真的一点都不骗人 楚清理当即决定 从今以后 他要让自己身边的人 每天都大笑三声 只不过 师父年纪大了 今天也已经够辛苦了 他不会再让他去挖草药的 有的事情失可而止就可以了 他又不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只不过 现在小金龙还没有醒来 自己要把这山谷收进去 好歹要和小金龙说一声 这是楚清理做人的基本原则 虽然 就算是收进去 那也是给小金龙当住所 不说是绝对不行的 楚清理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做法 的确为他挡了不少的麻烦 最起码祖龙这一关 他算是过了 得到祖龙的认可 那将来在龙族这里 他就是一路畅通了 否则 就现在的楚清理来说 他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哪里是祖龙这种老家伙的对手 他根本不知道 此时那早已离去的祖龙 还留有一丝神魂在这里 其实 这也不算什么 毕竟这小金龙是祖龙的龙孙 是他们金龙一族的希望 在他没有完全恢复之前 他又怎么能放心离开呢 也就是说 楚清理现在的一言一行 全都在祖龙的眼睛里看着呢 楚清理对小金龙的爱护 还是让祖龙很是欣慰 不过 对于他一个凡人 居然能够大变活人 这一点 祖龙真的是大吃一惊 祖龙也非常的困惑 完整内容 这个女娃有秘密 都说火凤的神魂很强大 以前他还真的没有想到 居然能够强大到这种地步 他不但可以大变活人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受宠 更何况 他现在还只是一个凡人之躯 假以时日 他的造化必定惊人 看样子 自己这个龙孙 也算是傻龙有傻福了 与其认一个很强大的主子 还不如认一个潜力无限的主人 祖龙这么一想 心中也就释然了 毕竟 谁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这女娃有秘密 有后手 那她的龙孙 也就更加的安全 他们金龙一族之所以这么少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们不仅难以孵化 更因为金龙的实力太强 太过逆天 这也就让他们不得不面对 一出生就要接受雷杰的洗礼 就像小金龙出生时一样 很多金龙一出生 就因为抗不过天雷 而被劈得神魂聚散 就算他在旁边守护 这次小金龙能够逢凶化吉 估计是因为这女娃 虽然是火凤的转世 但她终归是凡人之身躯 天雷是不可以随意袭击凡人的 为此 小金龙显显地捡了一条命 这样说来认她为主 也算是抱着救命针 自己怎么着也不能对她出手 否则 这就是恩将仇报 这个业障 最后一定会算计在小金龙的身上 祖龙是活了无数个年头的龙之始祖 他当然知道 等下一次的雷杰 天到那个六亲不认的家伙 是一定不会放过小金龙的 那样他就会必死无疑的 为了他的小龙孙 祖龙也不能干这种事情 不但不能干 他还得实施护着他们 楚清理不知道 自己从今天开始 不但手腕上有一条小金龙 在他看不到的虚空之中 还有一抹龙魂实施守护着他们 这可是何等的殊荣啊 真的是从古到今 独此一份啊 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小金龙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松了松自己的身体 随后一阵金光闪过 小金龙顿是不见了 一个唇红齿白 身上带着一个金色肚肚的 两岁左右的小娃娃 就那么笑咪咪地 站在那里看着他 楚清理愣住了 他看着面前的小奶娃 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呢 这粉嘟嘟的 真的是太可爱了 不过 楚清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他看着小奶娃冷声问道 你是谁 你把我家小青弄哪里去了 你最好把它还回来 否则 姑奶奶 我饶不了你 楚清理的话语 让小奶娃愣住了 主子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难道是他幻化后的样子 不好看吗 这可如何是好啊 喂 小屁孩你听到没有 你把我家小青弄哪里去了 你要是再不把它还回来 我就让你尝尝 我这涅槃之火的滋味 楚清理有点火了 这小奶娃虽然很萌很可爱 她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 那终究是别人的 小金龙可是她的受宠 自己必须要保护她 这是她身为主人的职责 小金龙呆呆地 看着自家主子 因为担心自己 而威胁自己的时候 小金龙很是感动 果然 自家主子 才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主子 因为小金龙的发呆 楚清理以为她不愿意 交出小金龙 心中疼了一下就火了 只见她小手一翻 一抹灵火就出现在 她的手心里面 等小金龙反应过来的时候 灵火已经离她非常的近了 涅槃之火 和别的普通灵火没得比 她的温度 简直就是那些 普通灵火的几十倍 是那种一旦沾上 不要说身体 就连灵魂也别想逃脱了 哇哇哇 好烫啊 主子 你快拿开啊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小金龙这回事 啥也不想了 这涅槃之火 她是知道的 也早就已经试过了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算她是小金龙 那也是吃不消的 当初还有那么坚硬的 弹壳保护 都扛不住 更何况现在呢 说 你到底把小金龙 藏哪儿去了 再不说你以后 都不用说了 楚清理狠狠地说道 哎 主子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小奶娃一双大眼睛 一脸委屈地看着楚清理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应该要认识你吗 这么老套的攀亲 楚清理才不要相信她呢 主子 你怎么可以不认我呢 我就是小青 小青就是我 你看 这是我幻化的人形 好看吗 小奶娃在楚清理的面前 可禁地转了两圈 什么 你就是小金龙 这怎么可能呢 你少骗我了 别以为这样 我就不找你麻烦了 楚清理拒绝相信 她认死扣一般地看着他们 主子 我真的就是小金龙 你再不拿开那涅槃之火 你就要烤全龙了 小奶娃一边叫 一边连忙解释道 她真的好后悔 早知道自己和主子通个气 在变身了 现在 就算她变回来 主子也不一定会相信 怎么办 呜呜 坏蛋主子欺负龙 小金龙急得都快要哭了 也许 他们还不是很适应 这一人一龙都没有想到 自己明明可以用契约去感应的 蠢蛋 用契约 最后 还是虚空中的龙魂实在是忍不住了 她不得不开口提醒道 主子 你快把火收起来 这真的是我 小青焦急的声音 在楚清理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啊 小青真的是你啊 楚清理一愣 连忙收起涅槃之火 一脸担心地看着这个萌萌的 一脸委屈的小奶娃 楚清理知道 自己的火焰虽然厉害 但她把握着分寸 是不会真的把人家烤了的 小青 你真的是小青 这太好了 楚清理看着自己面前的小娃娃 伸手就在人家 那胖嘟嘟的小脸上摸了一把 哇 手感好好啊 让人摸了还想摸 还真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 主人 你摸够了吗 小金龙的声音也是软软糯糯的 这和楚清理站在一起 还真有点金铜玉女的感觉 嗯 够了 呵呵 才怪呢 不过 楚清理知道 现在是做正事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大血蟒和虎娃 在无敌尊者的吩咐下 捡了很多的柴火 一堆堆的火焰 照亮了整个山谷 里面已经是如同白昼 楚清理把自己的想法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金龙 他已经想好了 要是人家小金龙不肯 那自己就把这些药草收进去 大不了再开辟一些地块 让空灵花点时间 再把它们种下去 楚清理没有想到 自己才说了一半 就把小金龙给兴奋的 不要不要的 能够住在自家先祖的居所 那是所有龙族的奢望 他怎么可能不同意呢 原本他还在想 自己能不能每隔一段时间 就回来这里一趟 祖龙不但是龙族的祖先 他更是龙族的魂 是所有龙族的信仰 得到小金龙的首肯 楚清理就好说了 他等大家吃饱喝足之后 站起身来摒弃宁神的一挥手 整个山谷 连同山谷里的人全部不见了 这里就留下了 那眼望不到边的空地 连地上的土都不见了 也幸亏这里是深山 本就人际罕见 否则明天一定会把人给吓坏的 楚清理做完这一切 又在外面设立一道隐匿阵法 这才回到空间里去 他在空间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他才启程去了 韩武国和灵兽国和谈的地方 他们这次选择在 离韩武国皇城最近的韩玉城 这时候 灵兽国的和平使者已经到了 韩武国的人也早就到了 可是 逍遥王和三皇子 因为楚清理没露面 飓风和采薇 一直守在楚清理的门口 寸步不离 谁也不让进去 对于楚清理的去向 两个人更是一问三不知 气得三皇子 真的是暴跳如雷 可是 飓风和采薇 是大皇子安排给楚清理的 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属下 对于三皇子的怒火 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 要是被三皇子逼急了 他们就会直接搬出大皇子来 对于软硬不吃的两人 三皇子真的是无计可施 相反 逍遥王就镇定多了 每次使臣过来询问 逍遥王都是同一句话 当 再问就是天机不可泄露 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也是气得灵兽国的 和平使者个个翻白眼 镇南大将军 你到底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臣等都是凤皇上指令 来这里和平谈判的 这都已经过了好多天了 大将军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会是想要 支撑上的旨意而不顾吧 韩大人 你到底有没有 和平谈判的经验啊 你难道不知道 咱们现在是战胜国 这人家战败国都没急 你着什么急呀 再说了 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你不需要时时刻刻 想用皇上来压制本将军 人家三皇子还没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本将军 要是你行 那下次打仗 就让皇上派韩大人挂帅出征 韩大人觉得怎么样 逍遥王看着韩大人嘴角微微上扬 口气无比的强硬 哼 有长公主殿下撑腰 还想给本王乱扣帽子 你们还嫩了点 就你这样子的 本将军见多了 啥能力没有 除了有本事内讧 其实 萧岳峰又何尝不知道 韩武国谈判的人早已经到了 并且已经派使者来过军好几次了 只是 每次萧岳峰都是用各种理由 把他打发了 这灵兽国越是这样拖拖拉拉的 韩武国使臣的心就越是慌乱 他们心中是真的没底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几个意思 难道 他们的大将军 还想要把他们的国都一起打了 这岂不是要灭国了吗 这灵兽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前明明就是若鸡一个 这崛起的也太突然了吧 这让人还怎么活呀 韩武国的使臣 是真的好想大哭一场 可是 他们肩负着皇上的使命 要是自己完不成 不要说灵兽国大军再度打进来 就是他们的皇帝 也不会给他们留活路 确实 韩武帝早在他们出皇城的那一刻 就已经将他们的家族亲人 全部控制起来了 这就是韩武帝 他自己要是不痛快 那下面的大臣 也绝对别想痛快了 不过 在韩武国人担心灭国的时候 灵兽国的使臣 也在担心逍遥王会抗制 他们这些文臣这些年早就打怕了 就算做梦都在盼着和谈 这逍遥王的态度 让他们觉得非常不爽 就比如这韩大人 他在逍遥王这里吃了瘪 就忍了一口气 来到了三皇子的住处 三皇子 求三皇子给老臣平平礼 这镇南大将军也太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 他这样霸着权力不松手 这可不是好事情啊 韩大人一副义愤填膺的说道 说完还不忘给另一个使臣实眼色 让他一起敬言给逍遥王上眼药水 嗯 微臣也觉得韩大人说的没错 三皇子可是皇上的儿子 是咱们灵兽国的正牌皇子 按理说 有三皇子在此 这和谈的事情 根本轮不到他萧月峰一个异性王做主 他这样也太不把三皇子您放在眼里了 左都玉石蒋大人 虽然不属于雍王爷一派 但他对于逍遥王的做法也非常的不认可 怎么说他们都是皇上的人 这逍遥王的做法也确实太不妥当了 想到这里 蒋大人的眼神微微一冷 哼 等回到京城 他一定要参一本 他就不相信了 这妥妥的功高盖主 皇上会不在意 逍遥王并不知道这蒋大人的想法 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在意的 自己是什么人 皇上难道心里没点避数吗 自己就是一个大老粗 让他上上战场带兵打仗还行 要是让他去处理国事 那真的会要他的命的 自己压根就不是那一块料 皇上防备 谁也不会防备他的 以前 长公主的身份还没有曝光之前 皇上也会经常照自己去御书房 基本上每次都是皇上说他听 说完之后 要是有他能做的事情 那皇上就会直接下令 不过 大部分的时候说完之后 各回个家 各找个婆娘 说他造反 亏他们想得出来 更何况 他还有长公主在这里帮他撑腰 要知道长公主在走之前 曾经给他留了一封信 说一切等他回来再定 楚清理没想到 自己这还没有到 就已经被逍遥王给惦记上了 没办法 这就是一个忠实的粉丝 还是那种死中死中的粉丝 三皇子的营仗 楚乔西皱着眉头 看着韩大人和蒋大人 现在的三皇子 可是今非戏比 在楚清理的魔鬼训练下 他早就已经脱胎换骨了 和以前在京中的时候相比 那根本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哪里是他们几句话可以挑拨的 不过 这皇家人可没有简单的 三皇子也一样 他对于这两人的话没有反驳 只是冷冷地问道 两位大人 毕竟是父皇派来和谈的使臣 那依你们的意思 本皇子该如何是好呢 三皇子皮笑若不笑地问道 三皇子 树下官直言 就逍遥王的本领 整个灵兽国谁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草莽出身 要不是皇上仁义 他哪里当得上逍遥王三个子 更何况是镇南大将军 依下官看来 这次之所以能打胜韩武国 那一定是三皇子和龚将军的功劳 说不好 这些功劳到时候 估计都会被人家给暗中吞了 韩大人意有所指地说道 哦 是吗 三皇子的嘴角猛地抽了抽 说句实话 自己要不是在和逍遥王相处久了 知道他的为人 还真的会被这些阴险小人算计 哼 他们这是觉得自己好糊弄 打算把自己当傻子吗 三皇子心中顿时怒意滔天 不过 他的脸上 却一点也没有显现出来了 韩大人 你可是父皇派来的心腹大臣 要不这样吧 咱们现在就把逍遥王给下了大狱 不行 这个处罚太轻了 咱们还是把他斩首示众 然后再派人去京城 把他的九族给灭了 毕竟 他这是抗旨不尊 两位大人觉得 本皇子的这个提议怎么样 三皇子一脸狠利地说道 这会不会太狠了 就怕到时候会引起兵变吧 韩大人一听 心中其实非常的高兴 但是 他的脸上 却是一脸的担心 比起韩大人 左东玉石可就不是这么想的 他虽然不赞成逍遥王的做法 对逍遥王一再拖延心中 也是颇有意见 但是 这谈判还没有进行 而且 在这个档口对逍遥王动手 那无异于卸墨沙驴 兔死狗烹 鸟进攻藏啊 要是他们这样做的话 兵不兵变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含着将士们的心 以后还会有人替灵兽国 替皇家守护疆土 那样的话 灵兽国一定会亡国 兵变 怎么会呢 三皇子一脸淡定地说道 三皇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韩大人一听 立马就来劲了 看样子 三皇子早就有杀逍遥王的心 到时候 自己在平那三寸不烂之舌 想要收拾这个草包三皇子 那还不是守到秦来的事情吗 嗯 既然如此 微臣听三皇子的安排 韩大人嘴上这么说 心里想的是 等幽王爷领兵宫进来 一定会嘉奖自己的 哈哈 他可是开国功勋啊 到时候 封王拜相一定画下 看着韩大人眼角尖流出的喜悦 三皇子心中冷笑不已 怪不得 父皇前段时间 故意飞鸽传书 让他注意这个老家伙 果然 这不是一个好东西 哼 蛀虫一只 嗯 那好吧 本皇子现在就下令 三皇子 且慢 这万万使不得 逍遥王爷是皇上钦锋的镇南大将军 更是这三军的统帅 要是有点风吹草动的 那可就不是小事情了 蒋大人立马跪了下去 那眼中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三皇子心中微微一暖 还好 这个蒋大人虽然算不得什么 但好歹 人家心系灵兽国 还会为灵兽国的安危着想 蒋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蒋大人觉得他违抗圣旨是应该的 还是蒋大人觉得三皇子和龚将军 不如那个草莽出身的异姓王吗 韩大人这话问的那叫一个水平 不管蒋大人怎么回答他都不得好 一边是是圣上 一边是三皇子和龚将军 还有宫中的贤品娘娘 韩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三皇子 微臣没有想要违抗圣令 也没有看不起任何人 微臣只是觉得镇南大将军 并没有大的过错 他不肯现在和谈 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再说了 我们可是战胜国 根本就不用着急的 为什么要在外面起内讧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咱们何不听听镇南大将军的理由呢 就算是镇南大将军真的有什么问题 那也应该由皇上来处理 而不是由韩大人教唆三皇子 私下处理军中大将 再吓到想问问韩大人 你这是居心何在啊 蒋大人不愧是左都欲使 几句话就把韩大人的狼子野心 给揭露了出来 为此 三皇子还真的要高看了蒋大人一眼 哼 蒋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可别忘了 皇上让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韩大人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立刻跳了起来 韩大人 在下什么意思 韩大人心里非常清楚 这还需要在下明说吗 蒋大人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你你你找死 看我不打死你这个老皮肤 韩大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哈哈 来就来 谁怕谁 老夫今天就让你看看 老夫虽然是一介文人 但也不是弱不禁风的 说完 蒋大人也立马挽起袖子 大战一触即发 够了 三皇子这次是真的气得不轻 看样子 自己在这些大臣的心中 实在是太没有分量了 他不知道 要是大皇兄在这里 他们还敢不敢在大皇兄的面前 这样大打出手 他想估计是不能吧 三皇子的一声大吼 立马把两个失去理智的半老头吓一跳 他们立马清醒了过来 扑通 扑通 两个人立马跪了下去 三皇子饶命 微臣刚才是被蒋大人气得昏了头了 这才不管不顾得要动手 韩大人到了这种时候 还不忘拉人下水 给自己垫脚 三皇子也真的是服了 韩老匹服 你这个敢做不敢当的闹肿 你这纯粹是在放屁 蒋大人这种人 一般情况下 都是让别的人气得想要揍人的 没想到 今天居然自己直接抱了粗口 这韩大人也不愧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楚霸天拿他没办法 也不是没理由的 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你越是厉害的人 越是抓不到人家的尾巴 反而 一些小白不经意间 就让一些千年狐狸露了马脚 而三皇子 这只单纯可爱的小白兔 就是韩大人这千年狐狸的克星 这么轻易地 就让他露出了马脚 韩大人 你刚刚说是被蒋大人气的 那本皇子问你 要是按你的意思 本皇子把镇南大将军下了大狱 又或者是直接杀了 你可知道 我们即将面临的回事什么 三皇子问道 啊 韩大人直接愣住了 自己虽然有这样的心思 但是自己并没有说出口 这要杀逍遥王的话 明明是三皇子说的 怎么变成他说的呢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三皇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呀 没错 本将军也想听听 韩大人准备杀了本将军之后 再如何收场 营仗外面 逍遥王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王爷 蒋大人一愣神 连忙开口叫道 大将军 三皇子也连忙打招呼 他在军营 已经习惯称呼 逍遥王为大将军了 逍遥王看了看三皇子 略感心为地点了点头 其实 三皇子在收到皇上的密信的时候 他就已经找过逍遥王了 这也是两个人定下的计划 毕竟 三皇子单纯那是整个朝中大臣都知道的 这韩将军要么老老实实谈判 如果 他想在这件事上做手脚 那三皇子就是他最好的枪 在他的心中 三皇子就是那种身份显赫的傻白田 特别好糊弄 不过 韩大人也没有想错 以前的三皇子还确实是这样的人 要不是楚清理的魔鬼训练 要不是楚清理把他直接丢给逍遥王 还不许公将军插手 要不是他这么久没有歇息 三皇子很可能真的会中计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 微臣并没有说要杀镇南大将军啊 韩大人脸红脖子粗地说道 你 你是没有说要杀镇南大将军 但是你的贴身侍卫他已经去做了 韩大人这又如何解释啊 营帐外面一个软糯清甜的声音响了起来 三皇子和逍遥王立刻眼眸一亮 逍遥王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他的救星来了 太好了 否则 长公主要是再不出现 自己就真的成了弃君王上 违抗胜令的人了 逍遥王这段时间的压力 真的是可想而知的 真的比那时候打仗要累得多 现在好了 这一切苦难随着这一句话终于结束了 呜呜呜 本王好感动啊 谁 你是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砰 嗯 韩大人还没有说完 一个黑衣人就被人给丢了进来 直接砸在了韩大人的面前 韩大人愣住了 他定睛一看 脑袋瓜瞬间嗡嗡作响 完了 韩大人心中暗叫不好 韩大人 这是谁 三皇子死死地看着那个黑衣人问道 韩大人 如果在下没有记错 这个家伙应该是韩大人你的暗卫吧 蒋大人看了看那个黑衣人 一脸的不可置信 韩曼磊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人应该就是和你一起来来的暗卫吧 蒋大人立马开口说道 韩曼磊狠狠地看了一眼蒋大人 他很想找块破抹布把蒋大人的嘴巴塞住了 不说话 你会死吗 要不是刚才蒋大人的话 他完全有机会不认账的 毕竟 他的暗卫不可能供出他的 黑影 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让你去的 给我老实交代 要是有半句隐瞒 我绝对饶不了你 韩大人看着那个黑衣人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的狠力 主子 没有人指使我 是我自己要做的 黑影知道自己身为暗卫 还是死士 这任务失败了 就代表自己生命的终结 主子是绝对不会救自己 因为 这是自己的命 是吗 韩大人 这好像有点不对吧 你的暗卫不是奉你的命令 难不成还是奉了别人的命令 蒋大人可不这么认为的 暗卫的一辈子 都是为主子而活的 他的所作所为 全都是主子的命令 韩曼磊这明明就是在推卸责任 哼 休想 三皇子 蒋大人 我今天的所作所为 我家主子确实不知情 这都是在下自己的私事 我就要杀了他 黑影狠狠地看着逍遥王 你非要吃了他一半 哦 是吗 逍遥王转头 冷冷地看着面前的黑衣人 他怎么想不起来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他了 在自己的印象中 他好像并不认识他呀 哈哈 你说你要杀了本王 那你告诉本王 原因何在呀 咱们以前认识吗 逍遥王问道 难道自己以前当山匪的时候得罪了他 可是 很明显他比自己要小好多 按理说应该不会 没有 你不认识在下 咱们也没有交集 那是我们有杀父之仇 逍遥王又问道 要是自己真的杀了人家父亲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是 在下是孤儿 父母双亡 你我并没有杀父之仇 暗影又说道 那你凭什么杀本王 逍遥王也怒了 哼 狗王爷 别以为咱们没有杀父之仇 你就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了 逍遥王可见过这个东西 黑影从自己怀中摸出一个荷包 逍遥王一见 脸色立马一白 一把抢过荷包仔细看了看 一把抓住黑影的衣领 说 这个荷包为何在你这里 逍遥王的声音有着极度的愤怒 王爷 这个荷包是我的 他为什么就不能再在下这里 黑影带着一丝嘲笑的反问道 并且 一把抢过逍遥王手中的荷包 放在手中轻轻抚摸着 就像在抚摸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般 看得逍遥王也牙子欲裂 恨不得直接一把掐死他 什么 你说这是你的荷包 这怎么可能呢 他明明就是 逍遥王一脸的不可置信 要知道 这个荷包的花样 纹路 就是针角 那简直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荷包 他明明在自家三亿态的身上 见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逍遥王忽然觉得 自己的头顶上 有什么东西 正在快速地生长 明明是什么 逍遥王爷 镇南大将军 你不会告诉我说 他是你某一个侍妾的东西吧 黑影一脸嘲讽地说道 你就不怕本王 将你碎尸万段吗 逍遥王爷 顶着所有人那探究的眼神 咬牙切齿地说道 更何况 这句话被刚刚进营帐的楚清理 听了一个正正 他看着黑衣人 想在他的脸上 看出一丝谎言来 可惜 他失望了 黑衣人眼里的怒火 以及恨意做不得假 看样子 这个荷包 还真的和逍遥王爷的某个世界有关 楚清理又看了看逍遥王爷 眼睛里满是怜悯 堂堂零售国的逍遥王爷 镇南大将军 居然被自家小妾 和一个暗卫给绿了 不但如此 还被人家给当着大家的面 给爆了出来 这简直就是打脸啊 还他妈的贼想 这顶着一个呼伦贝尔 以后可如何在朝臣面前 挺着妖杆做人啊 楚清理忽然间就后悔了 他这没事 抓什么刺客呀 不就是下毒吗 解了不就好了吗 反正 他现在多的是珍惜药槽 找他师傅随便要点解毒药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再不行 自己也可以开炉炼丹啊 失策 失策呀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楚清理看着那块 要发狂的逍遥王 心中无比焦急 他也有暗中调查过 逍遥王府的后院 连带逍遥王妃 一起有三个女人 当然 逍遥王妃是名门闺秀 逍遥王夫妻也算恩爱 所以 这个荷包绝对不会是逍遥王妃的 剩下两房仪太太王氏和李氏 应该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这个烫手山芋是自己惹的 自己总该想办法给解决了 逍遥王爷虽然不是一个好夫君 但他也还算是一个负责的好男人 更何况 像三妻四妾这种事情 在这个界面本就是寻常事 这满朝文武 哪个不是后院女人一大堆 包括他那个扎爹一样 楚清凌也是见怪不怪了 红红 楚清凌一声喊叫 So 的一声 红尾八鸟像剑一般冲了进来 趁大家正愣之际 他一口啄在了黑影的虎口上 红红不是普通的小鸟 他是火灵鹊一族的王者 虽然经常不靠谱 但他好歹跟着楚清凌 已经好几年了 平时待在空间里面的时间也最多 在无敌尊者那里也吃了不少的好东西 早就是惊的 不能再惊了 他当然知道怎么着人最疼 所以 这一口下去 他是真的一点也没有客气 这可是表现立功的好机会 红尾八鸟是不会放过的 啊 黑影的内力被楚清凌封住了 他只是凭本能的一甩手 荷包脱手而出 红尾八鸟一口就叼住了那个 被甩得高高的荷包 把他送到了楚清凌的面前 叽叽叽 叉叉 我是聪明的红尾八 红尾八鸟又开始了他的口头禅 对这么臭屁的红尾八鸟 楚清凌早就已经免疫了 可是 边上的人可是 惊得大气都不敢出 张公主 这鸟居然会说话 他 他的他莫不是成惊了吧 左都御史蒋大人 这会惊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红尾八鸟 结结巴巴地问道 是 是啊 他居然会说人话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不要说蒋大人 这会连韩大人都顾不得其他的了 一脸认同地说道 切 你们这些土豹子 这有什么呀 本皇子府就有一只会说话的八哥 他每天早上都会和本皇子问好呢 三皇子看看红尾八鸟 又看了看在场的人 一脸嘚瑟地说道 是吗 那三皇子 怎么没有把那会说话的鸟 送给皇上啊 蒋大人一脸不认同地说道 我 楚乔西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完了 玩犊子了 自己怎要把这事给说出来了 这下好了 父皇要是知道自己 没有把这稀罕的东西送给他 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小鞋子穿 啊啊啊 完蛋了 这下真的完蛋了 可是 这不是才刚刚得到没多久 自己花了好多银子 还搭了一张珍贵的字画才搞来的 自己都还没稀罕够 哪里舍得送进宫啊 他又不想当太子 干嘛没事献殷勤呢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个闲散皇子 等皇上百年之后 他的皇兄上位 再封他做一个闲散王爷 最好免了他每天上朝这种事情 这样他就可以没事斗斗鸡 溜溜鸟 再找几个随友喝个茶 斗个酒 这种有事皇上做 没事他也可以进宫斗皇上的日子 才是他楚桥西追求的幸福生活 楚霸天 镊子 镊子 你这是大不孝 朕怎么就生了 你这个不孝子啊 感情你以前送进宫的东西 都是你玩腻的 真的是岂有此理 气死朕了 俗话说得好 以所不欲 勿施于人 哼 好啊 你不是不想当太子 还想要继续回去 做你的顽固吗 还斗鸡 六鸟斗皇上 亏你想得出来 好啊 既然如此 那阵偏偏就不如你的意 看我整不死你 当楚霸天知道楚桥西的想法时 气得差点把御书房给拆了 只不过 现在的三皇子 可不知道这一查 说句实话 楚霸天是天子 是灵朔国的皇上 这种战后和平谈判 虽然他无法亲自前来 但是 即便他坐镇宫中 他也必须要知道 这里的一切细节和第一手资料 这就是帝王 不过 这已经是后话了 三皇子知道自己说漏嘴了 他一脸求助地看着楚清理 忽然 他眼珠子过路路一转 呵呵 有了 要想把此事翻篇 那转移话题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 最好的话题就是小黄妹 小黄妹 你可终于出来了 你让三皇兄 我好担心啊 三皇子一转身 飞快地冲到了楚清理的面前 一把抱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小黄妹 真好 看到楚清理的出现 他那颗七上八下的心 这回终于落了下来了 参见长公主 长公主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多天不见 末将可担心坏了 这时候 逍遥王爷也总算反应过来了 他的心中苦涩不已 但是 这脸上该有的笑 还是必须的 逍遥王是一个武将 还是一个草莽出身的英雄 他根本就不会 闻人口是心非的那一套 这也就是楚霸天 欣赏他的原因之一 这人啊 海参 鲍鱼吃多了 偶尔来点青菜萝卜 那也是挺有味的 楚霸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看着这墙扯出的笑容 是要多别扭 就有多别扭 楚清理也是无语了 他真的很想说一句 王爷呀 你不想笑 那就别笑了 这看着也怪甚人的 不过 事情是自己惹出来的 楚清理可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宝宝 得了 咱还是先把这事情解决了再说吧 大将军 快快免礼 我 呃 本公主只是去外面晃悠了一圈 大将军无需担心 不过 有谁告诉本公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本公主一回来 就看到这个家伙 鬼鬼祟祟的 王主帅的营杖里钻 而且 还准备在那里下毒 楚清理看了看韩大人 很显然 这话他问的就是韩大人 回常 常 常公主的话 这是下官的暗卫 可是这下毒的事情 真的和下官无关 这是 是他和逍遥王爷的私人恩怨 好像是 韩曼磊 逍遥王打断了韩大人的话 他虎目睁睁地看着韩曼磊 硕大的拳头捏着 手上青筋暴露 仿佛韩大人要是再多说一个字 他绝对会扑上去 把他撕成一块一块地拿去卫兽军 果然 人都是怕死的 看着这样的逍遥王爷 韩大人就算是再想看戏 也得掂量一二 毕竟 和热闹比起来 自己的小命则更重要 否则 自己这热闹没看成 估计就会直接成为一只孤魂野鬼 这种事情怒极了的逍遥王 是绝对做得出来的 以皇上对逍遥王的信任 更何况 现在逍遥王可是风头最盛的时候 自己八成是白死的 为了自保 韩大人当然不会再说什么了 不过 这不说 不代表他不暗示什么呀 楚清理看着那韩曼蕾的眼神 一个劲地往那黑衣人那里飘 楚清理眼睛滴溜溜一转 他转过头去 看着停在边上的红尾八鸟 咦 红红怎么抢人家的东西啊 楚清理随口训斥道 主人 我没有抢东西 我这是做好事 谁让这坏蛋 偷咱们大将军府的东西 红尾八鸟一脸委屈地说道 放屁 你这死鸟 这荷包明明就是我的 我什么时候偷东西了 黑影一脸愤怒地叫道 你这还叫没偷东西 人家小偷最多就是偷点金银财宝 而你倒好 你直接把人家王府中的女人都给偷跑了 还给人家王爷种了一脑袋的青青绿草 这还不叫偷吗 别人忌讳不说话 红尾八鸟可不会忌讳 楚清理一下没吩咐他 就给直接抖了出来了 楚清理气得牙痒痒 他真的想直接烤鸟肉的了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死鸟 这下好了 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红尾八鸟给扯没了 这回逍遥王爷还不得恨死他了 楚清理恨不得直接一把捏死红尾八鸟 叽叽叽 叉喳喳 主子 主子我错了 红红就不该多嘴 大大 大将军 红红我向你道歉 我忏悔 请大 大将军手下留情 红红还小 扛不住军棍 大大大将军一丝一丝就行了 红红把屁股给你 你千万千万要轻点打 否则打出鸟屎就不美丽了 红尾八鸟说完 直接把荷包丢给了楚清理 然后一头扎进了三皇子的怀中 只露了一个鸟屁股在外面 浑身速速发抖地等待着 即将到来的惩罚 红尾八鸟的这一番操作 看得众人是目瞪口呆的 这 这 这真的是一只小鸟吗 这话说的也实在是太溜了 而且 这逻辑性还这么强 不要说在场的这些人 就连逍遥王也被他给逗笑了 这么聪慧的小鸟 让他如何下得了手 楚清理看着这耸包一般的红尾八鸟 他很想告诉大家 自己和这死鸟不熟 真的是太让人丢面子了 主子 你下次还是别让他出来了 这伙怪丢脸的 石海中传来的小金龙的声音 对此 楚清理非常的认可 没错 这家伙确实丢脸 不过 也不是没有一点作用 就像现在 原本死沉的氛围 被红尾八鸟这么一弄 整个活跃了起来 首先 三皇子乐乐 这么多人这红尾八鸟 偏偏选中了自己的怀抱 可见 他非常的喜欢和满意自己的怀抱 这一发现 让三皇子乐得 就差点没跳起来 他轻轻地抚摸 红尾八鸟小身子 不停地安抚道 放心吧 逍遥王爷非常和蔼可亲 他怎么会和你一般见识呢 他就算再生气 也绝对不会打你的 这一点本皇子可以给你保证 三皇子也不管逍遥王怎么想的 人家是不是同意 直接开口保证道 逍遥王直接猛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何时说过不生气了 红尾八鸟一听 立马眼睛一亮 是吗 那太好了 不过 你确定没有骗我吧 我告诉你 骗人的皇子 可不是好皇子哦 红尾八鸟猛地钻了出来 小眼睛咕噜噜一转 一边怕打着翅膀 一边贼兮兮地说道 当然了 本皇子绝不骗人 我可以保证 三皇子 生怕这只聪明的小鸟 不相信自己 就差没有拍胸脯保证了 那好 既然这样 那红红就谢谢王爷你的大度了 不过 你要是还有气的话 那就去把三皇子好好揍一顿 不用太委屈自己 真的 好了 那本大王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 你们不用送啊 在三皇子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红尾八鸟拍拍翅膀 一溜烟地飞走了 他才不管自己作为一只小鸟 刚才的言论有多么地让人震惊 直接留下了一屋子实话的人 果断开溜 开玩笑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逍遥王爷 不好意思 红尾八鸟已经跑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舒坦的地方 就直接把三皇兄揍一顿 不用客气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直接说一声 楚清理的话 让三皇子直接猛掉了 这个还是自己那个 善良可爱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小黄妹吗 她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小黄妹 我可是你的三皇兄 楚乔西委屈巴巴地说道 我知道啊 你要不是我的皇兄 那我为什么要叫你啊 楚清理笑咪咪地说道 嗯 三皇子一一 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楚清理的话 好像也没说错 可是 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是 到底是哪里呢 三皇子皱着眉头想了想 哦 对了 小黄妹 那我既然是你的三皇兄 而你则是我最最疼爱的小黄妹 你知不知道 咱们可是真正的兄妹 是亲的 亲的你知不知道 三皇子一脸地说教 他今天必须要和他 好好地说道说道 让他知道 兄妹一定要互帮互助 要相亲相爱 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地 就把自己这个兄长给舍弃了 三皇兄 咱们是兄妹没错 可是 我娘亲就生了我一个人 楚清理好心提醒道 他不知道 三皇子对这个亲兄妹的认知是什么 不过 他可不会忘了 他那母妃可不是一个省心的人 心间小的比真间大不了多少 当初 冷宫事件可有着贤妃 也就是现在的贤贫一份功劳 要不是三皇子的为人还不错 自己绝对不会帮着锻炼他的 他还是个孩子 可没有那宰相的心 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楚清理的话让三皇子的脸色微微一变 随即 他一脸尴尬地看着楚清理 不过 他也是一个能屈能伸 知错能改的人 虽然 自己上次在他的面前有说过 不过 那毕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即便要道歉 那也得自家母妃去道歉 三皇子这么一想 立即释然了 小皇妹 我知道你心中有气 不过你放心 等回到宫中 三皇兄一定会让母妃 亲自去向皇后娘娘道歉的 我保证 三皇子这次可是相当的认真 三皇兄你误会了 你是你 贤瓶是贤瓶 我不会把贤瓶做的事情 强怪在你的身上的 前面的话我收回 咱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妹 这样总可以了吧 楚清理银鱼道 完整内容 不过 咱们越是亲兄妹 我就越是要避嫌 所以 逍遥王叔 你要是想揍 就痛痛快快地揍一顿 不用顾及我的面子 也不用担心 父皇那里会怎么样 我会帮王叔澄清的 三皇子一听 直接傻眼了 这怎么回事 小皇妹 为什么非要逍遥王爷 揍自己一顿呢 逍遥王爷 也被楚清理的话震住了 不过 她是真的感动 这长公主 真的是太暖心了 逍遥王爷 忽然就好羡慕皇上 为什么自己 就没有这么好的闺女 不行 她要回去 让王妃帮她生个女儿 最好和长公主一样 长公主啊 王叔和你商量个事 行不 逍遥王此时 也不管她合包不合包了 就连那个黑影 也被逍遥王给弄猛了 这个逍遥王爷 是怎么回事 这话疯不对呀 王叔 你要和李儿商量什么呀 楚清理也是一脸猛逼的问道 长公主 王叔问你 你有半毒吗 没有 我没有半毒 楚清理摇了摇头 她确实没有半毒 貌似也不需要半毒 毕竟 现在没有哪个人 可以陪伴她 她也不放心 再说了 扎爹好像也没有 让她去上学 估计 父皇压根就没有打算 让她去上学 唉 也许 自己表现得有点太过了 让扎爹压根 就没把她当孩子看 长公主 那太好了 你看王叔 能不能在你身边 预定一个位子 啊 王叔 你想干什么 你又要预定什么位子 这下子 楚清理是真的懵了 她正正地 看着逍遥王爷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 好在逍遥王压根 没有打算让她问 她直接开口说道 长公主 王叔 想在长公主的身边 给我女儿预定 一个半毒的位子 实在不行 到时候就把女儿送宫中 给长公主做侍女也行 好歹在长公主身边 熏陶熏陶也好啊 楚清理 逍遥王叔 你这是认真的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 逍遥王府的树小姐 今年已经在一亲了吧 楚清理说完 直接给逍遥王爷 一个大白眼 自己今年还是四岁 你让一个 可以结婚生子的 王府树小姐 来给她当半毒 这逍遥王爷 确定不是一个逗逼吗 再说了 她有她的规矩 她的侍女也好 半毒也罢 都是有门槛的 凡事都得靠缘分 她不抢求 长公主 你放心 我说的不是人 逍遥王连忙解释道 哦 本皇子怎么不知道 逍遥王府除了萧然 还有别的小姐吗 难不成 逍遥王和传言一样吗 在民间 还有别的女儿不成 三皇子一头雾水地问道 啊 王爷 你不是吧 楚清理的眼神 立马变了 她连忙站起身来 一脸怀疑地 看着逍遥王爷 哎 不是 不是 我外面可没有女人啊 逍遥王爷立马大叫了起来 她可是清清白白的 虽然是草莽出身 但是 除了一妻两妾 她可没有第四个女人 这必须得说清楚 否则 柔儿生起气来 自己是真的吃不消的 王爷 那你哪来的女儿 给我当半毒啊 楚清理一脸的迷茫 嗯 长公主 这你就别操心了 等回了京城 本王努力努力 指不定你王妃婶婶 就能帮我生一个女儿呢 你看你也到时候 不就可以了吗 呵呵呵 长公主今年才四岁 再过四年也才八岁 来得及 刚好来得及啊 逍遥王扳着手指头说道 那样子了 实在是滑稽极了 逍遥王不愧是逍遥王 人家是这走一步算三步 你是走一步算五步 这连还不知道在哪儿的女儿 你把她四岁以后的路 都给她安排好了 还送进宫给本公主做半毒 你咋不直接说 送进宫中直接拜师呢 是不是连这拜师力 都给直接省了呀 楚清理看着逍遥王爷 真的是哭笑不得地问道 哈哈 长公主不愧是长公主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过 长公主放心 这拜师力可不能省 逍遥王爷乐呵呵地说道 这打蛇随棍上 做的那叫一个彻底 楚清理是直接傻眼了 自己刚才也就是这么一说 她可没有想要收徒弟 自己还是一个奶娃娃好吗 再说了 自己虽然才四岁 但是 她也知道自己以后走的路 注定和别人不一样 这徒弟可不是那么好收的 还有 自己敢收 那逍遥王妃 也得敢放手啊 王爷 你就别开玩笑了 咱们好像是扯远了 不过 这荷包秀得是真好 看得出来 这荷包的主人很是用心 就算是用了十几年了 还是这么的好 不容易呀 楚清理拿着荷包 翻来覆去地看着 上面的冰地帘 嗅得那是栩栩如生 简直就像是种在水里的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 黑影音乐 她没有想到 一个小奶娃娃 居然看得出来 这个荷包 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哈哈 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 你看看这布料的 你虽然用得很小心 但是 你时时刻刻 都把它放在身上 当然和新作的不一样 要是我没有猜错 这个荷包最起码有十五年了 怎么样 我没有胡说八道吧 楚清理虽然年纪小 但她身上的气势并不弱 她的眼神完全就是不容置疑的 黑影看着楚清理 心中暗暗吃惊 没办法 她只好低头默认了 长公主 你说这个荷包 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她不是莲的荷包 这太好了 逍遥王一个大老爷们 此时乐得有点手舞足蹈了 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她的三姨太没有偷人 她的头顶 也依旧是乌黑浓密的头发 这种感觉不要太好 可是 还没等她嘚瑟多久 黑影的话 重新把她打入了谷底 气得她真的是暴跳如雷 长公主 正如你所说 这个荷包确实不是现在秀的 她是我未婚妻送我的定情信物 十五年了 我找了她整整十五年 从江南到江北 我几乎踏遍了灵硕国的每一个角落 直到五年前 我来到京城 我终于找到了她 可是 我看到她的手中 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娃娃 那个小娃娃叫她娘亲 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 她早已经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 长公主 你可知道我当时的心情 那种生生被人弯心的痛 让我直接痛昏了过去 等我在睁眼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 我一定要报仇 俗话说得好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我化名黑影进了韩府 成了韩大人的一名暗卫 五年了 我整整等了五年 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说到这里 黑影抬头看了一眼楚清理 眼中露出了一抹悲愤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躲过了暗卫 躲过了守门士兵 最后却没有躲过长公主 还功亏一篑地被长公主抓了一个现行 这难道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吗 黑影的伤心绝望楚清理感受得到 其实 发现黑影的不是楚清理 这次是红尾八鸟发现的 黑影即便再小心 她也不会防备一只小鸟 可以说这次真的是天意 不过 有楚清理在 即便红尾八鸟没有发现 逍遥王也不可能出事 最多就是受点小罪而已 黑影转头看向了楚清理 声音悲怯地问道 长公主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帮她 为什么不让我抱夺妻之恨 我为什么要让你杀她 你算老几啊 凭什么这样问我 楚清理大眼睛一瞪 毫不示弱地反瞪了回去 我 黑影一愣 直接哑然了 你什么你啊 你知不知道 逍遥王是我灵兽国的大将军 他用他的生命 在保卫着我们的国土 他是我们灵兽国的大英雄 他用他的毕生本领 保护着我灵兽国的万千百姓 他是我灵兽国的逍遥王 他抛弃弃子地 率领我灵兽国的豪儿郎 在这冰天雪地里浴血作战 为的就是保家卫国 给自己妻儿老小 一个安稳的生活 不用受战火纷飞的苦楚 不需要颠沛流离的逃命 而我 身为灵兽国的公主 你说我为什么 毫无疑问我 当然要保护我灵兽国的英雄王爷呀 楚清理虽然人小 但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稍稍用了一点心思 他在说话的时候 用了一点灵力在里面 他的声音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是 他的话穿透力却非常强 这时候 三皇子的银杖外面 却聚集了不少听到消息 而赶来的将士们 这里是三皇子的银杖 一般将士们是不敢随意进出的 他们只能守在外面 大家听完楚清理 那慷慨激昂的讲话 将士们立刻呆住了 这就是他们灵兽国的定海神针 在众将士的心中 楚清理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们之所以能赢 能活命 那全都依赖长公主的功劳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这些里面拼命鼓掌的人 就包括了三皇子的外祖父龚将军 龚将军和他的名字一样 也算得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最后出手的也只是贤妃娘娘自己的人 和龚将军还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 此时他真的是被楚清理感动了 是啊 他们是灵兽国的将士 保家卫国是他们的职责 可是正因为他们是武将 相比起那些文臣 武将的地位就会低好多 平时那些文臣根本看不起他们 认为他们粗鲁没有修养 只有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武将才会被人想起 其他的时候人家嫌弃还来不及 除了那些真正欣赏他的人 还有就是那些心术不正的家伙 别无他法呀 楚清理的这番话 真的是讲到了他的心坎卡里 激动 真的好激动啊 好 长公主讲得太好了 咱们灵兽国有这么生命大义的公主 真的是国家之福气 是百姓之福气 更是我灵兽国将士们的福气 末将公磊落参见长公主 千岁千岁千千岁 公将军走了进去 带头跪了下来 激动万分地说道 参见长公主 千岁千岁千千岁 参见长公主 千岁千岁千千岁 参见长公主 千岁千岁千千岁 公将军这一跪 外面的将士们 纷纷跪了下去 群情激昂地说道 最后 整个灵兽国军营 所有的将士们 纷纷跪了下去 那声音传出去很远很远 传到了韩武国使臣的耳朵里 让韩武国的使臣震惊不已 别说是一个公主 就是他们韩武帝来的军营 将士们也不会这么群情激昂啊 声音传进了韩武国的将士的耳朵里 将士们纷纷吓得心惊胆战 一想起那些兽军 他们的双腿就忍不住抖啊抖抖了 抖了韩武国的使臣心都寒透了 呜呜呜 打了一辈子的仗 最后败在了一个小奶娃的手中 他们真的好想挖个地洞 把自己埋进去 再也没脸见人了 看着这些将士们的怂样 使臣们知道 他们韩武国完了 就他们这样的将帅 以后还怎么带兵打仗啊 老天爷呀 怎么办 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啊 不过 那些使臣在来的时候 可是做足了准备 这该打听的消息 他们也打听得清清楚楚了 据说韩武国这次之所以如此惨败 就是因为零售国的这个小公主 据说还是一个才四岁的奶娃娃 他们是真的想不通啊 这是什么预言啊 不就是一个小公主吗 人家就一个小奶娃公主 居然这么厉害 难道他们韩武国的公主 就真的不如人吗 他们不信 韩武国别的不多 最多的就是公主 什么大公主 小公主 胖公主 瘦公主 甚至老公主都不少 改回去 他们一定要每人上一道折子 也劝皇上把各色的公主 多拉几个出来 去他们韩武国各个战场上去溜溜 说不定也能溜出几个有用的来 呵呵呵 人家溜狗 溜猫 咱们韩武国就溜公主 这想想都挺高大上的 要知道韩武国常年寒冷 这也就造就了他们爱冻的特点 他们一般都静不下来 因为一静就特别冷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冻冻更健康 冻冻更暖和 而且 韩武国人身强体健 这冻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以 韩武国的人口非常多 韩武国的男人 大多都是有暴力倾向的 他们可不像零售国喜爱和平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战争 毕竟 战争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收获 有韩武国缺的粮食 还有肥沃的土地和战后赔偿 这都是他们的挚爱 更让他们爱不释手的是 这别国的女人 娇娇小小的 软软诺诺 韩武国的规定就是 战场上的女人 谁抢到的 那就是谁的 不管你是将军还是士兵 你都有权利决定他的去留 皇室的女人也不例外 正因为这样 韩武国的将士 打起仗来 就是比别的国家更凶猛 他们把掠来的女人 往床上一丢 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 听着他们在自己身下求饶 尖叫 那简直就是这世上 最赏心悦目的事情了 听着那天赖之音 他们干起活来 也就越有劲了 当然 很多有野心的将士 会把一些姿色不错的女人 献给皇室 任由皇上去处理 这些女人是最可悲的 一辈子没命没分不说 轻则挨打受虐 重则命丧皇权 不仅如此 他们还得为别人生儿育女 这些孩子长大了 男的就是征战杀场的工具人 女的 则是他们手中换取粮食 和金钱的工具 哪怕你是韩武帝的女儿 也好不到哪里去 除非你非常出色 就像韩武国的九公主一样 聪慧而多才多艺 不过 即便是高贵如九公主 她的生母 是一个爱着韩武国的 小国家的小公主 更是那个小国皇上的长中宝 生得那叫一个冰雪可爱 像极了雪山上的雪莲花一般 神圣而不可侵犯 她就是九公主的娘亲雪莲公主 可是 偏偏命运和她开了一个大玩笑 在她15岁那年的吉吉礼上 被突然率兵偷袭的威武王秦货 不但自己的国家被灭了 小公主也被威武王带回了韩武国 后来又被威武王献给了 还是太子的韩武帝 虽然 她的身份是一个低贱的战俘 但是她轻力脱俗 冰雪可爱的长相 瞬间俘获了韩武帝的心 但是 在太子府中 战俘是没有尊严的 即便你身的太子喜爱 那也是和婢女没什么两样 甚至 过得会更加的凄惨 白天像个低贱的婢女一样服侍主子 晚上还要像妓女一样的服侍太子 那叫一个苦不堪言 好在小公主有一身不凡的武艺 不久 她就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 这时候 太子也还算有人性 就下令把小公主 关在了一个小院子里面 任何人不得进去 就这样 直到韩武帝登基 九公主在那个小公主娘亲的 亲自教导之下 不但长得出类拔萃 还是文武双全 深得韩武帝的喜爱 可是 即便这样 她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那些使臣抬眸看向了另一边 那里坐着一个红衣女子 此时她正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个低头沉思的红衣女子 就是韩武国的九公主 紫燕公主 此时不是在干别的什么 她是在想 这个这么受灵兽国将士爱戴的公主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得找个时间 先去挥挥她 希望她真的如那个神秘人 所说的一样 她是唯一能救自己的娘亲出 苦海的人 所以 自己在来韩玉成的前一天 她去御书房找了韩武帝 父皇 儿臣可以为了韩武国的安宁 前去灵兽国和亲 但是 儿臣可以为自己提一个条件吗 紫燕试探道 说吧 只要九儿愿意和亲 不管什么条件 父皇都答应 韩武帝微笑着说道 同时 她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还好 她终于答应了 别人不知道 但韩武帝清楚 只要是她不情愿 就她的脾气和手段来说 哪怕她是皇上 那也无济于事的 紫燕公主也早就想好了条件 除非她不离开皇宫 否则 不管她到哪里 都一定要带上她的 要是条件允许 她还想为她寻一个人 父皇 你知道的 而臣自小就和娘亲生活在一起 而臣离不开娘亲 娘亲也离不开臣 还请父皇恩准 要是而臣真的和亲零售国 娘亲可以用奶嬷嬷的身份 随而臣一并离开韩武国 你 混账 这不可能 紫燕 你不要以为朕宠你爱你 你就可以任意妄为 你真的觉得 朕不敢杀了你吗 紫燕公主的话 让韩武帝大为恼火 父皇 紫燕从来不敢这么想 父皇要是真的在乎娘亲和紫燕 也不会不顾娘亲的意愿 把娘亲关在那个破院子 整整十年不闻不问 紫燕脸上的小心翼翼 早已经退去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面 她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父皇 你知不知道 让一个孕妇孤身一人 在一方破院中生活十年 这是何等的残忍 不但如此 还要随时随地 接受你的那些妻妾的侮辱 攻击 要不是娘亲的心性足够强大 她早就香消玉允了 九公主不知道 其实不是她娘亲的心性强大 而是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啊 你胡说 郑 郑 郑明明派了人在四周保护她 而且也明令禁止所有人不得入内 她 她 她们怎么可能进得去呢 韩武帝说话的底气明显不足 有的事情她不是不知道 没有她的暗许 那些侍卫有可能会被收买 但是她的暗卫只听她一个人的话 当初的太子妃想要瞒天过海 那是不可能的 当初 威武王把那个小公主送给她的时候 她确实是惊呆了 这世上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可是 她实在是太高傲了 韩武帝想要她像别的女人一样 放下那该死的自尊伺候自己 极尽讨好自己 可是 那个小公主却抵死不从 逼急了她就自杀 韩武帝一气之下 直接强占了她 她的自卫实在是太好了 为了防止她自杀 韩武帝亲自把她的四肢绑在床上 为了防止她咬蛇自尽 韩武帝把她的嘴也给堵上了 只要她不在的时候 就会有人时刻看守着她 直到韩武帝回来 这地狱般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了她怀孕为止 小公主在从太医口中得知 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 那死气沉沉的眼中 终于泛起了一丝光芒 她第一次哀求韩武帝 不要绑着她了 她一定要把这个可怜的孩子生下来 哪怕是付出她的生命 这一夜 韩武帝终于享受到了 她梦寐以求的快乐 这一夜 可是她这一辈子最舒服的 只可惜 小公主只答应服侍她这一次 这种食髓之味的事情 韩武帝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 在之后的好几个晚上 韩武帝还想再体会这样的滋味 毕竟 那肚子里的孩子 死活她才不管呢 但是 小公主的态度很是强硬 如果她得寸进尺 那就预示剧焚吧 韩武帝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她想利用太子妃的手段 让那个小公主屈服 最后求助于她 这样她就可以借此提条件 以满足自己的授欲 对于韩武帝的心思 小公主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正因为这样她才紧咬牙关 死都不向她妥协 九公主想起她娘亲吃的苦 更坚定了 要带她娘亲走的心了 父皇 紫燕的话就放在这里了 父皇要是同意 紫燕和娘亲 明天就随使臣一起去韩玉城 否则 紫燕宁可和娘亲 一起死在这个后宫 也绝不去任何国家和亲 父皇应该知道 紫燕既然说得出 就一定做得到的 没事 紫燕就退下了 站住 韩武帝那高大的身子 刚毅的脸庞 硬是忍耐着心中滔天的怒火 随即 她又用慈爱的口吻说道 紫燕 你换一个条件可好 你要知道 你娘亲虽然不是妃嫔 但她也是父皇的女人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你可以有看到 哪个国家的和亲公主 带着后妃出嫁的 这以后 让人家灵兽国的朝臣 怎么看你 父皇可以给你准备 丰厚的嫁妆 让你像嫡妆公主出嫁一样 甚至超过她的嫁妆也行 你放心 到时候 父皇一定让你嫁得 风风光光的 你看这样可行 父皇 你知不知道 紫燕是作为 战败国的公主和亲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两国和亲 这么多年 灵兽国可没有少吃亏 不说这赔偿 就光这送往 韩武国的和亲女子 就有多少 敢问父皇 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你韩武第一 那些女子身在何处 他也不知道啊 他们或许早就香消玉允 被扔在了乱葬岗 或许被人玩腻了 送去了青楼 一条玉壁万人枕 至于他后宫之中的那些 有的可能被人扔进了枯井 也有的被人扔进了 兽缘为了野兽 这些战败国送来的女人 他基本上也就是玩了一两次 就再也不管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是战败国的 他们的君王父母都已经放弃他们了 还能指望自己管他们一辈子吗 当然 除了那个小公主 这些事情九公主当然知道 但这不是他一个公主能够插手的 他只要管好自己的娘亲就行了 没办法 这是他们的命 从被选中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了他们凄惨的一生 就像此刻的九公主一样 是生是死 就全看自己的本领和造化了 此时 他也不管韩武帝是不是生气 扭头就走了出去 顺便还把刚刚进门的大太监 长生给一掌鸡飞了出去 砰 啊 长生两眼一翻 直接晕死了过去 吓得外面的侍卫像个鞍唇一般 一动也不敢动 这九公主可不是一般人 那可是皇上的心肩宝 即便现在皇上被九公主气得大发雷霆 那也不是他们这些人得罪得起的 他们要想偿命 那该当傻子的事时候 就得果断地当傻子 该挺尸的时候就必须得挺尸 否则 下一刻的自己 也许就真的会是尸体一具了 看着那在地上抽搐的太监总管 他们果断地扭转了脖子 逼着自己选择做睁眼瞎 反正 他们是侍卫 保护皇上才是他们的最终责任 至于那些太监总管什么的 他们是可以选择性失明的 就像现在 他们为了自保 只好眼瞎了 大不了等会九公主走了之后 他们寻个机会帮忙叫一下太医 九公主看了一眼那些识趣的侍卫 心中总算是好受了许多 这个大太监 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当初他他们娘俩那个院子里的苦难 这个死太监也没少出主意 不要说今天打他一掌 就算是杀了他都不过分 孽女 你这个孽女 果然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韩武帝气得大骂道 门口的一幕 韩武帝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 碍于一些别的原因 韩武帝知道自己不能动手 否则 他的损失会更大 这一晚 韩武帝的御书房 就像是进了反贼一样 御案上的所有东西 全部散乱地在地上躺着 御书房的宫女 太监 个个速速发抖 御书房外面的侍卫 也是个个战战兢兢的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驳梗分家 他们很想集体喊一声 九公主饶命啊 韩武帝很是生气 他气自己 也气九公主 更气的是 那个孤傲的死女人 身为他的女人 已经这么多年了 从头到尾就那一个晚上的温存 其余的都是自己 在硬生生地掠夺 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柔情 始终都不给他 为什么不管自己做什么 他都是那一副死样子 不惊不诈 不哭不笑 甚至是不死不活的 他难道真的是一个铁石心肠 还是说他的心 其实早就给了别人 虽然 他不在乎一个没名没分的战俘 但是 他始终迷恋着那个女人的孤傲 还有他那让自己 为之疯狂的身体 即便是他不再年轻了 容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衰退 但是 他那独特的韵味 却让他更加的爱不释手 与日俱增 这些都是他在别的妃子 那里体会不到的 韩武帝当然不会答应 再说了 战败国拿公主和亲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 却从没有听说 和亲公主还得带着娘亲出嫁的 这完全就是在打他韩武国的脸 打他韩武帝的脸 这怎么可能呢 想到这里 韩武帝坐不住了 他知道 要想改变九公主的决定 除非那个女人开口 蹭 韩武帝坐不住了 可是 当他急冲冲的来到一个无名的宫殿时 韩武帝被告知 刚刚九公主来过 皇上 九公主已经把我家夫人 接去了九月宫了 不过 九公主留下了一句话 一个小宫女 小心翼翼地上前 硬着头皮说道 放肆 后宫妃子不待在自己的宫中 这是想要造反吗 韩武帝气得脸色铁青 他看着那个小宫女 咬牙切齿地说道 皇上 九公主让奴婢转告皇上 说他娘不是韩武国的后妃 她只是一个苦命的王国公主 和韩武国的后宫 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这么些年的伙食费 就用她的命来偿还了 她只想要带着她的娘亲 仅此而已 皇上要是想好了 就差人去九月宫说一声 要是皇上觉得这条件接受不了 那就算了 九月宫从此毕宫 韩武国再也不会有九公主 这一号人了 小宫女将九公主交代的话说完 已经是浑身汗水淋淋了 她不知道 愤怒的帝王 会不会直接拧断她的脖子 甚至会助她九族 呜呜呜 九公主救命啊 奴婢真的好啪啪呀 小宫女匍匐在地上 浑身都在颤抖 在这高气压下 她差点救 吓出尿来了 滚 都给震滚 韩武帝怒吼道 是 小宫女一听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估计 这是她有生以来 跑得最快的一次了 没办法 这是正宗的逃命啊 回来 小宫女还没跑出多远 被韩武帝的一声大吼 又吓得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小宫女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一般 仿佛不知道疼一般 比起沙头来说 磕头压根就算不得什么 再说了 她们身为宫女 下跪磕头 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了 滚 看着那磕头如捣蒜的小宫女 韩武帝好像更加的火大了 这次小宫女连细恩都忘了 爬起来就往门外冲去 那样子 看那一边的侍卫 连眼睛都瞪远了 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小宫女明明没有任何内力 可是 这速度还真的不可小视 要是在不使用内力的情况下 估计连自己都不一定追得上她 看样子 这人的潜力还真的是无限的 小宫女在完全跑出 御书房的范围之后 才堪堪停了下来 她也不管那地上脏不脏 直接一屁股坐了下来 抬手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珠 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梗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 劫后余生的笑容 还好 这个吃饭的家伙还在 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 不行 自己得去求求九公主 这样的日子 她真的是过够了 大胆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把小宫女吓得差点没有昏过去 小宫女连忙跪了下去 她偷偷地看过去 只见几个衣着华丽的妃嫔 拥促着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 正往御书房的方向 缓缓地走得过 来 大胆 你是哪一宫的小宫女 如此没有礼数 见了太后娘娘不跪 你这是找死吗 那个太监尖锐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吓得小宫女都快哭了 哪一宫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宫的 自家夫人住的那个宫殿 原本就是一个无名宫 平时夫人也不会让他们出来 她从一进宫 就被分配到了那个无名宫中 从来没有出过无名宫的门 而太后娘娘这些年 一直在护国四里佛 最近才回的宫中 她一个小宫女 自然就没有见过太后娘娘 就连这几个妃嫔 她还是在那个无名宫中见过 他们当初去那个无名宫中找茬 还被九公主给好好收拾了一顿 太后娘娘 这个宫女臣妾认识 她就是那位身边的大宫女 一个身穿粉红色宫妆 头上插着一只精巧的七宝珊瑚簪 浅色的流苏随意地落下 在风中样起一丝丝连衣 她的面容艳丽无比 身姿拼挺 樱桃小嘴一张一合地说道 小宫女看着这个美艳的妃子身上的那套宫妆 心中羡慕无比 哇 好漂亮的衣服啊 要是我这辈子能够拥有一件 那真的是死也值得了 小宫女满眼羡慕地看着那个妃子 仿佛都不那么害怕了 丽妃冷冷地看了一眼那个宫女 仿佛面前的就是那个战俘女人 她的眼中真的是恨意满满 九公主母女二人 可是这韩武国后宫的特殊存在 也是这后宫妃子最痛恨的人 明明是一个低贱的战俘 却偏偏能被帝王宠爱 还十几年如一日 那些他们这些身份高贵的妃子 争破脑袋都得不到的东西 人家偏偏还不屑一顾 他们几次想要置她于死地 不知道为什么 她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 反而他们这些妃子 次子都是伤痕累累的 最后他们吃多了亏 再也没有人敢去挑衅设计她了 这次是听说这九公主要和亲零售国 他们这才敢窜多太后过来看看 没想到就碰上了这个小宫女 哦 臣妾就说 这是哪个宫中的宫女 这么没规矩 原来是她身边的大宫女呀 怪不得这么目中无人啊 这时候一个穿紫色宫装的妃子 也适时地大叫了起来 是啊 德妃姐姐和丽妃姐姐说的没错 太后娘娘 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 省得等会 皇上又不高兴了 这要是皇上心事问罪 到时候太后娘娘反而难做了 另一个穿着白色宫装的妃子 看着那跪在地上的小宫女 一脸为难地说道 是啊 是啊 太后娘娘臣妾扶您回去吧 咱们还是少惹她为好 虽然咱们是好心祝贺 可是要是人家不领情 反而找皇上告状 那我们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就是太后娘娘臣妾是真的害怕 上次臣妾亲手做一些糕点给她送去 原本想着的 虽然她是一个战俘 毕竟也是皇上的女人 结果 人家不但不领情 还一壮告到了皇上那里 臣妾却因此被皇上禁足了一个月 一身白色宫装的余瓶 做事缩了缩脖子 一脸后怕地说道 放肆 爱家贵为韩武国的太后 难不成还怕一个战俘 真的是岂有此理 太后立马震怒了 三个女人一对眼 嘴角纷纷上扬 她们就不相信了 自己三人联手 还对付不了那两个贱人 虽然那九公主是得皇上的宠爱 但是太后娘娘可是最看重血脉的 这种战俘声的孽种 太后根本就看不上 你立马给挨家带路 太后娘娘冷冷地说道 是 奴婢遵命 小公女知道自己是逃不掉了 只好硬着头皮硬倒 她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摔 居然一而再 再而三地碰上这些身份高贵的人 她不知道 自己到底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呜呜呜 小公女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 九月宫 娘亲 你先去休息一下 而陈去收拾一些 咱们以后要用的东西 九公主笑语奄然地看着自家娘亲 和在御书房的九公主相比 那简直是判若两人 一二 娘亲不累 娘亲和你一起收拾东西 咱们娘俩一起动手 很快就可以收拾好了 雪莲公主一脸慈爱地看着九公主 这个她拼着命生下来的女儿 也是她此生活下去唯一的和精神支柱 好 都听娘亲的 咱们一起收拾 九公主一把抱住自家娘亲 小脑袋扎在她的怀里拱了拱 一脸的娇笑 哎 你这孩子让娘怎么说呢 你知不知道这次和亲可是九死一生 灵兽国的人可是恨透了韩武国 你作为战败国的和亲公主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 雪莲公主慈爱地抚摸着自己怀中的女儿 一脸的担心 不怕 再话也比在这韩武国好 难道 娘亲不觉得吗 九公主抬起头看了看自家娘亲 她忽然有点不确定了 娘亲 你要是不想离开 那臣也可以把娘亲留下来 自己一个人去零售国 傻孩子 娘亲怎么会让妖儿你一个人去冒险呢 咱们母女同命 要是妖儿有个三长两短 娘亲也不会独活的 雪莲公主连忙开口说道 娘亲 你放心吧 妖儿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 咱们一定能够活得好好的 到时候 妖儿一定会找到她 原娘亲一个梦想 九公主看着自家娘亲 眨巴眨巴大眼睛 一脸的揶揄地看着自家娘亲 鸭儿 你 雪莲公主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家女儿 她从来没有说过有关那个人的事情 这是她心底的秘密 就连她的父王母后都不知道 娘亲 你就放心吧 这是除了儿臣 谁也不知道 九公主说完就再也不管自家娘亲的表情了 她得赶快吩咐宫女收拾东西 她知道最迟明天早上圣旨一定会到 她要趁此之前给自己收拾一些东西 因为她听到了韩武帝的心声 她是绝对不会让她舒舒服服地离开的 至于嫁妆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不过 出了这个皇宫 他们以后就海阔天高了 到时候吃穿用度 哪一样不需要钱啊 她得把自己这么多年存的宝贝全都带上 一点也不会留给别人的 这亏谁都不能亏自己 太后娘娘驾到 德妃娘娘驾到 丽妃娘娘驾到 于平娘娘驾到 可是 她才刚刚开始收拾 外面就想起了太监的唱陌生 九公主先是一愣 随即嘴角微微一笑 这三位还真的是记吃不记打的 看样子 这次是搬了就冰来了 又或者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吧 不过 这送上门的财神 总没有往外推的道理 娘亲 咱们出去吧 这真的是太好了 真是缺什么 就来什么 九公主一脸开心地说道 顺便吩咐下面的宫女 太监 一定要好好招待她们 这可是她的大财神啊 自己以后能不能过好日子 全看这一下了 既然九公主都这样说了 那下面的宫女太监 当然不敢扬风音伪的 不一会儿 这般凳子的 拿椅子的 泡茶的 大家全都忙活开了 九公主则是带着自家娘亲 匆匆赶到了前厅 这时候 太后一行人 也正好在小宫女的带领下 来到了九月宫的前厅 雪莲参见太后娘娘 参见各位娘娘 雪莲公主微微屈膝 不冷不热地说道 她不想坏了女儿的好事 要是按她的脾气 她是绝对不会行礼的 这些可都是她的仇人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对于雪莲公主来说 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燕儿参见黄祖母 参见德妃娘娘 丽妃娘娘 于平娘娘 黄祖母千岁千岁千千岁 各位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九公主长相甜美 声音也是软糯清甜 再加上这十足的礼数 饶是太后这样的老狐狸 一时半会 也不知道如何发作 不过 她一时没法对九公主发作 但不代表 她不会找雪莲公主的麻烦 哼 你就是那个雪鱼国的雪莲公主 太后看向雪莲公主 一脸不善地问道 没错 我就是雪莲公主 请问太后有什么指教 雪莲公主冷冷地说道 要说太后的声音高冷严厉 那雪莲公主的声音 无疑就是清冷孤傲的 不仅她的声音如此 她的表情亦是清冷幽静 就像雪山之巅的雪莲花一般 大胆 一个战败国的公主 居然敢对哀家这样说话 还不快给我跪下 太后终于寻到了发火的理由 一边的太监宫女 也是蠢蠢欲动 边上三个女人的嘴角 这下子都要撬到天上去了 她们终于尝到了报仇的痛快了 最好 太后能够把这对母女都给整死 那她们一定会大肆庆祝的 黄祖母 你可是咱韩武国的精神支柱 是咱们韩武国后宫的精神领袖 你看你这通身的气度 可是古今以来的第一人 咱可千万不能生气啊 这要是气坏了身子 咱可就真的得不上诗了哦 九公主生怕自家娘亲吃亏 连忙上前不着痕迹地 挡在了雪莲公主的面前 一脸微笑地看着太后娘娘 好话不要钱一般地丢了出去 用九公主的话说就是 好话又不需要钱 说多了还能赚钱 为什么就不说呢 果然 太后一听紧皱的眉头 立马松了开来 连惩罚都似乎忘了 这边上的三个女人一见 立马按叫不好 没想到这件女人 居然生了这么厉害的女儿 三两句就把愤怒的太后 给安抚住了 这可不行 三个女人一对眼 其中一个就走了出来 放肆 九公主这是何意 难道这就是你娘亲教的 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 诅咒太后她老人家 巴不得太后她老人家 气坏身子 你们好渔翁得利了 一身浅紫色宫装的德妃娘娘 立马指着九公主 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呵斥道 太后一听 原本缓和的脸色 这回又立马沉了下来 她一脸不悦地看向九公主 德妃娘娘 你这是说了什么话 鸭儿可没有说太后 黄祖母半句坏话 大家可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刚才诅咒太后黄祖母的人 明明就是德妃娘娘好不好 九公主脸色一沉 一板一眼地说道 胡说 本宫何时诅咒 太后她老人家了 德妃娘娘一惊 她连忙看向了太后 并且立马反驳道 德妃娘娘是不是记性不大好啊 要不要鸭儿给德妃娘娘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九公主说道 笑话 你就算再说十遍 这没有就是没有 难不成九公主 还想扭曲事实不可 德妃娘娘又把自己的 刚才的话回想了一遍 这才凶有成竹地说道 这时候 不止其余两个妃子 就连太后娘娘也想听听看 德妃到底是怎么诅咒自己的 好吧 既然这样 那鸭儿请问德妃娘娘 刚才德妃娘娘 是不是说太后她老人家 九公主问道 没错 这是本宫说的 怎么了 德妃娘娘想也不想的就承认了 这太后她老人家这几个字 并没有什么大不尽的 古往今来 大家都是这么称呼的 自己也并没有叫错呀 德妃娘娘 你看太后皇祖母她的容貌 还有那通声的气度 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太后皇祖母 站在德妃娘娘你的身边 那在外人看来 绝对就是一对姐妹花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德妃娘娘你是姐姐 而太后皇祖母 这是那个妹妹 你要是不信的话 完全可以问问丽妃娘娘 又或者问问余嫔娘娘 看她们怎么说 九公主的话 让一边的丽妃和余嫔 立马惊呆了 这怎么又绕到了 自己的身上了 这问题可怎么回答 九公主一脸天真的 看着两位傻眼的女人 并且还好心情地提醒道 丽妃娘娘 余嫔娘娘 太后皇祖母和德妃娘娘 还在等着两位娘娘的回答呢 你们可要看清楚再回答 丽妃 余嫔 这可怎么回答呀 一边是太后太老 哦 一定不能说老人家了 否则 自己就是在诅咒太后了 一边是德妃娘娘 那也不是自己能得罪的人 她们现在是真的后悔了 以前在九公主的手中 她们吃的亏已经不少了 为什么还要听得妃娘娘的话 好好地美容觉不睡 吃饱了 称得跑这里来找场子 这下好了 她们该怎么回答呀 不过 九公主可不会轻易地饶了她 自己这都要走了 她们还想来挑事 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轻易饶恕呢 这不但不能饶恕 她还要让这三人心中都长疙瘩 看她们以后还怎么联手 最后 丽妃娘娘和余嫔娘娘 在权衡利益之后 在德妃娘娘铁青的脸色中 果断地选择了她们的答案 九公主说的没错 太后娘娘可是我们韩武国的精神支柱 是咱韩武国最尊贵 最美貌的人 站在太后娘娘的身边 臣妾真的是自愧不如 丽妃一边说着 自己都觉得恶心的假话 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太后的脸色 就是 就是 太后娘娘可是咱们韩武国的不老神话 是臣妾永远追随的目标 臣妾要是有太后娘娘一半年轻 那绝对是做梦都会笑醒的 于嫔可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 是他们三人当中最年轻 她的话让德妃娘娘的脸 已经完全无法形容了 是吗 丽妃 于嫔 你们就不要再说那些好话来哄哀家了 哀家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年轻啊 太后娘娘一边抚摸着自己那精修过的脸 一边喜滋滋地说道 眉眼之间尽是喜悦 太后娘娘 臣妾说的是真的 太后娘娘母仪天下 是咱们韩武国女人之楷模 是神一般的存在 要不是害怕打扰太后娘娘 臣妾真想时时刻刻地陪在太后娘娘的身边 也好沾点太后娘娘的福气啊 丽妃连忙说道 就是 就是 丽妃姐姐说的正是臣妾心中所想 于嫔什么人啊 既然自己已经惹得德妃不高兴了 为了自保 她只能去攀一个身份地位更高的人 这才是宫中女人的生存法则 好好好 你们俩的这张嘴啊 今天可是出门抹蜜了不成 怎么竟说甜言蜜语 太后这回是心花怒放 连眉眼之间都是带着笑的 她早就把要惩罚雪莲公主的事情 给忘了一干二净了 这时候 丽妃和于嫔再也不敢提雪莲公主了 开玩笑 九公主的那张嘴巴 那是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自己除非 想要做的非第二 太后娘娘 臣妾说的可是千真万确的 这完全是臣妾的心里话 于嫔嘴上说着这奉承的话 可是心中却暗暗复语 死老太婆 本宫要是和你站在一起 那绝对就是祖孙 看你那张橘子皮的老脸 也不知道要铺多少面粉 才会这么白啊 听到于嫔的话 丽妃也生怕自己的落后一步会吃大亏 连忙就着于嫔的话说道 于嫔妹妹说的太对了 臣妾从来不会说假话 太后娘娘可真的是越活越年轻 让臣妾都自愧不如 太后娘娘您可不能藏私啊 那不老秘方也传说臣妾一下吧 好像臣妾也和太后娘娘一样美上百年 丽妃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太后 看得太后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好几条 看得丽妃心中的厌恶又加深了不少 哼 还不老秘方 就你那夏天连扇子 荷包都不用的皱纹 还貌美如花 真是美得你了 老妖婆真的是越老越不要脸了 我呸 丽妃嘴上说着甜言蜜语 心中却是无比厌恶地骂个不停 哈哈 好 好 从今天起 你们两个没事就多来慈安工作做 咱们娘三也好好聊聊 太后一乐 立马答应了下来 不过 她好像完全忘了 这里还有一个德飞娘娘的存在 也许 她是故意的 对于她们心中所想 九公主听的那是一清二楚的 看着这虚伪的几人 九公主的嘴角不由地猛地抽了抽 不过 这可不是她全部的目的 毕竟 明天她就要带着娘亲离开了 这以后过得如何 还得看面前的四人 忽然 九公主的耳朵动了动 她的嘴角微微一笑 眉毛饥不可查地挑了挑 很好 好戏终于来了 太后皇祖母 你看鸭儿说的没错吧 太后皇祖母 可是鸭儿最仰慕的人 太后皇祖母常年礼佛 身上可是有大功德的人 鸭儿也好想 常伴太后皇祖母的身边 沾沾服气 只可惜 鸭儿也许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明天 九公主忽然有点哽咽了起来 九丫头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你明天怎么了 太后刚刚回来 很多事情还来不及知道 就被三的妃子给忽悠来了 这会看到九公主欲还休的样子 立马急了 太后皇祖母 鸭儿 圣旨道 九公主接旨 门外 刚刚被太医 就醒得太监总管长生 一边捂着生疼的胸口 一边大声喊道 她原本是不需要来的 随便派一个太监 过来传旨就可以了 可是 当她知道圣旨里面的内容时 她改变了主意 捂着那生疼的胸口 亲自过来传旨 她想亲自看九公主的笑话 一个和亲公主 没有任何嫁妆 陪嫁的只有一个奶嬷 和一个使唤宫女 这会看她还怎么横 估计还到不了零售国 就该香香玉允了吧 圣旨 这好好的怎么来圣旨了 皇帝这是要干嘛呀 太后虽然奇怪 但是这圣旨还必须得接 一行人匆匆走了出来 包括那个被人遗忘的德妃娘娘 不过 人家现在可不敢得瑟了 她生怕太后在找她麻烦 只好灰溜溜地跟在最后面 不过 出来的太后没有直接出面 她站在一处玄关处 传旨的长生 并没有看到太后一行人 她也完全没有想到 太后会在这里 娘亲 咱们接纸去 九公主伸手牵着雪莲公主 带着九月宫的宫女太监 直接走了过去 圣旨道 九公主接纸 九公主带头跪了下去 要知道这是九公主 最讨厌做的事情 在她的心中人人平等 为什么非得这样跪来跪去的 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不过 今天她跪得心甘情愿 长生看了看 这跪在地上的九公主 以及九公主身边的美艳女人 再想想那圣旨上的内容 心情莫名地好了很多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九公主韩子嫣性情温柔 拥和翠纯 淑得韩章 深明大义 朕非常之喜爱 献特封九公主韩子嫣为安五公主 为了韩五国百姓的和平安定 和亲灵兽国 乃摩摩雪莲 宫女可儿一道 陪嫁灵兽国 明天随谈判使臣 一道出发韩玉城 亲此 先 安五公主 接纸吧 王长生读完圣旨 看着一脸灰败的九公主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王公公 这就完了 难道父皇不觉得少了什么 九公主接过圣旨 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一脸猛逼地问道 读完了呀 安五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安五公主是觉得 皇上应该忘了什么了呢 长生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王公公 难道不是吗 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那本公主的嫁妆呢 父皇该不会就让本公主 这两手空空地 去合妻零售国吧 就算本公主乐意 那人家零售国乐意吗 九公主虽然早就知道了 这个结局 但是 做戏做全套 她可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虽然 当初总是不温不活的 哦 安五公主说的是这个呀 来人 把安五公主的嫁妆拿上来 随着长生的一声令下 一个宫女端着一个盘子 走上前来 安五公主 皇上说了 安五公是一个 生命大义的公主 应该会知道皇上的苦楚 现在韩五国的国库空虚 又要面临大笔的战后赔偿 所以 咱们皇家要以身作则 嫁妆也只能按照 一般百姓嫁女一样 长生说完 又指了纸边上一个 宫女手中捧着的布匹 这些银子和料子 都是皇上 从自己的私库中挤出来的 公主请看 这凉皮可都是上好的云锦 这可都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这样一看安五公主的嫁妆 可比别的百姓家的 新嫁娘好多了 安五公主你说呢 长生一脸轻蔑地看着九公主 哦 是吗 九公主微微一笑 看着那两个捧着东西的小宫女 招招手 两个小宫女立马上前 九公主先是先开了 其中一个小宫女手上的托盘 看了一眼 然后 又拿过小宫女手中的布料看了看 九公主的嘴角猛地抽了抽 这个韩五弟 还真的是睁眼说瞎话的混蛋 哼 既然你不仁 休怪我不义 九公主看了长生和两个小宫女一眼 她果断转身 朝着太后娘娘所在的方向 直接跪了下去 安五公主 你这是做什么 长生吓了一跳 她不知道这个九公主 又要做什么幺蛾子 鸭儿谢谢皇上 谢谢太后娘娘 谢谢各位娘娘 等到了灵兽国之后 鸭儿也一定 如实向灵兽国的霸天皇上 和长公主秉明这一切的 鸭儿相信 以灵兽国长公主的聪慧 她一定可以理解皇上的苦心的 九公主的话 让长生直接愣住了 这个九公主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威胁皇上和太后娘娘 哦 不对 这里哪有太后娘娘啊 九公主 哈哈 我就是威胁了 你能怎么着 有本事你完全可以不在乎啊 太后娘娘先是被皇上的 神操作给愣住了 她怎么不知道 韩武国的国库 居然这么穷了呀 堂堂安五公主和亲 皇上准备的嫁妆 居然只有一百两银子 还有良皮所谓的云锦 其实就是内务府 给宫女做衣服的料子 哼 这皇帝的脑袋瓜是进水了 还是被门家了 又或者是被哪个女人 塞了稻草了 真的气死她了 这个糊涂蛋 她以为这么做是为韩武国好吗 这明着看是在打九公主的脸 可是这往深了看 那就是在打零售国的脸 就现在的韩武国 还经得起战争吗 皇上派人和谈 不会是假的吧 这个孽子 她怎么敢啊 难道她就不怕王国 自己百年之后 怎么下去见先皇啊 太后娘娘气得脸色铁青 手脚发凉 她恨不得立马把韩武帝拎来 狠狠揍一顿 小得子 咱们去御书房 太后狠狠地瞪了一眼 王长生说道 吓得王公公冷汗层层地往下掉 是 太后娘娘 德公公连忙应允道 九丫头 带着这一百两银子 和这两匹上好的云锦 随挨夹走 太后完全忘了自己 今天来这九月宫的目的了 这回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临走前 还不忘带上九公主 要知道 在国家大事面前 自己的那点心思 根本就不教室 如果韩武国都亡国了 自己这个太后 那还叫太后吗 皇上她还会是皇上吗 要是连这一点都想不清楚 她倒是不介意换个人去做皇帝 反正 韩武国的王爷 皇子也不少 再不行 她就自己亲自上位 不管怎么样 韩武国都不能在自己 闭眼之前王国 她绝对不会允许的 看着太后娘娘的样子 长生已经是心如死灰了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王长生就岔瘫在地上了 她知道自己今天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 最后 她只能把祈求的目光 投向了德公公 希望德公公可以挽救自己一二 德公公可是先皇手中的人 她已经在这宫中 臣服了大半辈子了 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 不要说这王公公 本就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就她这点手段 早就是她完剩下的了 她看了看王公公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嘴唇微微动了动 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王长生小心翼翼地看着德公公 嘴巴微微张了张 可是 最终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因为 她看到了德公公的口型了 晚了 结果 等太后赶到御书房的时候 却被侍卫告知 皇上去了皇后娘娘的昆河宫了 本就是一肚子火的太后娘娘 这下就更火了 她往皇上的御书房一坐 凤眼一瞪 立马开口说道 小德子 有请先皇龙头拐杖 太后娘娘 咱凡事好商量 您可千万要保重奉体呀 德公公担心地说道 怎么 今天挨家连你都使唤不动了吗 太后眼神犀利地说道 太后娘娘恕罪 奴才不敢 奴才刚才不是这意思 奴才这就去请先皇拐杖 德公公吓得脸色大变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了 要知道 太后娘娘可不是好糊弄的 她只是平时不想管事而已 要是太后娘娘真的想掌权的话 这地位指不定是谁的 德公公想到这里 再也不敢担个半分了 连忙提起一百非也是的 往慈安宫跑去 御书房门口的侍卫惊呆了 这真的是那个 平时走路都是慢腾腾的德公公吗 那速度怎么看 也不像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 果然 这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而且 这潜力还不分年龄的 这一天两次急 让这御书房门口的侍卫 大受打击 他们心中暗暗焦急 看样子 自己是真的太逊了 要是再不努力 自己就该完蛋了 第二天一早 九月公上上下下 就早已经收拾好了 所有嫁妆全部装车 看那气势 真的是浩浩荡荡的 可是 就在出发的时候 安五公主却做出了一个 让人非常想不通的事情 她把所有的宫女太监 全部退了回去 只留下奶嬷嬷和小宫女 可儿两个人 按照她原本的打算 就连可儿她都不想带的 口袋有钱 她怕什么呀 或者说 她带的人越少 那反而越是安全 其实 对于以后的日子 她早就想好了 她们母女二人 虽然出身皇宫 但是她们 可不是那些柔弱的普通公主 她们是能屈能身女子 别以为她真的会和亲零售国 她早就想好了 等离开韩武国之后 她们就想办法离开大家 去做一对仗剑走天涯的姐妹花 那种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愉悦的生活 可是她做梦都想做的事情 那日子 想想都让她心动 只是 这可儿死活要跟着她 这一晚上又是囚 又是跪的 弄得九公主 也是无语极了 九儿 你把人全部退回 那怎么行呢 你可是我韩武国的安武公主 怎么可以只有两个人伺候呢 更何况 这两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是你娘 父皇 你听二臣说 咱们和灵售国 可以说是世仇 灵售国这么多的和亲女 她们的情况 父皇应该比二臣清楚 而臣是怕这次一去 下场估计比她们也好不了多少 而臣是韩武国的公主 和亲是二臣的使命 但是 她们不一样 这无畏的牺牲 最好还是不要了 那真的不划算 九公主的话 让在场的宫女太监 都非常感动 安武公主 奴婢 一个宫女流着眼泪的 看着九公主 她想说她不怕死 彩儿 你的心一本公主收到了 但是 本公主说过 无畏的牺牲真的不需要 你们虽然是一个宫女 又或者是一个太监 但是 你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也是他们的心头宝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特别是你们这些姑娘 不该留念的 就别留念 不是自己的 就别贪心 等年纪一到 就直接出宫 给自己找个好男人嫁了 我给你们每人留了一份嫁妆 等会别忘了去我房间拿去 好了 本公主要走了 咱们有缘再见吧 哦 不对 是再也不见了 九公主说完 头也不回地钻进了马车中 很快 马车就出了宫 和那些使臣在城门口会合了 就这样 他们来到了韩玉城 安五公主则是住进了韩玉城的行宫 等待这次谈判结束 他就会和灵兽国的使臣 一起回灵兽国 可是 这一等就是好多天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灵兽国的使臣 明明已经到了韩玉城 可是 他们的主将镇南大将军 却一再推迟谈判 九公主找了好多机会 却始终没有见到 那个传闻中的灵兽国长公主 直到今天 他才知道 原来那个长公主一直在闭关 也许 连这闭关都是假的 他这段时间 根本就不在韩玉城 九公主忽然眼睛一亮 他好像有办法 见到那个九公主了 灵兽国军营驻地 逍遥王的主营帐中 逍遥王和楚清理 还有三皇子他们 正在商量着 接下去的谈判事宜 大将军 长公主 韩五国信使求见 一个小兵禀告道 带上来 逍遥王说道 很快 一个身材矮小的 皮肤辣黄的小兵 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小的见过镇南大将军 见过长公主殿下 楚清理皱起眉头 看着那个小兵 不对劲 这个小兵绝对不对劲 韩五国的人 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 他们的个头都很大 根本就不像这个家伙 弱不禁风 好像下一秒 就会被风刮走一般 他们这段时间 虽然也是打了败仗 但他们没有身后 可有一个韩五国在支撑着 也不至于变成这副鬼样子 就他这副尊荣 绝对就像是一个 饿了好几个月的流民一般 可是 就算真的是 他们韩五国粮草不济 那也不会这么快 就饿得像是一个 营养不良的家伙呀 还有就是 就是对了 就是有点娘们兮兮的 楚清理忽然想起 前面逍遥王说的 韩五国九公主和亲的事情 他好像有点了然了 不过 他不知道这个九公主 把自己整成这样 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这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 他就真的不怕死吗 看样子 自己等会还要找个由头 把这个九公主 领到自己的营帐 好好地询问一番 他才不会相信 这个九公主 今天来这里 纯粹就是呆得无聊 跑这里消遣的 这边楚清理在打量九公主 同样 九公主也在偷偷打量楚清理 他看着这个软软诺诺的 精致小奶娃 怎么也想不到 那些人高马大的 韩五国将士 在一听到 灵兽国长公主的名头 就吓得那双腿颤抖的怂样 当然 他并没有亲眼见过 那些兽军进攻时的样子 不过 看着这个软软诺诺的小姑娘 他的心中忽然有了一丝的亲切感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有一种 想要抱一抱的冲动 九公主的样子 引起了边上的三皇子的注意 他发现 这小子自从进来之后 一双眼睛 就像什么东西一样 紧紧地黏在了 自家小皇妹的身上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虽然 他知道自家小皇妹 那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鬼见鬼投胎 就连菩萨 见了都要发呆的存在 可是 人家可是韩五国的人 指不定是想要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鬼事 对了 他不会是想抓小皇妹 来牵制灵兽国 嗯 一定是了 这可不行 小皇妹可是他们 灵兽国的精神支柱 是灵兽国的天 就连父皇都要靠边站的存在 楚霸天 臭小子 你皮痒了是不是 居然敢这么编排你父皇 小心镇 把你抽得找不找北 不过 三皇子说的没错 丽儿确实是灵兽国的天 是灵兽国的希望 哪怕是镇这个皇帝出事了 镇的长公主都不能出事 这不但是楚霸天的想法 这更是灵兽国将士的想法 也是灵兽国百姓的想法 开玩笑 口袋有钱 他还怕什么呀 或者说 他带的人越少 那反而越安全 其实 对于以后的日子 他早就想好了 他们母女二人 虽然出身皇宫 但是他们 可不是那些柔弱的普通公主 他们是能屈能伸的奇女子 她还是一个 有奇遇的特殊女人 只不过 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吧 别以为他真的会和亲灵兽国 他早就想好了 雪莲公主 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他来说 是一个一母一姐的存在 等离开韩武国之后 他就想办法 带着雪莲公主离开大家 去做一对 仗剑走天涯的姐妹花 那种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愉悦的生活 可是他做梦都想做的事情 那日子 想想都让他心动 只是 这可儿死活要跟着他 这一晚上又是球 又是跪的 弄得九公主 也是无语极了 不过 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可儿的跟随 毕竟 人都是有感情的 可儿就像一个小妹妹 她的单纯 根本就不适合 这吃人的深宫大愿 唉 算了 谁让他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 大不了有机会 再来这韩武帝 这里再抠一点啊 别以为他不知道 韩武帝的私库 可有不少好东西 呵呵 只可惜 自己这次带不了那么多 要是有个百宝袋就好了 那他一定会想办法 搬空那个库房的 九公主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嘴角微微上扬 第二天一早 九月宫上上下下 就早已经收拾好了 所有嫁妆全部装车 看他气势 真的是浩浩荡荡的 可是 就在出发的时候 安武公主却做出了一个 让人非常想不通的事情 他当着所有使臣的面 把所有的宫女太监 全部退了回去 只留下奶嬷嬷雪莲 和小宫女 可儿两个人 没办法 按照他原本的打算 就连可儿他都不想带的 九儿 你把人全部退回 那怎么行呢 你可是我韩武国的安武公主 怎么可以只有两个人伺候呢 更何况 这两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是你娘 九公主听了 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他很想说一句 这本来就是你的意思 现在来说面子 你觉得合适吗 不过 聪明如他 又怎么可能直接说出来呢 他可是深明大义 为了韩武国 不顾自身安危的安武公主 是大家的希望 他得大义凛然 舍身就义呀 是吧 他越说的委屈求全 以后出事情 才扯不到他身上 否则 到时候成立国百姓的仇人 也是一件麻烦事 父皇 你听二臣说 咱们和灵兽国 可以说是世仇 灵兽国这么多的和亲女 他们的情况 父皇应该比二臣清楚 而臣是怕这次一去 下场估计比他们 也好不了多少 而臣是韩武国的公主 和亲是二臣的使命 但是 他们不一样 这无谓的牺牲 最好还是不要了 那真的不划算 九公主的话 让在场的宫女太监 都非常感动 安武公主 奴婢 一个宫女流着眼泪的 看着九公主 她想说她不怕死 彩儿 你的心一本公主收到了 但是 本公主说过 无谓的牺牲真的不需要 你们虽然是一个宫女 太监 但是 你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也是他们的心头宝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等年纪一到就出宫 找个好男人嫁了 我给你们美人留了一份嫁妆 等会去我房间拿去 好了 本公主要走了 咱们再见吧 哦 不对 是再也不见了 九公主说完 头也不回地钻进了马车中 很快 马车就出了宫 和那些使臣 在城门口会合了 就这样 他们来到了韩玉城 安武公主 则是住进了韩玉城的行宫 等待这次谈判结束 她就会和灵兽国的使臣 一起回灵兽国 可是 这一等就是好多天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灵兽国的使臣 明明已经到了韩玉城 可是 他们的主将镇南大将军 却一再推迟谈判 九公主找了好多机会 却始终没有见到 那个传门中的灵兽国长公主 直到今天 她才知道 原来那个常公主 一直在闭关 也许 连这闭关都是假的 她这段时间 根本就不在韩玉城 九公主忽然眼睛一亮 她好像有办法 见到那个九公主了 灵兽国军营驻地 萧瑶王的主营帐中 萧瑶王和楚清理 还有三皇子他们 正在商量着 接下去的谈判事宜 大将军 常公主 韩武国信使求见 一个小兵禀告道 带上来 萧瑶王说道 很快 一个身材矮小的 皮肤辣黄的小兵 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小的见过镇南大将军 见过常公主殿下 楚清理皱起眉头 看着那个小兵 不对劲 这个小兵绝对不对劲 韩武国的人 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 他们的个头都很大 根本就不像这个家伙 若不禁风 好像下一秒 就会被风刮走一般 他们这段时间 虽然也是打了败仗 但他们没有身后 可有一个韩武国在支撑着 也不至于变成这副鬼样子 就他这副尊荣 绝对就像是一个 饿了好几个月的流民一般 可是 就算真的是 他们韩武国粮草不济 那也不会这么快 就饿得像是一个 营养不良的家伙呀 还有就是 就是对了 就是有点娘们兮兮的 楚清理忽然想起 前面逍遥王说的 韩武帝想要用 九公主和亲的事情 他好像有点了然了 不过 他不知道这个九公主 把自己整成这样 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看样子 自己等会 还要找个由头 把这个九公主 领到自己的营帐 好好地询问一番 他才不会相信 这个九公主 今天来这里 纯粹就是呆得无聊 跑这里消遣的 这边楚清理 在打量九公主 同样 九公主也在偷偷 打量楚清理 他看着这个 软软糯糯的精致小奶娃 怎么也想不到 那些人高马大的 韩武国将士 在一听到 灵兽国长公主的名头 就吓得那双腿 颤抖的怂样 当然 他并没有亲眼见过 那些授军进攻时的样子 不过 看着这个软软糯糯的小姑娘 他的心中 忽然有丽丝的亲切感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有一种 想要抱一抱的冲动 这是怎么回事 九公主有点萌萌的 九公主的样子 引起了边上的三皇子的注意 他发现 这小子自从进来之后 一双眼睛 就像什么东西一样 紧紧地黏在了 自家小皇妹的身上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虽然 他知道自家小皇妹 那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鬼见鬼投胎 就连菩萨 见了都要发呆的存在 可是 人家可是韩武国的人 指不定是想要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鬼事 对了 他不会是想抓小皇妹 来牵制灵兽国 嗯 一定是了 这可不行 小皇妹可是他们 灵兽国的精神支柱 是灵兽国的天 就连父皇都要靠边站的存在 楚霸天 臭小子 你皮痒了是不是 居然敢这么编排你父皇 小心镇 把你抽得找不找北 不过 三皇子说的没错 丽儿确实是灵兽国的天 是灵兽国的希望 哪怕是镇这个皇帝出事了 镇的长公主都不能出事 这不但是楚霸天的想法 这更是灵兽国将士的想法 也是灵兽国百姓的想法 楚清理 你们没搞错吧 本公主有你们说的那么弱吗 红尾八鸟 鸡鸡鸡 叉喳喳 我是聪明的红尾八 我家主子最能干 我家主子最威猛 我家主子天下第一 大血盲 没错 主子放心 有必忧在 一定不会让主子有事的 化身血浊的大血盲 丝丝的吐着蛇信子 恨不得立刻变身 让三皇子看看自己威猛的身姿 小金龙 臭虫 怎么哪里都有你呀 有本神龙在 你觉得有用的这你的地方吗 大血盲 大血盲郁闷得不行 这可恶的金龙实在是太坏了 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加蛇身攻击吗 呜呜呜 主子 这家伙也太欺负蛇了 这让蛇怎么活呀 不过 不管他们怎么想的 这宫是宫 撕是撕 逍遥王打开信件看了看 随即回答道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景大人 就照景大人的意思 谈判两天后举行 届时 本将军会带着使臣出席 逍遥王的声音沉稳有力 让原本神游天外的九公主 瞬间回神 是 小的这就回去如实禀告景大人 届时 我们景大人一定会恭候各位的到来 九公主低眉顺目地说道 她嘴上说得轻松 可是心中却无比焦急 自己来这军营一趟 实属不易 可是 自己这该怎么样 才能和这个小公主 单独说上两句话呢 看着那一边虎视眈眈的三皇子 九公主真的郁闷不已 九公主知道 自己作为信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要是再耽搁下去 人家该起疑心了 唉 九公主不由地叹了口气 逍遥王 长公主 那小的 这就回去禀告景大人 说完 九公主就退出了营帐 因为九公主心中有事 她的状态完全就不在线 根本就没有发现 对面那个和她一样 匆匆赶来的陆衡 砰 啊 陆衡是一个三大五粗的大将军 那魁梧的身材 岂是九公主 这样的小姑娘可比的 这一下 直接被撞得飞了出去 好在九公主的武功不错 反应过来之后 立马一个腾空翻 堪堪稳住了自己的身子 她一脸怒容地 看着面前的中年男人 不过 当她看清楚面前的这个男人时 她立马惊呆了 这个男人的面相好熟悉啊 她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可是 这里是灵兽国的军营 看她那一身威风凛凛的铠甲 不用说这个人一定是灵兽国的将军 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出过韩武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下九公主是真的猛掉了 她就那么正正地看着陆将军 辣黄色的小脸上 尽是迷茫 陆将军也是一样 刚才因为有急事来见逍遥王 一时不察 居然和一个韩武国的小兵撞在了一起 她知道自己的力道有多大 一般的小兵还真的扛不住她的这一撞 当她正想要飞升过去 接住那个小兵的时候 却发现人家的轻功不错 已经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不过这个腾空翻的招式 她怎么觉得那么的眼熟啊 陆将军猛地抬眸看向了那个小兵 身材小小的 腰枝细细的 根本就是不堪一握 对了 刚才她身上的气味也不尽相同 这越看越觉得像她记忆深处的那个人 陆将军心中的某一处忽然一动 心跳迅速加快 可是当她看到对方那张蜡黄色小脸时 她的心瞬间跌入了谷底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默默地告诫自己 陆衡啊陆衡 你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魔症了 这只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大男人 又怎么可能是他呢 你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想到这里 陆衡用力地甩了甩头 他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甩出自己的脑袋瓜 对不起 刚才是在吓得不对 你有没有受伤啊 陆衡收起心思之后 立马抱拳说道 哼 臭男你赶着投胎啊 走得这么急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你这样是个撞死人的 哼 九公主一跺脚 擦着陆衡的身边走了过去 这次她可是运足了内力 猛地朝陆衡撞去 把猛猛的陆衡撞的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在地 陆衡吓了一大跳 立刻稳住了身子 一脸震惊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 将军 前面你撞我一下 现在我还你一撞 现在咱们扯平了 各不向欠 哈哈 九公主笑着走了出去 她向来就不是一个吃亏的性子 人家说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在她这里向来一贯奉行的 都是小女子报仇 是现在报 即刻报 立马报 等十年才报 那还不得憋死个人啊 她才不要呢 她是那种能报 咱们就当场报 要是实在报不了的 那咱也别惦记了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不自量力的事情 你非要强求 那不是老兽星和披霜 嫌命太长了 九公主撞了陆衡之后 她倒是舒畅了 可是陆衡的心中 却惊起了滔天巨浪 这下 她连自我安慰都没用了 抬脚就准备往外面追去 就在这时 外面的动静 却惊到了主营帐里面的 逍遥王等人 陆将军 发生什么事情了 陆衡那想要追出去的脚步 只得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王爷 没什么 刚才末将在想事情 一时不查把人家给撞了 也不知道 有没有把人给撞坏了 正想过去看看 陆衡看着那 即将消失在拐角处的小身影 心中遗憾地说道 哦 你撞的是那个小兵吗 一本王看应该没事 你看人家一点也不像是 受伤的样子 放心吧 逍遥王微微一冷笑 他看了一眼 那匆匆离开的小身影 仿佛屁股后面 有老虎在追一般 可不是吗 九公主在撞完之后就后悔了 自己可不是正宗的信使 要是被对方察觉之后 那会怎么样 还真的不好说 他不怕两国再起战乱 他担心的是 自己娘亲会不会被牵连 他得赶快回去 守着他娘亲 天大地大 娘亲的安全最大 可是 九公主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都被一只红尾巴的小鸟 看在了眼里 没错 他就是楚清理派去监视 韩武国使臣的红红 当九公主悄悄回到行宫的时候 雪莲公主正在对着一幅画出神 娘亲 我回来了 你还好吧 九公主愣愣地 看着自家娘亲手中的那幅画 娘亲 她是谁 九公主震惊的声音 然后之后觉得 雪莲公主脸色 瞬间就惨白一片 她手忙脚乱地收起了画像 胡乱地往自己的怀中塞 然后 擦了擦眼角流出的泪水 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鸟 你回来了 你饿不饿呀 娘亲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豆酥 我这就去给你拿 雪莲公主把那幅画揣进了怀里 九公主发现 她娘的手居然都是抖的 娘亲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鸟 鸟帮娘亲报仇去 没有 没有人欺负娘亲 娘亲只是眼睛里面浸东西了 放心吧 一会就没事了 雪莲公主看着九公主 为了让自己女儿安心 她努力地露出了一抹笑容 九公主总算是想起来了 自己是在哪里见到的那个男人了 那是十年前 在那个破院子里 有一次自己半夜被尿憋醒 刚想叫她娘 结果就发现 她娘正在看一幅画 当时她瞥了一眼 那个画像上的男人就是这个男人 也许就是自己今天撞的这个男人 只不过 画上的这个男人 要更年轻一些 而自己今天撞到的那个人 显得要更成熟一些 男人味也更足一些 如果九公主没有猜错 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 嗯 他们两个一定有问题 看样子 自己都好好调查一下 至于这个调查 那当然就得从她娘亲这里开始了 娘亲 嫌儿不饿 娘亲不必去忙活了 咱们母女也有好久没有坐下来 好好聊聊了 等到时候去了零售国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看咱们现在刚好有时间 就坐下来聊聊吧 九公主轻易地挽着雪莲公主 笑眯眯地说道 至于聊什么 那还用问吗 当然 就是聊这话上的男人了 我 我 我去厨房看看 那里还烧着火呢 雪莲公主 一把挣脱了九公主的手臂 连跑带跳地逃了出去 第291章 不 不 不可以呀 哈哈 娘亲 嫌儿是真的不饿 你慢点跑 千万别摔着了 否则 这万一把话给摔坏了 娘亲你就不心疼吗 九公主被自家娘亲的反应 给直接逗乐了 雪莲公主一口气跑出了自己临时的住处 来到了这行宫的厨房 找了一个相对僻静一点的地方 这才看她的停了下来 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又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 还有那颗七上八下的心 她原本以为 自己此生再也走不出那韩武国的皇宫 没想到 苍天有眼 让她活着走了出来 她摸了摸胸口那个藏画的位置 那里扑腾扑腾 一直跳个不停 摸着怀中的那幅画像 雪莲公主的心仿佛又活了过来 她的心思仿佛又回到了15年前 那是在她积极礼的前一个月 她想去雪山之巅 采一朵雪莲花送给母后做生辰礼 又害怕自家父皇母后担心 就留下一封书信 说自己是想去外面转转 快则天 慢则十天左右 就一定会回来的 然后就孤身一人偷溜出宫了 因为她以前经常做这种事情 所以父皇母后反而不怎么担心 毕竟皇后的生辰 和雪莲公主的吉吉礼是同一天 她们倒也不担心雪莲公主贪玩 而忘了回宫的时间 雪莲公主一出宫 她立马去了雪山之巅 她们雪国的国都 其实就在雪山的脚下的不远处 离雪山走路 也就是五天的路程 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白雪矮矮 雪莲公主从小到大 都是在雪地里成长的 她根本就不触雪 而且她也做足了准备 她的坐骑是一匹雪狼 那是雪莲公主 从小养到大的爱宠 雪狼的速度非常快 一人一郎不到一天时间 就到了雪山的半山腰 雪莲花非常罕见 但是雪莲公主天生 对雪莲花很是敏感 她知道哪里有即将开放的雪莲花 只不过 此时雪山的另一边 有一个头戴暖帽 身穿胡球的年轻男子 也正在费利巴拉地 往雪莲花的方向而去 另一年轻男子 此时明显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她在这雪山上已经整整半个月了 她要找着雪山之巅的圣花 拿去救她娘的命 这个年轻男子就是陆恒 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只可惜她娘有病 需要常年服药 而且也离不开人 要不是这次大夫说 救她娘的病 除了拿雪莲花入药 另外别无她法 她根本不会把她娘交给别人照顾 自己孤身一人 来这么远的地方找药 没有办法 雪莲花实在是太珍贵了 这可是救命的良药啊 再说了 灵兽国也根本不出产雪莲花 就算是有人家也会收藏起来 根本不可能把她拿出来卖 怎么办啊 这一晚 陆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直到天快亮了 陆恒才咬牙 做了一个足以影响她一生的决定 她要去雪国 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朵 雪国的国宝雪莲花 好让她拿回去挽救她娘的命 可是 这雪山何其之大 陆恒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雪山 她根本不知道 这一次的雪山之行 将会改变她的一生 不过 就算知道她 也会义无反顾的 不为别的 因为她是为人自者 这一找就是足足半个月 不要说雪莲花 她就是连一棵活的植物也没有见着 她身上的干粮 在三天前就已经全部吃光 现在饿了 就靠吃雪冲击 她已经算计好了 要是今天还是一无所获 那她就会下山 先去置办一些干粮 顺便看看 这里有没有雪莲花的消息 只是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总是打脸的 就在这时 雪山另一边的雪莲公主 忽然听到一阵一响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明显 慢慢的那声音越来越响 好像是冰雪破裂的声音 并伴有龙龙的声音 不好 这是要雪崩了 雪莲公主立马召回了雪狼 一人一郎 立马往安全地带而去 可是 就在他们往安全地带躲避的时候 眼间的雪莲公主 看到了那雪山上的陆衡 她正艰难地往那雪山之巅爬去 不好 那边有人 雪狼我们赶快过去救人 雪莲公主一声令下 雪狼立马朝着陆衡所在的地方 雪狼窜了过去 陆衡原本正在艰难地往上爬 她已经闻到了雪莲花的香味了 没想到 就在这档口 一道白影窜了过来 陆衡本能地 就是一掌击了过去 雪狼感受到了危险 生生地止住了脚步 可是 因为惯性的原因 雪狼背上的雪莲公主 直接飞了出去 这下可把雪莲公主给吓了一大跳 她连忙一个腾空帆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你这人怎么回事 真的是好坏不分的 我好心过来救你 你却恩将仇报 哼 雪莲公主狠狠地撞了 陆衡一下 撞得陆衡的心都快蹦出来了 好美呀 陆衡像个傻子一般地 看着雪莲公主 看着雪莲公主 心头怪怪的 喂 你看什么呢 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这雪崩就快来了 想要活命的话 就赶快离开这里 啊 雪崩 陆衡不是傻子 她在来之前 还是有做过功课的 她当然知道雪崩的严重性 不过 雪莲花就在前方 她无法视而不见 那毕竟是母亲的命啊 陆衡一咬牙 猛地往上窜去 喂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命了呀 雪莲公主吓了一大跳 连忙出声喊道 姑娘 再下来此时帮娘亲采药的 没有雪莲花娘亲就活不了了 我要是没有找到 也就算了 可是 雪莲花明明就在我的面前 我是真的做不到啊 陆衡的话 让雪莲公主的心猛的一颤 是啊 自己也是来为母后采雪莲花的 怎么可以空手而归呢 那好 这里雪崩应该还有点时间 我帮你 咱们一起把雪莲花采了 雪莲公主召回雪狼 一把拽住陆衡 朝着雪山之巅而去 雪莲公主是按照常理推算的 要是不出意外 确实是来得及的 可是 今天却不行 雪莲公主 她把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给遗忘了 那就是陆衡打的那一掌 正是那一掌 加速了雪崩的速度 让雪崩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这边陆衡刚刚采到雪莲花 那边的雪崩就已经到了 雪莲公主 虽然是在这雪国长大的 可是 她毕竟是一国公主 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娃 她眼睁睁地看着那雪崩的来临 她一时惊呆了 姑娘 小心啊 最后关头 陆衡猛地扑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雪莲公主 两人直接往一边的山谷滚了下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条通体雪白的小蛇 悄悄地靠近了他们 并且顺着雪莲公主的牵牵欲腿 缓缓地往上游动着 雪莲公主吓得瞪大了眼睛 屏蔽自己的呼吸 一动也不敢动 她知道这种蛇的特性 只要你不惊到它 它是绝不会攻击人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毒蛇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雪山淫玉蛇 要是被它咬一口 那自己这辈子就真的完蛋了 很多时候 事情的走向 真的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也许 这是老天注定的 一只极度饥饿 而外出捕食的雪莲飞了过来 她发现了那条 正准备穿过雪莲身子的雪山淫玉蛇 眼睛一亮 猛地冲了下来 一口啄住了雪山淫玉蛇的身子 玉蛇又惊又痛 直接一回头 一口咬在了雪莲公主的大腿上 雪莲公主一声惨叫 猛地跳了起来 雪莲啄着腾空而起 瞬间就飞远了 当她看到那只雪莲口中的小蛇时 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此时的雪莲公主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要是那条小蛇没有被雪莲抓走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只是 小蛇已经成了雪莲的食物了 而雪莲也已经飞走了 姑娘 你还好吧 这时候 陆恒也已经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她看到雪莲公主那白中带红的小脸 连忙担心地问道 我被蛇咬了 可是 蛇已经被雪莲吃了 雪莲也飞走了 我该怎么办啊 雪莲公主心中害怕极了 那种蛇她认识 是一种雪山特有的蛇 她叫雪山淫玉蛇 也有人叫她雪银蛇 要是被这种蛇咬了的人 是不会立马致命的 但是 她的毒性却是无药可解的 唯一的解毒办法就是 去找自己的丈夫 可是 雪莲公主都还没有集击 她更没有大婚 再说了 这里是雪山 雪崩之后 雪狼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她可怎么办啊 蛇 姑娘你被蛇咬了 咬在哪里 给我看看 我帮你把毒血吸出来 陆恒一听急了 不 不 不可以啊 雪山淫玉蛇的毒 虽然不是即刻要命的 但她的毒发时间 比其他任何蛇的毒 发作的都要快 雪莲公主本就角色自容 是万里挑一的存在 此时 她白皙无暇的肌肤上面 蕴染着一抹飞红 仿佛染上了上好的胭脂 她的体内本就有淫玉蛇的蛇毒 那阵阵热浪 在陆恒这傻小子的神话语下 已经是更加的磅礴 势不可挡了 那是什么地方 哪里是你想吸就能吸的呀 人家怎么说 也已经是15岁的大姑娘了 这该知道的也不知道了 要不是她从小的教育 早就把陆恒给扑倒了 要知道那雪山淫玉蛇的蛇毒 就算是石头碰上 都能开出花来的 更何况是人呢 她死命地隐忍着体内的那股 熊熊烈火 眼神飘忽不定 雪莲公主不仅人美 她的声音宛如百灵鸟一般 非常的动人心魄 好在陆恒这个钢铁直男 并没有注意到 她的所有心思 都在人家姑娘 已经被蛇咬了的事情上 她在雪莲的身上 打上下打量了一下 立马就发现了 雪莲大腿内侧上的血迹 可是 此时的雪莲公主 已经有点迷糊了 陆恒知道事不宜迟 这时候不应该计较太多 凡事救命要紧啊 再说了 这里冰天雪地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就连一只飞鸟也没有 这是姑娘不说 自己不说 根本就没有别人知道 这么一想 陆恒也不管人家姑娘同不同意 直接自己动起手来 在陆恒这种 大大咧咧的直男心中 什么事情都没有保命重要 否则 这傻小子也不会来雪山了 很快 他就看到人家姑娘的大腿 那里有两个深深的牙印 此时 伤口已经是红肿一片了 陆恒也顾不得起他 直接低下头吸了上去 嗯 不要 雪莲公主吓得脸都白了 可是 蛇毒已经发作 她浑身软绵绵的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陆恒一个大老爷们 低头在自己的大腿上 吸了一大口毒血 然后转头吐掉 陆恒生怕小姑娘害怕 边吸还边安慰她 雪莲公主 此时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 她哪里是因为害怕陆恒 她是怕自己忍不住会把人家扑倒啊 你 你 别管我 快 走 你快走啊 雪莲公主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行 这怎么可以呢 我是男人 我不能不管你 陆恒果断拒绝 她依旧我行我素 一口一口地吸着毒血 雪莲公主都快哭了 她很想告诉陆恒 正因为你是男人 所以才让你走啊 这是雪银蛇 不是其他的蛇 她的毒性是何其特别 这毒性又怎么会是陆恒吸几口毒血 就解得掉的呢 雪莲公主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要是陆恒不吸血的话倒还好 她大不了把自己打晕 到时候 自己虽然会全身血管暴力而死 但最起码也能死得清清白白的 可是 现在不止自己中毒 陆恒也一样中了毒 要是一个时辰之内不解的话 她也会和自己一样 血管暴力而死 雪莲公主想到陆恒的心愿 她可不能死 她还有生病的母亲 需要她去救治 算了 与其两个人都死 不如用自己的命去救了她 俗话说得好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她虽然不需要什么七级浮屠 但是 用她这条必死之命 去救一个人 还是挺划算的 想到这里 雪莲公主的心中不再挣扎 她静静地看着陆恒 那忙碌的脑袋瓜 其实 陆恒的为人还是挺不错的 她身材魁梧 容貌英俊 而且武艺高强 除了没有读太多的书 其余都挺好的 就算失身给这样一个男人 她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陆恒此时也有点迷糊了 自己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就连眼神也控制不住的 往人家姑娘的身上看去 陆恒不是傻子 相反 她是男人 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在毒素和美女的双重夹击下 她真的快要崩溃了 陆恒吓得拼命闭上了眼睛 她恨不得把自己掐死 自己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 我雪莲有那么丑吗 雪莲公主问道 啊 不是 姑娘是我陆恒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陆恒连忙摇头道 那你为什么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好歹也是一个女子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 自尊心的好不好 你睁开眼睛看着我 看到陆恒的迥样 雪莲公主反倒平静了下来 哦 陆恒听话地睁开了眼睛 可是 当她看到面前那张放大了的美颜时 陆恒惊呆了 不过 此时已经容不得她在想什么 很快 雪山上就得温暖如春了 当然 这个春天是只针对陆恒一个人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两个人都筋疲力尽 但是 雪莲公主并没有睡去 因为雪狼已经找了过来 雪莲公主把自己收拾一下 又把陆恒的衣物帮她穿了上去 奇怪的是 陆恒一直没有醒来 雪莲公主生怕陆恒动着 就让雪狼躺在陆恒的边上 帮她取暖 自己则是把雪莲花一分为二 好在这次摘的雪莲花有两朵 雪莲公主把其中一朵收了起来 一朵用一个特定的浴盒 装着放在了陆恒的怀中 雪山之巅的雪莲花 一旦离开雪山药效很快就会消散 她必须要用特定的浴盒来装 而陆恒根本就不知道 她准备的是普通的浴盒 也就是 要不是遇到雪莲公主 陆恒哪怕是真的踩到雪莲花 也就不了她的母亲 这是陆恒回到零售国才知道的 当时 那个大夫还大吃一惊 他记得自己当初忘了叮嘱陆恒 为此还内疚了很久 不过 这已经是后话了 雪莲公主是算准时间的 直到陆恒快要醒来 他才带着雪狼离开了雪山 陆恒醒来之后 他见只有自己一个人在 当时 他差点疯了 自己虽然中了蛇毒有点迷糊 但是 他并没有失忆 他当然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 可是 现在很显然人家姑娘已经走了 当他摸到怀中的浴盒时 他的眼睛湿润了 他的耳边 仿佛想起来姑娘那动人的声音 他记得 他说过 他叫雪莲 那这个浴盒一定是雪莲姑娘留给自己的 陆恒把浴盒紧紧地捧在了怀中 忽然 一道残阳照射了过来 一道玉佩折射出来的光 让陆恒的眼睛瞬间一亮 他连忙把浴盒重新塞入了怀中 把那块和雪山几乎融为一体的玉佩捡了起来 哇 这上面有字 陆恒仔细一看 玉佩上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 他的嘴里显着一朵洁白的雪莲花 边上写着一行代表身份的小凯字 这 这是雪国公主的象征 原来雪姑娘是雪国的公主 陆恒仿佛才明白过来 自己怎么忘了 雪仙一直是雪国的国姓 陆恒这下真的是惊呆了 小姑娘是雪国的公主 自己居然把雪国的公主给睡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行 她要去雪国的国都 去找公主请罪 不用说 雪莲公主一定是回了雪国皇宫 陆恒小心翼翼地把玉佩贴身收藏了起来 可是 自己去雪国皇城 那娘怎么办 她要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哦 有了 陆恒眼睛滴溜溜一转 记上心头 她一刻也不敢耽搁 立马启程回零售国 她已经想好了 这趟回去把母亲安顿好了之后 她就去雪国皇室找雪莲公主 她要向雪国的帝后请罪 她自己做的孽 绝不能让雪莲公主一个小姑娘去承担 就算是雪国帝后要杀了她 她都毫不后悔 陆恒怎么也想不到 等她安顿好了之后 再次来到雪国的时候 才发现雪国早在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被灭国了 雪国帝后被杀 整个皇宫早已经是一片废墟 雪莲公主也不知下落 陆恒跪在雪国皇宫的废墟上 整整三天三夜 直到自己昏死过去 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在马车上 那是一个路过的商人 看到昏倒在那里 已经奄奄一息的陆恒 出于好心 把她抬上了自己的马车 病好之后 陆恒四处打听 最后得知灭雪国的仇人是韩武国 可是 韩武国人骁勇善战 以陆恒的单枪匹马 根本就报不了仇 最后 万般无奈的陆恒 只得投身军营 他要借助朝廷的力量 给雪莲公主报仇 可是 他万万想不到 雪莲公主居然还活在这个世上 雪莲公主原本是打算 回到雪国皇宫 等母后生辰之后 自己再找个理由出去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 偷偷了结自己 可是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母后的寿臣 也就是自己的吉吉典礼上 韩武国会来这一处 更没有想到 自己会猪胎按结 想到这里 雪莲公主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他心里清楚 这个孩子不是韩武帝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有活下去的念头 否则 他绝不会让仇人的孩子 在他肚子里出生 他不知道 自己躲在这里回忆 灵兽国军营里 陆衡也坐在营帐中 抚摸着那枚玉佩 他的神情凄凉 在他的心中 雪莲公主 就是自己此生唯一的媳妇 只可惜 皇上已经下旨和谈了 自己身为韩武国的将军 无法违抗胜令 冲进韩武国皇宫 首任仇人 雪公主 是陆衡无能 无法光明正大的替公主报仇 陆衡该死 唉 往事不堪回首 夜飘零 西风寿 偷偷将你藏入了心扉 秋雨惊梦 闻花落儿之秋 满腹深情相似雨后 云很淡 风很清 梦回已不见你身影 空流一腔热情在心中 依人何处寻 陆衡一个堂堂男子汉 此时净哭得像孩子一般 肩膀一抽一抽的 楚清里的营帐里面 红尾八鸟 正在那里会抱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红红 你说那个送信的小兵 就是韩武国的九公主 也是这次的和亲公主安武公主 没错 主子 那个小兵子信使 真的是韩武国的安武公主 红红看她进的行宫 红红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不知当讲不当讲 红尾八鸟小心翼翼地说道 什么讲不讲的 快点讲吧 楚清里看着红尾八鸟 一脸好笑地说道 主子 红红今天飞了一天了 这又累又渴的 主子能不能上口水喝呀 红红鸟眼睛眨呀眨 嗯 喝吧 楚清里小手一番 一小碗淋泉水就出现在了眼前 红尾八鸟一见 立马大喝特喝了起来 她一边喝还一边报告道 什么 红红你说 安武公主让她娘假扮奶嬷嬷 随她一起出嫁 这一点楚清里倒是没有想到的 她不知道 这个安武公主到底想要干什么 要是她没有猜错 这个安武公主 今天冒充信使 应该是来找她的 只不过当事人太多了 她没法开口而已 看样子 自己今天晚上 还得去一趟韩武国的行宫 看看这个安武公主 到底玩的是哪一招 主子 红红回来的时候 路过陆将军的营帐 还听到陆将军在营帐里面嚎啕大哭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好像天塌了一般 老可怜了 啊 是吗 楚清里问道 是的 红红可以用我的尾巴启示 刚才说的话 绝对没有半点假话 红尾八鸟 生怕楚清里不相信 连忙发誓道 她把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幕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听得楚清里真的是一头雾水 不过 她没有立刻去找陆将军 打算等今天晚上行宫回来之后 再找个时机 探探陆将军的口风 不过 楚清里有一种感觉 陆将军的事情 应该和九公主有关 她暂时先给陆将军一点时间去发泄 等她发泄完了之后 自己再想办法去解决 没办法 自己的大将 她不操心难不成 还能等扎爹 来操心不成 前提也要扎爹 有办法处理啊 当天晚上 楚清里带着红尾八鸟 来到了行宫 在红尾八鸟的带领下 楚清里很快就到了九公主的寝房外面 红红 你确定这里是安五公主的寝房吗 楚清里一脸的不敢相信 主子 这就是安五公主的寝房 红红白天才来过 是不可能会记错的 而且 那个人就是安五公主没错 红尾八鸟 看着里面那个正在大块朵移的漂亮女人说道 是吗 原来安五公主长这样 确实挺漂亮的 特别是那双灵动的眼睛 果然是我喜欢的类型 楚清里笑着说道 红尾八鸟一听 瞬间炸毛了 楚清里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在九公主的身上 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 那就是自己前世的好友 那个天天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不入流眼缘 只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 还没等楚清里想清楚 红尾八鸟的声音 就在楚清里的耳边响起 当然 在别人听来 那只是夜间的一声鸟叫而已 主人 你可千万别搞混了 人家是和亲公主 不是和亲皇子 和亲公主你懂不懂 楚清里点了点头 他又不是真的小屁孩 当然知道和亲公主的意思 知道啊 那又如何 叽叽叽 叉喳喳 我是聪明的红尾八 我不生气 我不气 气出病来无人质 红尾八鸟 深深地呼了几口气 连忙自我安慰道 主人 你既然知道和亲公主的使命 那安五公主是公主 主人也是公主 你们可都是母的 你说什么 想死吗 楚清里脸色一变 冷冷地看着红尾八鸟 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这鸭的 果然是吃不了三天饱饭的 这回居然连母的都冒出来了 啊 不对 是词词的 楚清里 嗯 楚清里看着红尾八鸟 这回已经在磨牙齿了 他不知道 自己是先把毛好呢 还是先拧脖子好呢 啊 主子红红说错了 红红的意思是 主子是女的 是姑娘 那九公主也是女的 你们两个都是女人 是千万不能看对眼的 主人看上谁也不能看上她 否则 那真的是会出事的呀 红尾八鸟一急 就把自己脑袋上的一撮 毛给直接拔了下来 这会痛得 那叫一个呲牙咧嘴 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只可惜 人家偏偏还就没牙齿 最后只剩下泪眼汪汪了 咦 奇怪了 这大碗上的 居然还有一只 这么闹腾的小鸟 一个侍卫小声嘀咕道 嗯 也许和那野猫一样 这是在叫春吧 另一个侍卫也附和道 红尾八鸟 无知的人类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你们难道听不出来 老子这是疼的 是疼的大叫好不好 两个侍卫的话 把红尾八鸟 气得眼看着就要炸毛了 楚清理 呵呵 这两个侍卫不错 挺有意思的 你 红尾八鸟一脸的不可置信 主子不替自己说话 倒也罢了 居然还笑话自己 这真的是太欺负鸟了 我要换主子 呜呜呜 得了 别嚎丧了 快点继续说 楚清理看着那滑稽 无比的红尾八鸟 心中的气 终于消了一大半 啊 还要说啊 主人 红红能不能不说了呀 红尾八鸟 可怜兮兮地看着楚清理 心中那叫一个担心害怕呀 我要是说不行呢 楚清理阴侧侧地看着它 这小破鸟 真的是胆大包天啊 居然说它是母的 词的 感情它还真的把自己当人看了 难不成 这是想要童话它吗 这家伙 甚至嫌命长了呀 红尾八鸟知道自己今天算是把主子惹毛了 不过 谁让自己嘴笨说错话呢 还能怎么着 说呗 不过 红红可是最忠心的受宠 最看不得主子走错路 俗话说得好 自古忠臣难善中 唯有小人长期期 红尾八鸟那一副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样子 成功地把楚清理都笑了 说吧 本公主不怪你 楚清理好心情地说道 哎 好嘞 红红就知道主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人 美丽善良 温柔贤惠 热情奔放 天真无邪 浩大喜功 停停停 楚清理脸色都已经快绷不住了 美丽也就算了 可是善良真的合适吗 温柔贤惠 热情奔放也还勉勉强强 天真无邪说的也还差强人意 可是那好大喜功又是个什么鬼呀 这小破鸟 也不知道从哪里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真真是气死他了 赶明还是得把他丢空间里去 眼不见为净 要不把雀雀 又或者是小沙带出来溜溜 红尾八鸟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准备了这么久 这段时间他可是除了打探消息 就是到处学人说话 在他看来那些四个字 四个字的成语 是怎么看怎么的高大上 没想到这下马屁没拍成 全都拍马腿上面去了 不过这马屁今天就拍到此了 现在还是正式要紧 万一等会主子陷进去了 那才是真正要命的了 主人 咱们现在说正式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把那韩武国 把九公主退回去 让他们重新送几个皇子过来 合亲算了 退回去 为什么 楚清礼一事办会 还反应不过来 还能是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主人你呀 主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你可是零售国三百年来 唯一的长公主 是国宝大熊猫号吗 红红一脸正色地说道 喂我 红红你这是什么意思 楚清礼直接猛了 主子 你们人类是不是有一个说法 叫莫多夫 这样说吧 你是公主 要是再看上一个敌国公主 你们再这样这样 不就成立一个莫多夫 那皇上还不得发狂啊 莫多夫 谁是莫多夫 楚清礼不解地问道 红尾巴鸟 直接白了一眼楚清礼 这都不懂还自称人类 真的丑死鸟了 哎 它不只是一只聪明的红尾巴 还真的是一只操心的红尾巴 为了这个时而精明 时而迷糊的不太靠谱的主子 它也真的是操碎了心啊 红尾巴鸟拍拍翅膀 小眼睛滴溜溜一转 有了 它立马用自己的两个翅膀 模仿人类的两只手 在那里拼命地比划着 还一边比划 一边解释道 当然是你们了 你看当一个公主 看上另一个公主时 你们那不是莫多夫 那是什么呀 你个死鸟 我要烤了你 再把你磨成粉 做成鸟豆腐 看你以后还要不要磨豆腐了 这一天天的不学好 楚清理总算是知道了 什么叫莫多夫了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这一下 换楚清理跳脚了 瞬间气得咬牙切齿的 要不是因为 这里是敌国行宫 它绝对不会让这只死鸟好过的 啊呀 鸡鸡鸡 叉喳喳 救命啊 杀鸟了 主人你说话不算数 不讲信用 说过不生气的 你骗鸟 红尾巴鸟吓得哇哇大叫 翅膀一拍 直接飞上了天 果然 人类是不可以相信的 亏它这么相信主人 它得去找刁大哥说道说道 呜呜呜 呜呜呜 红尾巴鸟委屈极了 它要去找个地方待一会去 好好安慰 安慰它受伤的小心灵 可是 去哪里呢 对了 它去找陆将军 他们可以相互安慰 顺便还能探听探听陆将军的口风 看 它是一只多么中心的小鸟 在这种情况下 还不忘为主子打听消息 等会一定得让主子给点好的 楚清理看了看 里面那大吃特吃的九公主 这压得 也太会享受了吧 它怎么没有想到 在炎热的夏季 一个天资国色的小美女 穿着薄如蝉翼的衣服 在一个放满冰块的房间里吃火锅 真他妈的牛 可是 这不对呀 楚清理可是打听过了 这古代根本就没有火锅 他 他难道也和自己一样 是一个穿越的不成 自己是胎穿 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要不要自己试一下 要知道 这老乡见老乡 还凉眼泪汪汪啊 它幻想到 自己的那个吃货损友 可惜他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们一个是在珠宝店勤工俭学 一个明明是在剧组跑龙套的 还非要说自己是一个三流演员 因为买不起昂贵的首饰 就时不时地跑珠宝店过过眼影 这一来二去的两人就熟悉了 两个都没什么钱 但是 他的厨艺很好 每次不管谁发薪水 总会去买一堆食材 在他的住处吃火锅 那是他们最开心的 特别是夏天 房间没有空调 他们就穿着清凉地坐在那里 一边擦汗 一边大块朵頤地吃火锅 还真别说 现在想想 楚清理都有点饿了 更别说那里面还飘出了阵阵香味 楚清理吞了吞口水 天王盖地虎 想到这里 楚清理嘴巴微微一动 一句前世和随有玩闹的话语 就从他的嘴里 无意识地飘了出来 小鸡炖蘑菇 九公主一愣 下意识地接了下去 宝塔镇和腰 楚清理没想到 九公主会接得这么利索 他心思微微一动 继续说了下去 蘑菇放辣椒 九公主停止了大块朵頤 脸上露出了点点惊诧 啤酒小龙虾 楚清理再出 他的脸上 已经是一指不住地惊喜了 段有是一家 九公主也是毫不迟疑地接了下去 他的心中 早已经翻起了滔天巨浪 韩子烟 窗户外面 楚清理的声音 有着些许的颤抖 楚清理 九公主猛地站起身来 朝着外面扑了过来 也不管自己身上的衣服 合不合适 没办法 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韩子烟 真的是你啊 楚清理 没错 你真的是楚清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呜呜 九公主冲到楚清理的面前 才记起来 楚清理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屁孩 她弯下腰 一把圈住了楚清理 把她紧紧地搂在了自己的怀中 九公主的身材很好 目测也有一米六八以上 还真的是该大的地方大 该细的地方 那是一点坠肉也没有 要是放到现代 妥妥的世界小姐一枚 比这四岁的小奶娃 可是抢眼了不少 虽然白天的时候 楚清理觉得九公主很矮 但是 那只不过是 他们看人的时候 把九公主放在了 韩武国男人的位置上 所以 拿着一米六八的身高 去对比那些 动不动就一米八的男人 当然是矮人一个了 呜呜 紫燕啊 你要是再不放开我 我估计就是这个世界 第一个被女人咪咪 闷死的女人了 我别怪我没有告诉你 到时候你又要 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可千万别哭鼻子啊 楚清理那嗡嗡的声音 从九公主的怀中传了出来 九公主连忙低头一看 发现楚清理小脸憋得通红 还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 她那张精致的娃娃脸 都已经被挤得变了形 九公主扑子一笑 连忙松开了自己的手 不过 她可没有完全放开她 而是蹲下身子 直接一把抱起了楚清理 那轻腻的程度可不亚于母牛 鉴于自己的身高 楚清理干脆一把 搂住了九公主的脖梗 直接将脑袋 靠在了九公主的肩上 韩子嫣 我饿了 你真的好过分啊 又好吃的都不叫我 居然一个人吃毒食 楚清理闷闷地 委屈巴拉地说道 楚清理 你有没有搞错 我哪里过分了 你说我吃毒食 我白天可是冒着生病危险 去找的你 结果 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根本都不带搭理我好吧 说起这个事情 九公主可是一肚子的苦水 她比楚清理还要委屈了 嗯 嘿嘿 那不是不认识吗 楚清理一脸尴尬地说道 对了 你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还成韩武国的九公主的 楚清理问道 嗯 这个说来话长 我们还是一边吃一边说吧 九公主抱着楚清理 直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嗯 好啊 楚清理猛地吸了两口气 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味道她可是 心心念念了五年 今天终于能够得偿宿愿了 哇哇哇 这太好了 原来 幸福来得这么快 这么的突然 看着楚清理的那副小蝉猫样 九公主很不地道地笑了起来 果然 吃货无论到哪里 她的本质都不会改的 穿越时空的前世闺蜜 在意识重逢 这可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两个人一个火锅 就像前世一样 一边吃 一边聊 直到深夜 楚清理才离去 要不是考虑到 这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楚清理都打算直接住这里了 九公主告诉楚清理 等她拍完戏回来 才得知楚清理失踪以后 她就到处找她 把她曾经落脚过的 每一个地方都找遍了 可是 依旧没有楚清理的下落 那段时间 是韩子嫣最难熬的日子 从此以后 原本开朗的韩子嫣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她再也没有去过菜市场 哪怕自己发了薪水 也没有去过 为了不让自己 有空下来的时间 去胡思乱想 韩子嫣就拼命地接戏粉 不管赚不赚钱 只要人家肯给她戏粉 哪怕是没钱的群演她也干 最后 因为太过劳累 她在拍一个武打镜头的时候 失手从高空坠落 原本以为死定的韩子嫣 结果在睁眼的时候 她就在韩武国的一个破院中 和一个自称是她娘的美妇人 在一个记漏语 又灌封的破院子中 相依为命 而那时 原主已经病死 原主的娘也正准备自尽去陪她 当时 韩子嫣猛掉了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还赶了一个潮流 学别人去穿越了 可是 那个院子也实在是太破了 呼呼的韩风 差点没有把她娘俩给冻死 不过 韩子嫣可不是原主 才没有那么的老实 她会利用各种机会 偷溜出去找机遇 赚点小钱 来改善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 韩子嫣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屁孩 她的家人为了感谢韩子嫣 硬生生把他们家的祖传之宝 一块不知道哪里捡的石头龟 塞给了她之后就走了 当时 韩子嫣看着那个石头龟 真有点哭笑不得 人家送礼不是金 就是银 最次也会是一些吃食 到了她这里倒好 这大冷的天下水 救了一个小屁孩 结果 人家送她一只王八 要是活得到也罢了 杀了之后 好歹还能炖一锅王八汤不补 可是 她倒好收的这只王八 还是一个石头做的 吃不能吃 卖不能卖的 问题是她也没人要啊 不过 好歹是人家的一片心意 韩子嫣把乌龟随手 放进了自己的袖兜里面 可是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韩子嫣忽然感觉 自己的手指头一疼 等她再次把手 从袖兜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韩子嫣发现 让她受伤的不是别人 而是她刚刚放进去的石头龟 这时正死死咬着她的手指头 吸着她的鲜血 龟身上下全都冒着红光 韩子嫣虽然是灵魂穿越的 可是 她哪里见过这样奇怪的事情 吓得两眼一番 直接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妇女 正在不远处打量着她 而那什么石头龟啊 那早就没影了 不过 她忽然发现 自己居然听到了 那个女人的声音 可惜了 这姑娘是个死的 要是活的 就是长相 定能卖个好价钱 韩子嫣抬眸 看了看那个妇女 她忽然发现 那个妇女根本就没有张嘴 卧槽 这难道是她的心声 我居然能够听到她的心声 这难道就是老天爷 给我的金手指不成 韩子嫣眼睛一亮 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她的动作 把那个中年妇人 吓了一大跳 妈爷 这是大白天见鬼了 刚刚明明是死的 怎么这会儿她又活了 这真的是亏大了 早知道她是假死 就应该把她卖去万花楼 真的是亏大了 中年妇人后悔的 心肝脾肺肾都在疼 不过 当她看到韩子嫣 那杀人的目光时 吓得连忙钻进人群里跑了 韩子嫣见中年妇人逃走 又感受了一下 周围人的情绪变化 果然 她能够清晰地 知道人家的想法 不过 刚开始的时候 她只能感受到 那些心思 单纯的人的想法 随着自己能力的提高 她能感受到的 也就更多了 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个特异功能 韩子嫣母女的日子 这才一步一步地有了起色 子嫣 那你来这里几年了 楚清理问道 嗯 我来这里已经有两年了 我是灵魂穿越的 李儿 那你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是这么小一批孩子 韩子嫣看着 坐在自己对面 那个晃荡着 小脚丫的小屁孩问道 哎 等等 子嫣你说我失踪了 我不是死亡吗 楚清理问道 不是啊 韩子嫣一脸猛逼地 看着楚清理说道 我去你上班的那家珠宝店找你 结果人家说 你已经好几天没去上班了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说那天晚上 你们都喝醉了 等他们醒来之后 就没有看到你 他们以为你有事先走了 结果 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你了 学校那边也在到处找你 大家都报了警 可是 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一点痕迹都没有 韩子嫣说完 一脸疑惑地看着楚清理 他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间蒸发 怎么会人间蒸发的 那我的身体去哪了 楚清理皱了皱眉头 一脸不解地说道 其实 我和你差不多 我也是魂穿 咱们不同的是 你穿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而我是带着记忆 穿进了一个即将出世的胎儿身上 也可以说是 带着记忆重生了一回 至于 我的身体是怎么消失的 我还真不知道 楚清理说完 一脸委屈巴巴地看着韩子嫣 不过 楚清理有一种感觉 自己身体的失踪 很有可能是和他的那一事有关 虽然 具体是因为什么他不知道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不过 这话他是不会乱说 他也说不清楚 算了 水之清则无鱼 人之茶则无土 就这样吧 楚清理怂了怂肩膀 一脸迷茫地往自己嘴里 塞了一大块鲜嫩的牛肉 吃得那叫一个有滋有味的 自己的身世太匪夷所思了 这一事半会也解释不清 楚清理也没打算去解释 毕竟 有的东西不是适合每个人都知道的 就算是最好的闺蜜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更何况 告诉他或许会给他带来危险也必定 在自己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楚清理除了师父 他对谁都不打算说空间的事情 毕竟 这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理他懂 这一夜 他们聊到很晚 韩子燕告诉楚清理 他之所以主动来灵兽国和亲 那是有人特意指点的 楚清理 是谁 楚清理问道 我不认识 九公主摇了摇头说道 那个人说他要想脱困 就让他往灵兽而去 说那里有他此生的贵人 九公主思来想去 要想带着自家娘亲 完全摆脱韩武帝 那和亲无疑是他唯一的出路 刚好 这时候边疆传来急报 说韩武国打输了 而且输的是一败涂地 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 韩武帝首先想到要求和 再派一个公主 去灵兽国和亲 这时候 九公主就派出心腹之人 来到了灵兽国 故意散布谣言说 九公主如何如何地受宠 是韩武帝最在意的公主 他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让灵兽国 摆明要九公主和亲 这样 他才可以借助这个 向韩武帝提要求 韩武帝为了他的皇位 最后一定会同意的 当楚清理知道 这一切之后 他还真的是 佩服九公主的勇气 紫燕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见到我 你真的要去灵兽国和亲 你就不怕把命 丢在灵兽国吗 切 楚清理 你看我像一个大傻子吗 九公主一甩脑袋 开口说道 呃 不像 看着九公主那耀如星辰的眼睛 楚清理如实地摇了摇头说道 那不就对了吗 我年轻有为 貌美如花 现在好不容易脱离虎穴 又怎么可能入狼窝呢 我韩紫燕的潇洒日子 还没有开始 更加不舍得死了 韩紫燕一脸嘚瑟地说道 那你既然来了韩玉成 你不和亲 还想要怎样 楚清理笑着问道 逃啊 我打算跟着使臣 出了韩武国 就带着我娘跑路 到时候 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愉悦 我就带着我娘 一边寻找我的贵人 一边仗见天涯 做一对行侠仗义的姐妹花 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诗意姐妹花 哈哈 李儿你是知道的 这可是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想想就觉得美好 不是吗 诗意姐妹花 楚清理轻轻地念着 嗯 不错 诗意反过来就是一世 我和我她名义上是母女 可是我一直把她当姐姐一般 她今年才三十岁 和真正的我相比 还真的大不了多少 血过灭了 她的亲人全美了 而我也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我们不但是母女 是姐妹 更是同病相怜的人 这样的我们 当一对异式姐妹花 其实也是挺好的 看着韩子燕的眼中 冒出的点点心酸 楚清理真是无语极了 不过 这样的日子确实不错 她也非常的羡慕 或许 自己以后 倒是可以去过过这样的日子 更何况 自己有空间的存在 那就更加的方便了 楚清理才不愿意 被关在那高高的宫墙之内 那个皇宫和她八字不合 对了 到时候她还得带着 她的大皇兄 否则 大皇兄一定会生气的 唉 也不知道大皇兄和外祖父 他们现在到哪里了 不过 按照行程来说 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舅妈估计也要生宝宝了 也不知道她会生个男孩 还是女孩 楚清理怎么也想不到 大皇子一行人 此时还在那荒山野岭 他们根本没有进京 啊 啊 一声声女人痛苦地叫声 在那寂静的山谷中回荡着 红柿要生产了 此时 山谷中已经是乱成了一团 这个地方真的是上不到村 下不到殿 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 大皇子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吻婆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薛老夫人 只得亲自守在红柿的马车前 看着红柿的样子 看样子已经等不及了 老太太心中那就一个急呀 娘 这可如何是好啊 薛丹阳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这时候已经急得快要哭了 那可是她的媳妇和孩子 羊儿 你给我稳住 先听娘说 看样子 你媳妇已经等不及吻婆到来 她就要生了 你按娘说的去做 你要相信娘亲 老天爷不会这么不开眼的 我们一起加油 去迎接小宝宝的到来 薛老太太脸色一沉 那临微不惧的样子 还别说是真有点大将之风 真不愧是薛家的老夫人 嗯 羊儿 你娘说的没错 你想想皇后娘娘 她一个人在冷宫生孩子 还不是一样挺过来了 咱们薛家是将门儿女 不会这么脆弱的 薛老将军也连忙上前说道 没错 夫君你就听爹娘的话 我不要紧 不会有事的 红氏在马车中 也是咬紧牙关 强忍着那一阵阵的抽腾 好 兰儿 你放心 为夫一定会把娘亲交代的事情做好的 咱们一起加油 为迎接小宝贝而努力 薛丹阳也不知道 是在安慰媳妇呢 还是在安慰自己 又或者是在安慰父母 反正 现在大家各司其职 忙得热火朝天的 薛老爷子带着安慰 护卫 在守护着大家的安全 薛丹阳在烧水 老太太在马车中 一边安慰红氏 一边在指导他接下去的事情 很快 下一波的阵痛又开始了 不过 这次红氏按照薛老太太的经验 倒也没有那么难挨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楚乔东和金雕 终于带着一个昏迷过去的吻婆 来到了山谷 当然 那个吻婆是没有资格做金雕背上的 不要说金雕不允许 就是楚乔东 也不会允许一个老妇女 做自己一起的 这是她的身为 无上公少君的尊严 最后 吻婆被金雕用爪子 像抓猎物一样的抓了回来的 当然 在抓之前 楚乔东是先把人给弄晕了的 否则 估计还到不了山谷 这个倒霉的吻婆 就得被吓死 这不 金雕刚降低高度 在确定不会将人摔残废的基础上 金雕果断地松了爪子 松完爪子之后的金雕 还嫌弃的 有模有样地拍了拍自己的爪子 随后往那山剑的方向飞了过去 楚乔东站在地上 抬头看着金雕飞走前的样子 也是无声地笑了 果然 小黄妹养的兽宠就是不一样 是那样的独树一帜 别装死了 我知道你已经醒了 你要是不想永远地闭着眼睛 那就麻利点 楚乔东的声音 冷得像寒冬的冰雪 毫无温度 张稳婆吓一跳 连忙睁开眼睛 她可不想死啊 这美好的日子 她还没有享受够呢 不过 这才一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 戴着银色面具的年轻男子 张稳婆心中一喜 爱麻 这是哪里来的猛男啊 她太喜欢了 这妥妥的高猛酷啊 张稳婆虽然年纪不小了 可是 现在她的心中 可是小鹿乱窜 完全没有一种 自己是被劫持来的害怕了 她就说嘛 她张娇娘 当年可是这云城镇上的一枝花 虽然她这枝花已经过了季 已经快要凋谢了 但是 这花到底还是花 只要没有完全掉落 就有人会欣赏 你看 今天终于有识货的了 虽然人家是戴着面具的 不过 她不介意 只要七大火好就行了 只是 为什么要来这荒山野岭啊 在家里不好吗 不过 既然人家喜欢在这野外 她倒是也不在意 也许 这天宽地大的更好施展 毕竟 人家年轻力壮啊 张稳婆暗戳戳地 想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要知道 这张稳婆的接生手艺 确实不错 那是因为 手艺是祖传的 按理说 她娘的接生手艺 也没有少赚钱 可是架不住家中 有一堵鬼啊 就她娘赚的那点银子 哪里够她爹赌啊 这不 小小年纪的王娇娘 就惨了 被她那个桑尽天良的爹 给卖给了人贩子 要不是因为那个人贩子 见张娇娘有几分 色相 临时起义 想要玩弄她 结果被张娇娘设计 反而割了玩意 逃出生天的张娇娘 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娘亲 她娘一气之下 带着她逃了出来 从此之后 跟着娘亲打下手 帮人接生 日子久了 自己也练出了一手的好手艺 但是 只是包不住火的 她割人玩意的事情 还是被人知道了 她名声也因此毁了 娘亲也是 因此而欲寡欢 不久就抛下她撒手人寰了 从此以后 张娇娘就干脆 破罐子破摔 除了她的接生技术 是绝对的过瘾 其他的 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虽然 前面这面具男子 口口声声说 是让她去接生 但她又不是傻子 有哪家的孕妇 跑着荒山野岭来的 呵呵 呵呵呵 她就知道 这小伙子不怀好意 看上她就看上她了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真是一个别扭的小男人 不过她喜欢 你别问她为什么知道 反正 她就是知道 这个男人很年轻 看着楚乔东 那挺拔的身姿 中年吻婆不但不害怕 反而露出了一抹娇羞 她红着脸 搔手弄姿地 看着楚乔东 张吻婆那几乎冒光的眼神 看着楚乔东 杀人的心都有了 公子 你这是 要带奴家去哪里呀 张吻婆明明不再年轻 却偏偏学人家小姑娘 用那她自认为 娇滴滴的声音说着 听得隐在暗处的那些暗卫 都快把隔夜饭吐出来了 楚乔东的脸色黑得如墨汁一般 幸好她是戴着面具的 没人看得见 她冷冷地看了一眼 暗卫所在的方向 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告诫自己 楚乔东 你稳住不许杀人 这个人是吻婆 她是来接生的 要是红氏出了事情 小黄妹会伤心 你这么做不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小黄妹 也正是这样 楚乔东才没有一掌批了 这个张吻婆 快点跟上 前面就到了 楚乔东隐忍着杀人的冲动 冷冷地说道 啊 还要去前面 这不用了吧 公子你其实真的很会找地方 你看这里多好啊 这大石板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床 这又宽敞又干净 干起活来都不带担心的 张吻婆说完 还不忘用手指了 纸边上的一块青石板 你 找死 楚乔东手上的青金暴露 仿佛下一刻 就能把这满嘴喷粪的女人给掐死 张吻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她想错了 可是 她把自己打晕 带到这个荒山野岭来 那这孤男寡女的 还能做什么呢 说句实话 这也不怪张吻婆想歪了 谁让楚乔东做法太反常了 她一个孤身吻婆 药材没有 除了这点残色 就真的没别的东西了 楚乔东的隐忍她 不是没看到 相反 她看得很是清楚 不过 人家是忍着杀了她的欲望 结果 她倒好直接给理解错了 以为楚乔东是忍着想要把她吃了 啃了的欲望 张吻婆的年纪 其实也没有太大 也不过就是三十多岁 说她如狼似虎也可以 说她温柔似谁也不是不行 不过 为了这个强壮又别扭的小男人 不那么辛苦 张吻婆还真的愿意拿出她温柔 体贴的那一面 毕竟 这个男人给她的感觉非常好 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男人 她想跟在她的身边 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 楚乔东 呵呵呵 想跟在本皇子的身边 真不知你哪来的信心 就算是杀你 本皇子还嫌手脏了 唉 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好在 还没等他们走到马车的边上 一道嘹亮的婴儿哭声 在这寂静的山谷中响了起来 那个做梦的张吻婆一愣 立马清醒了过来 妈爷 感情这个男人 是真的让他来接生的 楚乔东站在那里 狠狠地瞪了张吻婆一眼 不让你接生 难不成还让你生啊 不管张吻婆的人品如何 他的职业素养还是不错的 这会也不用楚乔东说什么了 他直接撒开 双腿奔了过去 一边跑 还一边叫着自己要用的东西 站住 你是什么人 来此干嘛的 啊 298 张吻婆猛地停了下来 他看着那个突然现身的暗卫 吓得差点就哭了出来 我是吻婆 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带我来的 啊 媳妇 媳妇你醒醒啊 忽然 马车里的薛老太太 那略带惊恐的声音传了出来 张吻婆一听 他们猛地推开那个暗卫 头也不回地跑了过去 边跑边说道 哎哎哎 人命关天 你们赶快让开 我没时间和你磨叽 你们要是再拦的话 产妇有事 可怨不得我呀 说完他一把推开暗卫 抬脚就往马车跑去 暗卫纷纷对视一眼 他们哪里敢去质问那个戴面具的人 谁不知道 那个戴面具的人是他们灵兽国的大皇子 他们又不是真的嫌命长了 再说了 要是薛少夫人出了事情 他们就是有九条命也不够赔的 怎么办 哎 算了 还能怎么办 放行吧 暗卫队长指着其中一个暗卫说道 你跟上去看 免得出事情 是 队长 黑衣人立马跟了上去 在离马车不远的地方了 那里薛家父子正在那里急得团团转 薛丹阳想去马车上看看 但是薛老爷子不允许 在古代 产房都是污秽的地方 是男子的禁地 更何况 这还是在马车上 爹 你就让我去马车看看 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去给娘打下手 好不好 薛丹阳一脸祈求地看着薛老爷子 看什么看 你娘要是需要会叫你的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爹公公这大皇子他们也该回来了 要不 你去看看稳婆来了没有 薛老爷子说道 爹 我 我是稳婆 我是稳婆 你们赶快给我准备热水 我还要一套干净的衣服 张稳婆大声地说道 薛丹阳看着那个飞奔而来的女人 直接愣住了 稳婆 稳婆终于来了 她媳妇有救了 她的孩子有救了 这太好了 呜呜呜 张稳婆好不容易到马车边上 发现那男人居然在发呆 瞬间就怒了 不过 好在他一路跑 一路叫的 楚桥东已经吩咐侍卫 把他要的东西拿来了 张稳婆洗了手 又快速地在薛老夫人的马车上换了衣服 虽然那衣服是薛老夫人的 张稳婆穿着不是很合身 但这好歹是干净的 弄好这一切 张稳婆去了产妇的马车里面 好在他们的马车很大很宽敞 就算是三个大人 外加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也不算太急 不过 这时候红柿已经晕过去了 薛老夫人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张稳婆进来了 张稳婆的经验很是丰富 不一会儿 晕过去的红柿就悠悠醒过来了 薛老夫人刚刚松了一口气 就被张稳婆接下去的话 给震得住了 老夫人 有没有大夫告诉你们 你媳妇怀的是双胎啊 这肚子里还有一个没出来呢 什么 你说我媳妇怀的是双胎 这这这可如何是好啊 薛老夫人一听 不要说她的声音是颤抖的 此时 她抱着婴儿的手都是颤抖的 这真的是要命啊 难道 老天就是这样折磨她的吗 也是 这古代女人生孩子本就危险 更何况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又是双胎 这可真真的要命啊 此时 刚刚清醒过来的红柿也是惊呆了 她原本就怀疑 为什么自己的肚子和别人的不一样 显然要比别人大了不少 可是 她们一直在万寿山的腹地 那里平时根本就没有大夫 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也是自己在山中采点草药煎熬一下就是了 更何况 她们有理而定期给她们送来的东西 身体都是半儿棒 就连她这个孕妇也一样 看着她们的吃惊样 张稳婆也是无语了 感情她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怀的这是双胎 此时的张稳婆是真的很想骂娘 她真的是恨透了这些 不把生命当一回事的人 明明是一个怀着双胎 又即将临盆的孕妇 还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她这是想死吗 还有外面那些个男的 这一帮到底是什么人啊 谁才是孩子的父亲 还有 这个老太太又是什么人 所有的问题都在张稳婆的脑海中 一遍一遍地回想着 这位夫人 你就不要责怪我娘了 我们是情非得已 这也不是谁故意的 要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认了 请你务必想办法保证我的孩子 拜托了 红氏的声音很是微弱 但是非常的决绝 那副誓死捍卫自己孩子的心 真的让人很是感动 怪不得人家常说 母爱才是这世上最伟大的爱 媳妇 不可以 你不可以有事 你说我薛家的大功臣 娘绝不能让你有事情 这位夫人 要是真的有事情 那就那就那就保大人 薛老夫人看了一眼 手中的孩子 艰难地说道 娘 万万不可呀 红氏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薛老夫人 说不感动 那是不可能的 像薛家这样的人家 居然能够说出保大蛇小的话 那是要多大的决心啊 更何况 他知道婆婆手中的是一个女孩 那就更加的不容易了 要知道 薛家不像那些别的大户人家 他们可是一脉单传啊 你这孩子 为什么不可以 要是你走了 他们父女怎么办 难不成 你还打算让我这么大年纪 还得为你们带孩子吗 薛老夫人看似责怪的话语 却让红氏激动地泪水模糊了脸庞 他知道老太太这是死鸭子嘴硬 明明就是心疼自己 他偏偏还就不承认 娘 我 我 我会努力让自己活下去 我会陪着爹娘 陪着夫君 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见娘 小姑子的 红氏流着泪 一脸坚定地说道 他知道自家婆婆嘴上虽然不在乎 但是 他的心中始终是不舍的 他在乎自己 更在乎肚子里的孩子 与其说他在乎孙子 他更在乎他的儿子 在乎他们的这个劫后余生的家 在乎他的家人 好好好 果然是娘的好闺女 咱们一起努力 把肚子里的宝宝生下来 老太太忙不迭地说道 红氏是他的儿媳妇 是他孙女的亲娘 更是他儿子心爱的女人 原本是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大小姐 贵夫人 可是 这些年在万寿山 真的是吃尽了苦头 不仅是身体上的苦 更是心理上的痛 被自己的父母算计 那是何等的痛苦啊 不为别的 就因为她是薛家的儿媳妇 薛老夫人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与其说是儿媳妇 薛老夫人其实早就把这个 陪着他们遭受流放之苦的红氏 当成女儿一般的疼爱了 这女儿受苦 当娘的能好受就怪了 看着这眼前的婆媳 张吻婆还是很有感触的 虽然她的名声不咋的 但是她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那些大户人家一边骂着她 还一边求着她 这些年下来 经她手接生的孩子还真的不少 就算没有五百 少说也有三百了 这还是第一位 要舍小宝大的婆婆 看她们的样子 指不定还是一对 大户人家的婆媳 忽然 她看向外面的那些黑衣人 又看了看那马车外面的 那两个交集的男人 还有眼前的这个威严 又不失和蔼的老夫人 以及她下决心时 眉眼当中的那抹英气 她忽然想到什么 这难道真的是 那位大人物和她的家人不成 张吻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可是 这会是真的吗 不过 她想到 现在风头最盛的长公主 以及皇后娘娘 还有皇上早已经 昭告天下的消息 这当初可是皇上 亲自下旨流放的 现在都已经平反了 所以 就算这真的是 那位大人物 她也不觉得奇怪 只不过 人家可是咱灵兽国的 大英雄啊 自己怎么样 也得想办法 保他们母子平安啊 张吻婆一边想着 一边开始着手检查着 可是 这位产妇此时的状况 是真的不好 要是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她调命 那成功的几率 就会高很多 可惜 她不知道这边的情况 要是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想办法 去弄点人身片 让她含着的 这位夫人 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媳妇 这孩子不能没有娘 老太太转头 把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张吻婆 老夫人 你放心 民妇一定会竭尽所能的 只不过 要是有那百年身片就好了 张吻婆叹了一口气说道 身片 我找找看 薛老夫人在楚清里 给了一堆瓶瓶罐罐中 扒拉了好一会 从里面扒拉出了一个瓷瓶 这位夫人 身片没有 但是我们有这个 是我外孙女给的 这是什么 我看看 张吻婆说道 好 老太太把一颗楚清里 用千年人参 和很多珍稀药材 炼制而成的保命丹药 毫不迟疑地交给了张吻婆 张吻婆接过一看 瞬间就呆住了 妈爷 这果然是大户人家的派头 自己还真的是白担心了 百年人参 和这丹药一比 简直就是连扎都不如了 她虽然不知道 这丹药的功效 到底是什么 但是以她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这绝对是保命的良药 里面的药材定是不菲的 最起码光这丹药中的人参 就是不得了的存在 她可以确定 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拥有的 毕竟 她也给不少大户人家接生过 里面也有不少是有钱人 可是 从来没有这么浓郁的清香 让人光闻一下 都神清气爽的 这 这 这简直就是千金难得的仙丹啊 这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存在 少夫人 你就别磨叽了 快把丹药吞下去 张吻婆也不含糊 连忙把丹药放到了红柿的嘴边 示意她张嘴扶下 娘 这 这 这怎么使得 为什么使不得的 老太太问道 娘 这是肠 这里儿专门给您补身体的 儿媳 儿媳 少夫人 你就别推了 老夫人既然给你了 那你就赶快吞下去 也好赶紧地把孩子生出来 张吻婆最看不得这种默默唧唧 这些大户人家的女人也真是的 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 还推什么推的 真是不嫌累啊 她趁红柿开口说话的时候 直接把丹药塞进了红柿嘴中 丹药入口即化 变成一股暖流 缓缓地注入了红柿的筋脉中去 很快 红柿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了不一样 浑身暖哄哄的 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红柿惊呆了 没错 你赶快配合吻婆 把孩子给生下来 千万别给憋坏了 薛老夫人见红柿发呆 也是连忙点头说道 嗯 儿媳都听娘的 反应过来的红柿 感激地看了一眼薛老夫人 然后朝张吻婆点了点头 好了 你准备一下 听我的口令 你放心一定会没事的 张吻婆安慰道 好 红柿说道 她吃了丹药之后 她不但觉得自己不再虚弱了 此时 就连肚子也没有前面痛了 果然 长公主就是她的福星 自己回到京城之后 一定要加倍地疼爱长公主 虽然 长公主殿下 有那么多疼爱她的人 多她一个也不多 爹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不会是 薛丹阳不敢往下说了 她的心中早就已经是滔天巨浪了 要不是被她爹死死地盯着 她早就去马车里面了 哪怕看一眼也好 一个大老爷们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急什么急 你娘不是还在那里吗 别在那里自己吓自己的了 真是丢我薛家的脸 老爷子到底是老爷子 他的心中虽然着急 可是人家就能好好地控制情绪 果然 这人老成精 不是一句废话 被自家老爹一吼 薛丹阳终于消停了一点 可是 他的眼睛 则是死死地盯着马车那里 生怕自己漏看了什么 就连楚桥东走到身边都没有发现 见过大皇子 见过大皇子 薛老爷子一见楚桥东走过来 连忙攻身行李道 薛丹阳一听 也连忙跟着行李 薛老将军不用客气 怎么样了 还没有生好吗 楚桥东问道 要是没有记错 他们刚刚来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婴儿的哭声了 难道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不知道 稳婆进去了 我娘也在里面 薛丹阳皱着眉头说道 嗯 别着急 应该没事的 楚桥东安慰道 谢谢大 皇子 啊 就在这时候 红氏一声大叫 打断了薛丹阳的话语 少夫人 就这样 听我的口令 咱们再来一次 张稳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连忙说道 一 二 三 用力 啊 随着红氏的喊叫声 一个微弱的婴儿 提哭声响了起来 相比较前面的哭声 这个声音 真的是小得可怜 好了好了 终于出来了 是个小少爷 比起姐姐来 虽然是小了点 可是 小孩子长得快 痒痒就好了 张稳婆一边说 一边快速地收拾着 马车上 红氏躺在那特殊的床上 此时她头发凌乱 额头上黏着汗珠 嘴唇因为前面 长时间的阵痛 而略显惨白 但是 此时的她是狼狈的 也是幸福的